他已经被林语抓入万腰路里 强行认主 不会撒谎 你可懂龙族语言 林语把小龙之前传给他的波动 传给了诗皇 我还真的懂这个语言 这语言只是那时候万族共用语言 是说龙族遭遇大病 他要找到本体去报仇 诗皇翻译完 林语继续龙骨的动作微微一顿 我总觉得地球上确实历史更多了 现在的人宗历史上 有文字跟语言记录不过是几千年 上古时期的万族可是超越了这个年限 而现有的记录上没有一点的痕迹 在无死之前 还是记得一些古老遗迹 不可以带主人寻找 诗皇说道 那时候都是未解之谜 如果按主人说 我已经死了至少三千年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故 等我起了龙骨 自然继续 林语迫切地需要解决越来越多的疑问 当年是什么人指点你 以龙的墓穴 运养失身的 还是本来你就懂风水悬术 吴的祭祖 诗皇顿了顿 似乎陷入了回忆 突然疾惑的 突然想不起来这个人了 以前他在吴的灵地里存在感救其地 我曾经想娶她 诗皇苦苦思索 都想不起来这个人的样子 林语见壮 只能作罢 他能看到诗皇的思绪里 那个神秘的祭祀 跟被人特意打了马赛克似的 只能从身形之上 勉强看出是女子 在林语脑中 举起的疑问越来越多了 林语一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只能暂时压下不想 他放出诗皇 诗皇引路 在他直接进入龙的墓地里 八座龙墓一模一样 掏空的巨大山腹里 巨大的龙尸体旁 安放的是石头王座 跟诗皇大厅里 做的哪个一模一样 八个龙墓里的不止一模一样 仅仅是龙手 跟石头王座朝向的方向不同 龙尸像是在沉睡 不知道多少年过去了 他们的尸身依旧完整 毫无死期 林语直接在蓝天界里 辟了一个七层取名万寿解 他把龙尸全部放入了其中 当林语研究完八个龙墓之后 他会带苏子爷他们 等自己的地方 八个将士王已经出来了 正在苏子爷三人身边 胶着地徘徊着 吓得苏子爷一直试图 给林语打电话 山腹身处 哪里有信号 不用怕 你们身上有我的气息 他们不会对你们如何 林语顺移到苏子爷身旁 他看到苏子爷正在给他打电话 无语地抽抽嘴角 在手机微笑的时候 传计纸和个好用 苏子爷正了正 我忘了 我刚才提醒妈妈了 然而 他跟护载的老母鸡一样 把我和姐姐捂得紧紧的 林语恩从苏子爷的怀里 挣脱出来 啊 幸亏我跟姐姐早已可以避息 不然都要被妈妈的爱捂死了 林语也是一点郁闷 爸爸 我不想去旅游了 我想回家洗暑假作业 我愿意回家上托儿所 反正我可以发呆 可以睡觉 可以不被人发现 随时随地修炼 跟妈妈出门 妈妈就是最大的危险 林天主动要求去托儿所 你们两个破孩子 想你们的妈妈我 是一个好好的事业女性 为了你们 连公司都拱手给人了 你们两个小没良心的 苏子爷也知道自己反应过于强烈的 但是她无法反驳 孩子们说的都是真的 林语从半个半部尸皇里拿过杵带 把他们收进御书 好吧 我要走的风魔路 是我自己的远方 我把你们强行带着 本来就是我的部队 回县城里 我们订车 去贺州的飞机 刚好 何欢宗的司机 给我们留下了代步车 我们开车回县城 苏子爷还记得半山腰的中巴车 一家四口头半山腰的时候 一个旅行团正在交集地等车 我们的中巴车什么时候来啊 我还要到县城里赶车去下一站 我的时间很急 我要回县城 我会饿死了 天啊 你们旅游团的车太不靠谱了吧 倒有满脸的汗珠 司机说正在修车 修好了就来 林语拉开五主中巴车的车门 扫了一眼操作台上 没有拔掉的钥匙 你们要是有人会开车 我可以叫你们打顺风车 我会开 导游看到听到林语的话 如看到救星 这也是我们公司的车 正好你开回去交给公司 等我们团的司机 带着一个体系团出来 自己跟公司联系 林语带着妻子跟孩子 选好座位坐下 到了道人洞 这几乎是过门不入 叫她觉得有点遗憾 一般情况下 风魔碑不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也不是她的问题 还是先把家人送回去比较重要 导游开心地对她团圆说道 太好了 我们有顺风车了 大家上车 我们回县城 苏子爷地上问林语 这些人都是真的旅游者吧 你可以传言给我呀 小傻瓜 林语清醒捏捏妻子的手 她跟孩子们的历练 还是太少了 没有了人间界的社会历练 没有修道界的历练 尽管她给家人留下完全的准备 但是她保护得太过了 哦 我忘了 他们不会又是有问题的人吧 正好 这种事我已经不相信了 苏子爷传言给林语 回江陵以后你打算叫我做什么 闲家托儿所 打工 顺便带孩子 江陵那么大 不会正好有人认识你的 你就直接去老城区吧 自稍微改变些容貌就是 你跟孩子们的修为境界 我都会示范隐藏起来 叫你们看起来像是普通人 你们尽量伪装成普通人 林语已经给家人想好了 怎么兼顾人间界与修道界的生活 老城区是最合适不过的 那是腾龙亭的外门地界 在凡人的眼里 那就是凡人的世界 在修道者的眼里 那就是修道界的一部分 好的 我正好掌握了变幻容貌之术 那姨妈跟堂弟来找我们怎么办 苏子爷想起了苏运成 这个堂弟还是跟他比较亲的 他们会先联系周小宇 周小宇会告知我们的 林语道 苏运成跟他妈妈 因为跟苏子爷有几分机缘 因而遇到他 保住了苏运成妈妈一命 因缘际会 叫他们避开了苏运峰等人 嗯 也对啊 周小宇还没有跟我联系 跟你联系了没有 苏子爷拿出自己的手机看 没有收到周小宇的任何信息 林语拿出手机 他也没收到周小宇的信息 只有几个未接电话 还是苏子爷之前打的 哦 只有我老婆大人 就就电话若干 周小宇不会把公司胡来吧 苏子爷有些担心 玉龙珠宝公司 那是他的心血 哎 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公司是我给他的 还有人想胡来 还要看我答应不答应 林语安慰着妻子 跟他们蹭车的旅行者们 似乎累惨了 上车之后都睡着了 高低起伏的憨声 此起彼伏 你带他们去哪里玩了 怎么累成这样 林语出声 问开车的导游 导游也很累了 他强大精神说道 哦 我们徒步去穿越了八音古道 在地下古城遗址转了转 那里有个潜水项目 你肯定不知道吧 水底还有一个水下古城 潜水其实很累的 只不过潜了一个来回 差点把所有的人类趴下 苏子爷拿出旅游地图 之前那个莫温山给他的地方 他指着地上的地名 八音古道不是叫道人洞吗 怎么改名了 哦 这一点小小的区别 你也知道啊 那就是一个噱头 我们县城的旅游公司 发现道人洞在两个县城之间 就和林县的旅游局一起研究 发现这洞里有很多水中如实 雨季的时候 水滴下来 滴滴答答的 像是天然的八音河 所以 十只交笔 下次再去 林语说道 要是我们出发之前遇到你们 就能带你们去看看了 水下古城 非常瑰丽 那里的历史 还很神秘的 说是至今未解之谜 道游把地下古城介绍了一遍 我带着孩子在酒店等你 我知道你想去 苏子爷轻轻握一丈夫的手 好 林语答应他 他一个人可以短时间内 把六个地方一起走过 如果走不完 他也可以留到下一次 到了县城之后 导游把林语四人送到酒店门口 把重拔车开走了 林语陪着家人到了房间 他问道 你们三个 去你不想过去 可以见识一番 嗯 我要陪着妈妈 林瑶直接摇头拒绝 林天倒是有点想去 爸爸 我还是个离不开妈妈的孩子 我就算了 我们三个好好再缓缓 回江陵之后 跟爸爸一起归帆 那我自己去了 我三日之内如果不回来 你们自己去江陵 如果孙艺诚他们到了 江陵院里有我的学生 温宝兰他们都在 叫他们先给姨妈看病 你们在老城区买一栋房子 我们住得低调点 托儿所老师的家 不适合太大 林语交代一番 随即离开 不管他们住在江陵的哪里 不上班的大多数时间 应该都是在林家院的 秘境里修炼 林语再次出现在香泉 他把狮狂放出来 给了他一套衣服换上 这里有两个古城 一个知道 主人 说得道人懂 留去古城 活颜古城吧 不知道 无人的时候 无也曾长去留他 不过无 没有什么发现 林语给狮黄的是一套长衫 狮黄恢复中年人的面貌 穿上长衫 一身似乎就在高位的气势 隐隐散发 林语扫了他一眼 狮黄立刻收敛自身的气息 看起来就是个文质彬彬的古代书生 不为主人带路 狮黄单膝下跪在地 带路的人跪下这是做什么 林语一皱眉 眉动 做什么 我以肉身飞行 请主人上无身 以无为做齐 狮黄恭敬的道 起来 本尊会飞 你偷钱飞 本尊跟着 林语冷冷俱进 他虽然将之认主 并没有强行奴役的想法 是 无开路 狮黄静止飞起 林语跟在后面 两刀身影快如迅雷 几乎无人用肉眼 看到他们的行踪 有几个修道者 发现有人飞行 想要追的时候 却踪迹全无 根本无人追逐 到人洞的门口 挂着一个大镖石牌 八阴古道 林语跟世皇落地之后 正落在这牌子之前 林语说道 本尊穿过这古道 不会又遇到 跟你一样的老僵尸吧 这附近都没有比武 跟武的后人更高的僵尸 僵尸也有领域的 别的僵尸同类 感受到武的气息 都不敢靠近 石牌前头带路 一边给林语说道 这道人洞 就是通往六曲谷城的通道 六曲谷城 有些武说不上的奇特 好像有什么凶物在沉睡 多年来都没有清醒过 可能我要找的就是他 林语一进道人洞 万一路自动放开到地图那一夜 一个红点正在其上 随着林语走近 那红点越来越红凉 这亮度大小 几乎都能跟鹤岛的 九头蛇魔相比了 到人洞里 水滴滴滴答答地 滴在中乳石上 发出叶尔的声音 三三两两的游客 从林语跟狮华身边走过 像是没有看到他们一样 个别秀节灵敏的游客 抽抽鼻子问身边的人 似乎有什么抽抽的东西过去了 是吗 我没发现呀 是不是你太累了 林语到 石黄 你多久没洗澡了 石黄的老脸抽出 死之后 我从未沐浴过 一会儿进水下古城的时候 你身边洗洗 你这么丑 我这隐形法 简直行同虚声 林语颇为的乌语 又好几个人 都跟着臭味 差点找到尸皇的所在 随着深入道人洞 出现了西部的灵气 林语看到 那六七古城遗址的时候 差点没笑出 这哪里是古城 这是一座残暴的仙府 仙府 乌从未听过 这里在落败之前 是一座大城 那个凶物一直在这里 狮狂看向一个方向 他向来灭乌表情的脸上 露出了一个惊咒 凶物 醒了 不只是那个凶物醒了 残暴仙府的部分布置 随着那凶物的行转 开始运转 何人 让我清蒙 一声沉闷的吼声响起 声音回荡在四面八方 何人 我把他揪出来 施皇朝林语抱歉 看到林语寒手 他一跺脚 身形连闪 朝那声音传来的方向冲去 林语一边走 一边打量四周 这仙府实在太破了 各部分的阵法陷阱 几乎一眼可以看穿 昔日仙府的药田 沦落到仙气流失 只剩下一片筐地 他在道人洞感受到的灵气 是从残破阵法上流出的 一个外形如露 尾巴上带着火焰 刺体如牛的小兽 被狮黄从地底挖出来 你混蛋是谁啊 你知道 你家道爷是谁吗 小兽头顶是一座小小石碑 镶嵌在他的独角之上 这么小 还不够本皇三雅凤 狮黄出手 举扎小兽的后倾 那小兽跟山羊大小 动作却滑溜 狮黄出手 他轻轻松松从狮黄手下逃脱 转身站在一个建筑残骸的顶部 对着狮黄 看似一阵破口大骂 你小妻夫 道爷年纪小 等会儿道爷就让你知道知道 这里的厉害 小兽的尾巴一扬 尝尝道爷的三位真火 这凶手 未免太猛了 黎玉眼睛一眯 他的眼眸立刻变成一片银色 那萌萌的小兽 在他眼里 还是一只小兽模样 不可全身布满了三位真火 肋下是一双收拢的羽翼 小爷的火呢 小兽迅速换了一个地方 小爷再试一次 你站好等着 铃玉盯着小兽头上的封魔碑 这是他所看到的最独特的封魔碑 只封印了一只脚 世皇 你看看四周有无旁人 先府尽管残破 多处阵法 已经被激活 神石受阻 铃玉手里的东西 还不能被人发现 世皇身形一闪 去查看四周 那小兽得意地在原地蹦蹦跳跳 哼 姐又吓跑一个 他看到铃玉 一下就乐了出来 你是什么人 胆敢偷看道义 本尊是你的主人 铃玉背着手 缓缓飞向那小兽 能被封魔碑 风阵之物 都不会简单 他也不会掉以轻心 我的主人 我的主人 就是这仙府的仙人 他早起了他界 小兽眼珠咕噜噜乱转 这是他老人家 给道义留的仙府 尔等速速离去 先前遇到一个自称胡 现在一个自称道义 铃玉脸上效忠玩味 你是被封阵在此地 等着你的新主人来领的 本尊就是你的新主人 你是乖乖服从 还是叫本尊出手 狮黄飞去四周查看了一番 主人再无其他生人 好 你俩是一伙的 不可道义不怕你们 呆 看道义的三位真慌 小兽虚晃一下 朝远处逃去 林玉召唤出玉书 台指一点飞速逃离的小兽 玉书化作一道流光 朝小兽兜头砸下 本尊都说了 是你的主人 你不信 恭喜你啊 白剪了一个不错的色旗 林玉还没看书页上的内容 花悬含笑的声音隐形响起 你不是被封印着 怎么什么都知道 之前是林天和 透过他感知外界 现在换成了花悬 林玉很不爽 可不要拿本尊的境界低下敷衍 本来就是你的境界低下 不过你放心 即便有其他人境界高于我 也没有我这本事 花悬这次没卖关子 直接给林玉说出了关键 这神奇的一部分 是借用了我新日本体的一部分 如今我也成了这书的一部分 我能感知外界与你直接联系 一点也不奇怪 文言 林玉惊诧地疑了一声 如果这本书其他部分都跟本尊联系 那本尊岂不是成了你们的傀儡 你想得倒霉 你这么弱 就是成为傀儡 也没人看得上 花悬毫无掩饰地 比林玉的实力低下 当年我跟制作本书的那位大能 有一点点的关系 为了方便我能在这里的空间 照付我的后代 他特意取了我一丝神力 算是给了我一部分特权 现在懂了吧 你见过那位大能 他是谁 林玉想说那位盗祖的名号 想了想一天的道经 他便没有说 那本书到现在 他只能翻开第一眼 就一个问题 什么时到 他现在还没有参悟透彻 无可奉告 花悬声音一变 顿时沉寂 那叔叔这白剪的坐骑 林玉换了一个问题 刚刚本来想说的 现在没心情了 你自己研究 花悬不再出声 林玉看向封印小兽的那一页 五元兽 坐骑 就这五个字 林玉将树叶看了几遍 除了五元兽 划为他用破望之眼 看到的那样子 树叶上只有聊聊五个字 其实其他被封印的 都有简单的能力和来历介绍 连妖神花悬都有介绍 只有这五元兽 什么都没有 怪不得花悬说自己是白卷的坐骑 不说就不说吧 也不影响什么 昔日本尊一无所知 还不是走到今至 林玉放弃与花悬交流 装而问诗黄 你刚刚参差四周时候 就没有发现可以搬走的东西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搬走的东西 都是些残骸 那些阵法都破得捡不起来 如果硬要想修复 代价太大 不如直接去探查 水下那座古城 或许有所发现 诗黄说道 此地连地气都没有 这座府邸化作的古城 很有可能是出了什么意外 落在此地的 林玉感觉 如果这仙府曾经属于某仙人的话 那仙人应该给自己留下复生的手段 就拿他本人来说 他最在乎的就是他的家人 在做出放任他们自行利点的时候 他还不是早早背下了复生的手段 不知道那位仙人是敌是友 如果是友 本子愿意相助一把 如果是敌 本子可不想助长敌人之位 至少我 数千年来 从未发现过 除了那凶物之外的活物 如果有 不可能不被吴探知的 如果主人再晚来些时日 不就彻底成为这方天地之主了 诗黄那么急了 何止是差了一步 只不过是差了几个时辰而已 说明得天地共主之吗 到此为止啊 你预备着手 沿着仙府的小路走了一圈 这里的仙阵等级并不高 而且早已残破我的不成样子 他又不是专门研究阵法之道的 走 去水下古城 风魔地统上的红点并没有消失 难道在水下古城 水下古城并不远 诗黄带着林玉飞到一面湖泊上方 直接跃住了湖水中 在几十米的水下 一座生满了青台的古城 一点点地出现在林玉面前 林玉落在这古老的街道上 他立刻就感觉到了万交路的震动 他要找的那个风魔石碑就在这里 但林玉散开神石 却发现这古城隔绝神石 他以一个道远七重地修饰的神石 居然连脚下的石板都探不进去 给我找一个石碑 或大或小 外星很像刚刚那只小说投影之物 这里没有那种石碑 我为了寻找文字信息 曾经把这里的石头全部摸过一遍 石皇文雅中年人的脸庞有些局促 根据武的判断 这古城跟武沉睡之地有点关系 在武死之前就有了 本尊知道了 你回来吧 林玉把石皇收入玉树里 他自己在古城里转悠 这样一个明显的红点 绝不会是一个小石碑 林玉直接召唤出武元兽 骑在他背上 你带着本尊在这里转转 就感觉奇怪地方便停下 主人 武元兽委屈兮兮党 人家还是个宝宝 听得林玉气头黑一下 拿出你的本事来 本尊不要废物 要不然本尊也尝尝考武元兽是什么味道 武元兽只能老老实实 拖着林玉在水下古城里走 大致走了一圈之后 武元兽可怜地道 主人 这里都是烂石头 身为武元兽 你就没有一点能力 林玉诧异至极 武元兽被他收入万腰路里后 他头顶的封墨石碑依旧存在 应该吧 我真的只是个宝宝 反正我不知道 武元兽继续可怜兮兮的声音 如果他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 这语气或许还正常 不过这撒娇的语气在一个座旗上 就显得无比怪异 林玉估计是这五颜兽可能早就醒过来了 他是跟着某个游客学的 林玉伸手扎住了五颜兽头上的小石碑 这一碰之下 从五颜兽头顶爆发出磅礴的力量 形成巨大的水波 到现在其中的林玉都被这力量冲击地倒飞了出去 原本的石头古城被这水波直接推平 那些巨大石块 以这水波一触之下化为积分 湖水顿时浑浊 到处咕噜噜冒着气泡 武元兽惊恐地道 主人 不是我 我知道不是你 林玉控制身形飞过来 武元兽头顶上的风膜石碑 只为他掀开了一条缝隙 这仅仅一条缝隙 泄露出的力量居然如此庞大 如果全掀开呢 林玉再次伸手去掀开风膜石碑的瞬间 她的动作停顿住 感受了一下神魂里 万腰路的某一页 传出了异常兴奋的波动 林玉心念一动 她的手里多了一只只 只有巴掌大小的小松鼠 你发现了什么 林玉没事继续去掀开武元兽头顶之物 异常强大的魂魄 美食 有很多人的记忆 是很多很多人的记忆 小松鼠伸着林玉的手 朝武元兽的头顶使劲绣着 小白 如果这魂魄给你吞了 你还能吐出来吗 林玉问道 小松鼠的本体是一只射魂兽 林玉一直没用过射魂兽的本领 能 我还能把它每一个记忆都分解出来 小白点点头 随即他疑惑地道 主人 这魂魄为什么对您有很大的敌意 这地方 本尊都第一次来 本尊总可能知道 准备吞噬 不要伤害本尊坐骑 林玉坐视 去掀石碑 吞 风某石碑掀起的一瞬间 一个人影朝林玉的身体猛冲而来 小白的动作更快 他一口咬住那人影的大腿 人影满脸猙獰之色 他抬手去劈小白 可惜他现在是个魂体 不能对小白造成伤害 劈了一掌 他虚幻的手掌穿过小白的身体 对小白没有任何伤害 竟不能奏效 他继续冲向林玉 林玉齐会坐等他人 进入自己身体夺射 一个死了不知道多久的魂魄 一出现就想夺射他人 肯定不是善类 林玉双手迅速结翼 一道道手印打在魂魄虚幻的身体上 翻起一道金色的波纹 小子 你的手段对我没什么效的 你乖乖站好 叫老夫多了赦 老夫会好好照顾你的亲人朋友的 如果他们资质不错 老夫招他们不死 把他们的身体留给老夫同门夺赦 魂魄音效着朝林玉走来 你这个愿望很不错 但是这不是三千年前了 你真当没人知道你的身份 林玉谋底一寒 既然如此 那他也就不客气了 本来还想叫射魂兽给这魂魄一丝声 他指着魂魄头部的一个亮点 你的魂盘很不错 魂魄怪笑一声 你不说 我还忘了 他抬手去取魂盘 就在此时 小白已经跳上魂魄的头顶 开始撕咬他的手臂 没有手臂 魂魄取不出魂盘 他直接幻化出两条新的手臂 继续取魂盘 我既然认出魂盘 就怎么会没有别的手段等你 多射 你想什么好事呢 林玉一道道拂印打出 魂魄终于意识到 林玉的手印不是没有效果的 那个年轻人在封魂 每一个封印 封印一份魂魄之力 以多咬死相 况且 还有一个射魂兽才不停撕咬他的身体 该死 该死 不能毒射 魂力被逐物封印 和逐物不啃食 都令魂魄逐渐虚弱 那魂魄大吼一声 他尚未被封印的魂力 凝聚成几刀黑色的剑 朝林玉鸡射而去 你小子 也别想好过啊 五元兽轻轻一跃 将几道剑咬住 那本是虚无之物凝聚成的剑 在五元兽的嘴里成了实质 反应不错 这道货主 还不是一无是处 林玉赞赏地摸摸五元兽的头顶 拿掉了风魔石碑之后 那里出现一道竖眼 而不是他之前认为的脚 自己强行激发的魂魄 攻击被五元兽轻易化解了 魂魄放弃淋浴 庄儿试图射五元兽 等老夫先有了神区 咱慢慢把你折磨死 五元兽额头的树眼缓缓睁开 一道黑光射出 那正面的魂魄 变成一个残缺的晶体 砰的一下掉在地上 五元兽把嘴里的剑 丢在晶体上 小白 你就不能吃快一点 我只能凝固他片刻 小白的身躯骤然变大 他张嘴把所有晶体 连同几根剑一起吞下 当即打了一个宝格 嗯 好宝 这两个如果不是被自己认主了 这两个细经联合起来杀自己 估计就是他这个七重凶事 也没有好办法 林玉道 小作奇 你这能力不错 我的记忆在我这只眼睛里 五元兽恭敬的道 刚刚主人掀开封印 我的记忆恢复了 你的事情回头再说 林玉看向重新变小的小白 魂盘给我 分解出的东西给我 小白张口吐出魂盘 进而吐出无数白球 数量之多宛如一座小山 这白球林玉再熟悉不过了 这都是千首格封存记忆用的东西 小白那些消失的同类去了什么地方 不言而喻 这魂魄是大概三四千年前来到这里的 遇到一个骑着五元兽的道人 那道人把自己的座骑留下 同时把这魂魄封印在五元兽头上的树颜里 他身份是一个叫做魂宗的首刃大长老 小白连连打了数个宝格 这一段是他自己的记忆 实在占比太小了 我分解不出来 这人的记忆里提到 他的任务是去一处海底 找一位神附身 林玉彻底无语 真的无语 鹤岛千首格的尾神被他端了 十个仓库都被他抄了 据他所知 地球上已经没有千首格的据点了 他要去哪里继续追查下去 附身于神 好美的梦想 主人 咱们还是赶紧离开吧 有人来了 五元兽走过来 在蹭林玉身边 他一低头 把小白扛在脑袋上 这古装已经玩完了 再叫人看到主人能在水里自由呼吸 把主人抓起来 做研究总办 林玉道 也都跟游客学了些什么 乱七八糟的 他抬手 把石魂兽土著的东西 收进蓝天井 随后坐上五元兽的背 轻轻拍了下五元兽 走吧 在景区的工作人员 下水查看的时候 林玉骑着五元兽离开了 湖边的有工作人员 在湖面上看到一道黑影划过 他疑惑地问身边的同事 哎 公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飞过去了 肯定是谁你啊 另一个工作人员头也没抬 穿上潜水服 挑进了水里 五元兽停在其中一座山峰上 林玉把五元兽跟射魂兽收起来 林玉一边朝山下走 一边拿白球出来阅读其中的记忆 这是一个修士的完整记忆 遇到魂宗大长老之后 结束 叫林玉意外的是 这修士居然是自愿为之 又拿出其他几个白球 几乎都差不多 他拿出魂盘一扫 这一看 林玉愤怒了 有多少白球 就有多少魂魄在魂盘的 好好 很好 林玉满脸寒爽 他们想要海底的神 我偏不叫你们如意 说起海底的神 林玉想起在鹤岛遇到的老海罗腰 原来他曾经与那个密海那么紧 使他自己放走了线索 林玉回到县城酒店 苏紫叶在打坐之中被他惊醒 作为夫妻 他一眼就看出林玉情绪不对 玉 怎么了 这一次林玉没有再反噬太平 而是说道 子叶 以后我们会遇到很多危险 我希望你全力面对 我和孩子 也不一定能照在你身边 你懂吗 懂 千里提升实力嘛 这也不是你不高兴的理由啊 苏紫叶起身坐在林玉身边 温柔飞望着他 你不是说回去要做凡人的吗 凡人只是我们的一个掩饰身份而已 毕竟我们不会老 不会在一个地方长期久待 我说的是危险 来自与四面八方的危险 林玉大致说了一下 可能会遇到的危险类型 守宝会杀人 左宝会杀人 争夺居住的地方会杀人 甚至是为了灵气 为了灵药 丹药都会杀人 甚至是别人打架 将其吃鱼各种 以及阴谋陷害等等 回家买了住宿之后 我会开通通道金融秘境 你们还能继续修炼 在外 我们要维持凡人形象 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说 为父健在静静 为父属于一个瓶颈期 在我们修炼到一个瓶颈的时候 就有一个特殊的静静 叫做归凡 不确定什么时候出现 也不确定会维持多久 林玉缓缓说道 老公 你莫不是有什么焦虑 苏子爷听完林玉的话 忍不住扑哧一笑 好了好了 明天我们就回家 我现在就订票 听到妻子的笑声 林玉宠意地道 子爷 为父的境界不会焦虑 说大了 为父是心怀天下 说小了 为父担心你和孩子们 他低头 在妻子额头轻轻一吻 你信吗 信 我是个普通人的时候 你之前做的事情 我都不太懂 现在我虽然不太懂 但是多少明白 你是在保护我们 从刚刚在遇到僵尸的时候 虽然你躲在儿子的后面 我知道 你一直在关注我和小云 苏子爷笑得前仰后合的 就是你那一句 喊得太假了 你不觉得吗 他没办法 为父又不是真的害怕呀 林玉在子的妻子额头轻了心 订机票 回家继续当凡人 是不是我这个托儿所教师 还要有一个经常出差不回家的丈夫 苏子爷的手 在林玉腰间的软肉凝了过去 林玉思索了一下 大概是的 他刚说完 换来苏子爷一个白眼 林玉摸了摸鼻尖 他拿出得子魂宗大长老的魂盘 同时拿出一个白球 扔在地上 白球破裂 魂盘中的一个魂魄 行转了过来 请大长老吩咐 确定 一个白球为一个魂宗弟子的记忆 林玉再次拿出几个白球 扔到地上摔碎 又有几个魂魄苏星过来 他之前的判断没有错 当即想也没有再想 直接把小白塞进了魂盘 里面的全部都是你的 不回家的丈夫 你这是在做什么 你刚刚扔的东西 掉地上怎么消失不见了 苏子爷也在地上看了看 地上什么痕迹都没有 这是一种记忆球 摔碎之后 相应的人物会恢复记忆 林玉又拿出一个 交给妻子 你用灵力感应 就能读到其中的内容 苏子爷刚刚拿起来 小脸顿时秋红到耳后 反手丢给林玉 无聊 林玉看到苏子爷的反应 当即读了一下白球的内容 当即脸都绿了 他随手拿的一个白球 不是魂宗弟子的记忆 而是一个邪宗弟子的记忆 那里面多的是那弟子 跟不同妹子的缠绵记忆 我也不知道这里面会是什么 我也没有看过 换来的是妻子 含羞地称怪目光 林玉也很无奈 他怎么就顺手拿了一个 邪宗弟子的记忆 他再次拿过那个白球 这次他看完了完整的记忆 那个邪宗就是弟子之前 是魂宗弟子 被魂宗大长老 派到某个邪宗之后 他喜欢上了邪宗的生活 反而勒布斯书起来 林玉换了一个白球 他感觉先手隔断了的线索 可能在这些白球里还能找到 还有一种说不上的感觉 我说的是真的 我刚刚得到了 这东西有什么用 苏子叶白了林玉一眼 我知道你不会无缘无故地收集这种东西 记忆也是历史的一种追溯 修道界里保存记忆的方式不同 这也是一种 这是小白的能力 林玉说道 如果你研究历史之后 会发现我们所知历史不是连贯的 一家人坐在返程的飞机上 机舱里提供新一天的报纸 苏子叶指着一则招聘问林瑶 妈妈要去应聘托儿所老师 叫你爸爸去这里应聘 怎么样 好啊 我爸爸最适合当老师了 到时候逃离满天下 都是我师兄师姐 我能横着走 到现在就给我收了一个师兄 林瑶拿过报纸放在林玉的腿上 爸爸 我要横着走 林玉一阵无语 苏子叶捏了一把林瑶的鼻子 只有螃蟹才横着走呢 我就要横着走 林瑶做了一个鬼脸 爸爸懂我的意思 你啊 希望别人护着你 不如自己变强 林玉摸摸林瑶的脑袋 陷入了沉思 她真的弟子只有一个灵 一个一道弟子温宝兰 还有徒孙和尘苗 相比其他逃离满天下的修士 她的弟子的确少了点 我去医学院应聘 可以教更多人学医 也不错 你还真去啊 苏子叶诧异地望着林玉 刚刚她只是嘴口说的 没想到林玉居然当了真 我从来不是做不到的话 小英说的嘴 逃离满天下 有逃离满天下的好处 希望我教助的学生 能多出好医生 而不是遍地之拥疑 林玉她也扫过 招聘启事上的时间 跟地址 小英上学的事情 也要安排 她要多跟同龄人玩 别跟你师兄一样 老气横修的 知道了 爸爸直接叫我上初中部 小学的知识 我真的没必要再学习了 我都是拥有图书馆的人了 林玉跟林玉争取权利 小学部的小朋友 玩得太幼稚了 初中部的姐姐跟哥哥们 还知道讨讨论一个 未来什么的 叫你妈妈安排 林玉摸摸林玉的脑袋 周小雨跟你联系了吧 联系了 我叫她把人安排在 江陵大酒店了 那里距离医院近 离老城区 跟医学部都不远 我还叫周小雨 把苏运成 安排去设计部学习 按普通员工待遇 无特权 苏子爷把周小雨 跟她联系的事情 说了一遍 说完 她不幸地看向林玉 我怎么不信 你会不知道 你明明知道 上飞机前 我就收到了 周小雨的信息 我知道 你的手机 有信息是一回事 可是我不知道内容 林玉淡然道 你不会以为 我会随时随刻 观察周围吧 讨厌 你都不关注我跟孩子 万一是我们 遇到了危险呢 苏子爷说完 想起林玉 让他们自己历练的话 说明一般的危险 她是不会出手的 除非是大的危险 我关注啊 可是我不能把你们 时时刻刻 关在自己身边吧 你们两个孩子 愿意吗 林玉之前 对家人的未来 做过很多规划 后来有改变 爸爸 爸爸 我不愿意 我感觉将来 我有要去的地方 林玉 传音给林玉 爸爸 我要去的地方 跟妈妈和姐姐 要去的地方 都不同 那就是爸爸能去 林玉听林玉的话 感觉很奇怪 爸爸 林玉思索了一会儿 不太肯定得到 爸爸 应该能去吧 不过那地方 与我有莫大渊源 爸爸可能不会喜欢 好啊 如果有那一天 爸爸亲自送一去 好不好 林玉猜测 那是林天的机缘 机缘可遇而不歌求 林天用力地点头 林玉心里闪过诧异 而是转而问林瑶 小云 你呢 大概率会跟着妈妈吧 我看她太心软了 是遇到狼 也要问对方 哪里肚子疼的人 林玉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如果爸爸会带着妈妈 我可能会自己 寻找自己的路 我不知道在哪里 我知道 我要走很长的路 林玉起身 摸摸林天的脑袋 又摸摸林玉的脑袋 一家人的短暂分离 是为了一家人的团聚 苏子爷白了林玉一眼 回到江陵 你就去应聘 遵命 夫人 林玉一口答应 同时 她在心里想 要不要在腾龙亭里 收弟子门人 逃离遍天下 也是有好处的 回到江陵之后 苏子爷带着林瑶 跟林天去老城区 挑选方便去托儿所 跟初中的住所 林玉则去了 江陵医学院的招聘处 有不少人都在应聘 林玉赶到的时候 有不少人已经 煞雨离场 这是招聘老师呢 还是招聘医生 对啊 不看教学资质 偏偏看治病 林府他妈 给林府开门 林府到家了 听到离场的人抱怨 林玉神色无窝 在林玉身边的几个人 看着应聘的人 没有成功的人 剩下的人不多了 纷纷有了窃喜的表情 其中一个青年 拿着一摞厚厚厚证书 看着四周的竞争者 他的目光最终落在林玉身上 你看我们来应聘 都带这么多东西 你以为你有胜算吗 凭我懂得比你多 林玉看也没看青年手里的证书 周围剩下几个人 他都漠不关心 持有证书多 就能教育好医学院学生吗 能培养出好医生出来吗 况且这一次 医学院招聘的条件里面 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你懂得比我多 你看看我 都考了这么多证书了 青年看着两手空空的林玉 找身边的其他人夸张地笑道 你们几个 拿着的证书虽然没有我多 可你们 还是有可能跟我竞争一下的 这个人有可能吗 一个在这厚厚镜片的女青年说道 你这连参加应聘的态度也不端正 起码要做个求职简历吧 林玉道 我不需要简历 就在郑书男 还有出生讥讽林玉的时候 招聘办公室里 走出一个工作人员 他数了数剩下的九个人 你们一起进来吧 郑书男拿着证书 趾高气昂地走在前面 我要第一个进去 其他人没说话 依次进入招聘办公室 几个人坐在桌子后面 正在看着今天的招聘成果 纷纷摇头 难掩失望之所 哎呀 怎么就没一个合格了 郑书男上就把自己的郑书放在桌子上 诸位主考官 我肯定是你们要找的人 那几个人在讨论的人抬起头 误的 几个人纷纷瞪他眼睛 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 郑书男心里一喜 郑书夺 果然是最好的敲门砖呢 我叫 我是 却见几个主考官 朝剩下的八个人走去 郑书男的脸一瞬间变得精彩分成 主考官 我在这里 你们看看我呀 四个主考官没有一个人看他的 他们看的是剩下八个应聘者中的一个 工作人员疑惑地看着主考官们的表现 小郑的在一面提醒 这一位应聘者已经把资料拿出来了 诸位不看看吗 主考官们没有回答 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走到最不被人看好的林玉面前 其中一个惊喜地道 林医生 你 你是来应聘的吗 另外的几个人 跟那人的反应都差不多 居然连您 就来应聘了 郑书男看的演出都瞪出来了 嚷道 这 他这样的小白脸 大学毕业了吗 来应聘 不带精密材料 是来应聘的吗 林玉微微按手 不错 我看到了报纸上的招聘起誓 没懂林玉说完 身为主考官之一的孙院长已经说道 我要招聘林医生 为我们医学院讲师 你们没意见吧 另外三个人纷纷摇头 没问题 我同意 我不同意 郑书男一下子跳到林玉的面前 他指着林玉的鼻子 问其他几个应聘者 以学院的招聘有内幕 你们几个人一点也不怀疑吗 我怀疑 他是走了后门的 另外七个人 有的人摇头 我不怀疑 有的质疑 的确是有点奇怪 但是他们都认识这个应聘者 是真的 见有人表示了怀疑 郑书男的声音高了起来 几个诸可观 还有你 难道不该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在外面的时候 我已经告诉过你 我应聘成功 是因为我懂得比你多 林玉淡淡的 你 你比 比我懂得多啊 你 你会看病吗 我 我会的 证书男抱着他的证书 一望三尺高 我努力考了这么多证书 此时 工作人员已经想起 面前这个俊美的不像话的 年轻男人是谁了 他上前说的 这位应聘者 我们这次招聘 是为了招聘一个 拥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人 你考了这么多证件 应该没有时间 在医院作诊吧 一个应聘者指着林玉说道 看他的样子 大学都没毕业吧 他能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孙院长此时 已经明白了众人对林玉的质疑 他哈哈一笑 哈哈 你们给林医生的外貌骗了 他早就结婚了 打女儿小学快毕业了吧 他是我们医院的医生 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这几位 有的是林医生的病人 有的是病人家属 你们说林医生的临床经验 是不是丰富啊 此时 一个一直没开口的应聘者出声道 我在将林医院 见过林医生 他的确是医院的医生啊 郑舒兰还要说话 林医出声道 医科的证书多 代表你掌握这些知识 但是并不代表你 拥有把这些知识变成经验 转化为教育别人之上 如果不是传授经验 而是以课本传授 学生们只要自己看书就行了 医学院根本不用特意 在招病棋事上加上一句 临床丰富经验者 除了孙院长之外 另外三个主考官也是纷纷点头 对啊 对于这个考虑 这次我们特意 推陈出新 改变了招病的方法 林医生的息数好 年纪跟大学生年纪也差不大 相信他能在讲师的位置上更合适 郑舒兰不死心 那我们要求旁听他一次讲课 会看病的人 不一定会讲课 这一点 将其余七个应聘者纷纷点头 如果林医讲课不过关 他们八个人 还是有机会竞争这个讲师岗位 四个主考官一起看下了林医 工作人员的下巴几乎掉在地上 到底林医生是主考官 还是你们是主考官 应该你几位拿主意的 你们看林医生 究竟林医危害手 可以 四个主考官中的一个 当即一拍手心 好 我现在就安排 马上给你凑几个教室的学生 几个主考官分别打电话 现在正是大学上课的时间 聚集一个教室的人 还是很容易的 没有一会儿 主考官中的一个 已经笑着给林医说道 教室已经安排好了 郑舒兰跟其余几个应聘者 立刻振奋起来 林医会不会讲课 马上就能见分晓 谁不想进入江陵医学院 这是国内最好的医学院 没有质疑 这几个人的心理活动 林医是不知道了 即便是知道 他也不会在意 他来应聘的目的 本来就跟其他人不同 在走向教室的时候 孙院长笑着说道 原来我身边这三位 您也认识啊 林医扫了一眼 那三个满脸效忠的主考官 不认识 郑舒兰跟其他几个应聘者 差点原地暴走 如果不认识 主考官会给你打招哦 那三个主考官脸上的笑容 也一点没消失 原来不认识啊 也是见过他 是林医生 肯定没注意我们 我们都是你决的荣医院长 他是东方寒 这是秦莫 我叫董任 林医对这三个名字没有影响 他确定不认识 不过知道他是林医生的 不是病人就是病人家属 他治疗的病人之多 从鬼谷门下山至今 他治疗过多少病人 他自己都已经记不得了 郑舒兰看着几个主考官 一副为林医 马首是瞻的样子 要是林医走后门 应该是林医巴结主考官呢 这怎么倒过来了 完全是主考官在巴结这个林医生 仿佛是深怕林医生不肯就职似的 一行人来到教室 看到教室里的人数 八个应聘者全部倒戏口两起 这哪里是一般的教室 而是一个大教室 坐满了几百个学生 东方寒走上讲台 高声宣布 今天吃一台试讲课 大家专心听讲 如果老师需要学生配合 请大家几百个学生一起 看向走上讲台的林医 看到林医 几乎所有人都想叫一句卧槽 这么好看 不是大明星吗 他看起来就是个大学生的样子 会讲课吗 有花痴的女生已经高高挤起手 帅哥老师 你教我呀 我保证配合 还有我 就是你要体检 我也是愿意的 女生们饭花痴 男生们吃醋 林医还没开始讲课 教室里的秩序已经乱了 孙院长跟几个主考官目瞪口呆 几个应聘者 人色各异 最开心的莫过于郑舒男 他这样能好好讲课吗 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 还不如叫我上去试讲 郑舒男这番话刚说出口 立刻有人虚他 你闭嘴吧 你一个窝瓜猥琐男 不要污蔑我们男神 你不要打扰我们看男神 即便是男神不讲课 我们这么看着他也好啊 郑舒男本来是自信满满 是想证明自己比林医更适合讲师职位的 输掉学生们一见到林医 变成了眼狗 他气得说不上话来 继而他眼珠一翻 整个人硬挺挺倒了下去 被林医的帅给气晕了 郑舒男几乎在立刻之间 就成了教室里的笑话 四周一片深情古怪 然而郑舒男一直没醒来 孙院长看着不对劲 出声道 林医生啊 您能先过来看看吗 这个人的样子不对啊 整个教室都在林医的神识 感知之中 这郑舒男晕倒也被他发现了 他当心走了过去 随着林医从讲台走到教室的后面 学生们纷纷发出惊呼 新来的讲师要身高又身高 要长相又长相 这想是出道 简直是顶流之类的 被这种瞩目方式关注 林医也有些很无语 他走到昏迷的郑舒男身边蹲下 直接拿出银针 在几个学位上扎针 行云流水的动作 看待了一片学生 当即有人拿出手机 对着林医给人致病的样子拍视频 林医生 这人是怎么回事啊 是什么病啊 东方寒问道 急火攻心 简称是被气的 谁气他了 林医欢视四周 刚刚他虽然神识笼罩四周 但只是观察自己的学生了 郑舒男和几个用聘者 被他排除了 林医此言一出 不少人古怪地看着他 老师 他是被你气晕的 因为你太帅 林医无语 他收起银针 转身走上台 我是来教大家医术的 诸位关注我的医术 刚刚那个晕倒的 就在地上躺了 我来应聘医学院的讲师 是想把我治疗病人的经验 与病传授给学生们 和你的目的不一样 地上躺着的郑舒男 得知是林医把自己救醒的 爬起来拿着自己的所有证书 慌不择路地跑了 其余的几个应病者 倒是没有走 他们此时摆出了 认真旁听的样子 郑舒男一直对林医挑三拣四 横挑彼此竖挑眼 林医居然不计前嫌 还把他救醒 仅此一样 林医的个性魅力 就已经征服了不少的人 学生们除了甜言之外 对林医刚刚行云流水 一般的行真手法 也非常的欣赏 帅哥老师 你给我们讲课吧 我们会好好的听 你可以点我们 作为教材演示 我们不介意 此时林医再次站上讲台 他朝四周微微汗手 稍微放出一丝为家 同时出声说道 医术不是说你学了几本书就能掌握的 就是华佗在世 也不敢说他看了几本书就能成为医者 掌握书里的知识是首先的 你必须要知道病人的症状 慢想 有钱人已经给你们总结在书里了 你们只需要先把知识灌输给自己 其他 是把知识与实际结合 拿刚刚那么晕倒的人来说 他为什么会晕倒 结合你们所学的知识 分析一下 一个女生举手 得到林医受益之后站起来 他看着林医的脸 结结巴巴地说道 是 是干净不调 怒伤干 那致对了 不过并不全面 神来补充 林医是以那个女生坐下 被第一个点名的女生坐下以后 激动得满脸胸红 男生跟我说话了 还夸我了 那叫夸吗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心里叫嚣 那是作为老师 以一个很正常的评价而已 林医又点了一个戴眼镜的男生 这个男生的情绪也还正常一点 他决定以后出行 还是稍稍改变一下自己的终毛 不然走到哪里 别人都会去评价他的脸 像是观赏动物一样欣赏他 他很不喜欢 他刚刚释放的一次威压 都没对这些学生造成影响 被点名的是个男生 女生们直接泄气 哎 怎么叫男生啊 叫我不好吗 我还想跟男生说话呢 男生推推眼镜 站起来说道 是肝气欲结 治血欲症 所以他非常容易被气晕 简单明了 一语重地 林玉满意地看向他 你又临床经验 一个女生迫不及待得到 老师 我知道 她是东城百药堂的小老板 他们家就是中药店带诊所 她平时也跟着家里人 在诊所里做诊 她叫白光威 白光威再次推理一下 自己鼻梁上眼睛 陈杰 我自己可以跟老师做自我介绍 好了 同学们都做好 决定上我的中医课的 在东方院长这里报名 每周我只来讲一节课 临时有东方院长通知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希望下次你们都关注我上课的那种 不然我上课就来戴面具了 林玉稍稍改变容貌 无人发现她的容貌在变化 花枝学生还是直勾勾的 林玉再次稍稍改动自己的容貌 把自己尽量变得平凡一点 东方汉听到林玉点她的名字 校竹颜开 好 林医生答应留下就好啊 学生们 墙上由林医生主讲的中医课 来我这里报名 顿时一片学生潮水似的涌向东方汗 孙院长和另外两个院长脸上的笑容还没释放 就笑不出来了 学生们大喊着 我报名 院长 我要来 震儿欲聋的吼声 叫几个院长的脑袋几乎都被炒爆炸 他们想跟林玉谈谈待待遇问题 报名的学生里三层外三层把他们围着 根本出不去 那几个应聘者看到这一幕 确实目瞪口呆 怎么跟林玉竞争 他往那里一站就已经赢了 况且林玉又高又帅 医术又好 几个院长都对他推崇备制 有的人根本就不用争 他出现就是结局 这种人怎么跟他竞争呢 认输是唯一的结果 林玉刚刚走出医学院 他的手机就响了 等上课鼎声响起 被解救的那几个院长 这才安静下来 孙院长得空给林玉打了电话 林玉称 刚刚还没来得及跟你聘输呢 先往你那里吧 林玉说道 我不在医院 他们三个有回来坐诊吗 他们三个 孙院长先识论理一下 突地想到林玉的三个医住 他们从国医堂进修回来了 他们一次也没有坐诊 林玉听了孙院长迟疑的声音 这三个家头早该回来了呀 居然都没报备给他 孙院长立刻说道 不是不是 他们三个跟着一个医疗组下乡去了 那地方遭遇了水灾 道路损毁 前两天还有联系的 说一切都好 那边通讯不太好 一下雨就没了 文言 林玉立刻赶至理一下 他在文宝兰三人身上留下的印记 三个人大致方被顿时有数 我知道了 孙院长还有事情吗 我孕妇有个老朋友 身体不是很好 想请林医生看一下 您有空吗 孙院长说得很是小心翼 我在医学院东门这里 你方便的话可以把我接上 林玉看一眼四周 说出了自己的位置 孙院长立刻答应过来接 林玉刚把手机装进口袋 几个年轻人朝他走了过来 其中一个正是刚刚离开不久的郑树男 郑树男指着林玉 手无阻导地说道 表哥 这小子 他欺负人 那几个年轻人听了撸起袖子 你小子一个就会读书的 谁会欺负你 脚毛看看 撸袖子要打人的几个年轻人 此时看到站在大门旁的林玉 几个人的脸色顿时变了 唯有郑树男咬牙切齿地看着林玉 表哥 给我好好揍他一顿 不然我都决不了心头之恨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发现不对了 刚刚一份填膺的几个表哥 此时在他看不顺眼的小白脸面前 一起跪在地上 表哥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这就是一个小白脸 林玉即高临下地看着 跪在地上的年轻人们 一言不发 其中为首的一个出声说道 林爷 其余几个公声祈祷 林爷 林玉被汗手 爷什么爷 你们不帮我 回家 我就给你们妈妈告状 郑树男看到自己几个 五大三次的表哥 软骨头似的跪在小白脸面前 当即怒火万丈 他欺负我 你们也欺负我 我现在就给你们妈妈告状 这是大学门口 你们自家的事情 回家去说 林玉摆摆手 抚苍蝇似的 看到这个动作 郑树男恨不得扑上来 把林玉那张帅得叫他记恨的脸 咬烂 还不得他拿出手机 打电话告状 他几个表哥站起来 朝林玉行礼之后 把郑树男夹走了 夹走了 你们神经病啊 傻比妈 他欺负我 郑树男破口当把 没有人理他 他在自己表哥手里 跟物件一样 孙岳长开车过来 正好看到这一幕 刚刚几个大汉 一起给林玉下跪的一幕 叫他动容 林先生 这就是刚刚那小子吧 他想干嘛呀 他嫉妒我比他帅 先去看病人吧 林玉坐进车里 至于郑树男回家 被自己表哥们 怎么重点关怀 那就不是他 关心的事情了 酒店房间里 一个虚弱的老人 身边围着几个人 这几个人 一脸的不愤 到底什么人 还要我们等 凭什么 连合逐神医 都要在这里等他 在场的 有好几个专家 都是来为 这个老人会认的 有从帝都 护送老人过来的 有从外地请来的 老人身边 一个年轻女子说道 外公 国一堂就在帝都 您怎么不在 国一堂找人看 那么多神医 国手 就是国一堂 柳云峰 推荐我来这里的呀 能被他推崇的人 应该有什么 过人之处吧 老人很虚弱 说话又气无力 旁边有几个人 怒出不屑之色 什么人 能比神医的医术 还要高啊 也配着到 留待国手的推荐 谁啊 这么流皮 叫我们这么多人 等他 还叫病人等他 孙院长 带着林玉走进来 年轻女人 一眼看到了他 虽然对林玉的 外貌有着经验 但是外公更重要 他当即周围 孙院长 我外公可不是 给实习生练手的人 段小姐 这位就是 留过手推荐的 林医生啊 孙院长 向段荣荣介绍林玉 就职与江陵医院 看清林玉之后 酒店房间里 几乎所有人 露出了怀疑的神色 林玉实在太年轻了 看起来比段荣的年纪 还要小 段英生打亮着林玉 这个看起来 年轻的不像话的年轻人 一身气质内敛 说不清的金贵神秘 叫他这个月真无数的人 也看不透 年轻 神秘 他往那一站 就无法叫人 从他身上移开目光 沉稳 庄重 好像他是酒居高位者 寻世属地 何周神医干咳一声 啊 这位林医生 真的是留过手推荐的吗 孙院长 你不会搞错吧 其余几个人也质疑地问道 孙院长 这可不是给学生猎手的地方呀 段英生知道 孙院长是他老友的女婿 他分合地问道 小孙啊 这位小朋友 真是留过手推荐的那一位吗 段叔叔 就是林先生 我孕妇就是他治好的 他老人家的病 在帝都 有多少人都劝我们家属 好好陪伴 过剩下的日子呢 经过林先生的治疗之后 前几天 带着那人去爬山 那人都爬不过他呢 孙院长怕林玉一甩手走人 赶紧给林玉掀手 这 他的介绍还没有说完 一个神情俱耀的年轻人站了起来 段爷爷 容容 我怎么看 他也不像是能治病的人 段容容也是满心的疑虑 事关他外公 他一点也不敢马虎 我不像是能治病的人 我就是能治病的 他的病你们治不好 只会诊断为年纪增大 器官老化衰竭 林玉等 神态俱耀的年轻人冷恒一声 哼 看来你已经知道段爷爷的身份了 我不用知道他是谁 你们既然自认医术高强胜过我 就赶紧地治疗吧 他要晕倒了 林玉在一个空着的沙发上坐下 根本没有出手的架势 孙院长一听到林玉的话 赶紧看向了段英生 一个看起来像是某院专家的人 提着一台仪器 你知道我手里这是什么吗 就敢说大话 何周神医知晓 我们刚刚给段老爷子检查过 他的体征算是平稳 你说晕倒就晕倒 神态俱耀的年轻人 对段容容说道 容容 看到没有 孤明掉一只背 就是想在你面前怒脸 段容容重眉看向林玉 心想柳光手是不是被人骗了 一群人忙着讨伐打击林玉 谁都没看到段英生此时的异常 孙院长担心段英生的身体 他看到了老人的异常 但是忍住了没出声 林玉说那些人治不了 那些人肯定治不了 只是他担忧地看向林玉 这位老人家 新年是个老兵 他 林玉摆摆手 只是晕倒而已 不会危及生命 就是他们连究竟老人都做不到 一群人以具傲年轻人为首 直接取笑林玉 哼 说大话 谁不会啊 你以为你特地独行 就在容容面前出头了 此时段容容也发现了外公的不对劲 他一看 外公段英生已经如林玉所说的一样 已经晕过去了 侯超 你给我闭嘴 我外公已经晕过去了 此言一出 房间里顿时死记 何周沈亿疑惑的目光看向段英生 这 这 真的晕了 你们还不快来抢救 段容容呵止了侯超 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要是我外公有个三长两短 都怪你 侯超一指林玉 这 怎么怪我 那不是怪他 都不治疗 我可没阻止你们治疗老人家 只不过你们治疗无效而已 你们连他晕倒的原因都查不出 更别说究竟他了 林玉看着一群人上前给老人各种抢救 这几个人里就没有一个中医 即便是有 一盘的中医估计也发现不了老人这病的端倪 他对自己用病医学院的讲师一致 第一次感觉非常的满意 一群人对着昏迷的老人各种抢救失智 如林玉所说老人毫无要醒的迹象 侯超在一边都急了 你们不是神医吗不是人家吗 只是一个昏迷不救病 端荣荣看向坐在一边的林玉 林医生 你 你能救醒我外公吗 荣荣 你不要被他骗了 他肯定是看到外公运过去的过程 这么多真假 猴超瞪了一眼林玉 这小白脸 他妈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端荣荣都看了他好几眼了 这要是看上了 哪里还有他什么事情 端荣荣已经走向了林玉 他在此说礼遍之前的话 态度客气多了 林医生 请问 您能救醒我外公吗 林玉道 老爷子只是短暂昏迷 三分钟自然会醒 你叫他们 不要阻挡空气的流通 一群神医 专家 抢救的热火朝天 满头大汗 老人家是没醒过来 河州神医听了林玉的话 冷笑一声 你就是知道 我们抢救是有效果吧 一会儿他回短再行转 你们觉得有效 继续抢救就好了 我反正有时间等着 林玉扭头对孙院长说道 下次他证明了自己为师的神医 跟专家的病人 不用喊我 我没空 孙院长抹了一把 河头的汗 为难地看了一眼 段荣蓉蓉答应道 下次我亲眼看过病人身边的情况 来通知您呢 段荣蓉疑惑地看向林玉 她感觉 林玉是很认真地说 贫帆短期婚迷 这是段家一直维护的秘密 几乎没有人知道 她因为这几天守在外公病床前 才会知道 这位孙院长她也知道 是张老爷子的女婿 就是对自己外公 也没有用您这个境称 她不由看向林玉 林玉作者 孙院长这一副 诚惶诚恐地站在她身边 小心翼翼的样子 仿佛这位林医生的身份 比张老爷子 比她外公都要高似的 哎呀 强救有效了 老爷子行了 一个专家得意地看向林玉 打脸了吧 河州神医上前检查了一下 段荣蓉 老爷子 你感觉身体如何啊 侯超赶紧上前 跟段荣蓉说道 段荣蓉 刚刚是专家们 把您救醒的 刚醒过来的段荣蓉 朝四周围 看着自己的人 剪点头 辛苦了 得到段老爷子 一句辛苦了 几个人顿时 都仰仰看了林玉一眼 侯超比喻地道 臭小子 我看能抓到什么时候 林玉看也不看他 你们可以继续了 段荣蓉又昏迷了过去 这一次 段荣蓉坚定地道 林医生 请您出手 只要能治疗我爷爷 不管您得出什么结论 我都会奉上不菲的诊废 还不到时机 林玉端走不动 根本没有出手的迹象 你小子 装什么不装 信不信 我要老爷子的人 把你丢出去 侯超看段荣蓉 低声下气地求林玉 林玉反而端起来了 更恼火了 麻痹的 这小白脸 是想持量行凶吗 但愿容容不吃这一套 段小姐 李先生说不到时机 就是不到治疗的时机 情商很物造 孙院长虽然不知道 林玉为什么不出手 他坚定地相信林玉 孙院长 我外公的身体真的很弱 帝都的医生 说他的器官的确在衰竭老化 如果彻底停止工作 不是危险了吗 段荣蓉吉的眼泪 都快流出来了 段老爷子昏迷 行转 昏迷行转往复几次 那几个神医 专家也看出不对了 这是有规律的 不用救治 也能自然醒过来 但是如果不抢救 岂不是叫人 看出他们的无能 有人看下了林玉 队长他的目光时 在林玉目光里 看出了计讽 他那一眼 似乎能看穿灵魂似的 凡是与林玉对视的专家 跟神医心里 都只有一个念头 他们被林玉看穿了 他们真的太没用了 看出自己请来的 专家跟神医 一个个蔭头大脑的 站在一边 猴嘲怒道 你们还不赶紧 治疗段爷爷 我请你们来 不是叫你们干站着的 小超 你不用叫他们 折腾我了 他们的手段 对我已经没有效果了 段英生在一次昏迷后醒来 听到猴嘲的话 他看向林玉 林医生 我的病 你可以治疗 各位专家 神医几乎想找个地方去钻 猴嘲更不服气了 专家和神医治不好 这小子就能 我不信 段蓉蓉听到外公的话 他走到林玉的面前 膝盖一弯就要下跪 林医生 你只要愿意出手治疗我外公 我 我什么要求都能答应你 卧槽 这不是小白脸要容卸身 蓉蓉也会答应 猴嘲嫉妒地盯着林玉 口中劝段蓉蓉 他真是故意掉你胃口的 你看那样子 像是会治病的吗 这种话连孙院长都听腻了 他不由看到林玉 林玉听到的次数更多 而林玉对这种明显的轻蔑和贬低 像是没有听到似的 他开口了 段小姐不用下跪 我说不到治疗的时机 你外公自己也懂 他很清楚 他这不是病 段蓉蓉疑惑地看向了自己的外公 果然在老人家脸上看到笑了 外公 他说的是真的 听得是牛皮 也就是 你跟老爷子信他 猴嘲已经把林玉记恨上了 他想着 等着小白脸落单的时候 他一定叫这小子好看 难道真是衰老所致 孙院长问道 如果是衰老 能治吗 他也不是衰老 就是新年受伤的肾脏 后来做了手术 看似好了 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 林玉的目光从老人的脸上扫过 明显的肾水虚亏的灭香 你是从哪里知道的吧 说的像是一回事的 猴嘲还想说服段蓉蓉跟段英生 不要相信林玉 就听段英生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那次手术 也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 我的病历上都不会有 你怎么知道的 外公 他说的是真的 段蓉蓉都不知道自己的外公 在五十年前做个手术 段英生点点头 知道当年那场手术的人 都早已经去世了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这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 灭香 如果是年轻人 我可能怀你跟这个公子哥一起夜夜声歌 林玉点点猴嘲 猴嘲的脸都绿了 小白脸 你胡说什么呢 段蓉蓉听懂了夜夜声歌的意思 又惊讶又嫌弃地看了一眼猴嘲 这从脸上能看出来 那是自然的 不然我坐在这里 我怎么知道你外公的肾脏受个伤呢 林玉问道 听到林玉一口接拨了自己夜夜声歌的蜜 猴嘲想弄死林玉的心都有了 臭小子 你给我等他 我不弄死你 我就不信猴 林医生 那请问怎么能治疗我外公呢 我不想叫他有事 段蓉蓉乞求地望着林玉 只要能治疗他 我什么都愿意 如果之前他有点违心 现在他是发自内心的 他愿意用自己换外公的健康 蓉蓉 他就是个孤名刁鱼的骗子 如果能治疗 他怎么不知道 还神神鬼鬼地说什么 实际不道 猴嘲毫不掩饰对林玉的质疑 希望打超段蓉蓉的想法 等时间 此时是身体最旺的时候 只要能调动肾气 你外公的身体就好了一半 林玉看了一眼时间 还需要几个小时 此时是几点 不用我说了吧 这时间之前 你们可以逛逛江宁 江宁县如今 建设得非常不错 建设得再不错 也是个垂垂老矣的城市 哪里有帝都繁华 猴嘲对段蓉蓉说道 想不想逛街 我陪你 我要陪着我外公 你自己去逛街吧 端蓉蓉不想跟一夜生歌的猴嘲说话 她在帝都就听过猴嘲的风流名声 只不过没有亲眼见过 她还以为是别人的谣传 但是她突然地就信了林玉的话 你不去 我也不去 猴嘲在一边坐下 翘腿盯着林玉 我倒要看看 她的牛皮能吃到几时 段英生对孙院长说道 把张老爷子请过来 我们趁着治病之前的空档 正好吃个饭 正好啊 我也有好几个月 没见到老朋友了 上次见还是病歪歪的 几个月没见就能爬山 这种落差 她心里还是有点怀疑的 好的 我这就叫她来 孙院长赶紧打电话 给张老爷子 爸 段叔叔 想给您吃饭 没空 不来 林先生也在 好 好 说完她挂了电话 有点局促了 看了一眼段英生 我岳父 马上就来啊 她岳父听到段英生 喊着吃饭 说没时间 她刚说完林玉也在 岳父就立刻改变了主意 她怎么给段老爷说 段英生看到孙院长的 脸色变换 诧异的道 你岳父在忙什么 一会儿不来 一会儿又要来的 听到自己在就不来 听到林医生在就来 她好奇地看向 神色始终不变的林玉 好像在哪里逛夜市 孙院长自己都快说不下去了 段英生却领了张老爷子来 是给林玉称面子 她惊讶地看了林玉一眼 转而看下身边的专家跟医生 该给的诊费 我会叫人付给你们 你们就不必在这里了 何州神医哪肯就这么走了 他也不信林玉说的话 说道 我们也想观摩林医生给您治病 这也算是学习吧 其余几个专家 神医纷纷符合 虽然林玉说中了老爷子过去受过伤 他们都不信林玉能治好老爷子 更加不信治病还要看时间 治病不都是早发现早治疗吗 我也不走 我陪着荣荣跟段爷爷 免得你们被人骗了 洪超警惕地看着林玉 就怕林玉趁他不注意 跟段荣荣眉来眼去 没过多大一会儿 张老爷子就到了 看到老友前来 段荣生站起来要跟老友打招呼 熟了张老爷子进来之后 看都没看段荣生 而是在房间里看了一圈 看下了林玉 林医生啊 好几天不见了 您真是越来越帅了呀 段荣生的神色一阵古怪 自己这个老朋友 这是在派林玉的马屁 孙院长低头 看着自己的脚尖 声音低不可闻 岳父 岳父 段叔叔等你说话呢 看到张老爷子来了 段荣荣跟侯超赶紧站起来打招呼 段荣生都直接为张老爷子忽略看不到了 他们两个人跟小偷明似的 张老爷子满眼都是林玉 每次看到林玉 林玉都叫他惊讶 几天不见 林玉是真的比过去还帅了 老头子也想跟先生您沾沾光啊 张老头 你确认不是来看老朋友的 段荣生甘咳一声 他虚弱的声音 将张老爷子的目光吸引过去 看到老友 张老爷子递给他一个眼神 示意他跟林玉搞好关系 不要摆他的架子 你能坐在这里 肯定死不了 段荣生苦笑 是死不了啊 不过也快了 他惊讶自己老朋友对林玉的态度 自己这老朋友的身份可不低啊 见段荣生没什么反应 张老爷子朝段荣荣浓浓嘴 示意他去讨好林玉 荣荣啊 你不要跟你外公一样迂腐 林先生的医术之高 你就是跪下求他 也委屈不了你呀 林玉无奈道 张老爷子 我没说不给他治病 他的病比较特殊 需要等待时间 文言 张老爷子尴尬的 一拍自己的脑门 也对啊 看我老糊涂的 如果您不给他治病 早就走了 这时候 房间里的所有人 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 德高望重的张老爷子 真的对林玉用的是敬称 您 而且 张老爷子一进来 段荣生都站起来跟他打招呼 只有林玉一直端坐不动 张老爷子跟司空见惯似的 还亲自到他面前跟他寒暄 张爷爷 段荣荣小脸修红地道 我可是把这一辈子能求人的话都说了 柔柔 不要求他 我现在可以找龟汤的锅首 就是柳锅首 他不是龟汤地人吗 头抄看林玉那一副小白脸的样子 故意高高在上 江陵的土著有什么大头算 他偏不给林玉这个在段荣荣面前露脸的机会 他拿出手机就给柳云峰打电话 柳高超 我是侯家的侯超啊 对 我想请您给段爷爷看病 为了显示自己真的认识柳云峰 他特意放开了面提 他一直怀疑柳云峰根本不可能推荐这样一个小白脸 电话里传出柳云峰疑惑的声音 我不是给段老爷子推了江陵的那位吗 什么那位啊 就是一个装强做事的小白脸 侯超还没说完 柳云峰就挂了电话 根本不给侯超说话的机会 肯定是 现后不好 侯超什么时候被人挂过电话 尤其还是他想在段荣面前表现一把的时候 他又拨出柳云峰的电话 柳云峰的电话无人接听 继而使林玉的电话响了 这肯定是乔和 侯超继续不打柳云峰的电话 柳云峰的手机已经是正在通话中了 林玉看也不看自己强行加息的侯超 他接通电话 柳云峰的声音带着小心翼 盛孙 如果这段老头不是江 就算了 我也是心疼他 我知道了 林玉只说了四个字 就挂了电话 帝都公子哥给柳云峰打电话 被挂断电话 柳云峰主动打电话给林玉 是林玉主动挂柳云峰的电话 这种差别 令房间里的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林玉在国一堂国首面前的地位 一目了然 当然也是有人心存疑虑的 或许 刚刚柳国首 只是恰好给别人打电话呢 侯超一挺 立刻有了精神 对 肯定是巧合 柳国首怎么不给你打电话 我可是帝都侯下的人 柳国首根本不接侯超的电话 电话提示音变成盲淫 此时此刻 段银声突地响起一个问题 林医生啊 你去过帝都吧 我怎么觉得 你有点面熟呢 林玉他也看向他 我没见过你 这一句话法天聊死的 除了林玉没有第二个人 孙院长在一边哪敢接话 林医生的艺术高超 大人更是厉害 他不敢说 至今在将领医院里 还是留下了林玉无敌的传说 医术强的无敌 大人厉害的无敌 只有张老爷子在一边呵呵笑 哎呀 这个我知道 去过去过 有一些帝都人家 先生他几进几出呢 林玉去过帝都 头昭看向林玉 他是帝都公子哥 怎么没见过林玉 段荣荣也看向林玉 什么叫几进几出 就是 人称林煞星的那位呀 张老爷子呵呵笑说呢 你们没见过 是好事 是好事啊 什么 他就是那个林煞星 侯超指着林玉 差点跳起来 对于林煞星 他简直太熟了 帝都有几个世家 跟侯家还有点关系 听说得罪了一个外号叫林煞星的人 连帝都都待不下去 被逼发誓全家滚到国外 两百年不许入侵 那林煞星不是身高两米五 有傻瓜大的拳头 一脚能踩死一堆人吗 段荣荣诗诧异地看着林玉 这身神秘高贵的气质 怎么看也不像是 那个在帝都被传的 神乎其神的林煞星啊 他看到林煞星的背影照片 感觉那背影的气质 跟面前的林玉生截然不同 当初他还想找林煞星 把他收入国家最神秘的林字团 专门处理几首事件 结果他派人找了几回 都没人说清楚林煞星是去了哪里 林玉抬手看了看自己的拳头 赵老爷子啊 你都是从哪里听来的 我都快不记得 自己还要用拳头打人的时候了 林先生 你忘记老头子怎么跟您认识了 反正啊 我觉得您这煞星 就是恶魔可行 正义使者 打好人一个呀 张老爷子竖起大拇指 没听过林煞星之名的人 居是一头雾水 只当听了一个传说的故事 不是没人知道林煞星之名 意识到林煞星就是面前看起来 温温弱弱的江陵土著 侯超哭得心都有了 妈呀 卧槽 他刚刚一直挑衅的是那个林煞星 这不是给自己所在的侯家惹祸吗 侯超只觉得自己的腿肚子都在打颤 这边就在此时 林煞的毛子自有意无意地扫了他一眼 侯超的冷汗都快下来了 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隐形消失 叫林煞看不到他 忘记了他这个小偷鸣 所幸林煞也只是扫了他一眼 便转过了眼眸 侯超的后背已经湿了 你们都出去 段英生抬手 朝除了张老爷子跟李煞之外的所有人 任何人都许靠近房间 不能听到我们说的一个字 出去 段英生的身体虚弱 他话语里的威势丝毫不见 张老爷子看到这一幕 面上先是闪过惊讶 随后露出理所应当的神色 只怕你请不动先生啊 林煞看着段英生把人都赶出去 他也看向了这个颤颤巍巍的老头子 这是除了找自己看命之外 还有所求吗 一般凡人的请求 已经不可能打动他了 总要试试 段英生颤巍巍的走到林煞身边 在椅子上坐下 这样的剧烈活动 叫他剧烈喘了几口气 才能继续说话 李先生 你可知道我们国家 有一个神秘团体 他们很神秘啊 只处理全国各地真正的棘手事件 当然 也有国外的棘手事件 不知道林先生 对棘手事件的理解 都到什么程度 你是想让我加入这个神秘的团体 为国家处理棘手的事件 你可知道 没有什么待遇能够打动我 林煞看下这个老头 他自己病得都快死了 还在想处理棘手的事件 不错 我正是希望 邀请林先生加入这个团体 至于待遇嘛 是你想不到的 是你想不到的 段英生听到林煞说的待遇的时候 反而轻松地笑了 你为国家人民效力 自然有资格享有对应的待遇 如果你在这个团体里应供殉职 国家也能保证你指定的人 一两百年绝对的安全 哦 林煞露出了饶有兴趣的表情 一群凡人 开口就是一两百年的绝对安全 段英生点点头 国家对你家人的保护器 根据你的任务完成度决定 如果你身亡 你该有的待遇 也能留给你的家人 说通俗点 按现在科技来说 你听说过外星战场吗 林煞知道所有的外星人 其实都是基带星球 或是未免的种族 没听过 没听过也无妨 这外星战场 可不是电影里演的那样 都是外星人 机器人 当然也有了 那主要都是 别的星球过来的侵略者 有好的移民 自然也有 外星移民 我说的不是科幻 段英生说道 国与国之间的战斗 不只是小战斗而已 真正的战斗是在天上 你能理解吗 林自团 抗拒侵略者 林煞盯着段英生 他很动心 之前他一直以为 都是他一个人在做 他甚至计划 多培养地死门人 逃离满天下 把守护地球这个家的重镇 一代代传下去 你说的很贤乎 我也很动心 不过 还是说说待遇吧 林煞说道 我直接说了 我要看过你们拿出的待遇 足够打动我 当然了 待遇都是根据你在零号里的等级 以及完成的任务决定的 等级的待遇是固定的 任务就是额外奖励 你要是答应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启等级考评 在此时之前 我们可以回到酒店房间来治病 听到林煞松动了口气 段英生立刻站了起来 老东西 你的身体 看到段英生急不可耐的样子 张老爷子 也不由担心起他的身体 今天频繁昏迷的时间 已经过了 不会昏迷了 我那里有轮椅 老头 你不是身体好吗 你给我推轮椅吧 段英生 是一张老爷子 看向房间一脚 我又不是灵的人 我不方便 张老爷子把轮椅推来为难了当 此时之前 我带他回来 林煞从张老爷子手里接过轮椅 段英生坐在轮椅上 低声道 有劳了 你跟我听过的林煞星不一样 我就是我 不过老爷子 你要知道 我即便加入了 你们也未必撞换的动物 小任务我不屑去 想利益不打动我 我也不会去 我不想去的 也不会去 林煞面无表情 连凡人都开始抵御外星侵略了 还有多少是他不知道的事情 门外站着一群人 看到房门开了 当看到是林煞推着段英生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侯超刚刚在跟帝东的人联系过了 确定了林煞星的身份 他现在只发自己缩得不够渺小 哪里敢往前凑 只有段荣荣看到林煞 居然给外公推轮椅 上前问道 外公 林医生 你们这是 你们在这里等着 我跟林医生出去一会儿 此事之前会回来 段英生打断段荣荣的提问 其余的医生还想问 房经理的张老爷子已经出声道 你们都进来 他们出去散步 你们过来陪老头子聊天 张老爷子发话 侯超也不敢不答应 狗腿地凑过去 张爷爷 我刚刚对林家行言语不敬 他会不会烦怒呀 你要是真的激怒了他 孙院长坐在张老爷子身边 你还能站在这里 此事其余的神医 专家们看到猴烧前后对林医的态度大变 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在手机上 才刚刚得知的消息 帝都林煞星 谁与争风 你若为恶 我助你出门遇到林煞星 煞星煞星 永远的神话 网上关于林煞星的消息 都是某某公子 为煞星踩碎某重要原型物体 某世家灯爆发誓 两百年不如今 林医并不知道 他跟段银生走后 房间里所发生的一切 段银生指点林医来到一家书店 相邻的林后据典就在这里 一家书店 林医打亮着这家书店 书店里只有一个奄奄欲睡的男人 还是一个凡人 林医探出神石 他赫然发现 这书店里居然有一片空间 是他神石探不进去的地方 这书店不会全世界都有吧 虽然不多 但是也差不多 段银生露出了笑容 林先生 其实我一直在找你 只是我没有想到 我来求医的对象 居然会是你 你的家族 比方被我驱逐出近两百年 林医细细地等 找我的人 除了求诊的 有事的 就是薰酬的 自然不是了 老头虚弱地笑了两声 轮椅一进书店 那个打瞌睡的男人 一下就站了起来 烟烟欲睡的状态 瞬间消失无踪 五号 他只说了两个字 立刻守住声音 他拿出一个电子瓶 放在桌子上 请验证身份 段银生拿起电子瓶 对准自己的眼睛 两道紫色光柱 射入他瞳孔 一阵机械声响起 身份验证通过 允许入内 年轻人把书店 挂上歇叶的牌子 他拉下所有卷帘门窗 跟在林语 问段银生身后 五号 这是咱们的新人 两排书架 自动朝两边挪开 露出了一个 向下的通道 这里全是 狮黄坟墓里 那种隔绝绅士的石头 林语的蓝天界里 现在有很多 来平级的 他们都在吗 段银生问道 都出去了 只有我呢 年轻人悄然打亮林语 我是一仙 一百九十号 我叫金子仙 我可以调动水源素 你呢 我是医生 林语呢 啊 五号 我们不需要医生吧 出去做任务的 要么活着回来 要么就直接死透了 金子仙可不相信 林语说她是医生的话 如果只是简单的医生 不会是五号亲自带她来 这位是林语 林先生 代号煞星 职业医生 你赶紧开启平级 我要确定 煞星的待遇 段银生说道 她 她是煞星 啊 煞星的真容 就这么妖孽 兄弟 兄弟 你这样 叫男人惭愧 叫女人 都羞愧不如啊 金子仙 打亮着林语 嘖嘖惊叹 手里动作 毫不迟疑地 打开了平级系统 通道的尽头 扶起了一个 透明的球体 一触碰球体 就会自动平级 段银生说道 零号坟 天地玄黄人 五个级别 这球体会显示 林语的手 触碰上那球体 段银生 正要说品级 对应的颜色 金子仙笑道 哈哈 就是燃截 也很厉害 砰 一声巨响 那透明球体 没有任何显示 轰然而碎 整个通道都被震得 隆隆作响 我 我 我操 这是怎么回事 金子仙的手指 都在颤抖 我的哥 你对检测球 做了什么 还没有碰到 林语回忆了一下 自己的动作 不可能 你肯定对他 做了什么 金子仙从来没见过 检测球会爆炸 只有段银生的眼里 闪过异彩 打开地下室 我要颁发 杀星的证件 金子仙不知道 检测球爆炸意味着什么 他太知道了 从零件立起 这种情况只有寥寥数次 金子仙不肯耽误 他才看起来空荡荡的墙壁上操作理想 通道尽头是一扇门 一间明亮的 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大厅出现 里面悬浮着屏幕 地上跑动着的机器人 有人进入 大厅里立刻从地面浮现一张桌子 段银生陈伟飞地拿了一张卡片 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递给林宇 金子仙身上脖子看到 煞星 编号 2002 职业 医生 等级 超 五号领导 不是只有天地玄黄五个级别吗 超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超天级吧 你们听的天级 应该也没多厉害 林宇看着那张纸纸卡片 忽然觉得自己 跟着段银生过来太过儿戏了 超天级 不会吧 我想想 就想想 金子仙围着林宇上上下下打量他 五号 是不是检测就坏了 段银生离开轮椅 亲自在墙壁上取出一块玉牌 走到林宇面前 连同那个卡片一起给了林宇 在江陵 我只能给你发一张普通的卡片 等你去了帝都 我给你换超天卡 那边的册子上 可以查看正常五个品级的待遇 超天级的待遇 只能去帝都查看 我要把他们都叫回来 看我们江陵的超天级医生 金子仙对着手腕上一块手表喊话 兄弟们 你们快回来 我们来新人了 超天级的 一个医生 最后一句话 他的语气也非常古怪 林宇拿过那本册子扫了一眼 看到里面列出了东西 目光微凝 如果一两个小时 你的同伴赶不回来 我就不见了 我要赶在此时之前 回去给老爷子制品 金子轩拿出一块口香糖 正要放进嘴巴 他目光呆直地望着林宇 手里的口香糖 掰啊击一下 就在地上 你真的是医生 嗯 我是货真驾驶的医生 林宇坐在一旁 目光淡然地打亮着 这间现代化的大厅 根据他刚刚在外面 散开神识的探查 这地方除了刚刚的那条走廊 和这个约五六十平米的大厅以外 起码还有四五个这样大的空间 其余的房间里都放着什么 他问段应生 段应生豁然一惊 你连这都能发现吗 金子轩的嘴张得半天都合不上 哥们 你怎么发现的 你们这贫瘠 我不懂 需要问段老爷子 林宇神色依旧淡然 超天极至于把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人 也经得说不出话来 单单是在江陵 就有不少境界超过他的人 更别说是其他的地方了 我也不懂 只知道这检测球 每制造一个就要十个天极一起出手 非常的耗势耗力 就是为了最高能检测出天极 其实检测超天极还有另外的方式 但是只能去帝都 耗营声盯着淋雨 最近你有空跟我去趟帝都吗 一两天就完成了 一般也不会有超天极的任务 你已经实现了自己刚刚说的话 几乎没人吊得动你 几乎没有你做的任务 只能看你的心情挑人无作了 我一想超天极 金子仙听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有三四个人走了进来 超天极在哪里 真的假的 快叫我摸摆一下 他们看到段英生 纷纷叫了一声 啊 五号 段英生点头 这是沙星 知也医生 你们先认识一下吧 大嘴巴的金子轩 已经替林玉鲜养到 我对爸呀 你们是没看到 他还没碰到险色球 险色球就爆炸了 听说这玩意儿在这里几十年了 你就是沙星 超天极 唯一的女人打量林玉 她的眼里满是惊艳 小弟弟 你要是超天极的战斗类型 估计都能横着走了 我是地极灵猫 职业梦 证件上写的是赤后 其实我曾经是个小偷 三个男人倒是没有灵猫 这么热情 超天极的医生 听着想着 出去做任务 只怕还要我们保护 你最后好好等你身体 遇到危险 我们可能无法保护你 你只能自修豆腐了 超天极 应该不会太弱吧 应该不会 林玉一眼就看透了 进来的几个人 跟之前的金子轩 金子轩 多好的水灵根呢 可惜居然没有人认识 水灵根被林玉惦记 不过他也没有 合适的功法 给金子轩练习 很快又来了几个人 有中年人 也有年轻人 林玉很快地认识了他们 跟着灵猫回来的两个 是姚门忠 和陈克清 后来的几个人 是地级蓝星 地级静达清 人级的睡水 睡水是个病热的女孩子 她一直在不停地打哈气 几个人奇迹之后 对2002号超天级医生 非常的感兴趣 超天级的医生 也能活死人肉白骨 林玉等 不能 你们不要关注这个呀 看五号给他背注的外号 是煞星啊 你们之前 不是说帝都有个叫林煞星的吗 他就是那位呀 金子轩凑过来 一个叫煞星的医生 你们没有想法吗 五号 我们可否向煞星挑战 切磋一下 中年人蓝星打量林玉 一个超天级的医生 这样的队伍里能有什么用 今天不能 段英生白手挤了他 我们留下 就是给煞星见见你们 挑战的事情 你们以后再征寻煞星的同意 玉达青也在打量林玉 这么好看 不去做明星 太浪费资源了 瑞瑞打了一个哈欠 你们都不要惹医生生气 我们将领族一起上 都不是他的对手 说完 瑞瑞身体一软 倒下就睡得过去 瑞瑞这句话 叫所有人都看下了林玉 小水是不说还好 这一说啊 我更想一战了 医生 有空我们切磋一下呗 点到为止即可 对于友好的切磋和挑战 林玉倒也不会拒绝 她的目光还像睡过去的瑞瑞 这小姑娘活不过三年 大厅的气氛骤变 三年 之前不是说至少还有十年吗 医生 你是胡说的吧 你就看一眼 就能知道瑞瑞的寿命 他们一组的人 寿命都短 睡睡也算是女孩子里年长的 你不要看像是小姑娘 其实她年纪不小了 段英生抬手制止其他人 对林玉的追问 这是他们一族的特点 这是一种诅咒 压制他们能力的 林玉的目光从睡睡的身上收回 如果她不用她的能力看我 可能还可能狗眼才转十年左右 你知道她才预测你 陈克星和瑶门忠也站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她的能力是预测 其余的人都是惊意不定地看着林玉 诅咒 你不要胡说 林医生 睡睡的情况 你是能治的吧 段英生听到睡睡只能活三年 大吃一惊 如果能治 我愿意放弃治疗的机会 请你救她 说着她走到林玉的面前一鞠躬 门就苍老虚弱的身躯 几乎摔倒在地上 先知你的病吧 我这里没有缴缓治疗的说法 林玉抬手虚伏 一个无形的地道 浮起段英生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走 五号的这一举动 令大厅里的人面面相觑 几乎所有人都是惊意不定地看着林玉 林玉 2002号 段英生 五号 在陵里面 数字越小的地位越尊贵 2002号是绝对的新人 而五号 被2002号下星鞠躬 下星一副坦然接受的样子 这难道 朝天级真的能牛歪上天 林医生 谁是他们家族的人 对灵很重要 段英生去拱弓弯不下腰 林玉用他看不到的力量 把他扶住了 他们家好几个前辈 都是以命 预测了好几次外星侵略 他们家族想摆出挡命扫折 也不是你想给他们治疗 他们就会愿意治疗的 林玉把轮椅推了过来 叫段英生坐下 他们家族想要摆脱命运 只能认我为主 卧槽 什么 除了段英生之外 几乎所有人都傻眼了 认主 一个睡睡家族的人 就已经逆天了 2002号居然让人家 一整个家族一起认主 傻眼是不是搞错了 他是在顺人说梦吗 连一只冷眼旁观的灵猫 都不由时声道 什么 煞星是不是脑子坏了 林玉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也没有解释 他推着轮椅 带着段英生走了 坐在轮椅之上的段英生 满心的疑问 他的嘴尘瘫动了几次 都没问出来 相反 因为激动 他的呼吸变得短促起来 睡睡的家族 对灵友这莫大贡献 对灵友贡献 就是对人类有贡献 阻挡住那外星侵略 都是用人命掀出来的 等睡睡醒了之后 看到一群人都在围着他 他没看到淋雨 诶 沙星呢 睡睡 你不要预测了 沙星那个神经病说 你只能活三年 你干嘛预测他 灵猫看到睡睡醒来 忍不住上下喝吃他 口气凌厉 眼圈卷红了 其余几个人 脸色也是很难看 预测都预测了 未必是坏事 他呢 睡睡着急地寻找着灵雨 刚刚被灵雨预测的时候 他看到了自己一家人 跪在灵雨面前的场景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能感觉那一个场景里 全家人脸上的开心 那神经病 说要你全家认主 超天级的神经病 金子仙忍不住吐槽的 就算医书厉害 是个神经病 也叫人怪头大的 认主 睡睡回想了一下 自己全家诚慌诚恐 跪在杀象面前的场景 突然就笑了 我家族的人 有救了 救他 一个医生 蓝星 灵猫 玉达青等人 即使被睡睡的话 惊得说不出话来 如果是林雨说 他们没有一个人心 但是睡睡一般不开口 一开口就是他的预测 几乎没有不准的时候 对 我家族里预测到了 今天我能在这里 遇到一个重要的人 睡睡一困倦的脸上 难得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你们不要这样嘛 就算是我死了 我家族也会派人来接替我的 睡睡姐 你不要这么说 金字圈的眼睛都红了 你说那个超天级神经病 能治好你 我也去救他 求他救你 傻孩子 如果是能求来的 那就好了 睡一睡的眼底 闪过一丝遗憾 他怎么睡着了 如果没睡着 他还能牵口问问煞星 我去找他 以后我们都是一个团队 他应该知道 睡睡对我们的不可缺 灵猫站起来朝外追起 在夜色里 灵猫的身影 在黑暗里灵活如猫 玉达青则是满眼的遗魂 那么我们队里有医生 有什么用啊 到时候还要分出人 来保护医生跟睡睡 我太没用了 还要大家保护 睡睡苦笑 对不起 我拖累了大家 他这么一说 所有的大男人 都露出了悲伤神色 你是我们的伙伴吗 睡姐 你不要这么说 你的预测能力 救了我们多少次 你们不要着急悲伤呀 万一我没死 你们不是白白悲伤了 睡睡露出一个俏皮的笑容 嘿嘿 你们都知道我的外号叫睡睡 知不知道我的真名 我叫白心灵 没人笑得出来 一个是睡睡白心灵 只有三年寿命 他们都知道 白心灵每一次预测 都是以牺牲寿命为代价 短则数天 几个月 多则以年为单位 一个是煞星医生 刚刚说的话 轻飘飘的一句话 就想要一个预测能力 为主的家族认主 他怎么如此狂妄 嚣张 回到酒店的房间 房间里的人看到 林雨跟段英生回来 全部都站了起来 姿势快到了 几乎所有人都是用探群的目光 打量着林雨跟段英生 猜测他们出去做了什么 只有张老爷子淡定了喝茶 他跟段英生交换过眼神 知道林雨松口了 老友答上所愿 都不要瞎打听了 等你们见过林先生的医术 你们就知道了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林雨拿出了银针 所有的神医 专家的下巴 几乎都快掉在地上了 中医 林雨咬了一声 中医 如果是之前 知道林雨是中医 他们必定会不服气 但这几个小时里 他们已经了解了林雨的医术 杀星的手段 以及林雨在将领医学界的地位 甚至有人跟国医堂的人 都打听过了 得知林雨半路指点的学生 都能进国医堂进修 现在那几个专家跟神医 谁都希望林雨能指点他几句 可是林雨是中医 河州神医问道 林医生 我们虽然不是中医啊 但是还是很想知道 您能告诉我 您治疗老爷子的依据吗 西医能治疗老爷子这种情况吗 西医的检查 只能看到老人的器官 西医能衰退 对于这种衰退 西医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比如一个人的衰老 西医手段除了整容 有办法缓解别人的衰老吗 中医就能 林雨说这话 手里的银针 已经落到端营生的肾鱼血上 你们不是中医 不懂这些 你们只用看看西医的绝症病人 是怎么恢复健康的 啊 我的外公可以恢复健康 段荣荣惊喜地出声 安静 不要寻闹 你会打扰燕生的治疗的 张老爷子的眉头一皱 抬手指指段荣荣 不能保持安静的 他指了指门的方向 段荣荣赶紧捂住了嘴 林雨可是医先 他治疗老人这个情况得心应手 可惜老人来找他太晚 不然经过他的治疗 老人的情况会比现在更好 林雨的话说完 几个专家神医的脸上都露出了失望之策 他们都知道老人的情况 的确是林雨说的器官衰竭 机能减退 银针入学 说在角落里的侯超小声说道 但爷爷似乎跟刚才不一样了呀 经过侯超这么一提醒 几乎所有人都朝段荣生的脸上看去 段荣荣荣盯着外公的脸 越看越是惊讶 呀 我觉得外公的脸比刚刚有光泽了 是不是我眼花 你们眼花 这就是中医的神奇之处啊 孙岳长见过林雨治病多次 对此 稍稍有一点点免疫 当他看到一个被西医判了死刑的老人 此时皮肤焕发活力 他知道这是生机 我早在遇到林学生之后 就发现了此生最后悔的事 我学的是西医 现在学也不晚 我说的学生都是西医改中医的 孙岳长 你不是见过吗 林雨一边试针一边说道 见过呀 你那个医柱原来是我们医院的护士嘛 不过你咋提点的 你隔壁诊室的苏医生也改去学中医了 跟我请了长假 孙岳长抱怨道 本来医院的医生就缺业呀 这不是有几个汉衔的 林雨朝房间四周看去 几个专家 神医 这不是还在一边看热闹呢 孙岳长的眼睛一亮 张老爷子扫了那几个人一眼 如今江陵医院 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我们江陵医院 对医生的要求可高了 那几个被林雨一扫的专家 神医被张老爷子这一点拨 赶紧说道 那就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荣幸啊 孙岳长 咱们江陵医院最近有招聘吗 有有有 如果几位能来我们医院可就太好了 孙岳长满脸是小 乐成了一朵花 一般人想感受一下 我们江陵医院的氛围都没这个机会 回头 我就给你们写评书 待遇从幽 从幽啊 作为焦点之一的段英生 本来眯着眼睛 他感觉到身体暖洋洋的 似乎有一团热力 沿着脊椎发散向全身 他自己都感觉有精力多了 睁开眼睛 就看到几个人凑到他面前 纵使老人家见多识广 也没见过一群人 几乎凑到自己的脸上 你们这是看什么呢 我脸上有花吗 外公 你脸上跟有花都没区别了 我也想看 我挤不进去啊 段荣荣在几个神医专家的后面 急得转圈圈 外公 庄医真是太神奇了 真的太神奇了 你自己有感觉吗 头朝锁在角落 手在地上滑圈圈 林煞星什么都没做 就把他的心上人给抢走了 他还不敢说什么 万一说错了 只怕侯家伙引到煞星上门 段爷爷肯定有感觉 他说话都跟之前不一样了 段英生微了 是吧 说完 他也意识到和之前的不同了 之前的说话有气无力的 现在他的气息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这病根啊 真是五十年前留下的 不错 之前我也见过一个和你差不多的老兵 你是多年的老伤了 林玉说着 看向张老爷子 如果还有这种老兵 我可以出手之了 张老爷子激动地一下子站了起来 林先生 您 您说什么 林玉一边收针 一边说道 到孙院长里面登记 你的耳力耗得很 别人不知道 我还是很清楚的 啊 不 我是太惊喜了呀 你知道 哎呦 老头这么高兴的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张老爷子高兴地使劲拍孙院长的腿 你登记 听到没有 看到林玉受针 此时几乎所有专家跟神医都围上段英生 老爷子 叫我们给你检查一下 老爷子 叫我们看看吧 经过林玉的治疗 一个虚弱的老人家 面上焕发了荣光 说话都有了力气 谁不想给老爷子检查一下 看看老爷子现在的情况 啊 不用检查 我也知道好多了 段英生没拒绝医生们的检查 他自己的身体他最清楚了 感受到身体似乎在复活 他惊讶地看向林玉 林医生 其实我也接受过中医的治疗 但是都没这个效果呀 送他们到我的课堂上回炉 学得不好 不要找借口说中医落后 我用的就是你们所证为落后的中医 林玉收好银针 便在一边坐下 合中神医检查完段英生 惊讶地道 别的方便我不敢说啊 老爷子的心跳绝对比过去有力多了 其余几个西医给段英生检查过以后 也纷纷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 肠蠕动变得比以前活跃了 肺泡 呼吸 都是报喜的好话 说明段英生都在好转 段荣荣荣满脸惊讶地看着林玉 林玉这到底是怎样的人 治好了他外公这样一个大人物 他的神色就像是看了看天气似的那么寻常 不知道接下来林医生会怎么治疗我外公 之后半年过来找我针灸一次 找别的中医也行 林玉的话音还没落下 他的手机就响了 林玉接动电话 电话里传来一阵抽气声 林玉 我需要你的帮忙 这声音 林玉一听就听出了是江学燕的声音 他去国外跟他父亲团聚去了 没想到这才没几天 他就收到了来自江学燕的求救电话 发生了什么 是我爸爸 他突然得了怪病 这里的人治不好 我只能想到你了 江学燕哽咽地道 我知道我爸爸做了很多的错事 我愿意替他弥补 不是 我在想你的地址 林玉打断他 江川是江川 江学燕是江学燕 他分得很开 林玉 谢谢你 我马上把我的地址给你 我订机票 跟办理所有的手续 江学燕听到林玉肯来 非常地高兴 你到了机场 我来接你 林玉灌了电话 很快收到了江学燕的发的地址 他拿着手机就走了 留下屋里一群人秘密密相亲 治好了大人物 不是该跟着大人物搞好关系吗 林玉就这么丢下大人物走了 猴超傻眼 像跟林玉进一步熟续以下的段容容 也是傻眼了 林医生 这事就走了 孙院长对林玉比较了解 似乎是有病人啊 他就这么走了 段容容不解地看向四周 没人能回答他 苏子叶在老城区选择了一个小区 小区旁边就有学校跟托儿所 中小学放学可以直接进入小区 托儿所的入口也在小区里 林玉来的时候 他正在网购家具 诶 你来得正好 如果你不给我打电话呀 只怕到时候 你连你自己住哪里都不知道了 我给你找几个人帮忙 我要出门几天 林玉传言给林 你把冷宁跟杨雪叫过来 叫他们留到老庄区吧 冷宁跟杨雪你都见过 他们真是好久不见了 苏子叶刚刚感慨 突得意识到 你就是只会叫别人陪我 你又要出门 出去指导一个病人 很快就回来 如果不回来 老庄区是我的地盘 你带着孩子们回到林家院 那里绝对安全 林玉交代完 把林叫到了附近 叫他保护妻子跟孩子的安全 一两个小时之后 林玉拿到去海外某小岛的证件跟机票 搭上飞机就走了 在冷宁跟杨雪没到之前 林在帮苏子叶收拾刚刚买的三十一厅 师娘 我就在附近 您召唤医生 我就会出现了 嗯 你好好修炼吧 我就是做托儿所教师 带玩的 能有什么事情 苏子叶把林瑶 转进新学校 她自己抱着林天 去托儿所应聘 托儿所的女所长 看着苏子叶抱着孩子来应聘 有些不满 你要是作为托儿所的老师 是没法一边带好孩子 一边看托儿所的孩子的 我可以先管托儿所的孩子 再管我自己的小孩 我的小孩虽然小 也不闹的 苏子叶见过了大场面 哪里会被一个托儿所的所长难住 托儿所的孩子不好带 老师其实也不是那么好招聘的 苏子叶两三下就说服了院长 叫她看到林天吃了睡 睡了吃 根本就不闹 所长同意苏子叶入职 林玉所去的海岛 海岛非常小 只有一班航班 江雪燕动用在江陵的亲戚 才包了一架飞机 接机的只有江雪燕一个人 看到林玉下机 江雪燕找她招招手 在这里 看到林玉真的出现了 她又惊又喜 扑过去忍不住抱住了她 我本来还以为 你会记恨我爸爸做的事 不会来呢 我对怪兵非常好奇 林玉被江雪燕抱着 她的脸上依旧平静 江雪燕知道林玉对自己 没有一丝那个意思 她抿嘴朝林玉一笑 此时就该有个狗腿小记者 把林医生海外会美女 当街亲密拍下来 给林夫人看看 拍就拍 我身正不怕 林玉站着眉动 任由江雪燕抱着 看来你夫妻的命不紧急 将比带我四处游玩一样 文言江雪燕在林玉肩头上拍了一下 很久不见的老朋友 也是可以拥抱的 况且 我也不是外人 宗主 带我去看江川 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林玉说道 我本来在外门做事 突然接到我爸爸电话 说是他不行了 我就跟外门长老请假 来看我爸爸 长老说没见过这种怪病 我只能求助林医生 作为一个弟子 求助宗主 可能不一定见到宗主 江雪燕是跟林玉 在世俗界就有的交情 我爸爸不是爱钓鱼吗 然后突然有一天 他发现自己身上长了鳞片 之前还好 后来都不能离开水了 我只能把他放到家里的游泳池里 家里雇佣的人都被他吓跑了 林玉听完 心中一动 快带我去看看 江雪燕带着林玉 回到江川在岛上买了别墅 他指着泳池里 已经看不出人形的江川 就在那里 白天还好 晚上闹腾得厉害 要去海里 我查过了很多资料 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病 严格起来 这不是病 你爸爸钓鱼的时候 吃了带人鱼毒的鱼肉 正在变成人鱼 你要是不好理解 你就当是小说里的交诊 林玉沿着泳池走了一圈 这 我还是希望 他能好好做个人 江雪燕跟在林玉后面 他能不能治 晚上我带他入海找药 如果能治好 我带他回来 如果不能治 你什么时候钓得这么大一条 长四只的鱼 你可以喊他试试 林玉用下巴指着江川 恶鱼也有四只 林先生 不要耍我女儿了 如果我不行了 你把他带回江陵就行 我给他留的钱 足够他生活 江川在水里探出了脑袋 他的身上长满了鳞片 看起来不像是鱼 更像是断了尾巴的蜥蜴 叫你乱吃东西 早告诉你不要吃生鱼片 你不听 你要是生个寄生虫 我还能买个打虫子药给你 你 江雪燕看到江川 居然给他开玩笑 急得跺脚 我干脆给你建一个水族馆算了 哎呀 你真是的 宗主 我也可以跟你一起 我学了避水术 江雪燕呢 万一他回来还是不回来 起码我能看着他 不用 林玉伸手抓着江川的肩膀 上前直接跃入海里 化成这样了 你还能治 江川能在水里说话 他的嘴边扶着一个大气泡 你看看海底的东西 什么不想吃 就给我指出来 林玉 示意江川自己在海底找 万物相生必有相克 这些我全部都不想吃啊 江川不解的道 你到底要我找什么了 就是你现在看了害怕 不想吃不敢吃的东西 林玉道 你仔细感受 必须是你害怕的东西 我要是扁成鱼 有天敌吧 天敌我也害怕呀 江川被林玉抓住 他根本躲不开林玉 好像他就是林玉 盯着的一个玩具 没有天敌 天敌就是你自己 林玉看到自己 不认识的植物 抓起来就往江川嘴里塞 蠢死他 要不 你就不要管我了 你把我女儿带去江陵 那个江家不许 入境的禁令 我家的俩人 我死了 他一个孤苦无疑的 江川被林玉投尾 后面说话 变得含含糊糊的 江雪燕本人 就是腾龙庭的人 对江家的禁令 对江雪燕可有可无 水里有一种 死于海难的人 画过的妖物 是海妖的一种 唱歌非常动听 叫他听完海妖的一曲 他的毒就解了 你不要听 海妖的歌声不能听的 花旋突然出声 除了海妖的歌声 几乎没有能克制 这种骄人毒之物 上哪里去找海妖 林玉问花旋 我问所未问 碰运气 花旋不再出声 他是陆地妖神 我是水里之物 这也是他 新年听到的 实际上也没亲眼见过 林玉的眉头 轻轻一挑了一下 江川 你经常在这里 小鱼 有没有听到 哪里有人唱歌 这里是大海 谁的脑子有包 来这里唱歌呀 江川的四肢 在水里扑腾 你是不是 安徒生童话听多了 那唱歌的是小美人鱼 童话里 就是暴风雨的夜晚 美人鱼坐在 咽尸上唱歌 善良的美人鱼 把人吸引到岸边 我看有包的是你 被世上知什么愚种 林玉扫了江川一眼 没有刻画之物 一线也是束手无策呀 回头你把这童话 给江雪燕讲 我不感兴趣 江川又问道 我到底这样 能不能变回人呢 对了 我是鱼可以在水里游泳 你怎么也可以在水里的 他跟着林玉在水里游了很久 才发现林玉在水里 不仅自由游泳 甚至还可以在水里呼吸 讲话 嘻 林玉似乎听到了什么 出声喝止江川 在海里 除了水声 起泡声 鱼游泳几乎没有声音 深海里更是安静 林玉却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 林玉 你真的被你说准了 好像有人在唱歌 江川丑陋的头颅四处转 他听的声音像是四面八方传来 又像是在他耳朵边 模模糊糊的听不清楚 你这方向 林玉是以江川指方向 他也听到了声音 那声音在他四周飘忽 放出神石之后 又一无所获 他决定新花旋的话 先过去看看海妖是个什么东西 江川闭上眼睛 仔细感悟 随即指正一个方向 我感觉像是那里 扶到海面上看看 林玉说着 人已经抓着江川扶上海面 海面上升起浓雾 浓雾之中 盈盈彻彻的似乎有一个岛的轮廓 正是浓郁的最深处 起雾了 估计要有风暴 不是适合钓鱼的时机 江川看到雾 下意识地说道 还想着钓鱼 别人钓鱼是钓鱼 你是来送死的吧 林玉撇嘴 嘲讽江川 成为娇人可不是好事 书里有记载 南娇人因为丑陋 是最低级的海底劳工 一旦没有价值之后 就能成为海底凶兽的粮食 我要知道 我有一天能变成这样 我也不会钓鱼 江川把鼻子 伸入雾气之中闻了闻 空气里 有我惧怕的东西 我的身体本能告诉我 我应该潜入海里 什么样的东西 就在前面了 林玉提着江川 朝雾气里 那边看起来 像是山的方向游了过去 一会儿 若是真的遇到海妖 他自己平易五十便时 叫江川自己去听海妖的歌声 随着两个人游的距离 雾中的豪雨越来越近 一阵阵飘渺的歌声 被风吹了过来 关闭五十 花旋立刻提醒林玉 快 海妖的歌声不能听 林玉知道花旋 却不会害自己 当即立刻关闭五十 仍是带着江川 朝那座岛屿游去 江川满是鳞片覆盖的脸 早已看不到表情了 林玉的身世 一直笼罩着江川身上 他发现江川的眼神 越来越呆滞 随着靠近岛屿 江川的身上 像是遇到时光回溯似的 鳞片在一点点的变小 消失 用歌声解读 我闻所未闻 林玉的眼里 第一次露出了震惊 他身为医仙 获得了神农精 除了魔步之外 其余的四步 他都已经学习了 那书里都没有记录 海妖用歌声解读的 这种情况 你看到海妖 自然明白 花旋的声音里 又真凝重 海妖是非常特殊的存在 是海上遇难者的 炫气化妖 又不是真正的妖物 雾气里的岛屿 始终隐隐绰绰 远远看去 似乎是岛屿 似乎是一棵树 又似乎是座海市蜃楼 林玉五十倍关闭 他用神识都没看穿武器 倒是他手里的 江川皮肤变得正常 等林玉游到雾里 小岛上时 他看到了一个 绰约的美人身影 美人的身躯之上 本江川相反 正慢慢长满鳞片 原来不是病 也不是毒 是海妖在附身 被附身的人最终 还是会呆进大海里 成为海的一部分 江川的毛子一片茫然 此时他不是鱼了 林玉还要给他施加 一个碧水术 雾气的其他方向 有小船 轮船 有游泳的人 慢慢向雾里的小岛靠近 出现的每一个人 面容都是跟江川一样 痴痴呆呆 满身是鳞片的海妖 站起来 带着这些人 船 走向小岛的深处 随着海妖带着人 和各种船只消失 雾气 岛屿 从林玉的面前消失 我 我怎么在夜里游泳啊 江川四肢不协调地 动了一下 他喝了两口 新鲜的海水 才反应过来 自己是在夜泳 哎 林玉 你也来了 林玉看到江川的嘴巴在动 他打开午时 萧淼的歌声 随着雾气 跟岛屿的消失已经没有了 你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游泳 我们好久不见了吧 对了 你是一个人来的 还是带着雪宴一起来的 我都想他了 江川自己扑动了几下 林玉放手 叫他自己游 哎 我本该是在钓鱼的呀 我的船呢 江川满头雾水 一边朝海岛滑水 一边会想自己怎么在夜泳 他就没有夜泳的习惯 江雪宴来了 不过具体的 你自己问他 我们游得太远了 你保持体力吧 林玉朝四周散开神石 刚刚所见的一幕 好像是他的幻觉似的 他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是海洋的歌声导致的 传说里 说得果然没错 花旋研究了一下江川 嘖了一声 江川是个凡人 不知道修道者听了他的歌声 会是什么样的 我听了你的劝 除了刚发现歌声的时候 听了一点点 之后就关闭了午时 目前我不知道海洋的歌声 对修道者有没有影响 林玉觉得 自己好像被什么锁定了似的 他散开神石在海岸里探查 一无所获 那种被锁定的感觉 直到他跟江川 快看到海岸线才慢慢消失 刚刚锁定他的 很强 江川为了保持体力 拼命往前游 看到海岸线 他才感觉身体一阵阵 发染虚空 我到底游了多久啊 林医生 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要自杀 你是来救我的吧 你少说废话 保持体力吧 林玉收回神石 目光在海边的一个 小黑点上游移 小雪在安平等你 我知道 我看到他了 江川只看到一个模糊小点 凭借父女间的感应 他感觉是江雪燕 那孩子是好孩子 如果不是我在江陵湖来 说不定他能继承江家家业 大展手脚 如果说江川后悔 他最后悔部分青红皂白的帮着王家害人 结果王家没保住 江家也被迫迁移国外 他为身边一起游泳的人禁止入境 现在江雪燕已经有自己的事情做了 你保持体力 我可不会救你 林玉说道 江雪燕看到海面上两个游泳的人影 赶紧借下绑在一边的小船 他划着船向两个人靠近 我正打算如果你们还不出现 我就去找你们 江川早已经精疲力尽 看到江雪燕划着船 他伸手抓住了船线 先叫我在船上休息一下再说 我快累死了 江川一爬上船 累得瘫倒直接呼呼大水 江雪燕把李玉拉上船 歉意地道 抱歉啊 我爸爸占据了太多的位置 只能麻烦林医生坐着了 他摇脚划船 一边跟林玉道歉 无妨 我不累 林玉道 江雪燕掀起江川的衣袖看了看 看到江川身上的鳞片已经没有了 他松了口气 宗主 我爸爸以后是没事了吧 如果他以后不再乱来 应该是没问题了 但是每个人的云元机会不同 林玉扫了一眼江川 江川整个人在水里被泡了发白 他却从江川的眉宇间看到了一丝黑起 比如 这如果是江川的结束 这次避过之后 下次可能还会找上门 届时 我出手都未必能改变结果 无所不能的宗主也有为难的时候 江雪燕把船划到小码头 把缆绳挤到岸边 我不信 没人是万能的 神也不可能 如果神能万能的话 怎么会被牵手鸿鸿魂踪一流 千方百计想着偷走 林玉扬扬头 我也从不认为自己万能 能做的事情是尽力而已 不能做的 我也不会刻意翘翘 江雪燕听得似动非动 她想了想 没有追问 我爸爸就放在船上 叫她自己睡吧 她睡醒了就会回家 我回去给你泡茶 这岛上有一些东西还是挺奇特的 你们下海之后 我查了查 海岛上的土著 奉信的神灵 就是外形看起来跟我爸爸差不多的 应该是娇人吧 等会儿你带我看看 他们的妙语什么的 林玉散开神时 将整个海岛的情况留意在心里 或许能找到海里的那个神的所在 不管那位神是敌是友 都不能落在千首哥哥魂宗的手里 等我爸爸醒来吧 江雪燕直指大汗的江川 海岛不大 妙语也不远 我想等我爸爸醒来之后再过去 好 林玉道 这小码头是江家自有的 回到江家的海边别墅 能把小码头收在眼里 林玉走了几步 那个锁定她的感觉再次出现 她回头朝身后看了一眼 依旧是什么都没发现 江雪燕在家里翻了一圈 泡了一壶咖啡走了过来 我只找到了咖啡 喝咖啡吧 平时也很少喝这个了 喝惯了宗门的水 喝外面的水都觉得不对劲了 哎 明明跟你相识于俗事 可叫你宗主 还是感觉有点怪啊 宗门之外 随意 林玉说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哟 我还真有点怕你拿身份压我呢 江雪燕与其轻松起来 她深深看了林玉一眼 她从前没可能跟林玉发生点什么 之后只怕是再也不可能了 不过她开玩笑地问道 宗主大人 不带宗主夫人在身边的时候 需不需要丫鬟侍女 我可以自我推荐呀 叫你随意 就是这样随意拿本子开玩笑的 林玉无语地忘了一眼江雪燕 我送那么多青年才进 就没有一个入你的眼 没办法呀 见识过人间最极致的男子 别人就怎么再也入不了我的眼了 估计我要孤老终生了 江雪燕俏皮地一笑 你说叫我遇到你 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呢 我不知 林玉轻声窥探 我只是路过你人生的人 你不要执着 江雪燕定定望着林玉 不吃笑着声 我如果执着 我该对你死缠烂打才是 不过我不会 我有自知之明 我跟你开玩笑呢 很少人敢跟我开玩笑 林玉摸摸自己的鼻筋 朝小码头的小船看了一眼 你爸爸往前不记得之前的经历 只记得自己的钓鱼 你带他一起去外门吧 我爸爸可以跟我去外门 江雪燕文言又惊又喜 他本来以为这次见过江川 可能是他们父女最后一次见面了 当然可以 林玉寒少 你是长老弟子 他是你亲属 自然有资格进入外门 谢谢宗主 我去安排爸爸进外门 随后我带你去岛民们的神庙 江雪燕 步履轻快地朝小码头走去 江川已经醒来了 看到江雪燕 开心地道 回头 爸爸给你钓鱼吃啊 听到钓鱼两个字 江雪燕的小脸顿时黑了一半 不许钓鱼 我给你安排机票 你立刻给我回江陵 你安排我回 林玉还没同意呢 他下手可是很黑呢 江川望着远处的林玉 想起林玉昔日做的事情 他的后背就一阵发寒 那他同意才行啊 就是林先生同意的呀 江雪燕看着江川满脸的惊恐跟忌惮 他目光古怪地 回头看了一眼坐在原地喝咖啡的林玉 林先生挺好的人 你怎么怕成这样 他同意了 江川再次跟江雪燕确定之后 发现在林玉面前说回国 林玉也没说不许 他才放心 那我就收拾一家回国 偶尔住海岛还是挺有趣的 但是住久了也就没意思了 还是家乡好啊 还是 他一边说一边打量林玉 不用试探我了 你回去之后 江雪燕会给你安排住所 你想做生意也是可以的 不能再搞之前那强强的一套 林玉神色不动 江川那条小心思拿得能门得过的 不过江川没遇见的黑色 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回到江陵而化解 那就要看江川自己的机缘了 我这不是怕你没答应吗 我真的害怕了 过去我不该为虎作成啊 江川对自己变成交人那一劫 一字不提 他已经完全没有那一段记忆 知错能改 山莫大言 林玉白白手 对江雪燕说道 叫你父亲准备回国吧 我们紧说的妙看看 爸 你去收拾东西 委托人把这里处理掉 我带林先生去把岛上的几个景点浏览一下 江雪燕催促江川去收拾东西 今天就会走 你不要去钓鱼 我们国家那么多江川大河 不够你钓鱼 我马上收拾 能回国了 江川哪里敢耽误 万一林玉反悔了怎么办 你们去玩 我会搞定飞机 江雪燕做了一个请的收拾 这海岛上的旅游景点不多 他们的神庙算一个 祭坛 民俗表演 估计你对民俗也不感兴趣 就看神庙即可 林玉之前散开神石探查 看到了神庙跟神庙之前的一片空地 江雪燕领着林玉来的地方 指着那片空地 有民俗表演的时候 和岛上大兴活动的时候 祭坛会被摆在这里 神庙就是前面那一座 林玉朝神庙走去 简单的神庙里 里面立着三座雕像 巨石满身鳞片 看着跟江川所画的样子有点像 不过这三座神像手里 各自拿着的东西不同 虚中的雕像 手里拿着一把鱼叉 左边雕像手里 托着一个大海螺 右边雕像手里 拿着的是一枚珠子 是不是猛地一看 跟我爸爸之前的样子很像 江川好奇地问道 这是不是娇人 不是 这是他们崇拜的海神的画神 林玉的目光 重点盯着 左边雕像手里的大海螺 这海螺 外边看起来 跟他在蓝天界里 收的海螺一模一样 如果里面是一样的 有可以供人居住的空间 就能证明这个海岛 跟那个真正的海神有关系 海神 波塞东长这样 江雪拿出手机 上网查关于海神的传说 据他所知的海神 就是西方神话体系里的波塞东 海神不是具体指一个 比如土地人 江陵有 林川有 白河也会有 此时神庙里没有人 林玉伸手照 雕像里的海螺壳拿去 他要一探究竟 宗主 别拿 他们不许生人碰的 要是被看到就不好了 江雪岩看着林玉的动作 他紧张地朝四处看 此时四周明明没人 他紧张地冒出一身汗 宗主 林玉抬手掐绝 不会有人看到他 我还是站在外面给你把风吧 江雪岩站到了神庙之外 走出神庙 他赫然发现 自己跟林玉还是站在雕像之前 我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我怎么忘记了宗主的手段 神鬼莫测了 我说了别人发现不了 去你不信 林玉抬手拿起左侧雕像上的海螺壳 屈指在海螺壳上敲了敲 也跟本尊装雕像 不然本尊夹起三美真火 尝尝海螺腰好不好吃 别别啊 你怎么就没有一点 他像玉固之的喜悦呢 老海螺在林玉手里发出了声 这是个空海螺壳 是他新年退下的壳 他能附着神念在上面 这么说 昨天一路亏死本尊的就是你了 林玉挑眉 兴畏盎然地望着这海螺腰 就是为了他像玉固之 给本尊一惊喜吗 对啊对啊 因为我昨天宣誓海底正好看到你 所以多瞧了两眼呢 老海螺陪着笑 皆无恶意的呀 如果不是我真身不能离开岗位 不然一定邀请你来做客 本尊提上海螺的一幕 你也看到了 既然他像玉固之 你怎么不告诉我 海螺可以治疗人鱼毒 林玉慢慢眯起了眼眸 这老妖怪在一边一直看他热闹 故意一边看热闹 没有没有 海螺唱歌的时候 我都躲进壳里的 我可不想被吸引去自杀 他唱完走了 我才出来继续寻海 我说的是真的 老海螺连忙说的 我绝没那个意思 后来我从河里出来 就追我那些个被歌声引走的后背去了 回来看到你 觉得不可思议 就看了两眼 绝无恶意 绝无恶意呀 那只海鸟很厉害的 谁敢在他开嗓子的时候 看别人的热闹啊 吓都吓死了 给我说说他们 李律师以老海螺 把那三个满是灵品的雕像 给他解说一下 哎哟 这三位老厉害了 是三个海神将 守护海底的 我就是其中一个神将手下的 将是昨天那种海药出海的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救的 就是昨天那个海妖太厉害了 海神将大人也不敢与之正面对上 给你一个忠告 千万多便点 被别的海妖带走的大半 还有救的机会 要是被他带走的 能救的机会微乎其微呀 李律看老海螺直接转了话题 抬手瞧瞧海螺壳 继续说海神将 比他们厉害的这有吗 有啊 海神将足有十几个呢 这三位排位毕竟靠后 据说我们的海神大人还在 但是谁也没有见过 老海螺说到海神的时候 声音满是崇拜和迷茫 海里还有些王者 师弟看比海神将得逼比些是啊 海底可以交易的灵药 况着你们退下来的不要不问 可以找我交易 换海底没有的 李律拿出一根一千年左右 年份的药材 塞进海螺壳里 随后拿出一块玉牌 你们可以来陆地找我 我也可以去海底交易 将领本就靠海 你可以找到我 新年药材 老海螺的声音激动的都变了掉 朋友 这 这是给我的吗 这就刚映成这样了 我那里还有品级不低的炼丹师 陆地和海底 可以互通有无吗 李律笑道 你在陆地 我能保证你的安全 如果我在海底呢 如果你带着城里来 我也能保证你的安全 朋友 你那种药材很多 还能电单 真不忌讳我们是妖兽吗 阿海螺问了异传问题 桃花精 给我一个能证明 我跟陆地妖族业务关系的证明 林玉直接沟通万妖路 我是妖神 花旋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给了林玉一朵桃花 这个就能证明 桃花精 你一个小辈到底能不能分清桃子银 桃树精 还不都是你的子子孙孙呢 林玉直接把那朵桃花塞进海螺壳 这是一位桃子妖师的信物 你说我能排斥妖兽 朋友 我不能直接回答你了 我跟海底的大人们试试聊一聊 如果他们接受你的交易 我会想办法去找你的 老海螺的声音停下 从海螺壳里出现一个只有手指大小的海螺 这是我的信物 你来海边吹下海螺壳 我的后背可以带你见我 不管成不成 我会给你一个答复 好 林玉供起了嘴角 我的花 你知道能干什么吗 就这么给了人 花旋无语地道 你知道我多久才开一次花吗 都是妖神了 这么年也不忘记一朵花 林玉把大海螺壳 放紧雕像的手里 把那个作为信物的海螺壳一收 随后撤去张研发 神奇练器材料 你倒是大方 花旋哼了声 哼 你说我小气不小气 那我给你机会 你多开几朵花好了 林玉以色 胡乱按照一个理由 若是知道花旋随手拿出的 都是神奇材料 打死他也不会给人当证物 但这种东西 肯定是有去无回的 他拿回来的希望非常渺茫 花旋腰抑眉烟的脸 黑如焦炭 殊不知 林玉比花旋更郁闷 他收集了无数东西 神奇的没有一件 唯一的一件 就让他随手给别人了 如果有机会 一定拿回来 这是林玉所想的 江雪燕默默跟着林玉离开水苗 你要找的东西找到了 我没找什么 还立即合作 如果成了 我们早点就能有一点 还得还有的东西 林玉探手看了一眼时间 你爸爸那边的飞机 安排好了吗 好了 还是昨天的包机 不过昨天只有你一个乘客 今天多了一对父女俩 还有一点行李 江雪燕只指不远处停车的车 江川和一对行李正坐在上面 三个人乘包机回到江陵 江雪燕带着江川去牢城去安排 现在没有了王家 没有韩家和柳家 只有一个张家 林玉也不怕江川会做什么 一回到江陵 林玉立刻收到了五号段英生的电话 你上次说的事情 睡觉他们家族的人可能会同意了 你知道他们家族对于灵的意义吗 我知道 试试他们家族的人 如果能有长的寿命 健康的身体 对灵 对国家 对地球 乃至对他们自己家族 都是有极大好处 这好处远远留长 而只有我能试试 林玉反驳 比如睡水 她的小命可能随时不到三年 而我能改变他们 这几天他们家族 有人用找死的方式预测我了吧 两个 段英生语气沉重 白家对于灵非常的重要 而白家现在觉得林玉更重要 他们告诉她的话 跟林玉刚刚说的一样 其中一个是睡水 她的名字叫白心灵 愚蠢 这是林玉给睡水的评价 她主动给出生机 对方居然用两条人命来确定她的话 一些凡人都能为抵御外遇侵略者 她如何不会帮他们 麻烦五号搞自家灵部的人 白心灵是催对了 她就用最后的生命到处走走 林玉说道 叫白家的人来林家院见我 在妄图用人命做没意的事情 我就取消我直接说道 林玉直接挂了五号电话 死了两个有预知能力的普通人 这是地球守护者的损失 书店地下室 灵猫遗憾地向大家统治 睡水因为寿命的问题 无法跟我们做任务了 她退队了 她上次去追林玉 巨战没追到 现在睡睡离队 事关林玉 她对煞星医生非常感兴趣 蓝星 辽门忠和陈克清 玉达清 全部都沉默了 金子仙再也别说道 如果白姐姐答应煞星了 全家认主 会如何 我们这位煞星 希望下次她说话 大家不要仅仅当她是医生 这是我的个人建议 灵猫摊开手 那天我去追她 没追到 她自己乘坐了一个单人包机出国 今天已经回来了 又是包机 嘿 这是个富豪吗 金子仙吹了声口哨 来回包机 这不是我关心的 我关心的是 煞星的能力 她可能真的会救我们的命 灵猫的神情很认真 没有之前去追踪淋浴时的轻松惬意 她知道段银生接受煞星治疗前后的区别 因此 在通知了白星灵退队之后 她强调了医生的重要性 既然已经是我们的组员了 该怎么对待我们的组员 我们心里有数 于达清说道 心灵姐姐她 所谓的退队 大家都能猜到是什么意思 但是大家默契的都没说 摇门中陈鹤青在一边点点头 最近有一个任务比较棘手 我们怎么找到这个新组员 江灵的林医生应该不能找 灵猫微微勾唇 先看看任务 如果不算难度高 还是不要带超天级的医生 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医生的真实战力 一份资料放在了几个人面前的桌上 与此同时 段英医生陪着几个人来到林家院的门口 玉兰 你们真的是想好了吗 一旦认主 白家都要受人控制 白玉兰一脸苦笑 心灵跟他姐姐一起推算出了这一个结果 我们必须接受 你说那个人说了 他能解除我们白家的诅咒 这倒没说 只说了 给你们健康和寿命 为了灵和抗击侵略者 段英医生再次说道 对于此人 我对他医术非常信任 其余的我不了解 我不想误导你们 有健康跟寿命 诅不诅咒的 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用两条命换来的预测结果 我们愿意试试 白玉兰走向林家院的大门 那里站着三个守门人 放他们进来吧 林玉说道 江音做了一个手势 先生同意他们进去 林玉站在一个小广场的中间 看到副手而立的林玉 白玉兰抱着的孩子出声道 姐姐 他 林玉抬手一指 那孩子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说过了 不要预测我 我不在你们的预测之中 想死 你们找个山崖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那孩子的预言被林玉制止 白玉兰跟其他白家人 据实又惊讶又感激地望着林玉 白玉兰 携白家所有成员 自愿任您为主 永不背叛 他先跪下 其余的人都跪在他的身后 那几个孩子也跪了下来 我名林玉 林玉目光淡默地道 任主视死为 我将以神魂发誓 以林玉为主 永世不得背叛地球 家 国 白玉兰带着所有人重新释约 林玉感知到释约的成功 为了你们家族 对抗击侵略者的贡献 本尊辞于你们一人十年生命 他拿出一瓶丹药递给白玉兰 如果背叛家 国 我 我就收回我的赐予 段银上的贼脚抽搐 这寿命能如此赐予 白家的一个孩子说道 段爷爷 这叫严兽丹 是主人的赐予 这瓶子里有一粒 是主人给你的 白玉兰问言 紧张地看了眼林玉 见他没有异样 当即打开了瓶子 还数了数里面的药丸 真的多了一粒 还有我的 这也是来自2002号的赐予 段银上的嘴角再次肘肘 林玉很霸道 这次他见识到了 以后有重大贡献的人 我都会提供 林玉背着手一脸的淡膜 至于背叛者 我有无数种方法 拿回我的赐予 或者是赠予 这 如果你能寿命都能赐予 我该怎么给你奖励 段银生感觉林玉绝不是开玩笑 希望超天级奖励 不要太寒酸 林玉道 段银生张了张嘴 一颗药丸增加十年寿命 领给林玉什么样的奖励 才算是不要太寒酸呢 等他回到帝都 他要去问问其他超天级成员 沙行啊 你难住我了 白家认主之人住在这里 林玉指令一栋闲置别墅 认主之人 竟可以自由进入林香院大门 非我允许之人 是不可能进出此地的 主人 我们认主之后 接替心灵进入小组的就是我 我的预知能力最强 白玉兰说道 他们都还小 写谁跟着出行 就是我的事情了 你们要做的事 闲得没事干的时候 你们给我坐在这个广场上 躺着趴着 打滚都行 林玉清清顿了都立面 五号 我们现在说说增药的章场 我想去 与外战场看看 段英生大吃一惊 不行不行 林玉平静地看见他 林随后都是要去的 不是吗 这一点倒是真的 段英生也无法说不 林就是为了抵御外敌 处理麻烦而建立的 首先 你是医生 不适合去御外战场啊 而且 你现在不具备去战场的资格 另外 送人去战场 也是需要花费代价的 最近才送过去一批 暂时不会向战场补充兵力的 我只是想去看看 林玉是一白玉兰 带着人自己去别墅安顿 他背着手 仰头看向了天空 这也不行 如果他非要去御外战场 段英生一个普通人 根本阻止不了他 我这里有部分战斗视频 段英生拿出了手机 可以给你看看 战斗视频 林玉无比的差异 不要说御外战斗 就是在地球修道界里 中高阶修道者的速度 就是多块的科技产品 也不能捕捉其速度 更何况是御外战场 段英生在手机上打开一段视频 不错 这可都是加密视频啊 你是超天极才 拍马屁的话 林玉自动忽略 他的目光落在了段英生手机上 正在播放的视频 一架架飞机呼啸而过 在科幻片里 都未必能看到的机器人 像是下雨一样 从飞机上跳下 林玉一阵沉默 在域外战场落 战斗视频很难录制 保存这是比较清晰的一段 段英生看着视频 语气带着无限的感慨 这都是人命填出来的呀 我可不是来看高科技外星人的 林玉把手机直接塞给了段英生 高科技的战斗与他无关 老爷子 你糊弄我也没用 你不送我去 我自己想办法 说一不二的煞星 两千零二啊 段英生的气息明显一致 每过一段时间都会送人去战场 我劝你深思啊 这一曲至少都是三年不归 林玉自己就能回来 关键是他不知道 域外战场在什么地方 只要送我去就行了 怎么回来 是我的事情 上总要你跟张老爷子 报森院长的名单 你报了吗 数个还没有 我把柳云峰叫过来 一起处理此时 此时 小广场上没有别人 段英生盯着林玉 你真的要怎要啊 你可知道 昔日留下来的 活着的 伤残的 病弱的战士有多少 有多少我也赠得起 林玉看着段英生 老爷子 你藏在手心里的药丸 拿回去检测也是没有用的 稀有的成分 天下只有我有 刚刚多余的那一粒严寿丹 白玉兰当时就给了段英生 老爷子对于一个 能增售十年的药存仪 便悄悄藏匿在长心里 林玉此言一出 冒敌老头的脸上 尴尬之色难言 他甘咳一声 既然你看破了 何必解破 老头也是要面子的 况且以他的身份 段英生有种感觉 自己的身份 林玉根本不看重 他那些说服林玉的话 叫林玉动心的 是灵剑力的初衷 抵御外敌 抵御侵略 你不过是二十多岁而已 怎么我有种 你活了无数年的感觉呢 老爷子 你光打叉是没有用的 我的要玩 别说别人研制不出了 即便仿制 效果大大折口 严禁于此 林玉拿出手机 直接拨打给柳云峰 来我家 接到林玉电话的柳云峰 兴奋地差点蹦起来 三明 圣尊大人 我马上到 只要有成本 怎可能研制不出来 段英生表示不惜 几百年几千年的药材 不是什么人都能随手拿出来 林玉目光无波 挂了电话 把手机收进口袋 如果有任务 再通知我吧 恕不严肃 竟是直接下了逐客令 与段英生不同 白玉兰带着白家人进了别墅 就把药丸发了下去 一人一科 以后白家第一机会 不可以预测主人 就是不慎预测到了 绝不能说出来 白心灵姐妹两个预测过林玉 双双云鸣 这是白家人有目共睹的 段英生是被林玉 下了逐客令出来的 段荣荣惊讶地捂住了小嘴 外公 林医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就回立都 段英生把那一枚 严寿丹拖在掌心里 林玉说研究无用 他感觉林玉说的是真的 思索编合之后 他把颜兽丹放进了嘴里 白公 你在吃什么 你不能乱吃东西的 段荣荣看到段英生的动作 急得把手伸到他面前 快点吐出来 入口即化 吐不出来 段英生品味理下入口的药丸 满口无法言书的药香味 回味无穷 不用怕 林医生给我的 他给的 段荣荣想起林医那张 帅得不可描述的脸 小脸悄然泛红 那他有没有说什么 跟我们去帝都吗 你不要胡闹 我回帝都使用事情的 段英生轻轻呵斥段荣荣 他活到这个年纪 怎么看不出来自己这个外孙女 有的小心思 我想了解林医生 我不走 段荣荣留在了江陵 没跟段英生走 蓝天界里 五元兽看着一块 零点里的灵药 小玄在五元兽旁边 看着另一株灵药 它已经长出了六亿 个头比过去大了一倍 林医走过来 看到的正是这一幕 少子那些人你审问的如何 从古族密地里抓来的人 还被他禁锢在蓝天界里 没有清楚 他们所知道 就是那些名为天怒的 逆向传颂阵 不过每个人接受的任务不同 一部分是来找人的 一部分是来地球修道界里 收集物品 一部分是来找失落的神系 但是这些目的大同效益 林千和交给林医一个魂盘 都在这里 审问的过程里 获得了他们的部分功法 我这个魂体也能模拟实体 也学了几个魂技 他拿出一块玉碱 交给林医 这是我从他们身上 收集来的功法 有些我已经学了 不得不说 魂宗的人的确有些本事 有些太过邪碎的功法 我没留下 林医跟林天和之间 有神魂起约 林天和的神魂有什么变化 都逃不过林医的感知 都是些老生长谈的东西 和其他人接受的任务差不多 有一个信息 你肯定感兴趣 林天和说道 林医露出了 饶有兴趣的神情 哦 林天和说道 有一个人居然见过五元兽 林医神游万解 也没见过五元兽 林天和说完 林医嗷了一声 快说说 是怎么回事 说是七宗将其他星球迁徙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骑着五元兽的人 竟是把他们迁徙起他星球的通路封死 两方发生一场大战之后 七宗那一波人马死伤惨重 而那个人骑着五元兽飞走了 自那次之后 七宗有一项其杀力 就是追杀此人 然而那个人消失无踪 林天和把审问结果 慢慢浅浅地告诉了林医 还有人认识他 他说的是狮黄 狮黄不吃灵药 他可以像是修士一样 盘腿吐纳修行 林医不召唤他 他便坐入雕像 林医的目光一闪 有没有问出魂宗的所在 我很有必要亲自走一趟 魂宗不知道在哪一届里藏着呢 他们每个人对魂宗所在的表述都不一样 我对比了一下 发现他们说的地点差了十万八千里 要不你再问问他 林天和叫林医自己问狮黄 不用 林医从一个魂盘里掏出小白 小白又吐出不少白球 林医把之前的魂宗大长老的白球 都丢给林天和 你都看看有没有我要的东西 看完了喊我 堆积如山的白球 不知道是多少人的记忆 林天和只能一个个拿起来看 看这些东西 最大的收获 就是给我们藏经阁里 补充了不少高品级的功法 唯独没有雷系功法 你还是要亲自去找的 我已经计划去雷城了 我感觉在那里必有收获 林医把林天和给他的预见贴到盒头 把里面的魂宗功法记在脑中 小天有一次告诉我 他要去的地方 我不会停留 那孩子好像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是他 个人有个人的机缘 比如你吧 谁能知道我身故之后 我林家的东西能机缘巧合 还是落到林家后备手里 我从没给孩子们说过修炼之外的事情 林天和盘里 郁怀疑他 他身在蓝天界里 又早已跟林玉缔结了神魂契约 只要林玉心念一动 就能知道他所说的是否属实 也能在一念之下决定他的生死 你紧张什么 我只是来同你聊聊天 林玉古怪地看了一眼林天和 段英生回到帝都 把发现超天级医生的事情 汇报给总部 超天级医生说 他能给一些特定人群 提供增守十年的严寿丹 严寿丹 有人知道这是真的吗 林的本部里 本来像是死水一样沉寂 段英生一句话 像是一时积起千层老 许多垂垂老矣 半个身子进入黄土的人 都兴奋了起来 严寿丹 那可是增加兽数的丹药啊 小五号 你简直孤落寡闻 你没有得在超天级医生吧 他不是炼丹师 也与炼丹师有莫大关联呢 严寿丹丹三个子 将不少苟延残喘的人 文言都激发出了生机 如果能有十年 我还能栽上意外沙体 不与你同取 诸位 不要激动啊 超天级医生 2002号 外号煞星 他将向联合国一堂 促进此事 我来的时候 他已经叫柳云峰去江陵见他了 段英生把林玉说的话 说了一遍 当即有人叫了一声 是他 那位神龙剑手不见尾的鬼谷神医啊 早知道 柳云峰那小子 一个天一门门主 谁的话都不听 他就听那位鬼谷神医的 是他 绝对是他 一道之巅 独此一人 段英生听到本部此起彼伏的声音 眼里一片骇然 老几位 你们确定是他吗 一个指纹其中不见其人的声音说道 绝对是他 此人 你把他保护好了 不要给他危险的任务 此言一出 几乎一片赞同的声音 但是 只有段英生的脸上满是苦笑 两千零二号 想去狱外战场 被我否了 他很不悦呀 众多的声音 在一瞬间死寂 谁能想到 号战 杀伐果断的林煞星 居然就是 当今一道之巅的鬼谷神医 他还要求了 只参加危险刺激的任务 段英生继续说道 有什么任务 能比得过狱外战场啊 四季很久之后 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 如果他说的 严寿丹 是真的 届时叫我们这些老东西 护送他去狱外看一眼 我们这些老骨头 此一去 若回不来 便不回来了 严寿丹 怕是真的 他把白家认了主 扔手一力 段英生畅然一叹 我也会 跟老几位一同去 若不归 便一起不归 苍老 死气 衰败 枯竟 在康尔凯的决绝赴死之地之间 像是落花流水 不值一提 很多个声音一起响起 那便不归 又如何 英雄不归的悲壮决绝 即便是英雄 耻目 这气概 也无一丝渐退 若是林玉在 也会为此震撼 地狱外敌 入侵家园 不是他一个人在行动 此时 奇奇 茫茫从帝都赶来的 柳云峰 正诚惶惚恐地 站在林玉面前 圣子呢 请问您 有什么吩咐 林玉对他 从来没有 如此严厉的吩咐 我要你 把天一门的 搜链丹石集中起来 颠至中品 严寿丹 你要伤丹 不屑不弃丹 你心思 寻找大阴生 从他那里获得名丹 林玉说道 缺少个药材 来找我 要快 有些紧细需要的 暂时 用低级严寿丹顶一下 柳云峰 倒戏一口两脊 圣子呢 您可真大方啊 到底是什么人 能获得您的重视 多爱阴生这名字 我有点耳熟 就是你所知道的那一位 林玉望着柳云峰 嘴角一勾 你这老小子 不会早就知道 林浩的存在吗 这 圣尊 您不都已经知道了吗 柳云峰深深一礼 保险 圣尊 有些事情 我也不能说到 你这老东西 如果说我早就知道 有这样一群人在 或许我能早点 提供药给他们 林浩不是怪柳云峰隐瞒他 毕竟这属于机密 没道理像是大喇叭一样 四处传扬 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我行医 嗅死扶伤 行医天下 这些人不正是我 应该救治的吗 柳云峰深以为然 又是深深一礼 圣尊大义 不要跟我拍马屁 赶紧去电台 林浩撇了柳云峰一眼 通缉名单 也带上江陵医院的孙业长一起 笔西届时发放到位 打发走柳云峰 林浩的手机 收到一条来自书店的通知信息 劫灭岛上出现了新住民 请收到本通知信息后 来书店了解详情 劫灭岛 这三个字就足以让林浩动容 许致 他当日可是带着酒忧 二人用圣水洗了整个岛 那岛屿环境恶劣 可不是正常人能居住的地方 书店地下大厅 一群人围着长桌而坐 郁达青看了一下时间 周美看向四周 我们都到了 就差沙星没到 他是不是看这个任务难度太低啊 有没有可能 沙星第一次收到这种信息 当做垃圾信息了 金子轩看了一下 长桌摆着的平板 要不要我再给他发一下消息啊 林猫的手指 在桌檐上轻轻摩索 没收到的可能性很大 不想来的可能性更大 我们自己先看看任务详情 如果人来了 他又愿意去 我们在路上边走边说也可以的 其余几个人互视一眼 纷纷点头 也好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 那我们先看看资料 金子轩从长桌下面拿出一个文件夹 从里面拿出一摞纸张 每个人面前发了一张 这岛屿因为属于三兄弟而被命名 实际上位于某海域 此战条件恶劣 前不久三兄弟之一的绝密岛 突然销声匿迹 连天山崖 天使后院都变得很低调 前几天突然有一队人 闯过大气层 卫星只排到一颗流星 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流星 最近总有人试图 突破意外正常的防线 不知道是为什么 什么时候出发 林玉一步步走进大厅 在空位上坐下 绝被倒 天使后院 天杀牙 为什么低调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看到林玉出现 大厅里所有人都露出了惊讶 你连资料都不看 金字轩一脸惊讶 还是拿起一张纸递给林玉 那里自然条件复杂 近年四季 都常常有暴风雨 在海岛周围的海域 不容易靠近 卫星照片拍到的照片 给你看看 专家说 可能是什么肺炎物 坠入大气层 极有可能已经燃烧殆尽了 根据林玉专家分析照片 可能是一波 不怎么友好的天外游客 外星游客 林玉扫过照片 看到火焰里的一抹黑色 顿时了然于心 什么时候出发 你的职业是医生 出去之后 如果遇到危险 我们可能护不住你 玉达青和其他几个人 交换一个眼神 你是超天气医生 留在医院 所以的本职工作会更好 我不想保护 林玉拿出几个玉瓶 如果被黑气浸染 这里面的水 可以窃出黑色 林玉第一个拿起玉瓶 一脸疑惑 这玉瓶怎么有点眼熟啊 他举起玉瓶 给四周的同伴们看 他的话一出口 其余几个人也纷纷拿起那玉瓶 什么眼熟啊 你们看绝命岛的地面 放大图 金四川打开投影仪 一面墙上立刻出现了投影 行天条件下拍摄的海岛图片 海岛的地面上到处都丢着这种玉瓶 是不是一模一样 大厅里所有人都看向林玉 你不会无聊到 去那个岛上捡瓶子 就算这是翡翠的 你也不必 蓝星拿出一个小手电筒 对着玉瓶罩了着 可能真的是翡翠啊 翡翠 灵猫目光古怪 就是为了翡翠 你也不至于漂洋过海去捡瓶子吧 说完 他自己也觉得不可能 却灭岛地理位置凶险 正常人绝不会去的 那倒是不至于 昔日曾经被捷灭岛的九大天使 追查了好几次 烦了 去过一次 林玉说道 你去过捷灭岛 看林玉说的轻描淡些 大厅里几乎所有人的下巴 都快掉到地上 玉瓶真的是你丢他 不会吧 你不是医生吗 灵猫美目闪动 一个外号叫煞星的医生 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 如果你去过 应该知道那里的情况吧 陈克轻摸索了一下 玉瓶的外表 林玉随手拿出来的 可见这对他来说 只是个寻常的小东西 空降可以避开风暴 海岛四周常见都是风暴 岛上平静 完全不受风暴影响 它正处于风暴眼中 离开的时候可以坐船 林玉说道 几乎所有人都安静了 医生对云灭岛鸟如指掌 他真的去过 所以你给我们这个瓶子 是因为你知道 可能出现的生物是什么东西 灵猫夭着地走过来 他好奇地望着林玉 你与浑身带着黑气的生物 战斗过 林玉不仅与之战斗过 他身上还有两只 不要试探我了 用不着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我很忙 我们一定晚上出发 那个岛屿所在地特殊 需要跟几个国家召回 蓝星说道 下午在这里吸河 沙星 你会准时到吧 会 林玉七尺在桌上敲了脚 林有没有生物资料图谱 给我看看 当然有了 灵猫打了一个响指 金子仙在平板上操作了一下 一面墙壁上出现了一个书架 灵猫走过去 从书架上拿起一本厚厚的资料 递给林玉 这里面是所有已知的各种入侵型生物 据专家说 结合了各方的资料汇编而成 林玉拿过来 他顺手翻了几页 除了在段英生手机视频里 看到的机器人外 又不少都是他耳熟能详的魔物 唯独没有人形入侵者 他一幕时行地翻完 拿资料递给林猫 明天下午 我会准时到 说完 头也不回地离去 林玉就这么走了 也没人不满 在大厅剩下的人看来 林玉即便是去过绝灭头 他一个医生 不参与这次任务最好 此时 所有人的视线落在林玉留下的玉瓶之上 宁猫拿起一瓶 到训练场上找一个魔物试试 不能他说有效就是有效对吧 可万一有效我们不带上 岂不是亏了 其余几个人点点头 说得是啊 万一有效 戴上有备无魂呢 我取一个污染物过来 如果有效应该是一样的 金子轩在平板上操作几项 里面墙壁向两边分开 露出了一排排标本架 他戴上一双特质的手套 小心翼打开一个瓶子 用特制的镊子从里面加出一个满是黑气的石头 他用镊子夹着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 来 试试杀星给的东西 灵猫打开玉瓶 他之前看过里面只是清水而已 2002号是超天急医生 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用翡翠瓶子装一点清水给他们 当即将瓶子里的液体倒向那块污染物 所有的人都盯着灵猫的动作 继而接下来的一幕 叫所有人都大跌眼睛 看似清水的液体落在污染物上 就像是几滴水落在火红的碳块之上 滋滋几声怪响之后 污染物上的黑气消散一空 何止有效 简直神效啊 再遇到魔气进展 这可是能保命的 意识到这一点 下一秒 几只手同时伸向常说之上的玉瓶 灵猫看着自己手里 空空如也的瓶子一阵无语 你们几个不讲武德呀 我都给你分一半 蓝星打开手里的瓶子 分给灵猫一半 大家都要反省一项的 反省 必须反省啊 玉大星一拍自己的大腿 满眼震惊和心计 伙计们 两件事必须尽早做 一 上报 二 明天必须等到煞星到场 大家以后注意太多 魔族作为域外侵略者 这是最难缠的阻力 除了尽量不接触 远程杀死 几乎没有行之有效的对付办法 虚王与魔族的战斗 此类战斗减员伤损 几乎是别的战场减员伤损数量的数倍 蓝星立刻把煞星提供的神秘液体 可以对付魔族上报本部 本部被江陵分布上报的消息再次震动 能对付魔族是什么概念 意味着将来的战斗 可能尽可能避免地降低战散 段英生刚刚回到帝都 屁股还没坐热呢 就收到了这么重大的消息 我去找2002这小子 早就不怎么出现在人前的一个沧桑老人出声道 我亲自去 他先叫白家认主 你就没看出端倪 拿出严寿单 你也没重视 这一次 我必须亲自去 2002号煞星 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医生 当初评出超天级 他就应该重视的 四号 你要是出面 估计会震惊世界的 看到死人出现 段英生哭笑不得 还是我去吧 必须我去 想必他们几个 我的身体还算好 如果他们能动 我想他们也会亲自去的 四号满是皱纹的脸上闪着光 你知道吗 只不过一天而已 第一批严寿单已经送到 不然你以为 他们为何听到如此重大的消息 会没有反应呢 段英生的老脸上露出惊重 这么快啊 我居然一点消息也没收到 他也奇怪 刚刚把有了克制磨气之物的重大好消息 传来总部 只有四号回应了他 国一堂什么时候有如此效率了 是2002号 跟天一门 四号缓缓站直身体 安排飞机 我尽量低调一点 四号出动 即便是在低调的人 该知道的人 还是会知道的 更何况是零号里的四号人物 一个早就活在了传说里的人物 现在他的名字就是四号 我陪你一起去吧 毕竟2002号是我亲自收的 上次我去他家 被他直接下了逐客令 这次我想看看 剩下的话 段英生没说 他想啊 如果黎玉知道了四号的身份 该不会不给面子吧 一辆毫不起眼的轿车 停在了林家院门口 从车里下来两个老人 一个比一个苍老 但是两个人身上 隐隐露出的气势 叫人看到后 无不觉地震惊 身居高位 不是 灵力凶悍 也不是 这是一身凝聚了 岁月与肃杀 威严与骄傲 综合在一起的气势 他们苍老 看起来虚弱不堪 却能给人一种 无法撼动之感 两个老人出现大门口 四号先开口了 我们 想见 黎医生 五号 段英生目录古怪 四号是何等人物 他居然用请求的语气 求见煞星 四号 你是不是表现得过了 我说你不懂吧 不得到此间主人的允许 根本无人能踏入这个大门 四号眼底是深深的震惊 尽管在来的时候 已经做好了林煞星 就是修道者的思想准备 看到林家院的时候 他还是无法压抑心力的震惊 黎煞星的甲 比林的本部还要难记 他的目光看向了三个开门人 这三个人一身武道气息 却又有修道者的痕迹 一个词语在他脑中如红礼大钟似的炸响 武道通神 只有三个开门人 这连大门都没有 怎么进不去 上次我就进去了 段英生难以理解四号说的话 蒋英看到 这比自己爷爷还要老的老人 解释道 上次是先生同意你进去了 不然二位可以试试 我们三个不阻拦 你们也进不了此门 这怎么可能 段英生心里很想试试 只一看四号的郑重骑士 他便把这个念头压下 三个看门人笑而不语 谁都没解释 将来冲动鲁莽的段修姐 与蒋英都没有再冲动 连神识笼罩林家院的林玉 暗暗点头 他传音给一个白家小女孩 小龙 你去把他们顶起来 在四号寻思凡人武道 如何做到通神的时候 一个小女孩 已经朝大门跑过来 蒋姐姐 蒋哥哥 段哥哥 主人说同意他们进入 叫我领他们过去 那是白家的白小莲 段英生望着白小莲 一天不见 白家的人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她从白小莲的身上 感觉到了他们家族翻天覆地的变化 进去吧 回头过来跟姐姐练武强身 讲音摸摸白小莲的脑袋 让开大门 帮两个老人进了院子 两位老爷爷 你们跟我来 白小莲在前面蹦蹦跳跳地带路 四号一跨进林家院 不仅倒吸一口气 2002号 林煞星的院子 不比一个宗门的秘境差多少 林煞星的家 我就是派你来一百次 你都看不出奥妙在哪里 我叫你跟我学习 你不敢 如果你早几十年能跟我学习 也不至于眼镯于此了 现在学还来得及吗 段英生开玩笑的道 恐怕来不及了 你的年纪太大了 四号失望地叹了口气 就是这里了 白小莲推开一栋别墅的门 这栋别墅里 白家的几个小姑娘 都在往一只只小玉瓶里 装着不知名的液体 看清这些瓶子 四号地眼眸一缩 2002号 傻星何在 陵里面居然有金丹货气修道者 你还算是聪明 没有直接探查我的院子 林煞从楼上走下来 看到面前比段英生还要苍老的老人 口里竟然是赞许 林煞赞许四号 这怎么那么怪异 偏偏四号却觉得理所当然 段英生的嘴角抽搐 傻星 这是四号 我们在地图听蓝星他们说 你有克制魔器的谁 四号看到林煞 抱手一礼 前辈 四号叫2002号前辈 段英生瞪大了眼睛 找是他活到了台北之年 也没有今天这么震惊过 看到那些稀奇古怪的生物之时 也从来没有过如此的震惊 最震惊莫过一百多岁的老头子 就要以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为前辈 林煞抬手朝下压了一下 在俗世里 你们是我的领导 以俗世论身份 他指着几个小女孩 在灌装的玉瓶 这就只能克制魔器之物 数量多的是 我先让提供给林 本域外战场 林煞一言 解释了很多的问题 四号又是惊讶 又是惊喜 前辈 居然猜到了我们的来历 段英生同样又惊又喜 完全忘记了之前的满心疑问 如果我要藏私 我也不会拿给蓝星他们 只不过到时候 来历上不要提我 就说这是 蒙哲忠于保护地球的 教廷匿名捐赠的圣水 林煞微微勾起嘴角 抗击是种入侵者 以地球为家国者 断没有置身事外 独善其身 林煞此言一出 嘴角抽搐的不只是段英生 还有四号 在他们看来 沙星这小子胆子太大了 居然连西方教廷一起设计 某教廷 岂不是明明白白 就那一个 四号定定地望着林煞 眼里的震惊再一步加深 沙星 你可知道 你这一局 将会引起什么后果 不用这么紧张 只要说出圣水两个字 他们就知道是我的手笔 林煞指着沙发 是以两个老人坐下说话 西方教廷的圣水 对驱魔辟邪 没有什么迟疑作用 最近是我 卖给他们几吨 两个老人的面皮 不受控制的抖动 段英生的呼吸 都快不慎畅了 这 这也是能交易的物品 要是早知道 在江陵 就有克制魔物之起 能救下多少人哪 之前 我不是也不知道 零号的存在吗 林煞看了一眼时间 二位还没有别的事情 若无就嫌疑少叙 我跟蓝星 郁达星他们 也好了下午要集合 就是诸克林 段英生 差点在沙发上没送完 沙星啊 我们才刚来 四号倒是觉得不意外 只是这圣水 如果能早早送到域外战场 多少会挽救一些人的性命 不知我们走的时候 可否 送我去域外战场 我自然把圣水送到 其他国家 若有域外战场 我也会提供 林煞四笑非笑地 看向段英生 昨天这老头告诉他 段七不会送人去战场 段英生被林煞的目光一扫 一想起了 昨天自己亲口说的话 苦笑地 送物 跟送人不一样啊 送人总是要把人集中在一起 非常耗损零食 送一次都是需要极大代价 文言 淋雨沉淫片刻 战场需要圣水 他这段时间里不去 也并非不可 你们等着 他几人去了秘境 拿出一支高级橱袋 将需要稀释万倍的 圣水唇叶 装满橱袋 随后回到两个老人面前 他把橱袋递给四号 就一治疗 务必要吸食万倍 否则谁现在就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其实也不知道 只知道对魔器 无往而不利 四号拿我高级橱袋 看清里面是几十吨液体 精细的手指发展 七十万倍才能用 这些几乎可以给每个分战场都送一点了 他站起来 朝林玉深深一攻身 我替闲言战士们谢谢前辈 不消息我 先某消停 林玉摆摆手 去吧 四号难掩惊喜和激动 高兴地朝林玉道别 把明显发愣的段英生带走了 他们要尽快把圣水送到林浩各分部 以及外遇前沿战场 同时 他们在安安想 那某消停怎么就会被林玉给惦记上了 答案是无解 估计某消停自己也不知道 林玉为什么会想起他们来 林玉随后赶往了书殿 与队友们会合 看到林玉出现在书殿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沙兴 先重新认识一下 我是玉大精 外号雷英 灵猫月秀 水牛金子仙 幻影蓝星 沙兴林玉 职业医生 叫我林医生也行 林玉朝队友们微微汗手 昨天给你们的水叫做圣水 名义上是某消停的捐奏 一群队员目录不解之色 蓝星看了一眼时间 出发吧 剩下的问题 在飞机上慢慢聊 没有白星灵之后 江陵分部加上林玉 共七个人 七个人的机舱 显得空荡荡的 谁都没提起白星灵 这个名义上是退队了队友 现在是什么结果 大家都知道 还有十几个小时的航程 我们来聊一下 这次的任务吧 灵猫月秀环视所有的人 据专家推断 是一队外来游客 这一队人马数量不详 战力不详 虽然我们有了医生 给的圣水加持护身 但是仍不能掉以轻心 有的魔族一身化几个 说不定看起来是一队 也可能是一个魔族军团 还有一个信息 没有告诉你们 林玉拿出金子仙 给他准备的资料 在其中一个地方点了点 照片上没有拍出来 上岸之后是树林 穿过树林 有几座石塔跟房屋 房屋没什么信息的 其在其中一座石塔 这石塔直通天沙崖 天沙崖 天沙崖的自然环境 是真的可怕呀 一般人根本就不可能 靠近那座岛 根据资料 说岛上不时出现空间裂缝 蓝星震惊地望着林 即便是我们知道了 那对外星游客 去了天沙崖 我们也根本靠近不了那地方呀 陈克青深深地看向林玉 医生 听你的口气 你好像也去过天沙崖呀 西日有几个天沙崖的杀手 经常在江陵逛的 我不太喜欢这种 核心抱着黑气 横行霸道的家伙 林玉的语气 一如之前的轻描淡写 随便逛了我 一般人都不可能靠近的地方 林玉只是随便逛了逛 几乎所有的人眼珠都快掉到了地上 看到队友们的惊讶 林玉眼里闪过笑 没说自己好心地给天沙崖多造了一些空间乱流 此时那几房 除非是真正实力高强了 那地方就是魔族的地狱 某教廷的捐赠迅速在网上掀起热门 连大光明教廷都听说了捐赠圣水的事情 几个主教 苦修者全部聚集在圣水池边 圣水没有手啊 怎么听说有几个国家收到了圣水 一些人满眼茫然跟不紧 看了一会儿 无解地摇着头走了 来到天黑之后 不知道从哪里走出几个苦修者 要不要叫罗伦斯家小子来问问 其中一个白白手 哎 估计是江陵那个年轻人了 他想叫教廷 也参与进战争里面去 其余几个苦修者意气沉默 前不久 大主教博士接到神域 明令禁止我们参与其中吗 神域 神就不会出错吗 一众苦修者的脸上露出惠默如深的忌惮 魔族要是大于进犯 东方修道者抵御不住 他们大光明叫停不可能不出手 光明与黑暗绝不可能横瀉一气 最先白手的苦修者向前跨出一步 身体消失在原地 在飞往绝灭岛的飞机上 多出了一个一身麻布袍的人来 没人发现飞机上多了一个人 直到这个人坐在黎玉的身边 小朋友啊 你这招并不高明 飞机上其他人都没有发现此人的出现 黎玉眼眸一缩 是你 是上次在江陵跟他买圣水的老修士 我可没有想给你们见面的意思 我拿出圣水给你们 也不是为了撞大光明叫停的声威 我只想有用的东西该出现在应该在的地方 圣水的消息不过是几个小时之前放出去的 这个苍老的教廷修士居然能准确地找到他 只想大主要接过一份神谕 令教堂诸人不许参战 小朋友 你怎么想 苦修者在黎玉身边的地板上盘腿坐下 苍老的脸上欲练笑容 我没什么想法 只问是敌是友 黎玉心里千念百转 这个神谕太有水分了 他能有什么想法 若大光明教廷立以为地球为敌 那么他去血电之时便去教廷走一走 修为过高的人不会轻易出手 他身在化凡当中不再此理 同在化凡境界之中 他敢说自己无敌 非有非敌又如何 苦修者面上笑容不见 好像他是个没有感情的提问机器 红 黎玉盏头与苦修者对视 脸上同样是毫无情绪的笑 这问题我回答不了你 因为我从来没想过第三种选项 一旦魔族等族群对地球大计进反 就是有一战之力的凡人为了保护家园 都会竭力出手 大光明教廷这是在告诉我 你们原本不属于地球吗 正好 我自己开启了减返套餐 就是从哪里来滚那里去 不想滚的 我会出手帮忙 此言一出 黎玉毫无掩饰自己的修为 超强的神魂威压 碾压向苦修者 他的这种威压释放出来 足以将他身边的一切事物碾压成积分 黎玉控制了他的威压 只向老苦修者释放 他的对友们虽然是地级人级 各有自己的能力 但是他们都是普通人 你就不怕 把他们都杀了 哭修者一脸轻松 实际上他自己心里此时 正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是黎玉给他的震慑 黎玉说的遣返套餐 可能是真的 他还记得黎玉的那把奇特的黑色匕首 还能制造空间裂缝的匕首 把人放逐进去 根本不是问题 大光明叫庭 是有是敌 黎玉目光丝毫无波 他敢释放威压 就有本事 护着自己的队友 跟自己目的相同的人 他不会嫌弃他们 是不是凡人 除了拿出丹药跟圣水 他下一步是提供攻防 苦修者与黎玉对视 如果仅仅是我个人 我是有 非敌 但是有神域 他毫不怀疑 黎玉为了保护几个普通人 会把他这个老头子丢进空间裂缝 不然 我也不会来 你的修为比上次见更强了 不过你要是以为我杀不了你 那你就错了 黎玉轻描淡写地说了 我刚掌握一门 本来就很邪门 不该存在的功法 刚刚才无法界定 大光明教廷是有是敌的时候 突然领悟了一种新的用法 我何不保存下你们这些人的修为 把你们变成友人呢 我刚刚好有一个实力跟你差不多的人 他没有身躯 赤裸裸的威胁 黎玉也知道不道德 面前这个老头子从头至尾 没有露出敌 算不上是敌人 你说的是一种神将术 来自于大光明神 苦修者轻轻抬指一弹 竟是轻松卸取了黎玉朝他施加的尾压 大光明神的神语 在很多年前就出了问题 我想你应该知道了 关键是他根本就不知道 黎玉面上不动绳索 心里滔天巨浪式的颠覆 气宗居然跟大光明神有关 西方修炼体系 与东方修道者体系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其实他太想知道了 从万宁宗的魂部 到魂宗到气宗 现在明明白白牵扯到 一位真正的神奇 黎玉怎么可能不在意 蓝星等人像是睡着了似的 他们对凌玉跟苦修者的对话 丝毫不知 几个人也完全不知道 他们几乎游走在生死的边界 两个神仙打架 他们就是吃鱼 本来神将术 只是为了大光明神的使者 下见游走 不同于东方的夺赦 附体只是借用 后来 复修者像是在讲故事 将西方的变故告诉了黎玉 小朋友 你知道神域代表什么吗 至少在四百五十年间 神域就是个屁 黎玉抱了一句粗 粗得他心头一震 想到了一个极大的可能 当即笑了 真的是个屁 先与他作对 他灭神 神与他作对 神也一样可杀 他又不是没有杀过伟神 既然伟神都能杀死 正神他一样杀 苦修者脸上的笑容 像是撞刻在面容上 我不想听听你的圣水来历 圣水是淋浴杜撰的 他想知道的是 编毅灵气是怎么回事 可惜他不能直接问 只能半真半假地说道 其实我这不是圣水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昔日的圣水就是这样的 乃有祝福之力 取摩辟邪 苦修者说道 我给你说一个 教廷里面的预言故事 苦修者没等林玉 说听还是不听 已经自顾自地说了 几百年前 一个牧羊女在山洞旁边放羊 传说的李圣母 出现在牧羊女的身边 叫她用泉水洗洗脸 并且应用 牧羊女根本没看到泉水 圣母看不见了 后来牧羊女挖开了洞穴旁边的土地 一股泉水冒了出来 她喝的水 百病全消 美丽健康 后来她把水带到了村里 给瘫痪的人喝 于是瘫痪的人可以走路 这个故事 跟我这个圣水 似乎没有一点必然的联系 林玉打断了苦修者 她是将被宁器注入灵泉里 才有了这个圣水的 年轻人就是没有耐心 那本来只是牧羊女 放羊遇到的泉水 泉水很普通 但是圣母说可以喝 这泉水就不同了 圣者有能力助圣 水是寻常的水 经过助圣 成了圣水 助圣 你懂我的意思吗 哭修者笑着看向林玉 你发现的水 很可能是为助圣之力 助圣过的水 说明有 圣 石母是圣石 从而影响了自己的灵气 林玉皱眉 不知道修道者给他讲这个故事的真正含义 应该是吧 既然是你发现的 这契机应该从你身上寻 不过我没什么时间了 苦修者笑容淡了些 我想再跟你交易一次 我们几个老东西想去狱外 文言 林玉微微一正 你不管神玉了 苍老的苦修者摆了摆手 笑着说道 神玉又不是发给我们的 他从袖子里拿出几块灵石 推到林玉的面前 我们几个比较穷 神无常物 上次给你们交易的灵石 和这个呀 都是从教廷仓库顺手牵扬的 林玉不禁露出了苦笑 你先告诉我 神教授出自光明神之手 就说我用过的灵石 跟教廷有关系 你可真是老狐狸啊 苦修者只是笑 脸上的皱纹深深 腻点小小的算计 老人腾息后背之心的昭然若今 毫无掩饰 林玉有护着家国地球之心 同样有悲天悯人的大慈悲 他知道老头是想跟他换一个承诺 地球西方教廷 就是光明神无数教众手下的杂鱼 估计光明神自己都不知道 有这么一群教主 一群凡人而已 在你们离去之后 我也会叫罗伦斯二世 继续送送水过去 只要他们不危害同胞 不与东方修道界为敌 不触碰我的底线 圣水干涸之前 我都会提供 我们的交易呢 苦修者说道 圣水有除魔 驱邪 祝福之效 我们很需要 只要 耳常饮用 沐浴 战斗 你在江陵老教堂等我 我勘察一处天外游客 几天后就回去 林玉说道 你们去御外战场时 带我同去 送我为你们几位送行 如何 好 话音落下 苦修者已从林玉身边消失 蓝星等人醒来之前 林玉将灵石收了起来 他有灵狱 灵石却很少 之前收拾的几个松门 也没获得什么灵石 如果有足够的灵石 他早就该 进入道选八重境 你们别睡了 一会儿你们怎么入道 陈克兴先是正理一下 随后一拍脑袋 对了 你是超天锦 你的物资 都是在帝都里 我们怎么把这张给忘了 他从身上取出一张符 递给林玉 用这个符 可以短暂飞翔 降落 毫无问题 低级御封符 林玉扫了一眼 无言以对 这符 连他马上要上初中的女儿都不用 行 等我领了物资环 都是队友 别客气 陈克兴大方地倒 一会儿上岛之后 你不要往前冲 我们会以顿行护阵 把你护在中间 林玉的目光扫过其他人的脸 每个人脸上都是理应如此的神情 那我就多谢你这么照顾了 林玉的眼里闪过一丝慈爱和无奈 想他以一个堂堂一仙 和时西耀几个 差不多等同于凡人的家伙来照顾 以他的能耐 他感觉到他这几个队友都是认真的 等回去再给灵提供一些修炼功法 先把水灵跟金子轩拐走再说 在绝灭岛的上空飞机短暂的悬停 一个空姐走了过来 用力打开了舱门 绝灭岛上空的气流极度不稳 舱门打开的一瞬间 蓝星等几个人站都站不住 那空姐却站得稳稳的 林玉的目光在那空姐身上稍微停留了片刻 空姐是一个武宗 哼 不用客气 如果我们被外星来的游客的黑气浸染 煞星帮帮我们就好 灵猫看着林玉迎向机舱的门 身形站得笔直 仿佛这些飓风 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 煞星 你还练过舞蹈 他对林玉好奇 一直在暗暗观察它 实在是林玉又年轻 又好看地过了头 没有 林玉道 能在这样的风一直吹 还能稳住身形 没学过舞 不只是灵猫吃惊 其余几个人也很吃惊 不过此时没人问出疑问 飞星不能在空中悬停太久 煞星 我们先跳 你注意我们的动作 蓝星拿着御风符朝自己身上一拍 从舱门跳了下去 其余的人一一跃出舱门 林玉最后跃出 从在空中的时候 几个人隐隐以盾行 把林玉护在中间 我在达明岛机场等诸位 空姐在几个人身后大声说了一句 随后用力拉上了舱门 七个人落在海滩上 落地之后 灵猫身形闪动 关在盾行护震之前 她从小腿上拿出一只匕首 大家小心 海滩上满是玉瓶 延伸到海岛上 在照片上看是一回事 现在亲眼看到满地都是玉瓶 真的叫人有种 想把地上的瓶子全捡起来的想法 站在外围的陈克青 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只玉瓶 真的小小 傻心你有多少这种匪罪瓶子呀 形色我多的是 灵猫的目光望向前方 你们没注意 这海岛有点奇怪吗 海岛 不都是这样的吗 有什么奇怪 蓝星也看到了地上的肥碎瓶子 他没捡瓶子 而是抓起了一把海沙 细细的海沙 从那手指凤里落下 海滩上还有螃蟹在爬 还有不知道被海浪冲上岸的贝壳 不对劲 灵猫望向了海岛深处 不用神识的话 他的破望之眼 也看不到之前那几栋小楼 树太密集了 上次灵猫来的时候 海岛为魔器进展 一片诡异的景象 毫无生机 岛上的一切生物 都是为魔器进展 当时满海岛都是一种 可以给魔族通风报信的 红眼乌鸦 魔族从石塔地下跑了之后 林玉跟九幽用圣水 把海岛里里外外清洗一遍 当时他还不知道把圣水吸食万倍 直接用了纯粹的圣水 今染上魔器植物 遇到纯粹的圣水 是直接灰飞烟灭的 不管是植物还是石头 这才几个月而已 海岛上怎么可能有茂密的树 面前的景象 跟他们在照片上看到的 一模一样 陈克星拿出了资料照片对比 没什么问题啊 一模一样 总之大家小心点 灵猫除了速度快 它还有超乎常人的嗅解 煞星 你说说哪里奇怪 树 林玉看着面前密密麻麻的树 这些树木有效地遮挡了视线的观察 这些树出现得奇怪 它只是稍稍疑心 当即散开了神石 将整座小岛笼罩在神石观察之下 除了多出的树之外 这里跟之前没有任何的变化 走在六前面的灵猫 摸了摸它身边的一棵椰子树 椰子树 红树 这都是常见的海边的防风林 树林 煞星你的意思是 上次来没有这些树 红树林是不是有点奇怪 红树林是成变生长的 而且是长在探土上 羽达青的掌心抬起 从他手掌中射出了锋刃 锋刃砍在红树身上 砍下一块树皮 他把树皮拿到鼻尖下闻了闻 其余的人看了一眼 不觉得红树有问题 继续伸入吊杂 蓝星催促了一句 晒星可能是第一次做任务 太紧张了 林语是泰山崩树前 都会面不改色的人 海滩上多出几棵树 他又怎么会紧张 此时就算是冒出一群魔族 他都不会紧张 问题是散开神石之下 他没有找到那一对魔族的行踪 现在我们还是在倒到外围 继续深入 上次他留下过一道风景 为了防备被人发现 并探查 他还做了一些预防措施 现在倒好 他自己这个布阵的人都无法探查 必须要靠近 看看阵法有没有被破坏 就知道是否有魔族动用过这个通道 继续探查 本该就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但是走进红树林和椰子树掺杂的树林之后 顿形护震不能继续维持了 陈克青会在淋雨身前 傻行 自己注意左右 好 淋雨用神石一寸寸搜索海岛 多出的数是疑点之一 海岛地形特殊 常年处于风暴眼之中 留不下足迹和任何痕迹 相隔几个小时 也能把留下的痕迹磨灭 七个人 凉凉一组 灵猫仍是走在队伍之前 穿过树林 几个临时的小组 分别进入了几栋小楼之中 灵猫身形灵活无比地 在一栋小楼外的窗户 爬上了楼顶 随后疏得跃下楼顶 朝小岛另外一侧的树林跑去 探索完整个海岛之后 几个人一无所获地聚在石塔之前 灵猫摊开手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来晚了 天外游客已经走了 探查小楼的人都摇摇头 你一早就知道他们不会有所收获 如果是我们来晚了 他们走了 当然探查不到痕迹 不过 煞星说的树不对劲 我想了想 红树林是成片的吧 他们怎么会跟椰子树混种在一起 灵猫问道 是不是有点奇怪 他拿出手机想上网查查 发现这里没有信号 石根本不该有树 大费周章在这里种树 灵狱可不以为是那个富豪钱多的无聊 几个月前我从这里离开的时候 只有这几树老秀楼房 没有信号 根本不能跟上面汇报这里的情况啊 只能等离开这里之后 在达明岛机场跟国内联系 郁大青也拿出了手机 看了一眼 皱着没把手机收了起来 应该是海岛周围的风暴影选信号 等于一无所获 接下来我们弄点海鲜过来 先吃个饭再说 灵狱早就没有了口腹之欲 他见无人关注那三座古塔 他逐一去看 那三座被他灌了无数圣水 又封印起来的石塔 没有被动过的痕迹 貌似这岛上 除了江陵分部的七个人 再无其他人了 林玉的眸光环视四周 他们登岛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树林太密 无法探查岛内的情景 现在他们进入了岛内 树林遮挡视线 他又无法探查树林与树林之间 他散开神石 也是一无所获 很少说话的两个人 一个拿出飞刀 鸡舍向椰子树上成熟的椰子 另一个把落地的椰子捡过来 没发现听完游客的行迹 不是好事 能突破一万战场的人来客 都不会是简单的种族 海鲜就算了 等会儿再探查一次 我们先离头 海鲜 我是随口说的 我带了其人份的干粮 够两天了 玉达青的手 摸上了匕首的刀柄 他警惕地望着四周 用椰子就很好了 林玉望着那摘椰子的两个人 一个叫小猴 猴百川 另一个叫猪猪 猪小伟 两个清秀的小男生 这两个队员的年纪都小 他们两个一直很安静 是两个不容易被人注意的角色 连他这个仙尊都没发现 小猴为什么会去摘椰子 他再一看 其余的人 也不是真的轻松自在地 坐在一边等着开饭 每个人的手里 都握着他给的玉瓶 铭蝶 你很有感应 林玉轻轻抬起手掌 是一铭蝶探查四周 有的魔族 能收敛魔器跟行迹 他上次在这里 见识过一个 同时他心里满是疑惑 如果是可以隐匿行踪的魔族 又怎么会被卫星捕捉到呢 看似绝灭到空无人烟 实际上每个人 都在警惕地观察四周 林玉细心地探查四周 金方自己的身识 探查出现死角 有告诫魔族的气息 就在附近 鸣蝶也找不到具体位置 鸣蝶感知了一番 主人小心 附近 林玉不禁皱眉 以他道选七重的境界 如果皱眉有危险 他不可能一无所知 一念即死 林玉赶紧内视身体内部 这一看 他差点原地爆炸 早不规范 晚不规范 在他需要修为的时候 他的身体正在规范 都看不到魔族在哪里 怎么注意 林玉心里暴力之气突起 但随即镇定 他还有破望之眼 谁也没看到 林玉的眼里 荧光一闪 他举目扫射向四周 四周数十道 黑气浓郁的黑影 正以包围之势 朝七人包围过来 抱着椰子回来的猪猪 跟小猴身后紧贴着两个黑影 别人都没注意到 只有林玉看到 他们两个人的眸色 逐渐被有黑和嗜血之色替来 那两个紧贴着 他们的魔族想要俯身 其余几个人的情况 意识差不多 林玉当即拿出两瓶圣水 握在手里 将玉瓶直接捏碎 控制灵气 将瓶中圣水 洒向小猴和猪猪 正要复身成功的两个魔族 被圣水灼烧 当即惨叫起来 丧尸一半身体控制前的猪猪 跟小猴两个人 当时就凝固在原地 这是怎么回事 快把圣水 撒在自己身上 林玉一边给自己身上撒圣水 一边出声提醒 突然归凡 他自己能调动的灵气也很少 面对这些可以藏匿身形的魔族 一先也很偷偷 根本不可能用炎鹰镜肉身对付 他能用的 只有变异灵气 跟所谓圣水 一个魔族悄悄靠近林玉 他几乎贴上林玉的身体时 林玉已经一步走开 他大步走到小猴跟猪猪神殿 打开一瓶又一瓶的圣水 朝两个人身上冲 沙星 我们走不动不了 小猴还没有遇到身体失控的情形 看到林玉行动自如 他更慌了 现在他有种半身不随的感觉 只由脑袋能动 脖子以下 似乎不是自己的 因为有些想死的天外来客 喜欢人类身躯 林玉不能调动灵气也罢 他身上的圣水可谓是取之不宁 其余的人赶紧打开手里的玉瓶 往自己身上撒 魔族的惨笑声响在耳边 纵使接过很多次任务的灵猫 脸色也变了 他清晰地看到伸手撒到自己身上 他的皮肤上冒出了浓郁的魔气 耳边是魔族七粒的惨叫声 啊 这是什么 这玩意儿克制我们 大家小心 岛上有七个火人 每一个人手里都有那种克制魔族的圣水 来的都是高阶魔族 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光明叫停的圣水 在很多年前 不就是糊弄人的玩意儿了吗 怎么还有这种效果 你作为这次前站小队队长 同样百思不得其解 要附身在小猴和猪猪身上的两个魔族 被淋浴手里层出无穷的圣水 交得显露出了原身 两个看起来像是被火星烫过的塑料布人形 脱离出队员的身体 在地上扭曲打滚 耶 快来见我们 凭空出现时的魔族 交出了淋浴之外几个 自诩身经百战 见多识搞的人 脸上也一阵难看 一大行朝着四周鸡舌猪几道风筝 妈的 什么鬼祟祟东西啊 出来 叫耶看看你们都是什么东西 风日毫无阻碍的滑布空气 落在远处 灵猫摆出功绩的姿势 一边警惕思顾 一边上前把小猴和猪猪拉到自己的身后 影魔 他们不出现 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淋浴采出一只魔族 脚尖把那魔族踩进海沙里去 你们运送来的那个有行的 集个什么玩意儿 你求求了那只 耶 被淋浴采出的影魔 一边痛苦嚎叫 一边猙獰地道 该死的人族 迟早有一天 我们魔族大就会荡平地球 奴役你们 杀光你们 另一个额拼命叫着 耶 来救我们 耶 冥猫拿起鼻手 把地上的两个魔族干净利落地杀了 魔族被普通的匕首杀死 林玉盯着灵猫 跟其他人手里的匕首 仔细一看之下 才发现这匕首也不是普通的匕首 而是在制造的时候 加入了少量的刻模之物 具有了部分斩磨效果 七个人收缩成钝形护针 林玉依旧被护在中间 林玉看到此景 无语的道 许说我真的不用保护 如果不是他正好在 换作其他的小队遇到这么一只隐形魔族 肯定早就全军覆没了 你身上还有圣水的话 多给我们一点 我们已经被污染了 陈克经把玉瓶里的圣水洒在身上 才觉得是北水超新 请找出 咱们会走来那个有行的东西 回去 我拿圣水给你们泡澡都行 有区协符的 给自己多贴几张 林玉倒是想画符 他身上唯独没有这种符的材料 以他这种画繁的微波灵气 估计也只能拿小云的练习材料去用 一群高阶影魔护送的东西 林玉也很好奇 至于拿圣水泡澡 那也是回去之后的话题了 陈克经惊诧地道 你怎么知道 他们还从域外带来了别的东西 照片里被拍到的东西 是他们带来的 我也不想藏拙 四周还有十几只影魔 林玉沉默片刻 说道 我给你们开一个天眼 你们就看到了 谁先来 真的假的 叫我试试 林猫一脸笑容地凑过来 是不是用柳叶水洗目 你用眼泪滴眼 林玉可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你们不看到他们 根本无法斩动 说着 他从行动尚未恢复的猪猪腿上 拿下他的匕首 反手握在手里 他用一只手凌空画了一个符 台指点在灵猫的左眼皮上 他正要点第二次 一阵阴风 凸地向他袭来 那些影魔发现 只有林玉能看到他们 第一个选择向他下手了 龟凡的一仙就是好欺负他 林玉眸光冰冷 抬手反手一滑 林猫 看身后 林玉反手一挥之后 两道黑影跌了出来 随着两个魔族的身手分离 叶和他的伙伴 传来一声声暴虐的怒吼 该死的 与此同时 林猫一回头 看到身后几个 鬼鬼祟祟的黑影 叶猫骤然一致 看之前他明明有余光看过了 他的身后 他们七个人的附近 都是没有人影的 现在居然有一群 哗 开天眼居然是真的 开天眼 蓝星他们自然都知道 但煞星是个医生 不是道士 如今听灵猫 带着感慨的那一句 其余的人 神尊都古怪了起来 谁也没见过 徒手就能开天眼的 还有谁要开天眼 林一转个身 目光看向那个怒吼不止的夜 不开 我就不管了 沙星 我要开 小猴刚刚差点被浮身 他虽然年纪不大 才深刻地体会到身体被人掌控的感觉 他再不想体会一次 说成 小猴一手收出匕首 整个人上前一步 那个魔族一看 就跟别的魔族不同 明明修为最高 一直站在最后面 在陈克星等人眼里 林玉好像是朝空气走去 只有小猴跟灵猫 看到林玉所去的地方 十几个魔族 灵猫此时 细血之心全无 首先将靠近自己的魔族斩杀 一个身受奋力的魔族 跌到众人脚边 我也看到了 小猴把猪猪往陈克星身边一推 还有十七只影魔 有一只影魔小队长 玉大哥 脚尖十五厘米 玉大星明明没看到地上有东西 小猴说的L脚是什么东西 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朝地上一看 还稍有细微的变化 当即拿起匕首朝地上扎响 看不到影魔的 看地上的沙子 脚印 他们隐藏不住 特质的匕首扎响 一声惨叫传来 一个魔族的身影渐渐闪现 2002号 煞星医生能给人开天眼 所有人心里都是惊讶万分 剩下几个人也想开天眼 但是林语真的过时不后了 林语一步步上前 每次挥动匕首之下 就有一个隐魔的尸体跌出来 掉在他的脚边 整个岛屿都被我们搜查了一遍 都没看到你们护送东西 给我看看 罗姨 你以为杀了他们几个 就能吓到我吗 义双手从背后一抽 两把钢叉被他握在手里 你去死吧 被开了天眼的灵猫 跟小猴相互配合 被其余几个人 指出隐身的隐魔藏身之地 这一会儿 被他们配合 倒也斩杀了几只 见他们没事 林语反手握着匕首 毫无惧怕的迎向一眼 本身用不着向你 罗姨的执责 本就是触摸未到 死路是你自己选的 不要怪他人 他的另一只手一抖 鸣蝶 去找他们带来的一个东西 看起来像是个坛子 也有可能是个蛋 夜的魔光一闪 一丝紧张一闪而过 吓唬谁呢 我不怕你 没人看到 从林语身上飞出 一只黑色的小蝴蝶 小蝴蝶飞向远处 一划无数 迅速消失的夜色 里面 钢叉与林语手里的匕首相撞 火花四件 夜见林语不过如此 脸上献出冷笑 小子 还是你去死吧 你这样不听话的奴仆 就是分给我手里 最后也是要杀死的 你们不过是 脚性通过越岸战场的漏网之余 马上叫成死鱼了 嘴还这么贫 这么贫 林语用一把匕首 挡住了夜手里的两把钢叉 林语口气轻松 实际上 他一点也不轻松 这批高阶魔族 虽然数量并不多 如果叫他们进了人类社会 就是灾难 一个高阶魔族身上的魔器 就能叫一城的凡人魔化 那时就是他手里有圣水 也要手忙脚乱 更何况听这个夜的意思 他们已经准备好大举进番 你等着我的夜摩擦 你以为我拿你就没办法了 夜冷笑一声 他的肋下迅速又长出一顿手臂 手都就了不起吗 林语跨上前一步 没有握住匕首的手 抬手一拳砸向夜 毫无花扰 像是在砸一个核桃 夜的心神顿时紧张 浑身的肌肉骤然一击 明明看起来就是很普通的一拳 他却感觉到自己 被这人的一拳锁定了 一股杀气吸向他 而他却感觉这一拳 他闭不开 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一拳 游远即近地砸下 砰 林语一拳 将一个高大的人影 砸得倒飞而出 一个异常高大的魔族 一看就知道 跟之前被傻丝丝的那些影魔 不是同一个档次的 影魔小队长 看到那个被林语一拳砸出来的魔族 几乎所有的人心头一紧 杀星医生 除了会开天眼以外 他的拳很厉害 一拳将一个影魔小队长 砸得维持不住隐身 一个队长级别的魔族有多强 即便是年纪最小的小猴 跟猪猪都知道 杀星 你到底都会些什么样 我 无所不能 林语一拳砸飞叶 一步跨上前 再次挥出第二拳 砰 刚刚爬起来的叶 再次被林语一拳砸出 叶舒展了一下身体 罗姨 你只会这样吗 无论你对我打多少拳 都只是浪费力气 你该知道 你伤不了我 是吗 林语之前两拳 都是在他永不熟练的左手 他现在的修为倒退回金丹仪下 灵气凝滞 他根本吊不动 对付这影魔的两拳 只是他用的纯粹肉身力量 他的肉身力量对高阶影魔伤害不大 林语当即认定 不再拿这个叶练手 叶嘲弄地看着林语 他的头部渐渐变形 你是你们几个人中最强的 你死了 他妈也就死了 我就先吞了 你没有机会 林语手里的匕首带起一道刀芒 叶得眉心 鼻尖出现了一道细细的血痕 也轻蔑地表情凝固 他连一个为什么都没机会问 如果有机会 他是很想问林语的 为什么一个蝼蚁 能杀了他这样一个高级魔族 但是他没有机会了 林语已经手刀 丁猫看着林语 其余几个的员 都几乎呆势地看着林语 沙星 你是武道大宗师 我不是纠悟者 林语把匕首擦干净 还给小猴 他自己蹲下检查夜身上的东西 还有几只呢 都靠做什么 剩下的几个影魔 被其他人练手杀掉 几个人围过来看林语 在影魔小队长身上翻找什么 沙星 你在找什么呀 我怀的身上有储物空间 正在找 林语说道 鸣蝶跟水魔 各自有属于自己的储物空间 水魔是第一魔族的时候 都有独特的空间储物 观人 照片上那个东西 还没有找到 玉达青拿出照片 看着像是个 卵圆形的东西 刚刚我们搜个桃上了 没有找到 根据卫星图片的比例 那东西至少几米大小啊 比例问题 林语之前忽视了这个问题 他弹出身时 发现鸣蝶的纷纷小蝴蝶 都在海岸边徘徊 你们好好检查一下 影魔的尸体 我在岛上看看 鸣蝶两拳加一刀 就把影魔小队长灭杀了 他说巡视岛屿 其他的人再也没有人 把他当弱不禁风的医生看 灵猫在他后面说了一句 鸣蝶 我不信你没学武 鸣蝶真的没学过 别人爱信不信 不是他的事情 他走到海边 把神石探入海底 他的脸色当即就沉了下来 那个他们找不到的东西 被沉入了海底 主人 这是最低贱的地魔种 一旦扩散开 地球上的人族 将全部变成地魔种 成为魔族最低贱的奴仆 鸣蝶也看到了那个东西 看来本尊不亲上域外战场 只怕没人知道 地球是我家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他 灵猪把身上的东西 收紧蓝天界 一步跨入海中 在他入海的瞬间 黑色小蝴蝶 进入了他的身体 主人 是鸣蝶没用 不敢入水 鸣蝶向鸣道歉 他是飞行魔族 怕水是天性 以你现在能力 应该不怕水了 鸣蝶向那个地魔种冲起 入水之后的地魔种 从外壳上冒出丝丝的魔气 好在绝密岛地理位置特殊 地魔种沉入这片海水里 没有海鲜 鸣蝶用灵器包裹住地魔种 朝着岸边游起 鸣猫跟在鸣蝶的后面 看到鸣蝶跳入海的一幕 他赶紧回去通知了队员们 赶紧过来帮忙 煞星淘进海里去了 我们不能叫他一个人 入海探查 那你怎么不阻止他 蓝星快步朝海边跑去 队伍里除了金子轩之外 只有他对水最有亲和力 臭天气医生 要是溺水 怎么办 谁能救他 谁溺水了 鸣蝶拖着那个巨蛋 从海里上来 正听到蓝星说了半句 大家怕你溺水 灵猫看着灵狱拖着那个足有几米大小的巨蛋上 不信得到 你真没练过舞 我不是学舞者 如果你们想以舞出道 我可以指点你们 灵狱把地魔种拖到地上 怎么处理这东西 他也意识头大 刚刚他就不该把这个东西拖出海面 应该叫水魔将之吞了 谁想学舞 我家门口看门的都是舞神 你们不想跟我学 就跟他们去学好了 看门的都是舞神 陈克青 玉达青 蓝星等人一阵无语地看向灵狱 沙星 你到底有多牛歪 舞神都给你看门 他们的舞道都是我指点的 看门是他们自己愿意的 灵狱沟通水魔 阿狗 底某种你吃不吃 不学舞的人随手指点出舞神 还心甘情愿地给沙星看大门 不会吧 谁瞧我一下 看看我是不是在揍梦啊 就是叫别人看 一部戏沙星没学过舞呀 刚刚沙星的动作太精妙了 水魔神阿狗谄媚地等 只要是我的父亲 我的主人您赏赐的 阿狗不挑食 你本来就不挑食 你欲心里嫌弃阿狗 这小东西如何变怜反复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打的架太多了 至于杀星的问题 回头再说 现在这个巨蛋怎么处理啊 陈克星强忍住满星的震惊 他就大家看淋浴从海底拿回来的巨蛋 其余几个人拿出资料图片对比 发现这东西跟照片拍到的东西无限接近 蓝星想要摸摸这个蛋壳 淋浴按住了他的手 这东西不能碰 如果被其中的魔忌浸染 就是现在有生水也会很麻烦 况且现在没有生水 你们回去把那些势力处理了 如果没钱的话 等会我们砍树造船离岛 淋浴用灵气一直包裹着地魔中 不叫其中的魔气异散 这个东西我能处理 蓝星的魔子缩了缩 这东西我们要网上汇报吗 怎么处理它 我们都要汇报上去 其余几个人都用探寻的目光看向淋浴 且不说淋浴能不能处理这么大的东西 就是能处理他们的报告该怎么写 万一是杀星自己的秘密 他们作为队友也不能出卖队友的秘密啊 随便 淋浴处理魔气的手段 最后还是要留下叫更多人学习 除魔未盗 保护家园 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做到的 除非他已经是超级大能 太守建立星河浩瀚宇宙 反守覆灭一族一遇 沙星摆出了巨人千里的架势 没有一个人觉得他的态度不妥 江陵区唯一一个超天级 如果他下令就是指挥者 而淋浴没有下令 一路上的决策都是大家商量的 灵猫担忧地望着淋浴 这么大的一个巨蛋 淋浴要怎么处理 他一步三回头 蓝星把他拉走了 如果沙星需要我们帮忙 他会出生的 而他没有 没有求助就是不需要 海滩上终于只剩下了淋浴一个人 淋浴用神石笼罩四周 阿狗 这东西对你提升有没有效果 我的主人 我的父亲 如果是阿狗被成长起来 吞食一个魔种 倒是大补 阿狗陷入今的境界 这就是小零食 三菜牙缝还是可以的 真正好吃的是天魔种 神魔种 阿狗提起那两个字眼 不受控制地吞下了口水 吞了吧 淋浴抬手对着地魔种 朱雅月这个天魔族人 想要成长起来 留在地球 没有他的成长空间 几米大小的巨蛋 瞬间消失无踪 淋浴听着阿狗吞口水的声音 突然响起一件事 朝树林里扬声问道 确定通过预外战场的东西 只有这一个吧 树林里走出了蓝星 他一脸尴尬 我不是想偷给你 我只是想留着近一点 如果你求求 我能听到 再喊他们 没想到居然叫林玉发现了他 你以为树林里只有你一个 其余几个都在呢 林玉问道 确定通过预外战场的 只有这一个 目前收到消息的 陆地的只有这一个 其余的在外太公共飘道 不知道飘哪里去了 蓝星听到不只是 自己一个人在树林里 抬头朝树林里看去 果然看到了几个 同样尴尬的身影 林玉看着这几个人 也是一阵无语 既然任务算是完成了 我们想想离岛的问题 这里之前 本来是停着游艇的 现在游艇不见了 可能是羊牛运动 冲走了 我们七个人砍述 坐空木筏 只要能顺利离岛 就能去机场 他在蓝天界里 也没有收获交通工具 我们只有这个 砍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没有绳子 这是海岛 没有树藤 根本不可能扎木筏 蓝星把手伸进海水里 感受了一下羊牛 我们根本不可能游出去 蓝星说的这一个 是他们人手一个的小匕首 如果蓝星几个人 都是舞者 或是舞蹈以上 匕首砍树也不是什么问题 那只能我来砍树了 绳子很好拒绝 我来砍 林宇从小后手里拿过匕首 转身走进树林 一颗颗几米高 十几米高的椰子树倒下 陈克星拿起自己的匕首 去砍比较细的红树林 我们这匕首这么好用吗 感觉无间不摧似的 砍了一下 只在树卡上留下一道印子 其余的人也想试 看到陈克星砍树的效果 当即不再动心思 灵猫看着手里的匕首 我们先过去 把沙星砍倒的树弄到岸边 把林宇砍倒的椰子树 抬到岸边之后 几个人看到光滑的 一刀切的刀口 他们的神色再次古怪 回去之后 你们想不想就沙英家大门口 拜见那几个武神 宇达小说道 那几个武神都是沙星指点的 我们为什么射击求远呢 可以直接 林宇拖着一棵椰子树过来 你们想学 我就指点你们 你们地强 您就强了 出任务你们的自保能力 也就相应地提高 不会拖累自己 也不会妨害队员 我想到了 可以充当绳子的东西 灵猫指着身上的衣服 我们几个人 把衣服裤子 结成绳子 我们都是男的 还好说啊 你是女的 你干了之后呢 那可不是只有我们几个人 蓝星第一个反对 脱衣服截绳子 他怎么想这么别扭 我也不同意 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吗 绿大青说的 在场都是男的 用不着你一个姑娘脱衣服 如果真的遇到绝境 需要利用自己身边的 现有一些物品 林猫说的法子是个办法 不过你们现在有我 林猫记得自己 曾经收缴过一个 邪修的绳子法系 他在蓝天界里一搜 便找了出来 没想到 这种自己看不上的东西 有一天还要被自己利用上 林猫已经不记得 这东西是哪个邪修的了 现在能派上用途 他还挺高兴 自己收集东西的 没有挑三拣四 傻星 我们是不是 看到不该看的事情 你不会要杀人灭口吧 陈柯青看到林猫 凭空拿出一件绳子 就知道自己和队友们 犯了忌讳 他一看 其余几个人 都是直勾勾看着林猫 手里突兀多出来的东西 如果他们没看到 只有自己一个人看到 傻星只需要 问责他一个人 现在所有的人 都看到了林猫 能凭空拿出来东西来 这算是什么不能看到 对话奖励上也有 叫做除代 只不过 你们兑换不了这东西 也用不了 林猫用着法器绳子 把椰子树捆成木筏 随后再一脚 将木筏踹进海里 上船 回到江林来说 除代 居然是除代 你知道我掩馋了多久吗 为什么我们兑换的 也不能用啊 他居然能弄到兑换册上 不就是我们能兑换的吗 猪猪变成了好奇宝宝 居然是能兑换的 不就是说 能兑换 未必代表兑换者就能使用 使用鼠弹条件 你们目前都打不倒 上船 林猪在船头叛退坐下 以后找四号五号 给你们科普 我不是你们的十万个为什么 简易的木筏很大 七个人坐上 空间依旧宽阔 林猪拿出之前 陈可兴给他的预风符 抓好木筏 说完他将预风符朝木筏一拍 那有个人赶紧抓住身下的椰子处 预风符声响 推着木筏渐渐离岛 陈可兴一眼认出 林猪刚刚用的是他给的预风符 之前他们上岛的时候 林猪没用 他没有用符是怎么上得到 就在陈可兴满心疑问的时候 他的目光与林猪的目光对上 他的心没来由的一颤 预风符还能这样作为动力 见识了 如果你有一下风力发电机 就能用预风符看电视 如果你舍得 林猪对着陈可兴微微一笑 随即提高音量 马上进入风暴区 抱紧叶子手 木筏剧烈地震动起来 风暴捡着木筏 在海面上上下震荡 林猪的修为还在后退中 他倒是想护着这几个 一直保护他的队友 但是现在的他 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顺其自然地进入 绝灭岛外的风暴 风暴卷进海浪 劈头盖脸地 朝七个人砸下 蓝星大喊道 尽量下地身体 抱紧木筏 不要紧张 我看到地图 风暴区不大 我们冲出去好了 在风声里 滔天的海浪声里 人声无比渺小 几乎没人听到蓝星喊了什么 所有人都是本能地 抱紧了木筏 只有林猪 端坐在木筏的尾部 如果此时有人看向他 就会看到 在林猪周身 似乎有看不到的护照 海水没有一滴 洒落在他身上 暴虐的风暴 没有吹动他的一根发丝 其余六个人狼狈地 像是落汤鸡 他始终从容 主人 四周有魔族人 在探查什么 灵蝶突得出声 在木筏的下面 魔族人在探查什么 刚刚在海底 有一个地魔种 现在那地魔种 已经给阿狗塞牙缝去了 那东西哪里还有 灵蝶一探出身时 就发现海底有几个 穿着潜水衣的人 那几个人穿着潜水衣 仍不妨碍灵蝶 发现他们的一身魔纹 他们身上的纹路 是什么意思 灵蝶听着其中一个人 身上闪烁的魔纹 那纹路像是他炼气 布阵流下的符纹 但是 在这几个人身上 明显不是 这几个是魔族里 被称为半魔的人 由魔族与人族结合生下 不管那个与人结合的魔族 是什么高级魔族 这种不纯的血脉 在魔界 都是被人看成 比地魔种更低贱的所在 只有几个别天赋惊人的 可能会被他们所在的 魔族族群重视 明蝶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告诉林玉 主人看到的纹路 就是他们身份的象征 得到重视的人 会被人补全魔纹 地魔种是因为族群卑贱 而地位低下 这种半魔 在人族与魔族都不受欢迎 林玉太知道了 他讥讽得到 自甘下见的杂种 连血脉都不纯净 如何被人重视 区区几个半魔 林玉根本不放在心里 他还要分身 关注木筏和上面的人 洁密岛附近的风暴区 比岛的面积可大多了 瞬间风力十几以上 木筏在风暴里 忽而被海浪卷上浪金 忽得被风暴卷起 短暂凌空 在风暴的间隙砸向海水 尽管六个人把身体 几乎跟木筏贴合在一起 木筏从风暴里跌下时 他们也被抛了起来 主人 他们朝木筏过来了 明爹提醒林玉 海底那几个魔人族 全部走出木筏之下 其中一个人手里 还拿着一把小刀 正想用他手里的小刀 割断捆绑椰子树的绳子 这绳子是根绳系法器 此时正在林玉的控制之下 有人想破坏木筏 林玉第一个就能知道 我知道 林玉超海底 自己射出几道变异灵器 击射向斑魔 他能调动的灵器在变少 变异灵器倒是能用 他本来不想使用变异灵器 吸引西方修饰的主意 林玉有种感觉 暴露出变异灵器 对于他这个不识化繁归繁的人 没有好处 但是此时他没有藏着 如果他再藏着不出手 蓝星 灵猫 小猴 蜘蛛几个人 肯定在这风暴里活不了 他们躲不过风暴 也躲不过潜藏在水里的瓣魔 被击射出几的变异灵器 信洁如简 灵器毫无阻碍地 进入了那几个瓣魔的潜水衣 浓郁精神的变异灵器 直接叫这几个瓣魔灰飞烟灭 最后只剩下几身潜水衣 和一把匕首 好像原本的潜水衣就是空的似的 其实如果是魔术与人类相爱生子 在地球干预作一个普通人 我就当他们是个普通的混血儿 使他们自己找死 灵狱把神石在海底延伸开 不过 似乎是本尊想得太美好了 比如他用了御风符 这么一段时间过去 木法应该被风暴抛出风暴区的 而不是在风暴里大转 灵狱抬头望向了头顶的风暴里 阁下把自己藏在风暴里这么久 居然连我都没发现 真是有本事 沙江 你说什么 心里灵狱最近的猪猪 听到了灵狱的声音 没听到他在说什么 放心木法 你没有一封符的 拿出来 不要藏着了 没有足够纵理 根本离不开暴风 灵狱的声音 传遍每个人的耳朵 他的视线 紧盯得谁是空中 风浪声惊涛拍案 蓝星等几个人头碰着头 几乎都听不到 对方在说什么 此时 他们却清楚地 听到了灵狱的声音 灵狱摇头大声说道 不行 风浪太大了 福就算是拿出来 也要被海水打湿 打湿就浪费了 宇大星只能看到灵狱在张嘴 你说什么 我说 不能拿出来 会失效 灵狱尽可能把音量放大 继而木服猛的一阵 头尾失重似的弹了一下 这种异常的感觉 不像是风暴被目光卷起 倒像是木筏上突然落了一个重物似的 蓝星回头一看 灵狱不见了 他的眼珠瞪大 煞星不见了 超天级的煞星是最理重点的保护对象 千万不能出错 蓝星的声音其他的人都听到了 灵狱刚刚还提醒他们 怎么会不见 煞星 狱长 灵狱没把神石继续放在木筏之上 他整个人钻进了风暴里 修为蹭蹭的掉路 他想非简直太难了 如果有人仔细看 就会看到灵狱手里 捏着一块灵石 另一只手再拼命往自己身上画符文 暴风里有东西 灵狱不这么做 他们七个人都要再次被这暴风 卷回绝灭岛上 很少有人对本尊说的话置之不理 拍够了符文 灵狱一手握着灵石 一手拿着流放之刃 修凭你一个低级风魔 想对本尊跟本尊都有作用 低级风魔不能人言 但不妨碍灵狱吵两句 飞进风暴里之后 灵狱才看到 围绕绝灭岛的古怪风暴区内部 都是一支支的风魔 上次灵狱也来过这个地方 居然一直没发现风暴区里的猫腻 以苦修者那几个人超越他的境界 居然也没发现这不是真正的风 灵狱朝一只风魔飞去 那一只闭着眼睛的风魔 目的睁开了眼睛 毫无色彩和波动的眼眸锁定灵狱 看着他就像是在看着一只蝼蚁 尾压将鲤鱼禁锢在了风暴里 主人 这是风魔王者 他不是低级风魔 看清风魔的眼眸 鸣蝶急忙道 风魔的等级从外形上根本看不出来 只有眼睛的不同 怪不得 他一直闭着眼睛 鲤鱼心里大惊 他本来维持飞行的难 更别说在空中攻击 现在被风魔王者兼顾 他连动一下都做不到 此时他只能苦笑了 本子这算不算逞强 逞强就算了 还作茧自负 风魔王者 大约倒悬四五重的境界 他们隐匿在风里 跟风宛若一体 根本无法探查 鸣蝶知道主人不会死 鸣蝶给鸣蝶提供了错误的情报 他心急如焚 主人 叫鸣蝶去对付他 鸣蝶感受了一下 风魔王者的禁锢之力 这力量 像是他曾经遭遇的满腰黄 像是他使用流放之刃 在空气里留下的余味 只不过这次对方的力量 是加注在他的身上 随着这一只风魔王者睁开眼睛 陆续有几道视线投向了鸣蝶 他们的身上 带着空间之力 正好向本尊体悟一下 鸣蝶反而慢慢镇定下来 同时打出几道神念记号 在幕府的几个身上 几个王者被他唤醒了 他在风暴之中 感受到的是王者的威压 王者 对于此时归凡的鸣蝶来说 这几道威压根本压迫不住他 而对于风暴中的木筏 却是极大的折磨 没有鸣蝶的操控 木筏在海浪和风暴底 像是一只屋头苍蝇 滴溜溜地乱转 几个人刚发现鸣蝶不见了 想要找鸣蝶 现在风浪加大 他们自顾不暇 风暴怎么加大了 医生能去哪里啊 我头晕手软 啊 你们又说话吗 等会儿就你们 林玉将目光 与面前的风魔王者对上 本尊流放过 与本尊作类的宗门 流放过心思不纯指 流放过 以万物为出口 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气宗修士 还未流放过魔族 就从你开始吧 低级风魔是不能忍言 高级风魔以上 都是可以做人眼的 在林玉话音落下 一直冷冷盯着 他的风魔王者冰冷地道 蝼蚁 把地魔种交出来 本王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地魔种已经被阿狗塞牙缝了 即便是没被阿狗吃掉 林玉也不会拿出来 这是地球 是他的家 他绝不允许外祖 将地球这一片净土 当作他们劫掠的对象 不管你们有几个风魔王者 你就是第一个被流放的对象 流放本王 能流放本王的 至少是人宗之圣 你一个小小蝼蚁 风魔王者冷笑了起来 地球人族此时未有圣 本尊就是圣 流放你一个风魔王者 岂在话下 林玉朗兄一笑 浑身气势一变 上前一步 我便是圣 有金书 玉书价持 有石母 便一灵气 祈祈魔族 岂能禁锢住他 圣 你是圣 哈哈哈哈 一个风魔王者笑了起来 其余几个风魔王者都笑了 哈哈哈哈 震天的笑声令风暴都震荡 海浪一波波冲天而起 滔天荡地 木筏在海浪里 像是一片秋夜一样可怜 流放你们几个族椅 林玉再次跨出一步 这一步 令他与几个风魔王者无比接近 树道冰冷的目光 落在他的身上 林玉像是毫无所觉似的 苦修者特意来告诉他的 祝圣之礼 他一念起祝圣加身 此时他不是圣 也是 道选五六重修时 他都能流放 几个魔祖 他又如何不能流放 林玉抬手一挥 一刀劈出 刷 一刀斩破暴风 风魔王者狂笑的脸色骤变 林玉再次挥出一刀 这一刀 他带了一丝变异灵气 我此刻 就是圣 战狂蜂蜂蜂蜜 你敢回我的风龙卷 风魔王者用蔑视的目光 看向林玉 哈哈 林玉一脸平静无波 我倒要看看 一个王者魔族如何在空间乱流中还能如此猖狂 那大小的风魔王者的笑容疏得凝固 他突然发现一道空间裂缝 那里都是无数空间韧流 正慢慢向他展开 一股无法抵抗的犀利 吸扯风魔王者 向他扯进了空间裂隙之中 其余几个风魔王者 骤然发出一声爆吼 啊 不 在他们的爆吼声中 那一只风魔王者消失在空间裂缝里 带几只风魔王者想要冲过来抢救同伴的时候 那空间裂缝已然弥合 消失不见 少了一只风魔王者 海面上的风浪平静了一下 灵猫现在哪里有之前的妖娆漫妙 他的长发全部贴在了脸上 风暴似乎小一点了 看看海面上有没有煞星 小红的脸苍白如指 让刚煞星向我们打出一风敷来 不行 要找到煞星才能走 蓝星一咬牙 跳下海 我去找找煞星 你们抓紧木筏 我找到煞星就回来 他憋住一口气 一个猛子扎进海里 其余几个人紧紧抓住木筏 我们等着蓝星找到煞星 一起出来 当然一起回去 灵狱轻叹一声 他一个一仙 有十亩自带的助胜之力加持 现在下降的修为也止住了 何须几个凡人救他 这情他领 你们还本尊的队员范贤 你们该死 灵狱朝第二个风魔王者 连空迈出一步 哪个风魔王者 张口吐出几道锋刃 披风裂斩 锁定淋浴 另外几个风魔王者 也不该使我 同样张口吐出几道锋刃 我就不信 你能夺过我们的锋刃王 几只风魔王者 从风暴里走出 围入了淋浴 楼爷 去死吧 你们是看不到本尊 何时死 你们去跟刚刚那个蠢蛋 去做办吧 灵狱揮出了第三刀 这一刀蕴含满妖黄的 空间之力 蕴含了灵狱自己的感悟 包含祝胜之力 仅仅是一刀 无数道空间裂缝出现 先是吞噬了 风魔王者的锋刃王 继而一道的空间裂缝 二二合一 四四合二 八合四 四合二 二合一 一刀几丈长的空间裂缝 出现在七只风魔王者的头顶 肉眼可见的空间乱流 空间乱刃 在那道空间裂缝里闪现 巨大吸扯力 将七只风魔王者吸扯住 这到底是什么仙门的书法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怀无门母族好事 等我们归来 避免你 离语将流放之刃 收入蓝天界 抬手一扶 空间裂缝将风魔王者吸走 他一扶之下 空间裂缝顿时弥合消失 海面上的风暴渐渐的平息 离语感觉身体一阵空虚无力 他捏了一颗手印拍在身上 控制自己的身体落在木筏之上 正风蓝星从海里冒出头 煞星出现了吗 不好的 快上来吧 我们去赶飞机 离语背着手 目光俯过蓝星 扫过木筏之上的其他人 谁都没有注意到 离语的目光 望着刚刚八个风魔王者消失的地方 所有的人都是一身狼狈 只有淋浴没摘一滴水 头发不乱一丝 灵猫紧紧地盯着淋浴 刚刚明明消失不见的淋浴 此时出现了 大家都狼狈不堪 狼狈这个词 跟折仙使的煞星 完全没有一点的关联 他们六个人被狂风吹 海浪拍 2002号煞星 像是来观光似的 他是怎么做到的 基于几个人的神色皆是古怪无比 我们都成骆涛鸡了 你怎么没事呢 难道你们领了福利里面 没有一张叫做避水符的 淋浴的手背在身后 现在风涝平息了 拿出你们的一封符吧 原来避水符是这样用的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哑口无言 陈克经和玉达经 把蓝星从海里拉上来 我们还以为避水符可以叫我们在海里行走 避水符不见是叫水避开我们 最多就是叫我们出门的时候 不用带雨伞 林玉在木筏尾部盘腿坐下 要想在水里自由行动 用的是避水符或是避水珠 原来还有这个差别 灵猫拿出自己身上的符录 果然有一张避水符 林玉伸手从她手里拿走避风符 拍在木筏上 原来还有这个区别 小猴等人也纷纷从身上翻出避风符 拿出来给木筏作为动力 陈克经默默拿出身上的避风符 递给林玉 我还有两张 应该不够赶到达明岛赶飞机 林玉接过来 拿起一张拍在木筏之上 够了 如果不是她现在太过虚弱 不然他们一张避风符也不用消耗 这都是低级的 回头我叫我女儿 给你们画一点中高级的 至于画副材料 你们自己提供 其余的人坚实无语 林玉的女儿会画符不奇怪 奇怪的是 林玉居然有女儿 她明明看起来很小 像是个在校大学生 暂时林玉自己的私事 大家只是震惊一会儿 便不再好奇 其余的疑问 更令他们好奇 比如风暴肆虐 林玉是怎么不见的 又是怎么出现的 刚刚他们几个人都没有发现林玉 是怎么凭空消失 又是怎么凭空出现 来上之后 蓝星不由问道 风暴怎么会停息了 我查过这一片的历史记录 说是百余年前 就算路过此地 这里就是这么恶劣之地 刚刚封底 有几只风暴王者 现在他们去外地旅游了 短时间内不会回来 林玉的话语里带上了几分细血 几个风暴王者 进入满是空间乱流 跟空间乱刃的空间裂缝看出 几乎没有可能活着回来 没事干在这里用几百年风暴 在空间裂缝里 慢慢跟踪我而去吧 煞星 你这样说 好像我们都是傻子 灵猫脱下外衣 拧干水 把自己身上擦擦 这次回去以后 你能把你懂得知识 你会的舞蹈 指点指点我们吗 小猴用力点头 你用切斗 打磨足姿势太帅了 我也想拥你那么酷 我现在最想的是 回去之后 先用煞星的圣水沐浴 好好挣扎它的便宜 然后偷偷藏起来一些 说不定奇惑可居呢 蓝星身手摸了一下 淋浴的黑色衬衫 淋浴的身上 真的是滴水未沾 圣水有多的事 我已经跟四号和五号都说了 我会单方面 给灵提供一些特殊物资 增加灵程员出任务的存活率 在淋浴离开地球之前 它都可以提供圣水 达明岛 基地写灭岛并不远 风暴消失之后 手机就有了信号 蓝星联系了达明岛 派出了直升机来切他们 回到书店 蓝星他们跟五号树职 五号钻容声盯着电子屏幕 不是树职吗 赏星怎么不在 赏星说 报告随便我们写 他回家看老婆跟孩子 蓝星无奈地道 真不是我们没通知他 那不来就不来吧 行了 你们一人交一个报告上来 五号直接断了通信 四号现在还在降临 应该就是在等赏星 实际上 林宇刚刚准备去林家院 就遇到了四号 吃了严寿丹 跟疗伤丹的四号 老脸上的皱纹 也似乎舒展多了 赏星 我正在等你 进去再说 他的身边跟着一个 面无表情的保镖 保镖的手里 拎着一个箱子 进来吧 林宇抬脚走在前面 四号跟在后面 那保镖的脸上 闪过布门着走 两千丁二号 你怎么叫丁头 走在你的后面 林宇冲而不闻 他一向自由自在 很少有人 能叫他遵循世俗的 一些莫名规矩 保镖看不上 小白脸似的临 四号白白手 哎 这是人家的家 可随主便 小白脸的家 保镖看了大门口 三个气势 截人不从的 看门人 一个小区的别墅 他的注意力 更在三个 看门人之上 四号 林家院的门尾 给我一种 很强的感觉 看起来他们 比2002号强多了 你把他们 挖回去 还差不多 门尾们 举止 嫌弃的屁屁嘴 不管你的四号 有多大领导 他是挖不动我们的 再说我们 只想给先生看门 哼 保镖不屑地看了一眼 小白脸 今天你们回来 你怎么没去数值啊 四号笑着问道 你都知道 我没去数值了 怎么会不知道 我为什么不去数值 林语把四号 跟他的保镖 带进主别墅的客厅 难道我要在报告上写 我已开天立地 只能完成任务 真会说大话 保镖听不下去了 嫌弃地望着林语 你个医生 在队友的保护下回来 就算你不好好数值 起码表示一下 对队友的感激嘛 林语抬眸 朝保镖看去 我已经感激过了 他把六个人 丝毫无伤地带了回来 1904 箱子 四号示意保镖 把箱子拿过来 听到四号念的数字 林语知道 这个保镖也是灵的人 灵的人有点脾气 或者是戾气 他不会因此发怒 就有证明 1904 把箱子放在四号面前 四号打开箱子 从其中拿出一个袋子 递给林语 我猜你也不会乖乖去帝都报道 只能我自己来了 这是你一年份的福利 他拿出一块玉牌交给林语 这是你的身份牌 我找你是另外一件事 林语拿过玉牌 这玉牌上面有他的身份信息 还有一幅地图 只要注入灵气 就能够使用 袋子是一个终极储物袋 它是修道者的身份 在灵的里面 已经不是秘密 正好 我有事找你 不如叫我先说 1904 不满地刚要出手 看到林语手里的玉牌身份牌 只能咽下满口的不服 2002傻星 你这么嚣张 我能不能挑战你 点到为止 行 你先一边等着 我跟老爷子说几句话 林语说道 四号 资料里的照片 不是一队外来游客 那是一队影魔 他们护送的是地魔种 这是什么 你们应该知道吧 如果再有寻货 不要妄想自己处理 交给我处理 是上上之策 啊 原来那个蛋 就是地魔种啊 四号点点头 这东西极难处理 你怎么处理的 我不是说 我有足够多圣水吗 圣水驱魔是最好的 别人没有我这个条件 我找你的两件事之一 就是我的弟友 和灵的关系 他们虽然各自有不俗的能力 但都是凡人 很多时候 凡人去处理这种问题 都是缩命题 灵狱说道 你上次给的生水 我们弄了一个壶 够用很久了 四号从箱子里拿出一本厚厚的资料 这是无数灵程员收获的资料 后面是灵程员可以兑换的福利 你先看看吧 如果有空 你可以凭借你的姿势 帮我们完善资料 还有 你说得对 灵程员实力低微太低 是送命题 你有什么好办法 灵狱从四号脸上的笑容里 就看出了这个狡猾的老头子 其实早就有了想法来的 包括1904的挑衅 可能都是故意安排的 合理的范围里 灵狱有足够耐心允许别人嚣张 我估计 老爷子的箱子里有个聘书 1904的挑战 都是你故意的 1904的脸上闪过一次迥人 你连聘书都猜到了 四号笑得格外开欢 那我能怎么办呢 我不能帮你开天列地 只能学进数值报告里 但是可以给你这个 他从箱子里拿出一本金色的聘书 特聘2002煞星 为灵号团教练 我会在江陵选一个基地 把人带过来交给你训练 老狐狸坦然无害 明明白白地算计 林玉也并不反感 他接过品输 训练基地以为有的事 等你们确定了 我给你们入口地址 给你换的福利 你不看看啊 四号盯着林玉 就见他只是随随便便 就把除物带瘦了 也不看看里面 我回头再看 过几天 我会送几个人去运外战场 是几个可好的外国人 需不需要给他们提供身份评证 林玉把几个寿数将近的苦修者 想去运外的事情 说了一遍 我要战场地址 你的玉牌 可以做身份引界证明 只是你真的要去战场 你可知道地球之外 有多少战场 四号大惊 直接站了起来 我宁愿在宋乌子的船上 夹克舱位 但是你不许去 你拦不住我 林玉借过金色的品书 目光淡然 我总要看看 他们是怎么突破战场防线的 此言一出 四号跟1904都沉没了 先出生的是一直给林玉挑刺的1904 十一个战场 全军覆没 那我更要去了 我有几个到先几重的傀儡奴隶 我要送过去 林玉心念一动 把小白从魂盘里丢出来 里面还有一小半实力不俗的魂魄 蓝天剑里还关了一些 回头他就炼制一些傀儡身躯 傀儡奴隶 四号震惊地望着林玉 那可是完全不惧生死 只知道听从命令的呀 这 倒轩气的呀 真的 就是只有一个 派一趟飞船也是直了 你有几个 2002 你连奴隶都有了 1904听到目瞪口呆 那个团灭的战场地址 林玉看向四号 如果早知道有预外战场的存在 那些被他团灭的松门 他就不浪费那些擅长的兵力了 你是朝天节 你有资格知道 四号说出了一个续号 你的身份预牌上有地址 我接下来送人就是去那里 叫你送的人跟飞船一起吧 林玉拿出身份预牌 扫了一眼里面的地图 一个战场都团灭了 说明战斗何其惨烈 不然影魔也找不到空隙 送一个地魔种 进入绝灭岛 我知道了 他看向1904 就现在 给你一招出手的机会 不出手 我就要送客了 1904声音铿锵 浑身战意涌动 他兴奋地望着林玉 我要是出手 你家就毁了 如果你能毁了我的家 是你的本事 我不会要你赔偿 林玉望着1904 你准备好了 就可以出手 那我来了 1904摆出架势 双臂一震 力量像是高山填海 似的压下 四号微微的肉眉 1904的力量爆发 这个别墅都可以推平 修武者跟修道者 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 他还没阻止林玉 用修道者的力量 林玉已经伸出了一指 1904挥出一拳 气势村天 举起高山 力量填海 赫赫拳风离 进风足以将它四周万物剿灭 但是林玉平平无奇的一指 气息如波 荡平一切 一指万物息 万物指 还没有开始 就被修指服劫停 1904的一拳 再无寸进 林玉的一指 也没有接触 1904的拳头 就 这么停止了 四号只觉得 自己的呼吸 都被拿捏住了 1904 回来 1904是天机无者 在林玉面前 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若是林玉要杀人 1904只怕早已是他 只吓魂了 1904呆呆地望着林玉 2002 我能不能摆你为师啊 一指将它周围空气凝固 仅仅是一指 它都没感觉到 一丝力量的波动 它就像是 琥珀里的那只小虫子 带着生机被凝固 等着死亡 林玉拿起那本金色片书 过几天 我就是你们的教练 1904膝盖一弯 郑重地跪在林玉面前 连海城郭帆 成心成意 相搬在2002门下 你喜高身舞蹈 保护甲国 林玉缓缓收回手指 望着1904郭帆 若门下者 惜与灵魂发誓 除非我放你自由 否则 生事不离不斑 你想好了再磕着个头 一入我林玉门 生事无悔 生事无悔 丝毫瞪大眼睛 暴吸一口气 林玉啊 你这是连1904之后的血脉 都一起契约了呀 我懂生生世世的意思 我要进行更高深的学习 我要变强 郭帆认真的 如果是我的后辈 我也希望他们 永不背叛我的师父 只要师父 不会背叛灵和地球 我愿意 以任何形式发誓 将来我也希望 我的后辈子孙 能接过我的志向 成为灵的接班人 地球家国的守护者 这个答案 就要丝毫做回了原位 林玉是因为灵的职责 才加入灵了 郭帆和林玉的触发线 不谋而合 他要是横生之劫 才是多管闲事 林玉盯着郭帆 他的修为 此时倒退是厉害 但是他无意匹敌的神魂感知 感知到郭帆心神合一 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回答 完美的回答 符合林玉的心意 当即微微暗手 接下来 我辅助你 以灵魂发誓 之后再说 我教你什么 郭帆无比恭敬地 跪在林玉面前 接着林玉的要求 发下灵魂誓约 傻小子 磕头啊 傻星同意 受你为徒了 四号用脚趾尖碰到碰郭帆 在林玉跟郭帆的身上 他看到了 守护也是一种传承 林玉正式把这种守护传承下去 可惜他刚刚差点犯糊涂 阻止了传承 弟子郭帆 拜见师傅 郭帆恭敬地磕头 只磕了一个 他的动作被林玉止住了 林玉拿出一把黑色匕首 抬手一点郭帆的眉心 从其中取出一滴精血 笔在匕首上 此匕首名为流放之人 侵犯地球 侵犯家国的外族 皆在流放之力 侵略者既从外界而来 就叫他们被无尽空间去惩罚 可以滴血认住的匕首 丝毫震惊地望着林玉 拿出了那把匕首 看着郭帆恭恭敬敬的接骨 郭帆恭敬地道 弟子 必不服师父的教诲 不服守护之责 为师不是修武者 只能理为之间你的五套 为师教你的师道 林玉刚要抬手 他的动作停在半空 四号 你必须发现什么使约 不许透露今日看到的一切 四号一致 我 也要发使约吗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林玉 不就是拜师吗 不就是一把可以 继续认住我的匕首 知道别人的秘密 都要付出代价的 你不发誓 我不会放你离开林家园 林玉目光淡漠地 看向了四号 我可以养你到寿终正气 你不用担心 白家的人也会管你吃喝 他可以聊天 你就是能进入盐英境 不得我允许 你是出不了林家园的 你可以先去试试 回去再考虑是否要发誓 等会儿我还给国藩传道授业 要你见证 四号无奈地等 百人四号 一神魂发誓 绝不泄露在林家园 一切所见所闻 这可行吗 可以 因为我传道授业 和别人不同 林玉等 你带来的孩子 我很喜欢 寻你见证 四号哪里见过别人 对他这么说话 他又气又无奈地道 你才二十多岁 这么说话老气横秋的 比我还老成 我这不是掌了一杯 林玉抬手一点郭帆的眉心 今日为师赐道于你 希望你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为师会在高处望着你 希望将为师的道 你自己的道传下去 尽遵使命 郭帆捧着流放之刃 满眼崇拜地望着林玉 师尊赐的匕首 仿佛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似的 刚刚师父传道授业的一指 他感觉到很多东西在一瞬间 进入了他的脑海 这就是完成传道授业了 四号看到郭帆脸上的喜悦 他震惊于林玉的手段 沙星 我能知道你的境界吗 我在桂梵 原鹰处 林玉道 桂梵 四号蹭地站了起来 那你 岂不是 是道寻前辈 他说完 在林玉的眼里看到了 如此可笑的眼神 四号此时 再无之前办点想法 林玉哪里是老习横丘啊 那是极致的境界 令他与众不同 可笑他只以为林玉是个修士 肯定跟他差不多 能见证前辈 收下传承弟子 是晚辈的荣幸 沙星需要更严密的保护 而他刚刚发出的那个誓约 又不能违反 老头一时犯了难 他的神色变换 林玉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不用拍马屁 以前如何 以后就是如何 我不喜欢樊温如街 他是以四号作响 我虽然规范 你不用想着叫人保护我 我有绝对自保之理 就是仙神在他面前 他也有出手自保的机会 不过看老头的样子 明显是不信 这是命令 不是请求 我有我的道 你即便是我的领导 我也会不高兴 晚辈 谨遵法旨 四号恭敬一礼 道选修士 他哪里有资格管 估计之后 他下令就要听听林玉的意思 之后和此前一样别识 你意义如是 林玉前半句是给四号说的 后半句是给郭帆所说 是 前辈 是 师尊 四号跟郭帆两个人 一起恭恭敬敬敬的行礼 几个仓老的老人 穿着朴素的麻布袍 几个人用步行的方式走入江陵 如果能得到未来圣者一句祝胜 即便是死在战场上 也是我的荣光啊 我这一次跟未来圣者交谈的时候 未来圣者对教廷没有敌意 其中一个说话的 正是跟林玉在飞机上交谈的苦修者 他的脸上满是平静 他们寿命将近 没有突破的可能 去战场 生还几乎没有机会 留在地球上 也只是狗言残喘而已 一位苦修者笑道 我们这些老东西 能多杀些敌人 未来圣者也会高兴 这位圣者 要是我们叫停的 多好啊 路人从这些年半的苦修者身边走过 像是没看到他们似的 一种玄妙的境界 将这些老人包裹 随着他们走向林家院 他们的脸上满是开脱 世然平静 似乎前面是归途 是出路 是未来 明知向前是赴死 他们也在所不惜 一步 入城 下一步 出现在繁华市区 无数路人走来走去 穿梭在他们身侧 像是影像快进 将是时光回溯 一步 是烟火闹市 众人欢笑 嬉闹 喧嚣 他们是旁观者 是路人 最后一步 他们出现了林家院外 林宇不说话 道玄修士的等于压迫 即便是林宇控制了压迫 在他面前的两个人 仍是大气不敢出 四号 郭帆两个人正经危坐 像是两个雕塑 用不着这么拘谨 接下来要谈的是关于林和预外战场的事情 你们一个是我的领导 一个是同事 林宇说道 再去为谋起事 文言 丝毫轻松了一些 沙星啊 你想跟我谈去战场的事情 作为领导 我欠你慎重考虑啊 我去战场 给我自己的考量 林宇朝门房说了句 露斯 我的客人到了 你把他们领起来吧 四号跟郭帆都好奇地朝四处看 以林宇所在的位置 除了他们之外 再没有其他的人 片刻之后 一个妖娆艳丽的外国美女 领着十几个老人走了进来 老人们的脸色倒是一脸平静 外国美女的脸上却是一丝紧张 主人 这都是我的客人 不用紧张 你退下吧 林宇摆手是一路死退下 她的目光 还像走进来的十几个老人 十四个苦修者 满脸皱纹如腐皮刀客 跟林宇见过两面的苦修者 正站在其中 她朝林宇友好地笑了笑 我们的人有点多 来着都是客 几位随便走 去战场的事情 等一会再说 林宇说道 我正在跟我的领导沟通 这十几个看着比自己 还要老的老头子 去狱外战场 四号的贼脚抽搐 用心以为林宇 正是在耍他玩 这些看起来风出残年 风一吹就倒的老头子 能杀敌吗 看着他们都是高鼻深目的老外 这些人弄去战场 不会引起外交事件 杀行 你要去 我都犹豫 这些老人家就算了吧 我安排他们旅游一下 送回家吧 林宇看了他一眼 能在我这里做客人的 会是一般人 这十四位老爷子受寿命影响 去战场是为了找突破机会的 林宇此言一出 十几个老头子的眼里 不由露出喜悦之色 这种毫不掩饰的喜色 令林宇奇怪地看到他们一眼 刚刚的喜色 似乎是他的幻觉似的 再仔细看 就好像没有那一回事 一群听他说话 就很高兴的老头子 这是什么鬼 十四个 到玄奇 四号震惊地站了起来 不可思议地望着那些 看起来像是随时 会行将就目的老头子 跟林宇见了两面的苦修者 笑着说道 我们都是些快死了的老头子 不用这么震惊 你死之前能多杀些敌人 或者有一丝突破的机会 都是我们以心想做的 你是林先生的领导 那么是你安排去战场的事情吧 十四个盗玄奇加上林宇 十五个盗玄奇要去战场 四号简直都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了 他为难地看向林宇 傻星 你看盗玄奇的前辈不是寿命很长吗 盗玄奇的寿命长 也有寿命终结的时候 除非他们有了新的突破 林宇心中一动 目光扫光那一群随意盘坐在地上的苦修者 如果我给你们提供严寿单 有用吗 其中一个苦修者温和地笑着 用外物增加几十年时间 对我们没有什么用 我们需要的是自身的突破 只要 他的话还没说完 被另一个人打断 这种自身突破的事情 不是用一句两句能说明白的 我们只希望贵国能尽早安排我们出发 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突破不了 多杀几个敌人 也是我们要跟时间抢的 四号 你联系一下那个战场补充兵员的事情 林宇率先站起来 几位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收纳物品的 我带你们来 你们自己各凭手段收取吧 林宇带着这些人进了秘境 此时他才知道 跟自己建了两面的叫做枯木 领外的十几个人 基本都是枯字背的 只有两个比他们矮一倍 当看到那一口充满 祝圣之力的泉水 十四个苦修者 进阶露出了虔诚之色 一口圣泉 几百年都不会干涸的圣泉 谁都没有先行取水 而是口中念念有词 你们各地所能的取吧 林宇被这手说道 用医疗磨气损伤 几个西十万倍 枯木朝林宇行了礼 我们一人取两吨 西十后就是数万吨 够了 放心大胆地去 这拳不会因为你们取了一点点 就干涸的 林宇从来就没见过枯木 对他利誉 西芝过去枯木 可是境界比他高的 以前枯木看他是前辈看晚辈 现在枯木的态度恭敬得有点奇怪 那我们一人取三吨即可 枯木率先上前取取水 三吨助圣之力浓郁至极的圣水 叫他眼里的惊讶 完全无法掩饰 取了水 他朝林宇一礼站在了一边 其余的人一次行礼之后 才上前取水 多谢 十四个道玄其寿命将要走到终结的老头 一身若有四无的死气 在他们取到圣水之后 身上的死气都淡了许多 生死看淡 也就是如此了吧 林宇把他们带出秘境 回主别墅 主别墅里 四号笛声嘱咐过分 等会儿你献献你师父 你们有私人的关系 应该比我好说话 四号 我师父是说一不二的性子 你也看到了 过分赶紧朝四处望了一眼 我在师父面前 我连大区都不敢出 你可是我叫来助阵的 你认识煞星 还没两个小时 你就大掌了生生世世 你到底懂不懂 生生世世是什么意思 四号恨铁不成钢的 看着郭帆 1904 我可是你领导 领导 就是一瞬间 也能万年到 郭帆一脸崇拜 你师父 可是要去战场 他那么年轻 你帮我劝劝他 我也是为他好 丝毫哭口婆心的说道 还有刚刚那一群老人家 他们老糊涂 你师父年轻不懂 你多少是知道这战场的残酷的吧 我身为同事 或是弟子 都不会干扰师父的决定 就是师父去战场要带上我 我也会去的 郭帆一口回去 有事弟子 扶起牢 哎呀 你呀 还一言万年 但你来真是 真是 没却住傻心 怎么又打上你了 丝毫简直是想垂胸顿足 在零号团里 天机舞者屈指可数 见郭帆一脸的傻笑 满心的懊悔 郭帆摸着脑袋 他爱不释手的摸着刘芳志 我师父 还有那些老爷爷 都不用你去 说得对 我们这群 无可救药的老头子 还能杀几个敌人 是挺好的事情 其余的苦求者只是笑 先说话的永远都是枯木 死在战场上 也不是什么坏事 先命之年 未必是绝路 绝处有生路 临死也有生机 所以不用那么悲观 淋雨看向四号 我们怎么去战场 四号一脸苦笑 傻星啊 你就不能在身子熟虑 淋雨的目光淡漠地撇向他 这次 要不说冰原的 就是那个被团灭的战场吧 我们就去那里 四号震惊地望着淋雨 他此时的心里全是悔不当初 为什么要多嘴说那个战场的事情 被团灭的那个点 因为环境恶劣复杂 常有魔族和其他异性的人在上面出没 那个战场 向来是战损最大的一个战场 没有质疑 傻星 还有诸位老人家 你不是为难我吗 去战场是我们自愿的 你不要有心理负担 库姆对四号点点头 请尽快安排吧 十几个倒旋期 四号看着十四个如出一辙的面容 他苦笑地看着淋雨 同意着十四位去战场 就不能忽略淋雨的要求 去一外战场 必须到帝都同一集合 然后我会安排出发等事宜 在出发之前 你们随时可以改变主意 十四个苦求者看向淋雨 四号看着这十几个倒旋期 以淋雨马首是瞻的架势 就知道这事情没有可商量的余地 若不日就会先回到帝都 你们是怎么安排的 你先带着这几位 跟郭帆他们回去 将领部分的人都带上 我把将领的事情安排一下 在出发之前 我回去行使教练之责 淋雨直接下了逐客令 又是逐客令 之前这逐客令是落在五号头上的 没想到今天自己也有这个荣幸 四号哭笑不得 傻乡 你每次都这么直接 给别人出客令吗 郭帆在后面 行情拉了一下四号的衣服 领导 我们走吧 我师父肯定有事 他的脑袋里被师父一点之想 灌输了很多东西 他也需要时间消化 这十四位老爷子 还需要领导您安顿呢 四号一个金丹旗 这一会儿就面对了十五个倒旋旗 他安顿他们 这些前辈 只要谁随便哼一声 他跟郭帆两个人就要原地四悄悄 安顿他们 他心里一阵苦笑 那行吧 我就把人自己带到帝都 当你来了帝都 跟我联系 此时举例出发还有一段时间 四号带着人走了 再去帝都的飞机场 金子仙诧异地等 四号领导 我也去帝都 不是江陵分部就没人守了 一吃鲜夜不好吧 我们江陵分部的人都在这里了 不过总没有杀星呢 蓝星没有看到淋浴 只看到除了江陵分部的人之外 有十四个盘腿坐在地上的老人 更吸引其他人的目光 这都是西方教廷的苦修者吧 这些都是杀星的朋友 不是外人 四号满心苦闷 没法介绍这些道选起 此时临运回到老城区 苏子叶正在托儿所的门口 看着每个家长来接孩子 刘萌萌 你妈妈来接你了 刘萌萌妈妈抱着刘萌萌 朝苏子叶挥手 萌萌 快跟苏老师说再见 小孩子奶生奶气地跟苏子叶道别 苏老师再见 陆续有几个孩子 被各自的家长接走 一个中年男人把车停在路边 他笑着对苏子叶说道 苏老师 你也下班了 晚上没什么事情 我请你吃饭吧 看到来人苏子叶客气得到 张言家长 谢谢你 我还要回家管两个小孩子 你看 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你还要上班 多辛苦呀 苏老师 我们可以进一步发展嘛 我就一个儿子 中年男人一步上前 他的眼睛恨不得贴到苏子叶的脸上 张言也很喜欢苏老师的 紫叶 我来进一下班 林玉脸上的微笑有点冷 他一步在家 就有人打苏子叶的主意 苏老师的名字是你教的 中年男人看到林玉 顿时嫉妒 这个年轻人长得怎么这么妖腻 我是他两个孩子的爸爸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巧 林玉站在苏子叶身边 目光细血地看向苏子叶 苏老师只是交了新的朋友 苏子叶白了林玉一眼 这是托儿所孩子的家长 中年人朝林玉伸出手 鄙人是香川九家的老板 张志和 我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怎么称呼 以前都没见过你 究竟苏老师一个人 辛苦带着两个孩子 我没有跟托儿所家长 交朋友的想法 林玉没聚握张志和的手 至于我是做什么的 没有必要告诉你 子叶 带着小天 我们回家 一个小白脸而已 真是不敢在自己面前 说自己的职业吧 张志和大声说道 苏老师 我要求你们一家去吃饭吧 也算是认识一下这位先生 张言爸爸 吃饭就不用了 我们回家吃饭 苏子叶从托儿所 把林天抱出来 小天 叫叔叔抱你 为了显示自己 跟林天很熟悉 张志和去抱林天 林天把身子一扭 转向林玉 传言给林玉说道 爸爸 这个人天天来缠着妈妈 我都想收拾他了 你妈妈知道该怎么做 林玉摸摸林天的脑袋 转头朝小区里走去 一向喜欢自己抱的林天 居然不叫自己抱了 张志和的手 落了一个空 她的眼里 闪过一丝音质 苏老师 你家这位太不礼貌了吧 小天被我抱的岁数 都比他抱得多吧 张志和天天借口来接张言 每天都要抱林天 谢机跟苏子叶说上话 今天他特意 没送张言来托儿所 就是想跟苏子叶 近距离接触 平时都是张言妈妈 来接你家张言的 你这是要叫张言妈妈 误会我吗 我来应聘托儿所的老师 就是因为方便带我的孩子 距离家近 苏子叶板起脸 希望你跟张言妈妈说清楚 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林雨一手抱起林天 一手牵起苏子叶的小手 回家 我有事情要告诉你 张志和看着自己眼中的苏子叶 跟小白俩手牵手地离开 眼神一扫 向托儿所墙外 一副宣传画上看到的 托儿所所长电话 刘所长 你们托儿所的老师 乱搞男女关系 你都不管的吗 林天一身力气 骤然爆发 林雨静静拍拍林天 把她的气势压下去 你爸和姨妈都没生气 你生什么气 随长在别人的身上 想要怎么说 都随他们意 力气不要那么重 我辈本来就是超然于世外的 别人什么说法 什么眼光 与你模何干 就你说的跟世外神仙似的 合着人家纠缠的是我 不是你 苏子爷也听到了张志和在打电话 他估计林天这个装普通小孩 是没可能了 在苏子爷跟林雨 还没走到小区里的新家时 托儿所所长的电话 已经打过来了 林雨轻轻捏捏林天的鼻子 不要力气那么重 但张志和就是一个普通人 我们不以凡人计较 我们修炼之前也一样是凡人 我们也未必就比凡人高贵 我们来自凡人 修炼时我们超然于外人 苏老师啊 我刚刚收到家长举报 那个 刘所长吞吞吐吐的 苏子爷白了林雨一眼 所长 我跟我丈夫回家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明天开始我就不去托儿所了 那你有空过来结一下工资吧 刘所长见苏子爷自己放弃 暗暗松了口气 我也知道啊 其实你没什么错 人言这东西 你知道的吧 所长 我明白的 谢谢这几天来你的照顾 苏子爷挂了电话 再次瞪了林雨一眼 我一向要强 从来就没遇到这种待遇 你说吧 怎么弥补我 恐怕我暂时弥补不了 林雨拉着妻子的手 回家 我就是来跟你请假的 这就不是出个国那么简单了吧 更远吧 苏子爷一下就猜到林雨 如此郑重其事的原因 以往林雨出去几天 十天半月 她抬脚就走 该回来的时候 她就已经在家了 此去几天 或是几月 也可能是几年 林雨点念头 那姨妈和堂弟已经来了 你不给她治病了 苏子爷要掏出手机 给林雨看 你可是答应给她看病的 叫宝兰跟春苗去给姨妈治病 堂弟的工作 叫周笑语看着办法吧 不用特意照顾 我出门是请 林雨等 你跟孩子 是我放心不下的 林一个人不可能分身保护你们三个人 遇到林姐有不了的事情 你叫小天通知我 你倒是安排得明白 回到家里 苏子爷朝外印奴嘴 那那个姓张的就住对面 他晚上还用望远镜偷窥这里呢 林雨散开身时 就看到张志和在不远处的一栋楼上 拿望远镜正满脸怨气地望着这边 这个小子就这点出息 难不成你还希望他做点别的 苏子爷伸手在林雨腰间软肉上凝了一把 我要再换一个小区 我已经掌握了异形的法术 小搬家也是他版 不是开酒楼的吗 林雨捏了几个手绝 抬手指向张志和所在的地方 几道不引人注意的黑气 朝那个方向汇聚了过去 张志和打完举报电话 就等着苏子爷去求他撤销举报 没想到刘所长告诉他 苏子爷自动辞职了 算盘打错 他正在盘算着新主意 几道黑色 从望远镜进入张志和的眼睛 张志和的眼前一片模糊 他揉揉眼睛 远处的景物 处于模糊之中 爸爸 你来给我讲故事 张志和的儿子张言 拿着故事书跑过来 张志和一看故事书 顿时皱起了眉头 你这什么故事书啊 这怎么全是鬼故事 他看到的人脸 全部都是扭曲的恶鬼模样 张言一听就哭了起来 我的喜羊羊不是鬼 这不明明就是鬼吗 张志和一伸手 就把故事书扔了 张志和的妻子 系着围裙 从厨房里出来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看看你跟孩子买的什么书 不像话 张志和也不去哄孩子 他拿些望远性 看向对面楼里的苏子叶 镜头里还是一片模糊 张志和的妻子 捡起故事书看了一眼 看到的是儿子喜欢的喜羊羊 神经病 以后不用管这种人了 我在你们身上 下了一个反噬的术法 只要对方胸围不超过我 只要他们心思不正 即可被反噬 也就是吓唬他们一下 没有什么影响 您一双手结印 下了几个术法 在自己妻儿的身上 爸爸 这术法太温柔了 林天在一边气鼓鼓地道 起码要他做几个噩梦吧 我要力气那么重 林玉摸摸林天的脑袋 不要忘记了 以人为本 爸爸 我不会胡来的 最多就是小成一戒 小天上前抱着林玉的小腿 您放心 我跟姐姐都是你的孩子 做事情有自己的底线 林玉新奇地看着自己儿子 你才几个月大 就有自己的底线了 那是当然了 我顶成父亲的意志 林天傲然地道 父亲的意志 就是我的底线 我的意志 林玉威仲 他有什么意志 他也不是 什么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人 他抬手摸着林天的脑袋 连你妈妈 跟你姐姐都没领会我的意志 就只有你知道了 妈妈跟姐姐 自然也能领会啊 他们跟我不一样 我早会于母胎之中 得父亲意志 与鸿蒙未开制之时 父亲的意志 一直洗涤着我 林天上前 意味着林玉的怀里 我能传讯于爸爸 爸爸也能召唤我 你儿子最近说话 神神叨叨的 我这个大学生 有时候都听不懂了 苏子爷上前 把窗帘拉上 他不想再被张执和窥视 那种感觉很不舒服 就是你们解决不了的危险 小天可以用血脉传讯 向我求救 林玉歉意地望着苏子爷 抱歉 我又不在家陪你们了 林瑶正在跟几个 刚认识的同学 一起穿过学校后门 进入小区 她的小脸上满是傲然 我爸爸就是 江陵人民医院的医生 他可帅了 林玉的视线 瞄着一个方向 目光骤然冰冷 我的家人就这么吃香 一个小男生 一脸羞懒地上前 给林瑶塞了一张纸条 林瑶同学 你学习这么好 以后我们可以一起 写作业吗 苏子爷抬手拍了一下林玉 瞧 凶错了吧 什么呀 我家这白菜还没长成呢 这么小就猪来拱 我能不生气 林玉干咳一声 爸学得久 小云才十岁 你想得太远了 苏子爷推着林玉的肩膀 一脸称怪 你赶紧去办你的事情 早去早回 你是不是认识这小男孩 你都认识 就不许我看看 我可是一家之主 你这么赶我出门 林玉被妻子推出门 就看到林瑶跟几个孩子 说出笑笑地走过来 爸爸 下学期 我能不能跳级到高中啊 红小孩太累了 林瑶一脸就看到林玉 传言给他诉苦 好好珍惜你的同学们 在学校的记忆 是你离开之后 再也不会拥有的 不要用小白 吓唬你的同学 林玉嘱咐完林瑶 朝阵在门口的苏子爷 笑了笑 抬脚头也不回地走了 四号跟郭帆在机场接到林玉 四号问他 沙行 你去训练厂 只需要1904的你去 唯我带 那群小子可不是好相处的 师傅 叫四号带你过去 想得正式一点 郭帆比林玉加入林要早很久 他知道林那些食材傲物 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小子们 都是什么德行 林玉目光淡然 如果连这些人都信服不了 我这个特聘教练 干脆辞职好了 你确定不要我带你去吗 四号有点不放心 其实 他不是不放心林玉 搞不定那些小子 而是怕那些小子激怒林玉 被林玉把他们团灭了 林玉微微摇头 行看在 他们都是为林出生入死的份上 千万守下留情啊 四号的声音里带着祈求 万一那些小子不张眼 希望林玉能高抬贵手 多留下几个 林玉似笑非笑地看过去 我是特聘教练 师傅 我带您过去 郭帆赶紧把四号挡在身后 他恭敬地闹 人员都已经集合好了 这次是在帝都训练场 下次把训练场改到江陵 小教练 林玉目不歇视 四号看着林玉的背影 只能哭笑 傻星啊 三号他们还想见见你 他把林玉的实力 汇报给本部之后 三号跟其他老人 也想见见林玉 他早就想过 林玉会不给面子 没想到林玉真的不给面子 师傅 三号啊 那那可是三号 您不想见见吗 郭帆听到三号要见林玉 比林玉还要兴奋 那可是林里的传奇任务啊 不想见 四号找来说服我 叫我不要去战场 林玉对领导不感兴趣 将来我们从战场上活着归来 也将是林的传奇 郭帆的眼眸发亮 我也算是去过战场 活着回来的 也是传奇了 你去个战场 给我说说 林玉对战场非常的感兴趣 就是四号说的那个 被团灭的战场 提到那个被团灭的战场 郭帆发亮的眼睛 一下就黯然了下来 几百位守卫全部隐命在那里 连尸骨都找不到 那里都是火山跟火焰裂骨 守卫不是就会被火焰吞噬 那里是魔祖跟一星人常常出没之地 时不时还有火焰暴风 本来生存在那里就是非常的艰难啊 那就需要火焰的防具 灵没有提供吗 林玉听完眉头微宁 灵号团里人多半都是凡人 有些是世俗所说的异能者 但是本质上仍是凡人 提供了 也只能是基础防御 那里太过恶劣 四号还希望我能劝劝师父您 郭帆拿出手机 放出一张照片给林玉看 从远处看那战场就是这样的 这不是岩石星球吗 白昼2600摄氏度 夜晚150度的地方 入木就是红彤彤的一片 林玉即便是没去过实地 也一眼看出这是哪里 夜晚150摄氏度的地表温度 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凡人能生存的地方 对啊 就是平时生存都是在岩浆里穿行啊 一不小心连灰烬都没有了 郭帆的拳头捏得咔咔作响 魔族有些岩浆生物 专门在白天出来偷袭 可恶 太可恶了 那里 哪里是凡人能去的地方 这是抉择性错误 林玉的魔光收敛 需要专修火系功法的宗门 我都还没见过专修炼 异种功法的宗门 他收服的阴雷宗 都不是以雷系功法为主的宗门 还有一个天雷宗 他还没有接触过 灵的训练机历里面 一片空地上作者 所有没出任务的灵团成员 听说特聘了一位教练 所有的人都为之好奇 有的人一脸期待 希望能学习一点东西 有的人则是一脸茫然 还有什么人能教我们 我们哪一个不识深经买战呢 有人不服气 特聘教练有什么了不起啊 行什么像我们这么多人等他一个 能进入林浩团的人 都是人类的翘楚 不是一般人 长期的任务生活和战斗 叫很多人已经耐心全武 力气十足 不服 不甘的情绪 在人群里从一个人逐渐扩散开 终于有人忍不住了 高声朝一边的小楼里喊道 五号 那个教练还来不来啊 如果不来 不要耽误我们 我们有的人 还要去做去战场的准备 这一去肯定都不会回来 临死训练 没必要了吧 对啊 只要我们在战场上 有我们不怂 根本没教练的什么事情 林浩到的时候 听到的就是各种不耐 郭帆都快听不下去了 教练 我先上去震助你小子 他们都是满嘴跑火车惯了 立即跟负面情绪需要发现 随他们去吧 林浩背着手 神识将所有的人笼罩在其中 他也看到了小楼里的五号 朝五号微微地摇摇头 五号豁然心惊 他刚刚看到林浩到了 想去把他介绍给团员们 没有想到林浩居然跟他对视 对视就算了 还一眼看穿了他的想法 而就在此时 五号的心理作斗争 要不要下楼的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 给他打电话的是四号 三号说 我要干上 郭帆走过去 林浩跟在他身边 没有几个人注意他们 人群里的气氛 逐渐变得激烈 傻星 他们好像有点激动 1904郭帆的代号拳皇 是零号团里 为数不多的天级修武者 如果他出生 这里一多半修武者 都会被他镇住 可是林浩不许他轻举妄动 只是有一点而已 林浩用神识扫过去 一千多人 只有不到五分之二的人 开始暴躁 五分之一的人 只是露出不耐烦 剩下五分之二 还是很淡定的 这里面的人 你认识的谁比较有声望 郭帆地头摸了摸鼻尖 我 林浩嗚了一声 这一声嗚 令郭帆不由心底毛毛的 他压低声音说道 1771大墨 就是脾气最暴躁那个 我一出生 他就不会出生了 973都王 1890连影 他们都是异能者超天级 都是我的手下白将 还有几个闹腾得厉害的 跟我去过战场 1904 你这个废物 也敢出前皇 林浩一掌 把毫无防备的郭帆 打进了最热闹的人群 郭帆大字形地 掉在人群的中间 人群里一片寂静 寂而勤情狂躁 一个郭帆 像是一滴水 被扔进了沸腾的油锅 谁不知道 1904 论实力在零号团秀屋者里 瞧出一般的存在 否则4号岂会带着他 去检验林浩的实力 论战友情 一起去过艰难困固的 域外战场 又活着回来的人 谁不服气郭帆 谁不珍惜 这真正的生死之交啊 其实 郭帆就只是被林浩丢过去 摔的样子有点丑 不疼不痒 但是 接下来的反应 令他没有想到 躁动得人群怒了 本来 用来等人的时间 可能是可以救命的时机 却被用来等一个 不知道是原是贬的特聘教练 他们的队友 被人骂走废物还不算 还被人打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有人一眼看到林浩 是大大的1904 我看到了 没人去想 林浩怎么打得了1904全黄 一时间 之前的纷争和吵嘴 逗骂都没有了 几乎受的攻击 都扔向了林浩 赶打1904 我们的战友 不可被侏辱 他妈的是谁啊 活腻歪了 一个冲向林浩的修武者 双拳舞的是 虎虎生风 想我好好教育你一下 战友是 虎将将副后背的 不是能被你偷袭的 这种攻击 根本禁不了林浩的身体 他抬手一派修武者的脑门 去 神奇运行经外有误 滚一边 练练再来 先是被打飞了1904 现在又是1678被打飞 有人狂叫一声 你打我们的战友 我跟你拼了 要拼也笑牛本事 俗血阴干精 有一致 林浩一场打飞来人 他的目光无波 扫失众人的眼神 似是惊灭 又似是怜悯 就这点水平 郭文此时在人群之外 看到这一幕 急得挠墙 哎呀 你们淡定 淡定啊 现在谁又能听得进去 他说的话呢 林浩一个人 转眼之间就横扫了一片 本来密密杂杂的人 冲到他的面前 现在他的身边有了留白 就这 上战场去送死 这就是你们的水平吗 一群人电梧的衣服也碰不到 五号站在小楼的窗前 已经一脸的呆滞 我到底捡回来一个什么大宝贝呀 四号来到他身后 飞船 需要家座位了 林浩要去最艰苦卓绝的战场 谁都去劝他 可惜林浩是他们劝不动的 那地方可是实死无生之地 去那里的战士就从来没有能返回来的 要不 你想办法再劝劝 五号盯着窗外的情景 用力地咽了口口水 一千多人 在2002号煞星面前 像是在跟他玩游戏似的 你只需要一巴掌 一指头 就能叫那些面对入侵之敌 凶悍无比的战士们 差遇而归 没被打的 并着一枪怒火 前伏后继地往前冲 被打的人 一个个都呆愣在原地 这是什么情况 不是挑衅吗 怎么是指点呢 宛若醍醐灌顶一般的指点 除了震惊和惊骇之外 几乎所有的人都呆愣地看着 在一千多人中 仿若是散步一般的林 每个人的脑袋里 都只有一个疑问 他到底是谁 各种艺能符咒 扔到他的身上 就像是毫无作用的羽毛 根本碰不到他 就化作了微臣 大力士在这人面前 像是个面团似的 一巴掌扇飞 修舞者的高手 在此人面前一巴掌扇飞 修道者持着法宝冲来 仍是一巴掌扇飞 当真连一个人 碰到他一脚的都没有 哎呀 你觉得 一个朝天级 是你我能劝的 四号苦笑 就在刚刚 三号 二号 都传来了意见 仍是四个字 不要干涉 煞星这么强 如何干涉 有人喝道 不振 我就不信 我们连他的身都进不了 此时 已经不是简单的挑衅和守护了 而是每个人都想起了黎音的话 这么弱 能出现在这里的人 怎么可能甘心被人说弱 用全力攻击 不要给我挠痒痒 交904 你不是说你很强吗 叫我来看看 你这个废物强在哪里 叫我看看你们这些 与废物为伍的人 有什么资格说强 黎音的声音 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明晃晃 赤裸裸的轻蔑 无限 传达给了每一个人 过犯最是苦不堪言了 你这不是明白的吗 我的战友 是连我这个废物都不如吗 你骂我一个就可以了 可是他们 1904的拳皇都是废物 比不过他的人 就不是废物 不服气 就用实力来说话 黎音环是四周 废物 都是废物 有本事拿出实力来揍我 不然你们只能被我揍 我的手可痒了 说着黎音环就抬起了手掌 刚刚他用一掌 打飞了一个又一个的人 一起上 揍他 揍完了再问他服不服 郭帆此时 哪里不知道黎音环的意思 他被黎音 扔进人群里的时候 就隐隐猜测到 黎音环的想法 只不过之前 没太肯定 后来看到黎音环 没打飞一个人 都会点评一句 经历过拜师之后 他知道这是师父在传法 被一个陌生人 打了自己的战友 跟自己的脸 几乎所有的人 情绪都被调动了起来 他们什么时候 被人当着面 指着鼻子骂是废物 现在就已经发生了 骂他们废物的人 游刃有余地 走在人群里 蔑视着他周遭所有的人 废物 只会瞪眼睛吗 郭帆第一个冲上前 他不是之前那种 趁乱的毫无章法的招式 而是郑重无比的 上前先是一抱手 1904全皇 请辞教 旁边的1767怒道 你现在是什么离啊 上 能进这里的 肯定不是敌人 就是看不起我们 我们又不是野蛮人 我们要做他 不是叫他知道我们的厉害吗 郭帆跟1767的关系也不错 只是这时候 他不能破坏林玉的计划 只能义正言辞地当 1767 你小心 他刚刚一眼就看到了你的作点 郭帆当着林玉的面 寒沙摄影地提醒了1767 他能做的只能是这样了 1767也是一位武神 年纪精心成就武神 这一点就足以令他自傲 而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灵 他有傲气又傲骨 被人如此挑衅 挑起了他不服输的个性 但他不是鲁莽之人 听到1904说的有礼 一抱手 1767借心 你掌为敬 行辞教 玄黄 借心 你们两个既然送上门 我就从你们开始去奏起 林玉没有还礼 冷傲地望着掀上来的两个人 2002煞星 影战 一个人打了一群人的 居然是自己的同伴 被同伴不服 被同伴挑衅 周遭所有不服气的情绪 被调动到最大 都是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 谁也不见得比谁高贵 1904 1676 他也是个电影无大 你们两个务必要取得开门红 行什么 他就能这么嚣张 2002 这是最新的一个数字吗 就没人认识他吗 自然是有人认识 江陵分部的人被单独留在小楼的一个房间里 5号不允许他们给其他人通风报信 虽然是有认识我的 你们能在这里 也不算没有资格知道我的身份 只不过你们太过垃圾 不揍你们一顿 我都不想说出我是谁 淋雨走向1904 与1676 你们先做送死的废物 就没必要知道我是谁 此时此刻 我就是你们的敌人 面对敌人 不屑 不鸟你们的敌人 面是你们的敌人 你们就派出这两个四肢发达的小子 这两个一巴掌就够了 有几个一脸挠怒的人跳了出来 淋雨慢调思理地说道 结合你的所学 加上我刚刚告子你们的话 想好了再动手 动手的时候 要是带着脑子的 谁不带脑子 我就打脸 一掌为成 一掌为进 两掌之后 我给你们五秒逃跑的时间 被抓回来的 惩罚加倍 打脸 都是一群成年人了 当众打脸是什么情景 1676被被愣了一下 刚刚2002给他说了什么 1904回想了一下 淋雨之前传法 俱练他武道和功法 猛的一拳击出 膀膊距离 捡起满是尘土的碎石 像是一只怒吼的恶狼 怒吼一声 撕咬冲向淋雨 这一手 戴得威石 令四周的人眼珠一拧 修武者以真气凝行 但是从来没见过 可以借助外物将真气俱行 这只恶狼 不再是单纯的真气 而是有了土和碎石 所形成的身躯 1904的拳 似乎跟过去不一样了 2002刚才说了什么 游人是在傲物 根本没有细想 便从一边偷袭向淋雨 你没说不可以偷袭 淋雨微微焊手 我是没说不可以偷袭 但是 我又向你们动手之前先思考 每带脑子的下场是 打脸 一掌是惩 一掌是借 当时淋雨说这句话的时候 无人放在心里 现在他们无法不放在心里 那个偷袭的家伙 被淋雨正反两个耳光抽飞了 给你五秒逃跑的时间 五 四 淋雨朝那个人的方向走去 被打了两耳光的人 翘起来就跑 卧槽 二零零二 你来真的 三 淋雨的暴数语速很缓慢 下一秒 他出现在那个逃跑的身影身后 二 一 淋雨抬脚 轻松一脚 一个人以凭沙球 眼屁股朝天的姿势 飞出去十几米 再来的时候 带着脑子来 我刚刚跟你们说了什么 想跑 就看看有没有那个本事从我面前逃跑 逃跑的时间只有五个数 一零零零 你这姿势还挺酷的 郭帆还在欣赏自己的土狼 冷布房淋雨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淋雨道 既然你羡慕他的姿势酷 你跟他去作伴吧 事成而不发 如果这是真正的战斗 我是不是该给你发个镜子 叫你自己没死 不 郭帆只来得及说一个步子 就被淋雨一巴掌扇飞 跟屁股朝天的家伙丢在一起 淋雨道 你弄了一半的脑子 逞 足矣 这种鬼魅一般的速度 谁敢不长眼上前去找打 第一个被踹飞的家伙揉着脸 两心灵儿 你这样会把大家激怒的 我们一千多人 对付你一个 就是车轮阵 你也受不了 哼 这是威胁吗 淋雨环视四周 目光在几个最不服气的人 脸上溜脸 给你们二十秒思考 我给你们每个人说过来一句话 接下来 没有人主动出手 我就无差别攻击 郭帆不是对手 1767不是对手 逃又逃不过 一起上 一群人从四面八方 一起对付淋雨 群起而攻之 有的人只是倒飞了出去 有的人在听到啪啪两声嘴响 脸上多出了两颗巴掌印 如此反复 力气没有了 有些在淋雨提醒之下 发现自己有问题的人 再次冲进战圈 只是被淋雨轻轻扔出 巴掌声 在一波波的进攻中 变少了 几乎所有的人 身上的气质 似乎都发生了质的飞跃 看向淋雨的目光 都是惊奇里带着探寻 2002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就是你们这次的特聘教练 新人2002 代号傻星 别开生面的第一课 感觉如何呀 5号看着差不多了 笑咪咪地走了出来 2002是新的不能在新的新人 他可能是教练 也已经被很多人心里有所猜测 但是这别开生面的第一课 每个人都是郁闷的 5号 你看我们一线多人 都被煞相打张了猪头 如果这是第一课 真是太难忘了 林玉道 训练场上如何流人 如何流血流汗 都是为了让你们将来 在艰苦的环境里 先难得斗争里 多一份活命的机会 记住今天的修主 有本事打赢我 在我手里找回场子 当即有人眼睛发亮地 看向林玉 5号苦笑地道 我也不想给你们泼冷水 傻星等级 超天级 新人 2002 超天级 代号傻星 连同过分在内 所有的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这怎么可能挑战对方呢 单单是等级 就是天然的说明书 将领分部的人 跟在5号后面 当初我们还想保护 杀星呢 当时我们的脸上 全情跟你们没有区别 唯一不同的是 5号为了不叫我们 包吐杀星的实力 我们躲过一劫 林玉的眼眸扫过 刚刚过来的几个人 我这种 为你们量身打造的 变态训练法 由郭帆 对你们训练三天 之后训练基地 改在江岭 我在的时候 由我亲自训练 我不在的时候 我会安排 代教练 此时所有人脸上 不再是不邪了 而是向往跟兴奋 谁不想多一分 活命的机会 1676健心 敲敲敲问身边的郭帆 臭小子 你刚刚换理 明理案里提示我 莫不是 你认识这位新人 哎 许好你听话了 不然2002 沙星要打人 我可帮不了你 郭帆抬手 在健身肩膀上拍了一下 沙星跟你 说那句话是什么 我看你的攻击事态 似乎变化很大呀 他说 用剑者 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 我一直没有打着大物 但我只懂了一点点 沙星是叫我 侧重于攻击 你还没说 尽心正要问 黎玉已经跟着5号走了 走之前丢下一句 郭帆 你带我训练大家 你打不过他们 就只能被他们打 总而言之 今天训练结束之前 不许离开场地 黎玉此言一出 几乎所有 脸正在灼痛的人 都看向郭帆 打不过超天级新人 兼特聘教练 打不过他们自己 所熟悉的1904呢 身处这种热情的目光之下 郭帆只感觉到头皮发麻 我 我觉得 我今天要活不下去了 一群人 步伐齐刷刷地 朝郭帆走了一步 傻星啊 你这种训练方法 别的地方也能超去吧 5号看着之前 截然不同的气氛 他想把黎玉这个方法 照搬去别的队伍 你小心你的教练 被反恋 黎玉只说了一句 能像他一样 操纵全局的人 才能使用这个方法 如果随便一个人 想用他的方法装逼 只怕社会分分钟毒打他 5号一致 黎玉这个方法 真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 他顿了顿 说道 领导同意给你安排座位 不过在出发之前 你要跟我领取装备 那十几个老爷子 说他们不要装备 等会儿你劝劝他们 装备 又能耐火 两千六百度的装备 黎玉诧异地看向5号 那怎么可能 嘴到只能耐火一千度 天亮之前 必须离开地面 夜晚降临在落地 还不能被岩浆怪物缠住 5号带着黎玉来到装备部 非常可以耐火一千多度 衣服只能在几百度 可计只能如此了 那个战场环境非常的恶劣 黎玉知道5号还是想劝说他 你先带我去看看装备 5号带黎玉去的方向 就是设备部 他拿出一套防火战甲 递给黎玉 就是这个了 用了轻便的耐火材料 一千十四度以下 是没问题的 黎玉看着那套战甲 无语地等 估计是你老头 看不上这战甲吧 仓库里有没有防火材料 根火系材料叫我看看 目前的科技的确如此 团里也是有炼气师的 所炼出来的东西 效果也不如这个 5号指着旁边的几件盔枪 哪里有炼气师 炼制的成品 黎玉扫了一眼 发现那几个 所谓的炼制成品 的确不如手里的 高科技产品 5号 带我看看材料 跟我来吧 5号从身上拿出一张卡 你是超天级 有很多特权的 材料也有优先选项 你认识会炼气的人 如果有 也很难炼制出 能在烟石星球使用的东西啊 也不知道 那些岩浆生物 为什么能在岩浆里面生活 一直没抓到一个活体 地表至少 两千多度的岩浆生物 即便是有人抓住了 你确定 在地球上有地方 能禁锢这些东西 林玉反问 两千多度 万物都要画灰吧 如果是尸体 还能考虑一下 我就是说说 你说的是一个问题 我也是说吧 哎 5号打开了材料库 带着林玉走进去 像是岩石星球 这样的战场 其实还有几处呢 但只有岩石星球 这一处战场 是最惑劣的 我们有多少战士 牺牲在那里 那每一个人 都是人中龙凤啊 太可惜了 林玉的目光 在材料库的架子上 找着材料 等我找到 何时材料 我来试试 总拿人命来填 他们也是 人生父母养的 血肉之气 哎 没办法呀 但凡有一点办法 谁愿意填人命呢 5号的眼圈有点红 我们太老了 年轻人太弱 不是 这也不是简单的实力问题 我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 所以 希望你跟那老几位 好好考虑一下 不用像我们的 那种环境下 别人活不下来 但我们未必 林玉专心地挑选材料 他跟十四个苦修者 都是岛权七重以上的修士 他们若是在那种环境下 活不下来 别人更没有可能 灵团的防火甲 最高只能防护 一千多度的高温 这高温 最多只能靠近 岩石星球表面 进行探查 也仅仅只是靠近而挤 白天离开地面 夜晚留在地表 是以目前的装备 做的最好的判断 魔术的岩浆生物 是什么东西 他们居然能生活在 沸腾的岩浆之中 林玉一边看材料 一边问冥蝶 你知道这种东西吗 岩膜 特殊膜组 他们的身体 由岩浆和岩浆里的 石头组成 也可以是一种精灵 冥蝶说道 他们不会离开岩浆太久 会实话 原来如此 岩膜并非不能灭 只是方法的问题 林玉一下子就想到了 灭了岩膜的办法 随后苦笑 这办法对于他 跟那十几个老头子来说 很简单 但是对其他人来说 却不是善递 五号 搜的材料都在这里 有没有稀罕一点 林玉扫过材料库 这材料库有些地方 隔绝神石 我还要见灵团的练剂师 服务师 阵法师之类的 五号在身上的钥匙里 找了一圈 走向一扇隐蔽的门 西圈的材料 有倒是有 但是没有人会用 团里的练剂师 也利用不起来 打开门之后 他发信息 把林玉的诉求 告诉了四号跟三号 就在这里 你自己挑吧 林玉站在门口 之前库房里的东西 比外面的一间好多了 外面是常用材料 这里面材料是稀罕 但是几乎没人能用 如果你能用上 随意拿去 五号看得眼 手机上收到的回复信息 三号跟四号 对林玉的要求一口答应 他站在门口 没有跟在林玉身后 在林玉总部 还有一个密库 如果这里 没有你想要的材料 我带你去那边找 密库就算了 我找到了要用的东西 林玉在库房里 看到一块海底密银 这是海底密银 一般是用雨练剂师的辅料 也可以用作 刻画在气胚上的符纹 震纹等等 可以提升练剂的品质 这东西不算罕见 怎么没有练剂师 把这用在防火夹底 有练剂师试过 但是失败了 五号看着那一大块海底密银 露出了望之兴态的神色 防火夹里 有加入少量的密银 但是效果不佳 我还要这几样 林玉扫过整间材料库 除了海底密银之外 他找到一块品质不成的火精石 一块含铁 就这三样 尽量能把防火夹提升一个品质 我要见的人 什么时候到 人很快就到 五号听到林玉的话 欣喜若狂 能提升防火夹的品质 能提到什么程度 至少比你给我的强吧 你那最多是量产的工业产品 林玉倒也不是嫌弃 五号拿出来的防火夹 他知道现代的工业科技 能抵御一千度以内的高温 已经是高科技的前沿了 但是这种量产的防火夹 只能保证 在岩石星球的守卫人员 在地表温度升到一千度以前 即使离开地面 唉 我们也想拿出更好的东西 可惜呀 五号无奈苦笑 如果能拿出更好的东西 他不想吗 就是研制出来的飞船 也只能抵御一千多度的高温 根本不可能在两千六百多度的 岩石星球的地表停留 人到了吗 林玉拿出一个储物袋 把挑衅的东西收在里面 到了 听说有可能升级防火夹 团里所有炼气师都来了 还有你说的俘虏师 阵法师 五号说完 反应过来 林玉一直没有明确地回答他的问题 通过炼器炼制的防火夹 品质还没有科技产品的品质好 先出去再说 在林玉要离开材料库时 他的视线被东西吸引了 当即移了一声 那里是一块骨头 看到林玉朝那块骨头走去 五号也看了一眼说道 石前恐龙的骨头化石 化石展厅里面多的是 这些跟某些材料一起发现的 不知道具体属于哪个恐龙 只此一块 这一块我拿走了 我有用 林玉也没认出 这骨头是什么生物的骨骸 是他脑袋里的小龙神魂 传来了一事 小龙告诉他 这是一块龙族前卫的骨头 虽然只此一块 其中蕴含的龙族本源 比林玉之前收走的几具龙尸的本源 加起来都多 这种散落的 心不起来的化石多的是 你喜欢的花 回头带你去拿 五号等林玉出了仓库 跟在他后面把门锁好 能告诉我 这是什么骨头吗 我告诉你了 你就不会给我随便拿了吧 林玉听出 五号的话里的试探意味 他说出的那句话 果然在五号的脸上 看出了不自在的神情 五号老脸一阵尴尬 哪能啊 说给你就给你了 放着 最后也就是拿去展览 你说有用 肯定比展览的用途大 如果能挤起这些骨头 或可能召唤神龙 林玉说道 五号的脸彻底抽出起来 如果真有那一天 沙星记得喊我看看 怎么召唤他 沙星以为 这是极其七龙珠啊 神龙都只是传说里面的神兽 怎么可能 零号团里的炼器师 阵法师 符禄师 齐聚在一间大厅里 难道是团里 找到了炼器宗师 各宗们 把自家炼器大师 都藏得很严密 怎么可能随便找到 炼器宗师呢 或许 是找了好几位宗师呢 阵法师 以为会看到阵法宗师 符禄师以为是团里 找到了符禄宗师 炼器师们的想法 也八九不离十 一群人纷纷猜测 将要出现的人 当看到五号 直领了一个年轻人进来 他们都着急地站起来 七嘴八舌地问道 五号 到底是谁要见我们的 把我们拉到这里 半天都没见来人 五号 我们可是很忙的 人这不是来了吗 五号抬手 只是围上来的人 我身边的这位 就是要见你们的人 五号身边的人 太年轻了 有没有二十岁 会是他们以为的宗师 以为阵法大师道 领导啊 这孩子这么小 他开始学习了吗 如果是要我们指点 可以私下里说吗 其余的人也引有不耐之错 林玉宗厨代理拿出海底密银 火精石 含铁 有练习时看到林玉的动作 吃笑一声 这才有东西能干什么 五号 给我两件防火甲 你一把材料放在手边 看着被五号召集来的一众人等 微微地皱眉 他此时也知道了林玉团里 为什么炼制不出足够的防火甲 回头他亲自去陆海港的修道界 抓人过来 大家稍安勿躁 来都来了 等一会儿就等不得 五号取了两件防火甲 放在林玉身边 他出声道 今天叫你们过来 是来研究一下 防火甲有没有提升的空间 这一句话 叫所有人都面面相聚 现在林号团里的防火甲 受制于工业和科技的限制 根本没有再提升的空间了 更不可能以修道界的 练器手法将之提升 小伙子 你不要费劲了 我们大致猜到你要做什么 那是徒劳 林玉具灵器凝食为刃 从海底蜜银和含铁质上 切下薄薄的小片 随后一把将火星石排成粉末 三种材料被它混在一起 用灵器包裹在外 直接催灵器为火 天地为炉 当众将这三种材料 融化为液体 单单是这一手 所有的人目瞪口呆 啊 它是炼器大师 碎链 提唇 三种材料混合之后 成为银色的液体 这液体隐隐泛着奇异的火光 自然散出令人心悸的热量 四周目瞪口呆的人 不只是被林玉这手 割空提唇材料的手段震惊 也被林玉的提唇的结果震惊 常年浸在海底的神异金属蜜银 生在极冷之地 中年被冰寒洗伐的寒铁 明显在这火属性的火晶石 属性相各的材料 被林玉提唇到了一起 这还没完 林玉抬手一拍地面 那两件工业防火甲 同样悬浮在他面前 他两只手启动 把手里之前提成的液体 一翻为二 同时以灵气为比 他是在成品防火甲上 刻画阵文和 浮露 他是阵法师 他这种控制力 至少是阵法大师 他还是浮露大师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 刚刚他们有多险进林玉的年轻 现在就有多么震惊 一个年轻的炼气大师 阵法大师 浮露大师 活生生地坐在他们的面前 几乎所有的人都大气不敢出 大家都知道 刻画阵法与浮露 需要极高的专注力 他们深怕打扰林玉 同时心里又在质疑 成品防火甲 真的可以作为弃胚吗 这三合一大师 会成功将成品防火甲的品质 提升等级吗 随着林玉 画的一笔笔线条 出现在防火甲之上 乌黑的防火甲 渐渐呈现出一丝丝的荧光 如果有人仔细看 这每一丝的荧光里 都似乎有火苗闪动 无数阵纹刻画完成 在防火甲的几个留白位置 林玉刻画下古着朴实的浮露 阵纹成 阵法成 浮露成 两件乌黑的防火甲 似乎是经历了什么蜕变 出的变成了火红色 这是成吗 一个炼气师没忍住 震惊地叫了出来 随着林玉双手齐齐结束动作 在场的人无一不感受到了 天地之间的一丝能量波动 这波动 来自变成火红色的防火甲 五号看呆了 傻星 我想去拿一件去做实验 这是完成的吗 林玉抬手一扶 一件抛给五号 一件抛给那些震惊的人 这是一件经过升级的半长品 最后一步是脆火 又穿上死甲的人 进入炎世星球 以人为气 完成最后一步 两千度应该是没问题 受防火甲的材料限制 恐怕它的阵法俘虏造语再高 也没办法进行更高的提升 如果注意学会了 大致可以把耐火程度提升到两千度左右 可以在炎世星球 地表温度达到最高温度之前 给战士们争取一点生机 等我们去了炎世星球 你们可以用我刚刚的方法 在真正的法宝齐配上进行 效果肯定更好 林玉拿出数道空白玉符 把刚刚的阵纹和符路刻录在其中 随手抛给一群 再摸索红色防火甲的阵 耐火能力提升一倍 毫不藏私地将刚刚的手法 阵法 符路 直接刻录出来传授给他们 所有的人拿着玉符的 没拿玉符的 起起起身向林玉行礼 多谢大师 不令赐教 谢大师高益 我等公主大师安然回归 再无半点轻视 再无一丝一毫的轻慢 大家都以为林玉这是去战场之前的最后一赠 多年来 岩石星球就是一个绝地 多少人都是有气无悔 多年来 又是无数人的前夫后继 此时 无人劝林玉三思 深重考虑 只有他为人族之大义 好然天地间 五号取离剑去做实验 不经过实验 就确定能耐火两千度 他的心里是抱有怀疑的 好 现在大家赚进职业学习 第一剑先感知出一千零一十六剑 三日内要确保这批出发的人 人手一剑 所有人都响亮地答应 是 离开之前 所有的人朝林玉恭敬行礼之后 才匆匆离去 在实验基底 用一处两千多度的高温炉 一个饲养员抱着一头小猪 帮五号把红色防火甲 偷在小猪的身上 用不到两千度 我们连烤猪都吃不到 直接两千度 快点吧 五号把套好衣服的小猪 交给一面的实验人员 在他们身后的观察窗里 有几个人同样紧张地 看着实验人员将小猪放进了高温炉 一个沟楼几乎直不起腰的导人问四号 咱们是不是没有到玄机以上的炼器师 针法师 俘虏师 四号面色沉重地点点头 靠近了炼器师 针法师 俘虏师 本就难寻 2002 他还可能是高级的炼灯师 我希望团里 聪明把他劝住 道玄机呀 你以为能到这境界的人 是一般人能劝的 勾楼生气的老人悠悠叹息一声 看看实验如何吧 寺院员撑了出鼻子 有烤猪的味道吗 这次没有 毕竟是2000多 实验人员拍了一下他肩膀 猪是最佳的实验材料 你养的猪不错 时间差不多了吧 快拿出来看看 高温炉里面的情况在外面看不到 5号随着实验员把实验物取出来 他都做好了收获一堆灰烬的想法 实验员把高温炉打开 火红的火焰里 一只穿着防火甲的小猪 伸着舌头呼呼直喘气 没死 这可是2000度啊 成了 实验员不可思议地望着高温炉的小猪 目瞪口呆道 猪没事 它只是渴坏了 这怎么可能呢 他揉入眼睛 仍是不可思议地望着火焰中的小猪 这一幕 另一边等着看实验结果的人 全部惊喜交加 2000度之下 能有火口了 在岩石星球上 一天之内地表最高温度 是2600摄氏度 这是一个逐步升温的过程 在达到地表最高温度之前 身穿防火甲的战士 有机会逃离地面 原本的防火甲 在地表八九百度的时候 就必须撤离 如果在地表温度升温过程中 还在战斗的人 完全没有生还机率 现在 升级版的防火甲 给在地表的人 争取到了逃生的时间 高楼的老人 惊喜地望着那在炉里的小猪 2002说的话 你完完全全 给我学一遍 四号说到 在做成这两件成品的时候 2002说 因为是工业品的限制 加上他的手段 只能达到耐火度2000路的效果 等他去了战场之后 叫人念制法宝盔甲之后 再用他的手段 他如此之坚定 谁能劝他 高楼老人苦笑 还是想办法 找高等级的炼器师 阵法师 阵法师 俘虏师 出来 装备 也可是给我们的战士 多一丝生机呀 四号也是一脸为难之色 他更想把铃鱼留下 可铃鱼一心说要去战场 还是最艰苦捉绝 死亡率百分之百的 A0974号 还是三天内 完成一圈多件升级版的防火甲 比较实际 五号拿来的时候 我看过一眼 比之前轻便多了 战士船在身上 也不会影响行动 三天之后 一艘飞船停在空地上 一千人已经排好队 正在有序地上船 当十四个仓老不比的老人 出现在船舱里 一千多双眼睛看向了他们 最后是淋雨 每一个座位上 都放着一件崭新的 火红防火甲 飞船上的广播及时响起 请乘机人员 将座位上的盔甲穿上 并尽快适应 飞船即将出发 出此出征人员 连同一名驾驶员 一共一千零一十六名 淋雨穿上了防火甲 那十几个苦修者 穿好防火甲 盘腿坐在他的面前 枯木诧异地道 你怎么也去预外战场啊 你难道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那十五人 与那一千的士兵 气质截战不同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看去 从来就没听说 飞船上面会加坐的 一次还加了十五个 这都是活逆位了 所有人对着加坐的十五个人 非常好奇 没人出声询问 因为他们都知道 要去的是什么地方 只有淋雨 跟十四个苦修者的声音 最突兀 好奇 淋雨只说了两个字 她想去探查魔族 怎么通过岩石星球 往地球送魔种 她可不信 她偶然间关闭的几个魔族通道 就是魔族与地球所有的通道 如果你想返回 现在还有机会送你 一个苦修者看向淋雨 满眼都是掩饰不住的心疼和喜爱 其余的苦修者也看向淋雨 一个中年人出声道 我是霍景中队长 是谁死的战斗指挥 你们十五人跟我们同诚 却不在我们编制之中 一旦战斗开始 你们怎么安排 是你们十五人一个小队呢 还是跟我们混绵在一起 战斗之时 跟你们混绵在一起 其余的时间 我们不可能不跟你们一起 淋雨看向这个霍艇 这中年人是个半无神 不用顾虑 霍艇周美打量向淋雨 淋雨实在是太年轻了 这位老爷子说的话 我也听到了 如果你后悔 现在还来得及 我们还没脱离大基层 我可以做主 罚你一个飞行器 叫你返回地球 淋雨本来以为 去域外战场的人 也会有零的成员 这一眼看去 他没看到一个零的成员 甚至看到了绝大部分 都是普通人 他叹了一口气 有几天路程 估计你们也没睡觉 不如听我说几句 你想跟我们讲故事吗 霍艇身边一个像是副队长的年轻人 好笑地看着淋雨 前方就是百分之百 绝无归途的战场 谁又心情听故事 我不会讲故事 淋雨沟通 林天河 一个魂魄之体 能给凡人 灌注成修士吗 如果真是 仅仅是修士 不在意修为 是可以的 借主 以你职能 你不也是可以 林天河疑惑不解 淋雨的境界 可比他高多了 我突然归烦 这次降得厉害 林雨想也不想得到 约莫一千人 需要一次性灌顶 需要你做 可以 你放我出来就行 林天河一口答应 不会讲故事就算了 估计大家也没心情听 霍艇是以身边的副队长 不要说话 他跟林雨继续说 我之前都没见过你 林雨把林天河放出来 我要讲的不是故事 而是说一说人 以地球学科来说 人是灵长类动物 有智慧 会思考 动作协调 会学习 会成长 人 又被称作万物之灵 这一个灵子 非常有灵性 以前你说的 不是猴子吗 林雨扯的东西 跟战斗 跟未来 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偏偏 他还是一脸认真 有人被他逗笑了 猴子 人的近亲 就是灵长类 这时候给我们讲故事 这是灵性关怀吗 我是想告诉你们 这世上的人 不只是普通人 修武者 还有一种 叫修道者 国外的修士 跟我们东方修道者不同 我就不说了 林雨说道 几乎所有人 都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其中一个人 站起来大声道 没用的话 就不要说了 我们不想听 莫顶看着林雨 没有阻止他 也没阻止 那个教长的人 大家的心里 都很沉重 他总是想说什么 也只能在心里 叹息一声 道 本无问 问 本无应 天下之道 奈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一为体 你们已经念过 体已经有了 二为用 三为造化 上中下为三才 天地人为一道 道生阴阳二气 气生三才 三才生五行 五行生万物 万物中 最灵最贵者 人也 修道 有动而修者 有静而修者 也有动静兼修 林雨说了一段 显显易懂的 修道口诀 在林天河 无声无息 给人灌顶的时候 他用大戏无声 送入众人脑海里 霍顶之前 听得云里雾里 之后的脸色 顿时变了 你居然在这路上 临时传法 林雨 朝霍顶 偷去赞许的目光 口中仍是继续 讲解修道口诀 修道者 跟修者是一样的 都是突破自身之骨 而修道者 要突破的更多 连十四个苦修者 都认真地 听着林雨讲述 十四个苦修者 一千战士 每个人脸色 从毫不在意 变成了认真倾听 被灌顶成功的人 再听林雨的讲道 他们的脸上 变成了震惊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就在这几分钟之内 他们已经产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甚至 他们能感觉到 自己与防火甲 又有丝丝的感应 周围的一切 变得清晰敏锐 甚至是寻常所见的空气里 他们也感觉到了 与过去的不同之处 林雨的声音变得梦幻 幽远 幽远 有脚人无法忽视 万物之灵之中 人之所以灵 贵 在于人的身体特殊性 人体有经脉 穴位 骨 肉 气 血 人能与自身交流 能与四周万物沟通 问道 问心 问人 问自身 问 无应 你们 可有答案 林雨嘴角 洋溢着 当然的 笃定微笑 船法算什么 他赐的是修为 将近一千人的灌顶 谁敢为之 他敢 船舱里 多出一个个 炼气修饰的气息来 枯木 跟几个苦修者 也不禁好奇地 看向那些气息变化之地 凡人的眼睛 看不到没有实体的林天河 他们都是相当于 盗悬期的苦修者 自然不可能 看不到林天河的存在 枯木 难掩脸上的青荣 这也是东方的手段吗 你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 造出了非凡的战事 我想 叫他们尽可能地活下来 林雨扫了一眼 连续灌顶 进千人的林天河 林天河 萎靡不振 一脸的皮色 他把林天河 收入蓝天界 向他道谢 你不用谢我 如果我在世 域外战场需要我背 我也会义不容辞的 林天河很虚拙 他的目光 却亮得出奇 我在他们身上 看到了绵延不绝的战意 是战意 而不是惧怕 为死 颓败 他们才是真正的第一道防线 可惜我知道的太晚 能做的也不多 林雨叹气 霍挺 跟他身边副队长 蹭地站了进来 霍挺 疑惑地道 我怎么感觉 我的队友都不一样了 林雨 多看了霍挺 跟副队长两眼 这两个人 如果能活着 离开岩石星球 他一定会好好 叫到这两个人 砰的一声 就在此时 飞船船体猛的一阵 飞船里的所有人 都感觉到了异常 警铃大响 飞船震动得更加剧烈了 迪西 迪西 警报响起的同时 霍挺已经发力 装备飞行器 装备武器 迎战 一些战士训练有 速度从座位下 拿出飞行器 武器 装备在身上 在飞船的前方不远 就是火红色的岩石星球 飞船周围悬浮着 隐匿在黑暗里的生物 正在朝飞船发出攻击 霍挺打开备用装备箱 几位 这里有备用的 你们也装备上吧 他看向林玉 跟那十四个 穿着麻木袍的老人 林玉是个年轻人就算了 他年轻战场拼杀 理所应当 那些老头子太老了 一个个像是要腐朽的 古木 叫他憋屈 一会儿开站了 谁能保护这十五个 家座的家伙 我不需要装备 林玉站起身 你们自己 保护好自己就行 他向前迈出一步 下一秒 出现在飞船之外 枯木也站了起来 我们不需要装备 他们跟其余的苦求者 也没见什么动作 十四个人 一起出现在飞船之外 十五个凌空而立的身影 脚隐溺在黑暗里的东西 发出一阵躁动 飞船的门还没打开 他们是怎么出去的 肉身飞行 这还是人吗 最真行的不是一千战士 而是霍亭 他本来以为需要照顾的人 才是真正的强者 霍职 我们要是能活着回去 多好啊 被叫做霍职的 正是那位副队长 他是霍亭的亲弟弟 我没想过 我只想能多杀几个魔物 能取岩石星球的 就没听说过有返回的人 霍职的话说完 霍亭的目光顿时暗淡了几分 我们回不去 或许他们可以 他说的他们 就是林玉跟那十四个老头子 或许吧 霍职的目光 被飞船外的身影吸引了目光 他知道自己哥哥的意思 如果能从战场上生还 他也想去拜访强者 开舱门 一队跟我迎战 二队收飞船 三队四队五队 后命 霍挺目光坚定 语气坚决 发出一系列命令之后 他带着一队率先走出飞船 牵出船舱的人 已经跟潜伏在黑暗里的生物对上了 没有璀璨的流光 没有炫目的法术 只看到有什么东西 坠入幽深的黑暗深渊 十五个强者 一个百人小队 潜伏在四周的生物 被一一找了出来 揉嘴 霍挺先把林玉等人扫地一眼 随后问小队队员 回报一下伤亡情况 回答他的 是首飞船的货值 无疑伤亡 刚刚通讯飞船的生物数量 在同机中 无疑伤亡 令霍挺脸上一息 其余的人眼里也是一阵喜色 低级飞行模组 具体种族不祥 三百只全灭 林玉迈不住船舱 还有一天的时间 到达目的地战场 这一天的时间 想是这样的袭击 不知道会有几次 我们应该抓紧时间赶路 三百只模组 不到十分钟解决战斗 霍挺跟霍直 交换了一个目光 两个人的眼里 满是不可思议的震惊 两个人看向林玉 跟苦修者 眼里的震惊毫无掩饰 这十五个家族的人 到底多强 他自认阅人无数 居然看不出来 要知道魔族 非常的难缠 三百只的魔族 半路的袭杀 已经是一场 小规模的战斗了 因为飞船上突然多了十五个家族的乘客 战局都发生了变化 所有人回到船舱之后 霍听主动地坐在林玉的身边 你不说战斗之时 配合我的工作吗 刚好你们 可算是在擅自行动 实际上 他自己心里也清楚 如果林玉和那十四个人想做什么 他根本干涉不了 如果我们不先动手 飞船都保不住 一个苦修者词合地笑道 恰此如果不是突发情况 我们会听从队长的安排 到真正的战场上 队友可能因为你的冒进 失去生命 霍挺有些急促 像是在解释 这是一个战术配合的问题 我不是想针对谁 霍挺在战斗的时候 发现了自己身体与之前的大不相同 这种不同 不只是他一个发现 其余的人也发现了 他直觉里 感觉自己跟队友 全部变化都跟林玉有关系 其实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 还有一天时间 你们尽可能快地熟悉自己的身体 以及刚刚传授给你们的功法 林玉敞开了秘境 叫灵气涌入船舱 运着功法 调动你以为的气 沿着经脉翘形运行 十二经脉的旗子走势 分不学尾 霍挺猛地起身 抱拳一礼 我等多谢办师指点 如果轮值气候能有生还 一定上门当灭之间 一边的霍旨也起身行礼 多谢办师指点 我们兄弟二人替所有队员谢谢办师 一千人同呼一个称呼 办师 办师 震耳欲聋的呼声 震的船舱都与之共振 林玉淡然地受了 临阵魔枪 加上升级的防火甲 这一千余人 生还的可能性大大的提高 现在他没有必要留在船舱了 接下来 他要独自探索 这颗被魔族当作中转战的严实星球 那我就祝你们在战场上突破 等你们自战场凯旋而归 我在江陵 我叫林玉 连同卧挺 跟货值在内的一千人都有些无语 林玉怎么能确定他自己能生还 非船上其他人都能生还呢 只有枯木等苦修者一脸笑容 看向林玉到了线 多谢未来生者的祝生之言 林玉朝他们微微喊手 随后从座位上离开 离开之前 他把飞船上给战士们预备的饮用水 全部换成了蕴含一丝变异灵气的灵泉水 随后才离开 霍挺惊讶地道 林玉是人呢 他上前摸了摸林玉坐过的地方 余温上存 而林玉凭空不见了 他走了 一个苦修者说道 刚刚林玉临走时时 对他们说的祝圣之言 他们看到从林玉身上发出白光 变成一道道的 落在了这里每个人的身上 甚至连毫无所需的飞船驾驶员 也得到了一道 林玉下一步直接出现在飞船前方的 火红色星球之上 此时是这里的夜晚 一百五十度的夜晚高温 如果普通人没有装备 根本无法在这里存活 林玉产着最高温 可耐火两千多度的防火甲 走在这里 感觉不到丝毫的热浪 遍地都是火红色的岩石 相隔没有多远 就是一座火山 这里除了岩石就是火山 偶尔有洞穴也是火山岩浆意外形成的 唯独在火山口 可以看到些许不同的颜色 黑得发亮的黑药金石 还有灵星可见的火金石 这是地球修道解 绝顶南尽的材料 在这里居然是随处可见 林玉一连走过几个火山口 捡了很多火金石跟黑药金石 这随手捡套的品质 都比他在材料库里 遇到的那块火金石好 纯粹的毫无杂质 林玉一路走 一路上都是红色的岩石地面 大大小小的火山口 散开神石探查四周 探查的结果也毫无区别 唯一能有的区别是 规模越大的火山口 他看到的黑药石 和火金石的块头越大 在其中一个比较大的火山口里 甚至还发现了一株植物 能生长在白天2600度 夜晚150度的岩石星球里的植物 肯定不是繁品 尤其是这株植物的根须 扎根在火红的岩浆之中 一株通体妖艳红色的莲花 没有叶片 花苞半书甚至奇异 有随手可捡的宝贝 林玉走过路过也不会错过 他想都没想 直接朝莲花伸出了手 在林玉的手几乎要碰到莲花的下一秒 一变突生 一个通体火红的岩石巨怪 从岩浆里跃出直扑林玉 林玉之前看到了莲花 那是他半睁半闭的一只眼睛 明爹 看看这是岩膜吗 他长得真是有个性啊 主人 这是一只酱品岩膜 就是岩膜里的一个领队 他一出现 说明 明爹的话还没说完 林玉已经看到了 酱品岩膜的后面 有大大小小的岩膜 从岩浆里冒出来 这地方生存艰难 活着的人怎么在这里中转 主人 明爹也不知道 明爹回答不了林玉的问题 主人先放明爹出来 将这些岩膜灭杀 之后再慢慢探查 细堆烂石头 我已经把它们打碎了 林玉看着一地的碎石头 陷入了沉思 这酱品岩膜 跟其他岩膜都没什么区别 他一拍就碎 酱品岩膜 需要隐蔭其修为对付 还有高阶的岩膜吗 还有网品 再高阶点的就是黄品了 有一点点智慧 那不还是一堆烂石头吗 林玉也极轻松 其实他一点也不轻松 岩膜已出现 数量极多 凡人战士 根本不容易对付这种东西 不是每个人 都有他这样的 原鹰肌肉体 一根岩石出手 从火山口的岩浆里探出 悄然伸向林玉之前 打碎了那些岩膜 林玉看着岩石触手的动作 没有阻止 岩石触手 把岩膜化作的碎石卷起 拉进了火山口 那些碎石进入岩浆之后 重新化成了一支的岩膜 再次潜伏后继地 冒出岩浆 扑向林玉 原来是这样 林玉再次拍碎 扑向他的岩膜 这一次 他取出岩浆水 将一部分碎石上 撒上水 另一部分没有撒水 岩石触手再次出现 这次 他直接绕过了 被撒过水的碎石 把没撒水的碎石 收进了岩浆之中 无限附生 地表高稳 怪不得这里是生命绝地 这里根本无法补充资源 像是他这样 能随身携带 秘境和小世界的人 少之又少 除非战士的防火甲里 还能喷水 就必须有聚灵阵 跟储水空间 生计防火甲的事情 等他回去再琢磨 此时临近的几个火山口中 爬出无数岩膜 原来你们一辈子 也没淋过雨 本次就送你们一场雨 淋雨一看 也不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岩膜 反手一挥 灵泉水化作瓢泼大雨 洒向无数岩膜 几里啪啦的碎裂响声 连绵不绝 浮想淋雨的岩膜 在奔跑的过程中 变成无数粉泻 火山口冒出的岩石触手 伸出片刻缩了回去 落地的灵泉水 迅速化为水蒸气 消失不见 地上都里对红色的石粉 和地面岩石的颜色 一模一样 以后岩石星球 因为我的人来到 这种雨 你们会经常体会的 下次绝不会是灵泉水 太奢侈 淋雨将神石覆盖 范围扩大 探查的结果和之前毫无差别 红色岩石 火山口涌出的岩膜 他走了很久之后 他的神石里终于出现了不一样的东西 一栋由黑药晶石跟火晶石建筑的房子 在生命绝地岩石星球上 居然有一栋由顶级火系材料建筑的房子 就也是星球上最特殊的物产 黑药晶石跟火晶石建筑的房屋 规避岩石 星球白天的最高温度是再好不过了 到底是什么人 以这两种决定材料 建筑了这栋房子 淋浴摸了摸黑药晶石和火晶石组成的后世墙壁 这是被炼制出来的壁火屋 这东西我叫了 淋浴将壁火屋炼化 那一栋大约二十多平米的房子 变成纸头大小 悬浮在他的面前 这里黑药晶石跟火晶石多的是 必须要大量采集回去 随着淋浴走向那壁火屋 屋子下面的东西暴露了出来 一座双向传送阵 看到此屋 淋浴的眸光骤浪 真的是好算计啊 可惜你们的算计 也叫我去离魔界更近的衣服 那是一座被激活了的传送阵 近期还会使用过 他一抬手放出了鸣蝶 鸣蝶化为一个身穿黑衣裙的女子 他上前趴在传送阵上闻了闻 主人 这个传送阵咱们可以直接搬走 回头可以去看看 这个传送阵另一端定向传送到什么地方 鸣蝶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 我正有此打算 去离日出海走 你我分开探查这片区域 如发心意场立刻通知我 淋浴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看你的分身 给我尽可能多地收集火山口的药晶石跟火晶石 货艇他们所乘坐的飞船还要一天的时间才能到 鸣蝶不可能等着他们过来探查 由鸣蝶帮忙探查 天光微亮的时候 鸣蝶跟鸣蝶回到了发现传送阵的地方 主人 鸣蝶探查的这一部分没有异常 鸣蝶指挥他的分身 丢出小山一般高大的黑药晶石和火晶石 我也没发现一场 倒是捡了不少材料 来搬传送阵 鸣蝶张开蓝天界 叫鸣蝶搬起传送阵送入其中 天开始亮了 岩石星球的黑夜将过去 地表温度开始回升 鸣蝶的本体是一只魔族蝴蝶 它耐不得高温 鸣蝶看它耐得不自然 回来吧 我契约你 可没想吃烤蝴蝶 主人 鸣蝶不好吃的 鸣蝶笑嘻嘻地回到鸣蝶的手掌之后 重新化为蝴蝶印记 鸣蝶听说有不少灵兽都是可以吃的 滋味还不错呢 以后遇到了 想起来 鸣蝶站在原先是个传送阵的地方 这个地方四周的火山口数量比较少 还都是一些较小的火山口 鸣蝶在地上坐下 拿出刚刚收走的壁火屋 掌心腾出火焰 将壁火屋包裹在其中 一边灼烧提纯 一边加入刚刚收集到的两种材料 壁火屋在火焰中变形 呼的是不规则的梯形 呼而是扁扁的长方形 升级壁火屋是林玉刚刚脑中灵光一闪的想法 魔族能用壁火屋掩藏传送阵 他为什么就不能升级魔族的壁火屋 给驻守在这里的人建立一座休息站呢 只有身份认证过的人才能进入休息站 他也不怕休息站被魔族抢走 天光越来越亮 照样的低丝霞光已经照耀到这个星球 火山口里的岩浆开始咕嘟咕嘟地冒泡 无数岩魔从火山口里爬了出来 林玉在自己身上加了一个隐形符 继续灼烧壁火屋 火焰中的壁火屋已经具有两层小楼的外形 契培成 这件魔族的壁火屋简单粗暴 只是能变大变小 可以随意收取 现在我来赋予它更多的功能 施加隐熙符之后 林玉明明坐在平地之上 岩魔对其视而不见 林玉在漆佩之上开始刻画符文 符禄 聚灵阵必须要有 以后来这里阵守的必须是修饰 哪怕是练技器也比凡人强 聚水阵 我得研究一下 先保证地火功能和防护功能 林玉毫不吝啬 直接刻画一座先阵级别的防护阵法 阵法刻画完成 它随手一抛 一栋二层小楼出现在空地上 地面震动将四周的研磨吸引了过来 林玉一步迈出小楼 拿出一杯水放在地上 此时太阳已经升起 地面温度在迅速升高 小楼之外的温度已经有几百度 而杯子里的水毫不受影响 林玉盘腿坐在地上 拿出一大块淋浴开始做阵盘和身份预排 伙计们 我没看错吧 地面上似乎平空出现了一座小楼 飞船驾驶员 用把地面情况投影到船舱的大屏幕之上 霍艇看到小楼站了起来 怎么会有栋楼啊 掩饰经求地面 根本不可能保留任何建筑物 其他人都站了起来 图像还能更清晰吗 这小楼的特点有点东方特色呀 你们想什么呢 地面温度升高 画面也会不稳 飞船驾驶员择了一声 能看这座小楼就不错了 几乎所有人心里都只有一个答案 是他 相邻淋浴 大屏画面开始不稳定 画面模糊 岩石星球上 被一片火红色覆盖 小楼在画面上消失了 所有人仅仅盯着大屏幕上的画面 那他呢 他不会还在那里吧 在岩石星球上 从地球上无论运载过去多好的建筑材料 耐火材料 所有建筑物都只有一天的寿命 如果林玉此时还在小楼里 只怕 霍挺用力一拍扶手 该死 如果早知道他要去那里 我就该阻止他的 阻止谁 林玉回到船舱里 正听到霍挺的那一句抱贺 看到林玉突然消失 就突然出现 几乎所有的视线都落在林玉的身上 啊 本师 霍挺又惊又喜 林本师 你怎么做到的 其余的人也没矜持 七嘴八舌都问道 林本师 A0974上的小楼是你做的吗 本师 我们可不可以像你一样这么神奇啊 林玉抬手 做了一个下压的手势 船舱里的声音顿时寂静 所有人都在等着他说话 A0974战场 有名掩饰青球 该夜晚 地表温度150度左右 防火甲完全没有问题 岩浆生物也不难对付 足够大力打碎之后 洒水在碎片上解渴 林玉拿出一大包玉牌 抛给货挺 一人一块 滴血上面 这是你们进入小楼的钥匙 还真的有小楼 几乎所有人眼珠一缩 高温之下 那小楼还能存在吗 大家满心疑问 你先把东西发给大家 霍亭把那一包东西交给货值 滴一滴血在上面 霍亭着急地问道 本师 对付岩浆里的生物 我们都没问题 只不过 东门去了之后 生存资源里 水是自己蒸的呀 资源不是问题 保存好你们的玉牌 取得自己去发现吧 该给你们的 我都已经 以我个人方式给了你们 剩下的就看你们的了 林玉 进而拿出两块矿石 杀岩浆里的魔物 不算危险 危险的是这个 林玉手里 是两块看起来 像是玻璃一样 晶莹的矿石 一块有黑 一块鲜红 这东西 对升级防挂架有用 也可能会 延伸研制 更高级的耐火 防火材料 这东西 既然这么有用 办师 只要告诉我们 怎么收集就行 霍亭朗声道 枯木出声道 我们也可以收集 我们比他们收集起来 更方便 林玉一直等着枯木 说出后面的话 枯木只说了一句 没有任何的诉求 他诧异地看了一眼 枯木和他的同伴 枯木是个老狐狸 先前就叫他 欠了西方教廷的 小小人情 此时又不说条件 这不是叫他 欠更多的人情吗 跟他战战因果 将来未必会是 用人情就能偿还的 林玉手 收集材料 我们自己就可以做 无需麻烦这几位老人家 他们若打年纪来参战 就已经很不错了 霍挺见林玉 久久不说下文 直接大包大揽 我们到他战场之后 不可能整日高强度战斗 肯定有间隙和非战斗时间 完全可以去收集材料 这两种材料在火山口 压实度非常高 就长这样 收集的时候 需要注意安全 研磨就是 从火山口里爬出来的 林玉把两块矿石 交给霍挺 又拿出两个高级橱 带一并给了他 这是额外的任务 不强制执行 以你们的安全为先 霍挺听得眼圈发红 大声道 本师 手机材料的事情 交给我了 我玩不成 还有我弟弟 我弟弟要是玩不成 也会有下一颗继承人 完成这个任务 你放心吧 愚蠢 留下性命 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林玉何迟到 做人不要那么迂腐 上了战场 面对没有生物的岩浆生物 连后退 钻壁锋芒都做不到 只会上前送死 只能说 你们浪费了我的心血 霍挺被这一呵斥 先是一正 随即露出了憨笑 我们不傻 万事放心 如果真的能放心 林玉不会主动要求 上预外战场走这一回 意外战场 是他保护地球的第一道防线 这里抵御了大部分 侵扰向地球的天外来客 不傻最好 有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朝 他传言给枯木 老狐狸 我就知道 不会白白帮我设计材料 你打什么主意 我全部都明白 如果西方的勇士 也加入到 共同防御中来 我方会提供防火甲 西方的勇士 也是有的 我们不就是吗 枯木笑着说道 将来勇士 会越来越多的 那是将来的事情 这老狐狸 他都说这么直白了 老狐狸还不接他的话 林玉也不跟枯木绕弯子 传言告诉他 火山口大小 决定了这两种矿石的数量跟品质 同时也意味着更加危险 如果几位决定帮着收集 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个星球上 唯一的产物 就是这两种矿石 几位可不要想出个天才力宝 有智慧的研磨 会布置吸引修道者的陷阱 听到陷阱 两个人脸上几乎没有什么神经变化的枯木 脸上的神色终于有了一丝的松动 研磨有智慧 还能布置陷阱 林玉点点头 出声道 如果你们决意收集这两种矿石 千万不要被研磨的障眼法迷惑 我已经把星球探查了多部分 这里就这两种矿石对我没有用 根本不会 也不可能有什么天才力宝 诸位 我在江陵 等诸位凯旋而归 林玉朝船舱里的所有人报首 除了几个老古董级的苦修者 其余的人齐声道 多谢万师 老古董们也站起来一礼 口中唱诵 写未来圣者 林玉这个未来圣者 一头雾水地离开了飞船 他湖边乱造出了圣水 自然不可能是真的圣者 他在飞船里跟库姆他们多待一阵 迟早会被这些老头发现圣母的存在 他直接以肉身顺移回地球 飞船里 林玉跟十四个老头子变魔术的一样 出现在飞船之外 林玉神秘地来去 在地球上的指挥中心 已经被人看得清清楚楚 丝毫看着那些发呆的工作人员 苦笑地问身边 身形勾搂的几乎直不起来腰的老人 这么多人都看到了杀刑 和那些老头子的神鬼手段 这怕是要瞒不住的 哎呀 瞒个屁呀 我族入侵已经是定局 这不过是时间问题 看到一个人飞来飞去 还要我们结识半天 将来魔族大局出现 难道要我们给百姓叫 这些都是魔族 他们几乎都不可能是朋友 是来侵略我们的 沟楼的老人神情坚决 言神锐利而坚定 这个视频 我们不但不紧张起来 而且还要制作 小百科口袋书 给百姓普及 侵略的问题 您是我老大 您说的都对 四号扶着沟楼老人坐下 您就不想问问 沙星那个小房子是怎么回事 沙星就去哪里了 你好歹是金丹起 不要这么不沉稳嘛 沟楼老人轻轻喝止四号 沙星是贵凡的 道玄机修道者 你不是亲口听他说的吗 我相信他是个年轻有为的强者 赶紧把江陵训练场 跟沙星联系落实下来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看被他训练出来的人 会走到什么程度 沙星又离开了飞船 目前不知所踪 我就是想跟他联系 也不知道人在哪里 四号很多年没看到 这位自己的老领导 激动紧张了 刚刚他再次 在老领导身上看到了急迫 激动紧张 他发现 自己说完这句话之后 老领导的身体 都似乎晃了晃 这小子不会是自己碰运气 去其他星球找战场去了吧 万一那些战场者不认识他 拿炮把他轰了怎么办呢 四号担忧得到 有几门炮是从西方买来的 可以对修饰产生伤害 实际上 林玉根本没去找其余的战场 他现如今的实力 不足以为之他顺移 或是长距离顺移 而林玉本人 正在距离地球最近的月亮之上 暂坐休整 连续的顺移 叫他早已疲惫不堪 月亮上没有生物 没人会打扰他休息调整 而一双共生体的眼睛 正死死地盯着 打坐调息的林玉 林玉虽然在归凡 境界在园英纪 毕竟不是真的只有园英纪 他强大的神魂之力 超越同境界的倒悬修饰 有一个骨盖的东西盯着他 他怎么可能发现不了 几只合体影魔 哼 有趣 那个共同体影魔 收身黑气大方 你居然能发现我 林玉微微皱眉 刚刚在岩石星球上 发现了传送阵 难道在月亮之上 还有魔族留下的传送阵 是你们吧 既然你们决定出现 那就不要走了 一个人族元英起 都不够我塞牙缝了 就凭你还想留下我 阴魔从隐身处走了出来 不懈地望着正在打坐的林玉 就凭我 林玉散开神石 他的神石范围里 除了面前这一只 合体影魔之外 没有其他的魔族 影魔谨慎地围着林玉 缓缓地移动 这个人族 看到他居然没有太大反应 难道 这是针对他的圈套 以一个原因 其人族为诱饵 实际上 有高级人族修士 潜伏在附近 那你来哦 说不定我心情愈好 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要么你把隐藏在暗处的人 叫出来 魔族跟人族 又不是生死大敌 我们跟人族 也是有合作的 林玉口气淡然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他的声音寒意森森的 当即忍住要暴怒出手 继续桃花 都有哪些脑子 不在我自然的傻觉人族 跟魔族合作 魔族是能合作对象吗 放屁 我魔族如此高贵 跟你们人族合作才是 阴魔说了一半 突的冷笑 你不要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信息 我魔族就是你们人族的神 你们该见到魔族就要跪下 人有处置 人族虽然有些人脑子不好 鱼虎磨痞 聪明人还是有的 比如我 林玉盯者正在围着自己 缓缓移动的影魔 不过你好像是不聪明的样子 明明看出我是颜形起 说明你的境界是比我高的 而你既然如此谨慎 不是蠢又是什么 正因为我不蠢 才不会贸然出手 英魔被林玉说蠢 目光顿时阴智许多 英魔神经的变化 眼神的变化 林玉明显地捕捉到了 两个不同的精神波动 这是个合体影魔没错 合体双方实力不对等 合体之后的共同体 给林玉一种 难以言喻的古怪感 像是两个小孩 同穿一件大人的衣服 我只有一个人 林玉在这个共同体影魔身上 看到了阿狗的影子 魔族反复无常 心思诡决 他早就在阿狗的身上 尝试过无数次 不可能 英魔更谨慎了 你这么年轻就是圆英气 你家长辈肯定就在附近 林玉一边调息 一边皱眉看了一眼 这个谨慎过头的英魔 不是要给我一个痛快的死法吗 合着你只会冻嘴吓唬人吗 我们魔族 乃是高高在上的高贵种族 你见到我就该跪地 自动把脖子送上来 英魔围着林玉走了大半圈 确实没发现周围有人埋伏 他的右手操然伸向自己的后背 另一个尖锐之急的声音尖叫起来 苏 你要到时候就快点 去进一个圆英人族 他伸脖子和不伸脖子都是死 你那么啰嗦做什么 你不出手 叫我出手 伊 你不要闹 人族是非常狡猾的 他跟那些愿意跟我们合走的真族不一样 苏盯着林玉 口中改成魔族语言跟义说了几句 义不再出声 同时 苏身上的魔气变得浓郁 这一个畏畏缩缩的家伙 居然在变强 林玉太眸疑惑地看着苏 在苏身上的另一个家伙 气息弱得几乎消失 这人 这个义受伤太重 只能寄生在素的身上养伤 刚刚义已经把自己的力量借给素了 明蝶出声道 等他们的力量统一 只怕不弱于一个高阶魔族 无妨 你去大查一下 此地可有一场 这家伙就识别成比阿狗还强的存在 我也能对付 林玉目光平静 在他眼里 这个修为在节节攀升的魔族 只是他练手的沙袋而已 俗畏畏缩缩的眼神 逐渐变得猖狂凌厉 人族小爬虫 我现在打个喷嚏 都能喷死你 与之前的模样截然不同 这是你那个双双半 给你的勇气吗 林玉微微摇头 你就是原地进阶 称影魔神 也没用 人族怕丑 就你还被见到影魔神 素终于不再绕着林玉转圈 他朝着林玉大步走来 去死吧 素 他知道我受伤了 你不要打义 义提醒素 此时素的修为 已经提升到了顶点 他的自信心 也提升到了极致 刚才我就能对付他 是你自己太过谨慎 早几百年前 我就已经能碾压 人族的原影爬虫了 这次他没有摸子的语言 而是一边看着林玉 一边故意这么说 教素失望的是 他没在这个人类 爬虫的脸上 看到任何的神情变化 难道一个人族爬虫 在临死之前 不该是惧怕他 向他苦苦求饶 以获得活命机会吗 为什么这个人族 一点反应也没有 小爬虫 你是被吓傻了吗 你现在求着 叫我种一颗魔种 我可以免你一死 素 一见素不搭理他 连声呼唤素 你不要大意 之前都没什么 神情变化的谜语 此时面露击潮 你当真以为 我不知道魔种是什么 你以为 两个隐魔力量 合二为一 你就能带我合 死的只会是你 妄想以任何方式 侵占地球的侵略者 都该死 素仰头 哈哈大笑 你是个有气的人 走爬虫 我偏偏不杀你 我要给你种一颗魔种 天天折磨你 奴役你 我要把你的亲人朋友 同胞抓到你面前 教你亲手折磨他们 如果你不是这么废话多 说不定刚刚在我凶热的时候 你还有一丝丝机会 现在 林玉眼神蕴含极致的冷意 像是极致寒冷的冰凝聚而成的利刃 在他毫无情绪波动的眼眸里 影魔一合素 就是尸体 话音未落 林玉当即抱起 直扑面前的影魔 原因既有如何 一将斩你 合体后的影魔 以尸体出现 林玉早就注意到 这个影魔脚下有影子 有尸体 不以身 那就好办 素的大话还没说完 林玉已经冲到他面前 一脚踹在他的腰腹 浑身磨气暴涨的素 被林玉这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一脚 踹倒在地 翻滚了几圈 素 你不要大意 千万不要大意 一连声提醒道 素在地上滚了几圈 早已经被林玉这一脚 踹出了火 他的手也从背后 抽出了一样 模样奇特的魔兵 你不要废话 这小子就会偷袭而已 刚刚是我想给他种魔种 没想杀死他 现在他必须死 等他死了 我把他做成魔魁 给你做临时神区 素刚爬起来 林玉也没给他说废话的时机 再一次上前 一脚踢在素的面门 这是强大的魔族 给我做沙带的物配 素这次有了防备 林玉的一脚 只踹在他身体摇晃一下 小把丑 这就是你手段的话 你可以去死了 素抬手 手里的魔兵指着林 就是想借过踹你的脸而已 哪有这么大的脸 在我面前逼逼 林玉抬手 流放之刃出现在他手里 可惜 刚才动作慢了 没多踹几脚 该死的把丑 素持魔兵冲向林玉 速度极快 在他身后留下一道道虚影 冲到林玉面前时 身后的虚影还没有消散 素挥舞魔兵 他的兵器是一把刀 是要一刀将林玉 斩于刀下 合体之后 他的修为达到人族的 道玄五重以上 又有义的力量加持 现在他有道玄八重的境界 斩一个圆银齐人族爬虫 应该毫无压力 但是 素的这一刀落下 他清晰地感觉到 他这一刀落空 居然没劈死你 素挥刀连斩 刀影成目 每一刀都跟第一刀一样 落空 林玉明明站在素的面前 他的魔刀 却连林玉的衣角 都没有划破 你身上有防身法宝 素的攻击连续落空之后 他赫然想到了人族 就喜欢弄从出不穷的护身植物 我从来不用法宝 林玉连灵宝半仙器都未必看得上 更不会用法宝 你的手带用完了吗 用完的话就该我了 几只黑刺小蝴蝶 从四面八方飞来 素剑装鹤头 魔蝶族的朋友 快帮我灭了这个人族 鸣蝶发出一针轻响 主人 这个傻子何其好笑 他看不出来 我不是魔蝶族的低等小东西吗 主人 鸣蝶请站 连他一起扎 他不是我族 一力扔鹤头 鸣蝶一出现 他就发现了鸣蝶 对他有等级压制 鸣蝶说的主人 只能是人族那个爬虫 林玉握着流放之刃 另一只手抬起 叫鸣蝶回来 用不着 这是一个森林内人的家伙 我正想活动一下筋骨 鸣蝶 鸣蝶 我怎么好像听说过有这么一个族群 肃钉着消失在林玉身上的小蝴蝶 居然有人能把我魔族契约成奴 他不是我的奴仆 林玉曾经还千难万显的契约了一只水魔呢 现在那水魔被他亲手备争了水魔神 你给你身体里的家伙 要是现在接触契约 我还可以安排你们服侍一只魔神 魔族何极高贵 怎可能被你契约 素横刀在胸前 数次出刀他都没有成功 如果耗在这里 他就是被这人耗也耗死在这儿 出手吧 你不接受魔种 我也不接受契约 你我只有生死一战 你我之间 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局面 那你可以去死了 林玉一动 只是一刀 这一刀在素的眼里 跟之前林玉踹他两脚一样 平平无奇 甚至不带有任何的力量波动 就这样一刀 想叫他死 素嘲笑一般地看着林玉 小八重 你只有圆硬器而已 你这攻击 只是给我挠痒痒 他看着林玉手里 那把黑色匕首里 吞吐出一道白色刀芒 月牙形的刀芒 像是一把凭空出现的弯刀 素甚至没躲 快躲开 他这刀不俗 你他妈个傻子 要连累我 跟你一起死 一笔素的境界高 如果不是受重伤 他也不会选择 跟素这个蠢货合体 你远鹰齐的勾计 你怕什么 素的信息爆棚 以他的才能 叫他来做赤猴 观察地球的人族动向 实在是太浪费了 他就该领兵 统帅万魔 将地球刺恶的小爬虫 一应拿下 刀芒临近 素脸上的笑容 渐渐凝固 那被他看成 普通一刀的刀芒 并不是他看到的白色 上面有无数细小的 黑色裂缝 那裂缝开开合合 似乎带着狂风在怒吼 巨兽咆哮 叫素所惊悚的是 他的身体似乎被什么锁定了 吸扯着他朝那刀芒靠近 素 我被你害死了 把身体交给我 一疯狂地怒吼 我来控制 你对付不了他 你不会逃吗 你快逃啊 素满眼的惊恐 骇然他的脑袋里一片空白 逃 我哪里逃 逃不了 逃不了 他空有一身 比人族化中高数位的修为 却连控制自己的身体都做不到 在刀芒临身的时候 素跟异的声音同时消失 白色刀芒将合体后 倒选八重的影魔 叫杀成几分 主人 鸣蝶没发现这里有异常 整个星球只有刚刚被主人杀死的二傻子的气息 他行动的路线也很固定 鸣蝶看不出他为什么要走这样一个线路 鸣蝶把自己探查所得传给鸣鱼 一条环绕月亮的环线乍看是很奇怪 鸣鱼一看就知道是为什么了 乃亏他学过地球的公转自转 他坚持叫两个孩子学习文化知识还是有用的 那是在监视地球 一天十二个时辰 他根据时辰移动位置 你说说 魔族为什么不能老老实实留在魔界呢 有那么多未开垦的荒星 星星 你的铜族 为什么自己不去开垦呢 鸣蝶不知道 在鸣蝶的传承记忆里 地球是个魔界必须争取的地方 具体的记忆 需要鸣蝶回到足地接受传承 才能最后的唤醒 鸣蝶说道 你要回足地接受传承 这事情我记得呢 鸣鱼收起流放之人 遗憾得道 到现在八九重魔族也不经打 我要回去做我的一些学员 地球为什么是魔族必争之地 为什么明明是一个不入流的繁星 这里的半神 尾神层出不穷 甚至还隐藏着真正的神 鸣蝶不知道 只感觉心头一股郁闷的火气 叫他手痒难耐 一回到地球 鸣蝶就给五号发了一条信息 鸣蝶搜在一程园 以及就派往约站上人员 全部送到江宁老城区北深来 那里我留了一个入口 收到鸣蝶的信息 五号差点连手机都没抓住 激动地直接站了起来 在他身边 是四号和其他老头 被他这一举动吓了一跳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叫你如此激动啊 出事了 五号洋记手机 把手机上收到短信内容量给其他人 鸣蝶从A0974回来了 他规范期 境界下降 还能从10974回来 这是去往那里唯一生还的人 是按他说的做 还是叫他回来数值啊 一个虚弱的几乎风珠残灭的老人骂道 这是他主动要求去战场 与外战场跟他一个新人有直接关系吗 是你给他的任务 还是四号三号给他的任务 那十几个老古董 左华的画师老头修为多高 你们知道吗 他们都是因为煞星 主动要求去战场 说明什么 说明煞星举意外 知识考察环境 我赞成七号的话 另一个看起来 苦瘦如窟窿的老人说道 站帮你们看了吗 煞星在A9047那种地方 给我们的战士 留下了一座 可以抵御2600摄氏度的休息站 但但是煞星这一举动 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 都证明他心思热血单纯 我奉劝你们 不要把你们的官僚主义 用到煞星身上 他不吃你们这一套 你们要是把他祈祷 离开灵 你们就是灵 跟所有域外战上的罪人 另外几个老人 也是纷纷附和 按煞星说的做 我赞成 在帝都训练基地的 所有灵团成员 坐上飞机 被人运送到 江陵老城区的北山 剑心坐在 一直情绪不高的郭帆身边 这都几天了 你怎么还不高兴 傻小居然去了A9074 那地方生还律为零 郭帆这几天 一点都提不起精神 刚刚拜的师父 他收到了师父给他传的法 送的宝贝匕首 可是师父转眼就没了 咱们要去的地方是江陵 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去江陵啊 剑心刚说出江陵两个字 郭帆一下子站了起来 江陵 我们为什么会去江陵 五号也在机舱里面坐着 交换什么 看来上次是被你们教官 揍得不够疼啊 这一次他给你们开辟了一个 学念场 要你们好好紧紧皮 教官就是林玉 林玉就是江陵人 郭帆就差 没直接冲到五号的面前 是我们的特别教官 杀行吗 看到他的样子 其余特爷都笑了起来 五号 我们这一天 皮都痒痒的 又等着教官 给我们紧皮子呢 教官不是去战场了吗 你们杀行教官 已经回来了 这次他抽空教导你们 你们可要好好跟他学习 他说的对 在训练场上 多受伤多流汗 将来对敌的时候 可能就是你们活命的机会 五号语众心长的说道 你们不要看杀行年轻 杀行就是师父 师父回来了 郭帆又惊又喜 师父没死 师父从那么危险的地方回来了 五号 我们哪敢看杀行年轻啊 上次被他揍一顿 大家都在互相比 与谁能在杀行教官手下 挨他最少 当然是我呀 我没被教杀官揍 被这些无量的家伙们 下黑手揍了好几次呢 剑心古怪地望着郭帆 杀行教官去战场之后 郭帆就成了死拳皇 这几天跟刑尸走肉一样 他哄了好几天都没有笑过 拳皇这个武痴皮子 最痒痒 教官不揍他 他都不舒服呢 郭帆的嘴几乎跌到耳根 教官随随便指点一下 我进步多大呀 你知道吗 如果天天都能等到教官的指点 就是天天挨揍我 我也是甘之如鱼呀 还有你们 你们 这几天你们的进步不大吗 好了 都坐下吧 以后灵团的基地就在降临了 你们不出任务的 都在这里训练 当然了 杀行教官也有训练 其他单位的人员 也算是你们的战友 注意搞好团结 五号含蓄地透露了一点 林宇还要训练别人的信息 灵号团的人到了 也会知道那些人的身份 他就怕这些口遮掩的家伙 胡说八道 把对方激怒 都是战友 居然是战友 不管是哪个单位的 我们都会注意团结的 五号 你就放心好了 谁敢破坏 战友们的团结 我这拳头啊 第一个就不着顾他 嘿嘿嘿 郭帆回到座位上 一脸傻笑 其余的人也是 一脸向往的申请 上次教官就指点了我一句 解决了我几年来 没突破的难题啊 是啊 我在办武神已经很久了 教官指点了一句 我现在已经是准武神了 我也是武神 好像也不是 我比家族里的武神长辈 还用强道 行了 行了 你们就是在我这个老头子 面前炫耀啊 五号抬手叫大家安静 我是个糟老头子 他心里面很清楚 跟着林玉去岩石星球的十四个画石老头 比他的年纪不知道大多少 林玉叫蒋美勋 带建筑队在北山里盖起了一座度假山庄 度假山庄后 是一处可用作停机坪的巨大广场 他直接拿出一个秘境 作为训练基地 整个山庄都是秘境的入口 林玉爹 这么近的地方 看一座度假山庄 你这是根本没想赚钱啊 蒋美勋前程监工 知道这里的一切布置 林玉在这里居然弄离座图书馆 这哪里是度假山庄啊 更像是一个团建场所 对 没想赚钱 林玉等 小蕾在学校怎么样 学习进步一大捷 如果不是他最近真的很乖 我都要把他送你手里 好好揍他一顿了 蒋美勋笑道 小蕾有没犯错 又没有招着我 我没事揍他 你当我是什么人了 林玉笑着摇摇头 我这几天没在江岭 小蕾又做了什么事情 你想叫我收拾他 蒋美勋对于沉吟 还是实话实说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我总觉得他有点奇怪呀 这里的工程还没完成 我就在这里等着 你把小蕾带来 林玉直立一下 旁边一栋已经盖好的小院 我这就去叫他 蒋美勋回家找蒋磊 林玉先行走进院子 在院子四角布下阵盘 北山已是在老城区范围 他之前布阵的时候 没想到把北山纳入老城区范围 之前他也没想到自己会做如此热血的事情 修道者以自身处罚 自意而为 逆天而修 夺天地造化 在知道域外战场和灵的存在之后 他做了很多他过去决不会做的事情 蒋磊被蒋美勋硬带来度假山庄 非常不高兴 我还有作业没险呢 晚险一会儿也没事 你林叔想你了 蒋美勋带着蒋磊走进小院 你林叔要是训你 你不要盯嘴啊 他那么忙 平时你想见他都见不到 我可没想见他呀 他好好地见我做什么呀 蒋磊小声嘀咕 抬眼对上淋雨严肃的神情 他的身体不由此主地颤了他 怕什么 你不是最崇拜你的林叔了 蒋美勋一把将儿子 推到淋雨面前 这小子可能进入青春期了 这小脾气反反复复的 之前他可是最崇拜你了 如果是小蕾 他当然崇拜我 如果是别人 就不一定了 淋雨目光在蒋磊身上扫了一圈 蒋磊目光闪避 林叔 我当然是崇拜你的 蒋美勋听得满头雾水 他赶紧给淋雨解释 我们家里人都是对林兄弟 你推崇备制的 这孩子他 不从事招来 死 淋雨直接放出薇压 沉声喝道 说 那薇压压迫的杨磊膝盖一弯 扑通一下跪地不起 他的脸上茫然 惊骇 不解交织闪现 最后他退燃道 你是谁 你怎么发现我的 小蕾 正是怎么回事 之前蒋伟寻就听淋雨的话 感觉莫名其妙 此时一听 他更糊涂了 你不是小蕾 那你是谁 面前明明是儿子蒋磊的脸 怎么听说话就不是小蕾了 他急得提高声音 你到底是谁呀 我儿子呢 江蕾可是他唯一的毒苗 放开那孩子的魂魄来说话 林玉抬手 是以江美心 是安无造 老蒋 你不要着急 有我在 江美心紧盯着 跪地的江蕾 难道是我儿子 精神分裂了 原理差不多 等我问过小蕾 林玉等了片刻 问道 江蕾 你知道自己 是怎么回事吗 你说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家祠堂里的 一个灵杯上 附着的魂魄 他说 是我家一位祖位 我跟他签订了契约 江蕾说道 傻小子 咱家祠堂里的灵杯 是哪一块啊 什么魂魄啊 那不是鬼呀 江蕾心急得直多久 你是不是被骗了呀 美自北 是蒋家第二十三代 其次 美要妙西一休 我本来是第二十四代 我本来应该叫蒋佩蕾 其次 佩武成西贵州 他是十二代 叫蒋云忠 九哥 云忠哥的云忠 江蕾说道 十二代祖 因为被仇人追杀 只落下残魂 前几天 因为我打扫祠堂 将他意外唤醒 江蕾心听了一脸呆滞 好像是没错 我们蒋家的名字 是曲字九哥 如果不是我们家族老人 根本不能准确地 说出是哪一句 他惊疑不定地看向林宇 林小兄弟 我怎么不懂了 又是约莫两千年前 林玉盯着蒋磊 蒋云忠是吧 你从这孩子身体里出来 我给你修复魂魄的机会 一道淡淡的虚影 从蒋磊身体里出现 蒋云忠无奈地道 阁下这么巧 我就是不出来 你有办法叫我出来吧 林叔叔 十二代祖没有对我不利 他还教我功法口诀呢 我现在在十二代祖的帮助下 已经快助击了 蒋磊用膝盖上前两步 他没恶意 如果他有恶意 我不会在这里等你过来 林玉拿出一块仰魂盘 跑给蒋磊 你家的十二代 可以附身在这上面 小蕾 老蒋 你们出去 我跟蒋云忠说几句话 蒋美勋把蒋磊一提 直接拉出去了 我说你小子最近神神秘秘的 你怎么就知道 他是十二代祖啊 有林叔叔在 谁敢梦骗我 那是他不想活了 十二代祖是真的十二代 我也是核实过的 才叫他进我身体里的 哎呀 爸爸 别打我呀 我这不是没事吗 林叔叔 救命啊 只有虚影状态的蒋云忠 朝林玉拱手行礼 不知道 我可否高攀叫一句道友 自然可以 林玉是一蒋云忠随意 我早知道你无恶意 本来没打算 把你这么早交出来 孩子父亲当心孩子 既然你是蒋家前辈 应该理解为人父母的心情吧 那是自然 我承诺孩子不碰他魂魄 他同意我每天 给我几个小时 教我自己认识现在的世界 我本来以为 蒋美勋区区凡人 是发现不了异样的 我也没看不起 我这些后辈的意思 这一代几乎都没有可修炼的 现在的人怎么变成这样了 蒋云忠凌空盘腿而坐 我去了一些地方 只有这一片地方 与其他地方不同 自然不同 这里是我不知过 超大型的巨灵阵 蒋家因为跟我交好 我从别的地方 把他们迁移至此 林玉等 那蒋家地下的阵法 也是出自道友手笔 蒋云忠听得精神一阵 不由妄想了林玉刚刚拿出的养魂盘 这养魂盘也是真的了 蒋家负责我一部分 俗世事务 如果不是看在蒋家的面子的 看你的确无意 我留你 是想问问两千年前 发生了什么 林玉心里有几个时间节点 一个是两千多年前 一个是魂宗大长老来的 那个时间节点 江云忠顿了顿 如果我说我不知道 倒有可信 林玉不信 他直直盯着蒋云忠 一道残魂 能跟后辈说清楚自己的来地 怎么可能不知道 身影之时发生了什么 是混战 无法解释的混战 根本不知道谁是敌 谁是友 到处都是混战 蒋云忠眼里满是骇然之色 根本没有原因 甚至不知道是谁挑起的 到处都是杀红眼的修士 修刀界一片尸山血海 混战之前呢 有没有听过 什么不一样的传闻 林玉感受着 蒋云忠的神魂波动 比如你听说过 一个气宗跟魂宗吗 我们这种深居简出的 哪能听到什么传闻呢 如果不是被人打到家门口 肯定我现在还在家族密地里装死 蒋云忠长叹一声 哭休了一辈子 到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导游可别见笑啊 我家族又一个 跟你一样生个魂魄 你叫蒋家父子 把你带回去吧 我是什么人 你可以回去问问蒋二十三 林玉道 他们不知道的 我可以告诉你 在地球上 只要你没飞升去塌戒 就没有我找不到你的地方 别做有损人族的事情 地球是我的家 同样也是你的 导游 这一点我还没劳糊涂 多谢 蒋云忠朝林玉拱手 对面这个深不可测的年轻人 他一点不敢相视 道童极为勇 林玉微微按手 尽早恢复中身吧 说不定大婚战还会到来 闻言 蒋云忠的脸上满是亥然之色 当真 林玉说道 有一就有二 时刻备战 就在此时 林玉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是陌生号码 眉头微微一皱 闻闲音 知雅意 蒋云忠纵知心中有千万疑问 现在也只能其人告辞 改日再同小辈一起来 拜访道友 商讨备战一事 林玉目送蒋云忠离开之后 他接通了手机 我是林玉 2002煞星 你好 你可能还不认识我 我是三号 电话里传来一个比四号和五号更苍老的声音 冒昧给你打电话 实在是有事相求 林玉 既然是公事 直说便是 我听着呢 林玉在四号口中 听到一次三号之名 三号当时想见他 他没去见 是这样的 我们收到了 A0974 白的报讯 目前平安 楚家座乘客少一人外 无意伤亡 飞船已返回 三号感慨的道 他们不用在最高温时离开地面 我们知道 是你做了什么 给他们生机 我来求你的事情 跟此时日也差不多 送去多少匹的战士 从来都是黄鹤啊 这还是第一次 收到平安报信 无一人伤亡 我也知道这要求 太过唐吐了 三号 我懂你的意思 我这边要安排他们的训练问题 电话里也说不清楚 改日见面的时候再起说 提高他们的单兵素质 跟环境生机一样重要 不然我就是留下生机 他们也用不了 林玉坦然道 有些战场 不是普通人的战场 送普通人去是不明智的 你是领导 你懂我的意思 2600摄氏度的星球 那是普通人能去的地方吗 三号温言苦笑 哎呀 我也跟着飞机到了江陵 那些小子一批送不完 还需要几批才能到 如果方便 我想现在就过去 跟你谈谈那件事 我要是能从你那里 得到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不是最大限度的保障战士的生命吗 我也不会叫你白干 我的泉仙里 仓库里的东西随你挑 还是北山那个地址 林玉发了自己的定位过去 凡人能收集什么好东西 上次只有一接龙骨 叫他感觉有点用途 一辆普通的吉普车 停在度假山庄的门口 三号拒绝了别人的陪同 他拿着手机 找到了林玉发给他的定位所在 一栋院门大开的小院 三号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其中的林玉 傻星 我们可算是第一次见面了 三号走进院子 他看到林玉不由暗暗惊叹 林玉这个年轻人 一身沉沦内敛低调的气质 超过他所见过的 所有与林玉同龄的年轻人 林玉的身上还有一丝 连他都说不出来的神秘金贵感 你叫我看不透 请随便坐吧 我们直接看门见山说正事 林玉一眼就能看出 三号是个寿命将近的老头 虽然吃过他提供的严寿丹 也仅仅只是严寿十年而已 时间宝贵 他这一句话一语双管 三号的时间宝贵 预外战场上的战事时间宝贵 在预外战场上有十大绝地战场 A9074 冰火两重天的CORO这两个根平常 要说的是HD18973 温度800度 这个星球的温度不高 但是风速 施速达七千公里每小时 无人掘地 有证据说 这曾经是古战场 风太大 把这里打扫得太干净了 至今也没证据是古战场 好消息是 这里虽然是重要的要塞 连魔族都进不去 极冷星零下273度 绝对零度 兵巨星 极地窝旋 尾向风 大尺度环流 又冷风又大 关键是风还经常变 地狱雨星 下的是玻璃 刀星下铁雨 大风天 铁雨比刀还可怕 因为密集 十余星 云层都是岩石 晚上零下二百度 白天两千度 一侧是永昼 两千度以上 只有一侧 有白天跟夜晚 小太阳表面近万度 是个关爱 但是绝对的绝境 魔族都不去 除了两个魔族都不去的绝地 其余的几个地方 都是我们的战士 尚往最大的地方 不知道 杀星 有没有切实 可行的法子 我替战士们 谢谢你 另外 我不会叫你白干的 我听四号说了 你有些 感兴趣的材料 具体的 等你去帝都 时再说 三号勾搂的身体 几乎弯到地面 朝林玉认真 而庄重的一鞠躬 拜托傻兴费心了 三号 林玉纵使再大牌 也没法看一个老人 给自己行大礼 他上前负起三号 我能把防火甲 再提升一个等级 可以应对你说的 这几个地方的 绝大部分情况 三号又惊又喜 真的 如果能应对 高温和极寒 其余的情况 只需要及时 躲进防御攻势之中 也能应对 极端的环境下 战士们无法自由行动 连魔族等一些 外星异族 也同样寸步难行 你说的那种铁鱼 玻璃鱼 石鱼 也不是没办法应对 林玉抛出了 另一个重磅炸弹 你说的都是真的 三号老迈钩楼的身躯 因为过于激动 颤抖不已 每次听到那三种雨中 丧生的人数 他都剧痛无比 那种地狱级别的鱼 真的有办法吗 玻璃鱼 铁鱼 石鱼 都是物理攻击 根极寒极冷 没什么本质的区别 就是在防火甲上 多几个相应的俘虏 林玉只说想办法 没说她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她的办法 是受人以余 不如受之以余 霍婷那些人 只没有给她时间 只能把苗主张 霍婷或止 两个人给林玉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倒是枯木那些人 对她的行为 似乎见怪不怪 倒是有些奇 傻星 你给这些臭小子 找的训练基地 很不俗啊 我都想留下来了 三号环视四周 这才轻易地发现 自己来到这里 一直忽略的事情 林玉手里一个路架山庄 灵气充沛 根本不是一般地方 这不是个洞天福地 就是个宗门级别的 秘境所在 林玉道 老爷子 你这是没画着画吗 如果你实在没有话题 可以吧 已经到了人 先送进来 你呀 真是不给老头子 一个套近乎的机会 万一飞升到他界 你我相互 也要互称一句道友的 三号见林玉不会寒暄 苍老的脸上有一次尴尬 更多的是感慨 2002煞星 是个与众不同的年轻人 如果他早遇到煞星 或许跟煞星 能做出很多的事情来 林玉一眼就看出 这个老头子说谎 这老头就没想飞升离开 他说道 那几个绝地战场 有飞升回反的人镇守 比一般人镇守好千万倍 飞升之后还能回反 三号难难倒 老眼里惊光乍射 沙行 你也是个回反的老妖怪 我不是 我见过有飞升后的前辈 回反地球 林玉把这个可能性告诉三号 自己则拿起了手机打给四号 北山这里可以进入了 在空中就能看到一个广场 所有的人在那里集合 可是飞升有失败的危险 万一灰飞烟灭 岂不是连着最后十年机会也没有了 三号出声问道 既然是修道者 又是身经百战 死都不怕 会怕飞升 果言三传多十年 不如突破试试 万一成功 是数千年的寿命 三号 是不是在你面前的二号和一号 就卡在飞升里面一脚趾上 林玉古怪地望着三号 三号的境界低 还轮不到他飞升 一号 是灵团的创始人 他是普通人 早在几十年前就死了 二号 三号深深地看到林玉一眼 你可知道魔种 当然知道 在截灭岛上那个就是魔种 我从战场回反的时候 还遇到一个想给我种魔种的家伙 林玉周眉看下三号 二号已经成魔修了 魔修 邪修如果不为害为祸 我们灵里也是有的 二号不是 二号是个魔族 七年是一号的旧友 一号死后 他自我封印在总部 三号简略地说了一些 有些不能叫杀星射击的机密 他自动省略了 林玉传音问明蝶 魔族可以自我封印吗 明蝶说道 有些魔族不喜欢杀戮侵略 通常自封自身 为装成其他种族生活在魔界之外 这种魔族通常在魔界之中 也是被追杀对象 视为叛徒 等我去帝都看仓库的时候 叫我接近二号 我问他愿不愿意跟我走 林玉道 三号的老脸抽搐起来 估计你会失望 林玉笑而不语 二号不跟他走 他拿万妖鹿砸过去 不走 他就不信一个魔族能抵御过神器 三号神情的变化 林玉也看到了 如果三号知道 林玉是想强行契约二号 而不是单纯的带走 估计也会回他一句网红语录 飞机的轰鸣声响在了北山的上空 那些小子到了一部分 过去看看 三号强诊热门林玉 要带走二号干嘛 他迈步先走出了小院 度假山庄的后面 原本是一处很大的山谷 现在被建了一个大广场之外 四周建筑林玉 最醒目的是一栋图书馆 飞机悬停在半空 舱门打开 几根绳索降下 陆续有人从绳索上降落到地面 四号跟五号是被人带到地面的 看到站在广场上的林玉 四号快步走了过来 人送来了 要先怎么做 所有人到了 先到广场上休整三天 第三天会有人送饭过来 林他成员负责为之秩序 可以用武力为之秩序 不许至残至死 林玉说道 三天只给一顿饭 虽然饿不死 也不好受啊 三号的嘴角再次抽搐起来 一边的四号 五号两个人 神情也是万分古怪 四号反应最快 人员的训练 一切以煞星教官为主 等人到齐了 我会通知下去 大约有一两万人 这广场似乎有点 小 一眼看过去的广场 能容纳几千人 都已经是极限了 三天之后 我再来 林玉对三个领导 各点了一下头 稍微不想留下的 随意离开便是 等人到齐打起来 你们会看不下去的 哎 沙星别走啊 灵寒的成员 普遍比 但人强 这不是单约吗 控制不好 力道会死人的 五号紧随在林玉身后 沙星 你为什么三天不给饭吃 是没钱吗 我这边立刻拨款 我不确认 林玉抬头 朝天空看去 另外有几架飞机 已经朝这边飞过来 将来这都是保家卫国的火种 只有他们足够强了 咱们在战争里 在艰苦着急的环境里 活下来 你强 你有理 五号说不过林玉的大道理 偏偏林玉说的每一句都是对的 他根本找不到话反驳 四号对林玉的吩咐 没有什么疑问 以林玉的境界 肯接训练兵员的教官 已经是那些年轻人的福祉了 等人员到齐之后 他把林玉的话当众交代了下去 对于度假山庄多大 这个广场多大 已经没人问了 两万多人或坐或躺或站 广场依旧显得空空荡荡 零号团 热血战团 他们本来是两个不同的单位 互不相识的 而且都是血迹放钢的热血大小伙 这要是打起来 只怕 五号想到了血肉横飞的场面 我还怕他们打不起来呢 林玉说完就走了 只留下五号 目瞪口呆地站在度假山庄的门口 冷宁跟杨雪 分别站在苏子叶的两侧 与面前那几个人对峙 哎哟 苏子叶 你可以啊 在家里藏了这么多漂亮女人 我怀疑你们在从事步伐活动 张志和满眼斜光地望着苏子叶和他身边的女人 三个女人 三种不同的美 随便一种都叫人挪不开眼睛 苏子叶美丽高雅 端庄 她身边的冷宁一身气质冰冷如寒霜 像是冰雪世界里面走出来的冰雪公主 杨雪美貌妖娆 浑身透着撩人的淑女气息 说得刚好 要人多看一眼 就有种想要扑过去把她压下的想法 要是能把三个美女一起收入囊中 这可是人间乐事啊 苏子叶气得小脸通红 她要出手 可对面是个普通人 她控制不好 那张志和就死定了 咦 前天见鬼 因为吓到你搬家 林玉诧异地看着满面红光的张志和 以她的手段 这个人应该早就被吓跑了才是 哼 我请大师 张志和得意洋洋地 拿起脖子上的一个大金牌 只说了一半 她等到眼睛死死盯着林玉 啊 是你对我家做了什么手脚 主人 这老小子天天骚扰主母 主母不许我们出手 杨雪冷宁看到林玉 当即上前跪地行礼 林玉指着张志和手里的金牌子 我对他那个金牌很感兴趣 你们帮我问问 是哪位大师手笔 从哪里找 杨雪叫声道 遵命 我的手可是痒痒了好几天呢 张志和看到自己看中的三个女人 目光里只有林玉那个小白脸 也顾不得找借口 她对身后的人一招手 给我上 这个小白脸给我打死 女人给我抢回去 这一幕 叫四周本来已经相信苏子叶三个女人 从事步伐活动的吃瓜群众 大跌眼睛 把男人打死 美女抢走 这是强盗吗 张志和是有钱的大老板 吃瓜群众哪里敢上前 一片议论纷纷声想到 张老板 你这是想干嘛呀 这不是明显 都是有主的吗 呦 光点火日 瞧瞧民女啊 有人担忧地看着被张志和 和带来的人包围住的三女一男 你们快跑吧 张老板是你们惹不起的 张老板朝说话的人痴了一声 跑 往哪里跑 我只要一句话 他们连江陵都混不下去 黎玉拦住了棋子 轻声道 东郭先生 你还有手软吗 这种货子打死了 都是为民出汗 江陵是他的城 居然有人叫他在江陵混不下去 黎玉盯着张志和 脖子上的金牌 毛子冷色一闪而过 得到黎玉命令的冷宁和阳雪 已经站起身 身形闪动朝张志和 带着人冲了过去 哎哟 居然还会武功呢 我请来的保镖可都是厉害 张志和欣赏着阳雪和冷宁曼妙的身材 几乎口水都滴了下来 张志和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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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是,主人。 龙宁一手提起张志和,面无表情地穿过人群走了。 大边块,等等我,我跟你一起去。 杨雪扭着腰,腰饶地跟在后面。 我跟九游学了棘手审讯的方法,你叫我试试。 张志和被人捏着脖子提走,他连叫都叫不出来,只能像是一只大鹅似的被人提着。 他那些厉害的保镖早就晕过去了。 有受过张志和欺负的人,看到这一幕,朝张志和吐了一口唾沫。 唉,你也有遭报应的一天。 回到屋里的林玉,朝空气里说了一句, 行,你跟去。 我也不是东郭先生,我怕控制不好力道。 苏子爷挣脱林玉的手,他鼓起脸,瞪大眼睛看向他。 你给我弄两个女保镖,暗地里还有你的大徒弟,也不用我出手吧。 你们没有危险,他们是不会出手的,我还是希望你们能自己应对危险。 因为我不会一直在你们身边,你们也会有各自的机缘,而不会永远留在我的身边。 林玉拿出一个秘境球,来滴血震主,我帮你炼化。 林玉帮苏子爷炼化了一个秘境,藏在他的神魂深处。 一只纸鹤出现在林玉面前。 林玉拿过纸鹤,一条信息浮现出来。 宗主,有个是玉牌的商人,过来找宗主。 他说他姓罗,海罗勒罗。 百家姓里哪里有这个姓氏。 林玉一想,就知道是海里遇到的那只老罗妖爪来了。 我出门一下,苏子爷郁闷地道。 郁,你这才刚刚回家,凳子都没坐热吧? 你好,熟悉一下刚刚认煮的东西,比厨带好用。 林玉侧身,在苏子爷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咱们小天可是安静很久了,小孩子太安静了,肯定在坐摇。 你去看看他在干嘛。 你赶紧坐摇,记一下你妈妈的锯利,我出门一会儿。 林玉出门之前,传音给打坐的林天,吩咐他坐腰。 林天的修炼被打乱,他的小手托着脑袋,一脸的郁闷。 唉,这,我不会啊。 他在苏子爷进来之前,打开林羊的电脑,上网查, 熊孩子如何坐腰吸引家长注意。 一个圆圆胖胖的老头站在店铺前,看到林玉出现,当即一拍自己的腰。 你倒有,我可是带着很多宝贝来跟你做生意的,逼人,罗老怪。 你持有我的玉牌,在店里等我几个。 林玉带着罗老怪走进店铺,直接走向楼上的房间。 以后我不在,也有想交易的东西,也能在这里直接交易。 我知道,一回争,二回除吧。 罗老怪从腰里拿出一只小小的裸壳。 你看看,我这次带来的交易物,我想跟你换你说的药草。 他从海裸壳里倒出一堆海底才有的材料跟矿石,数量庞大。 有些材料的年限很长。 甚至还是非常稀少的海底蜜巾在其中。 罗老怪笑道,林投勇啊,你对我带的东西还满意吗? 林玉不动声色地把所有材料都扫了一遍。 你想跟我换什么药材,多少年份呢? 需要至少千年的海灵妇,年份越高越好。 你能拿出更好的年份,我有更好的材料给你换。 老罗怪拍摆一下海罗可。 我知道海灵妇非常稀有,能有千年的,已经是千难万难了。 既然你知道海灵妇难得,那我如果换给了你,你能把海灵妇炼成丹药。 林玉神情自若,还得有好的炼丹师。 以你这样的妖兽身份,如果来陆地找炼丹师,只怕你都要成为炼丹材料吧。 老罗怪摸着圆滚滚的肚子,清弯林玉的话一愣。 对啊,我换到了海灵妇。 她的眉头一挑,目露警惕地望着林玉。 林道友,你不会是怕我撇上来,想炼丹吧? 如果我要抓你,在赫岛的时候就能把你们抓了,一抓还是一窝。 林玉好笑地摆摆手,我告诉你,你可以直接拿出更好的材料给我了,在你面前就是一位高阶连大使。 说着,林玉拿出了五颗海灵斧。 林玉拿出的海灵斧,每颗都是两三千年左右的药灵。 真的,还是假的,你这么年轻,就是高阶炼丹师了。 虽然我是海族,我还是知道你们人族炼丹师,从低级到高阶,比海族修炼成人参还难的。 罗老怪盯着林玉拿出来的东西,眼里冒出了金光。 原来他只要能换到一千年左右的海灵斧就满意了,现在林玉拿出来的每颗的年份都超过他的想象。 当然是真的,我甚至可以当着一个面,用海灵斧炼制一炉丹药。 不过炼丹成功之后,我就要坐地起下了。 我敢说,你找不到比我更高阶的炼丹师,我拿出的是年份的灵药,用一颗可是少一颗。 林玉说着,又拿出几株药材,一副随时要当场炼丹的家事。 把罗老怪的心紧张地抽成一团,海灵斧的灵药品级不高,却非常稀有,生长不易,而且只有海妖才用。 你真的可以炼丹,不会毁了海灵斧? 要看你能拿出什么好材料,叫我东西。 林玉从罗老怪之前拿出的材料里,挑出两样。 你拿得到这些东西,只有秘金和秘银都有用,其余的东西,在我这境界,都是可有可无。 你,你,你,你这个人族怎么那么黑心呢? 这两样就是我们海底都是非常稀罕的猴吗? 这,这,这块,都是我护脸皮跟人换的。 罗老怪指着秘银。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不是普通的海底秘银,这是来自积寒之海的秘银,数量非常稀少,几乎就没有海族能踏足那片海。 我本来还以为你很少上岸,没想到你骨子里是个奸商。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秘银和秘银的来历? 林玉在罗老怪拿出秘银的时候,就看到了这秘银的不同之处。 他要升级防火甲,目前这秘银是最好的材料。 我哪里是奸商,天地良心。 罗老怪露出一副肉疼的神色。 是这样吧,这样吧,如果你真的能把海灵敷念承担药,我再给你一批衣材料,熬着比这一批好。 奸商有更好的东西不拿出来。 林玉面不改色。 对,我不仅能练担,我还是个很不错的医生。 罗老怪赶紧把小海罗藏进腰里。 林道友这就是开始做力气价了吗? 有的材料真的非常的稀罕,也非常难获得。 这几颗药,我,我可以要年份低一点了。 这些就是我这里年份最低的。 林玉把其中两颗推给罗老怪。 你先拿两颗去找找炼丹师,如果无人能炼丹,回头你来找我,就只能接受我的泽地洗下了,而且机会只有一次。 罗老怪真的非常想拿到两颗药材。 你是炼丹师,我倒是挺在意的。 可你是医生,人族的医生,对我们海族也没用啊。 一个海底大腰,如此扭腻。 林玉抓起两颗海灵符,塞给罗老怪。 别给我说,人族医生对海族无效。 你们海族的海医,能看出你西年凝珠失败。 最后只把凝珠失败的圆珠夹住在你的壳上。 罗老怪的眼珠几乎瞪出来。 你接着说。 你的壳被你夹住了数次十百元珠。 现在,你的壳已经是顶级的练习材料。 防御齐高,你敢来陆地,也是仗着你的防御吧。 林玉的目光里,银光闪烁。 其余海螺腰的壳里最多有一个空间,成为他们移动的房子。 罗老怪的海螺壳里,住着他的族群。 你已经把你的壳炼制成一个小世界。 你,罗老怪坐不住了。 他圆旁的身体,撞着桌椅乒乒乓乓一阵乱痒。 他一边手忙脚乱的扶桌椅,一边张口结舌地盯着林玉。 林道友,你连这都能看出来。 我是医生。 林玉收敛目中的荧光,神色淡然地望着老海螺瑶。 他获得神龙经之后,把其中的五步都学了。 腰部自然在其列。 你真的是医生,连腰族的病都能看吗? 罗老怪推开面前的桌椅,没拿林玉给他的药材。 圆溜溜的眼睛紧盯着林玉。 你能看出我的病,也能看出我不能凝聚圆珠的原因吗? 你一想问我这么多问题,你希望我先回答哪一个? 林玉坦然自若,手里一把玩着蜜银和蜜金, 跟罗老怪交易材料是顺带的。 去那个神秘的海域,找到那位海神才是他想做的。 罗老怪眼巴巴地望着林玉。 广告,你说你是医生,是我想当然, 以为人族医生不能给海族看病。 你原谅我的口不择言,我想知道, 你怎么看出来我凝聚失败呢? 初次见你的时候,你露出过壳, 你化成人参之后,你的破窄就露出来了。 境界有切,那只能是你凝聚失败。 林玉道,我是医生,看出你的身体不足很难吗? 林道友,你这就不对了。 你知道我这么多年看过多少海医, 人医,腰医,我就差去找摩医了。 罗老怪激动得浑身的肥肉都在颤抖。 如果我能凝住,海象里必有我的位置。 如果我,我…… 你要成什么海将,不是我关心的事情。 你想要成功凝珠,根本不难。 林玉望着老海螺腰,胖胖的身躯。 你要发誓,不能围护人族。 将来一族入侵,你要竭尽所能,抵御天外一族。 罗老怪更激动了。 你是说,你有办法叫我凝珠成功? 林玉静静地望着他,发神魂誓愿。 发,发,我发。 在地球上,人族跟海族,妖族各族虽然不是同一种族, 但毕竟在一个概念上,是同仇敌凯的同一个阵营。 罗老怪此时已经万分确定,林玉是真的有办法叫他凝珠。 他是真的看过很多医生,看过海里的亘古老怪, 都对他凝珠没有好的办法。 他竖死凝珠皆是失败, 而有他的壳越来越结实,堪比仙气。 后来他的空间被他炼成了小世界。 无数年来,只有林玉一个人,一眼看出他不能凝珠。 我罗老怪以神魂方式,绝不以人族为敌。 如果有天外异族入侵,我必领我族,竭力抗敌。 罗老怪一直点在自己的眉心,神情无比正宗。 神魂誓约是这普天之甲最重的誓言, 就是成了仙神,昔日发过的神魂誓约断不敢违反。 妖兽修炼到一定境界,是能凝结妖丹的。 妖兽的品级决定妖丹品级。 海洛妖的宁珠却是与妖丹迥然而异的东西。 妖丹是妖兽的修炼境界, 宁珠却是某些特殊妖族的修炼精华。 境界越高,宁珠越是艰难。 林玉从神龙经理的妖部得知了妖丹与宁珠的区别。 见到罗老怪的人身之后,结合书中所记, 他才判断出罗老怪是个数次宁珠失败的家伙。 感受到空气中内股熟悉的魂魄震荡, 林玉知道罗老怪是非常迫切地需要宁珠, 在立世纸上毫无水分。 你等一会儿,我做一点准备。 几千年都等过来了,这一会儿,我等。 罗老怪黑黑一笑,在桌边坐下, 看到桌上的几颗海灵符。 如果道友能叫我宁珠成功, 虽然我不再需要海灵符, 我们的生意仍可继续。 林玉嗡了一声, 抬手把罗老怪拿出的材料收起, 手指再次移动, 树珠药材凭空出现在桌子上。 罗老怪的眼珠几乎瞪出来。 登仙姬, 我找到的最好的, 也不够五百八十年, 你这一出, 既然也是两千年的。 五珠山, 又是约磨两千年的。 啊, 葛星沙皮, 罗坡玉草, 都是两千年的, 都有直接拿出这些, 你不怕我买不起吗? 你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秒, 我怕什么? 林玉直接催动火焰, 凌空将海灵符在内的数个药材, 一起丢入火焰里。 你, 你居然连炼丹炉都不要。 罗老怪看到林玉的炼丹方式, 再也坐不住了。 你不是在暴天天火, 就是个炼丹变态, 我, 我宁愿相信你是炼丹变态。 没有事后的炼丹炉, 林玉有炼丹炉变用, 没有炼丹炉, 他早已到了随心炼丹的程度。 在林玉手里的火焰里, 数个两千多年的珍稀灵药化为药叶, 在火里变形, 忽而凝聚成山性, 忽而化作某种不知名的植物, 忽而变成圆球。 罗老怪此时惊讶地差点想尸声叫出来, 他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变态? 这样也能炼丹? 化叶, 提唇, 精粹, 凝裂, 浓郁的丹香从林玉手里飘出, 充斥整个房间。 好强, 好变套呀。 罗老怪知道丹药快成功了, 他也知道这是炼丹的关键, 当即大气不敢出, 静等林玉凝丹。 那一团不断变化的药液在林玉手里, 被他分成了六份。 顺息间, 六枚滴溜溜乱转的丹药在林玉的掌控里, 凌空悬浮, 滴溜溜地打转。 这时, 海灵丹, 闻到药香味, 看到成品的丹药, 罗老怪一眼就认出来这丹药。 算你有眼力, 不过我第一次练制你们妖子的丹药, 承担率太低, 可惜了, 浪费了药材。 林玉拿过玉瓶, 将六枚海灵丹收入其中, 罗老怪的心因为激动过头, 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 尼玛老子求了几千年的东西, 本来以为这个人足修士不可能炼制出来。 谁知道, 林玉不仅炼出来了, 用的还是他见所未见的手法。 炼出来就很逆天了, 这小子居然嫌弃承担率太低。 罗老怪感觉自己几千年的眼力都看不穿眼前的林玉。 如果倒有熟悉炼制的话, 应该是什么样的? 至少十二粒上品吧, 这才只有六枚, 还有四枚是下品的。 林玉回想了一下自己炼丹的过程, 炼丹没有问题, 怎会如此低的承担率? 变态, 罗老怪在心里面评价林玉, 他胖胖的脸上却是更惊喜地笑。 那我们开始凝出。 林玉把玉瓶直接抛给罗老怪, 你吃了就差不多凝住了, 我在这里跟你护法。 他拿出几块扇盘, 随手丢在罗老怪身边, 他自己则还在纠结承担率的问题。 罗老怪当即盘膝而坐, 拿出一枚下边喊铃丹, 直接放进了嘴里。 林玉的脑中响起了花悬的声音, 这小罗鸭说得没错, 你真是个变态, 承担六枚还鲜少? 我炼制别的丹药, 承担率更高, 这又是我的水平, 我想不通。 再次回想一下自己炼丹的过程, 脑中一遍遍地推演, 按照他的推演, 应该的确如他所说是十二枚才对啊。 我虽然不懂炼丹, 但是我感觉到你炼丹的过程中, 有不少药液在火里消耗了。 花悬说道, 原来竟是我托大, 没有用炼丹炉的问题。 可惜, 我至今都没有找到合适炼丹, 林玉一线子就想到了关键, 一道磅礴而凝裂的能量, 在林玉身边轰轰作响。 林玉抬幕一看, 罗老怪的手里托着一株黑色带火彩的珠子, 满脸都是欣喜的泪。 终于成了。 此时罗老怪身上的气势凝炼如海鸢, 林玉居然看不透他了。 凝珠成功, 对一个妖族居然有质的变化。 在林玉思考的时候, 罗老怪胖胖的手掌一把拍在他肩头。 小友, 以后你就是我罗老怪的忘年交好友, 你解决了我的问题, 以后我们做生意, 我肯定给你都拿好的东西, 帮你满意。 但随后, 罗老怪尊重地道, 我哪里有一个病人, 你要是也能治好海里所有的生意, 我都自信都带你一份。 第三天, 发饭的时候, 三号, 四号和五号都到了广场, 饿了三天的人, 拿到手里的饭盒都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五号看到饭盒里绿油油的, 古怪地道, 傻行又不肯要经费, 就给我们的战士吃这些。 之前他们是没打起来, 吃完这个, 估计就要鸡尾狗跳了。 看看再说吧, 三号跟四号也看到了饭盒里的东西, 本来以为都是寻常之物, 他们毕竟是修道者, 与五号不同。 两个人看到战士饭盒里的绿油油蔬菜, 眼睛都快冻出来了。 灵药? 傻行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两万人, 人人都有一份灵药, 即便是最低级灵药, 也是庞大无比的财力。 在所有人吃完饭之后, 立刻有人把广场之上的杂物打扫干净。 与此同时, 广场周边浮现出两池水。 广场上有人凹地叫了一嗓子, 我身上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们这是怎么了? 几乎所有人的身上, 此时都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 他们的身上从皮肤上毛孔里冒出了黑油油油油腻腻的东西。 有稍微懂一点的人疑惑得到, 怎么像是洗髓发骨? 好恶心啊, 处死了。 三号勾勒的身躯, 都不由挺直了些许。 已经洗髓啊, 我几乎都能猜到傻星接下来要做什么。 四号顺口问道, 傻星还能做书臣吗? 惊世骇俗的事情出来? 我只是隐忧有些猜错, 估计也是八九不离十了。 我要回去跟总部里商量一下。 三号深深地看了一眼广场上的人, 即便林玉没有如他所想, 这两万细岁之后的战士, 也绝不会再是普通人。 林玉还要去见二号, 他带回去跟二号沟通一下。 有人在广场边高声宣布, 旁边的水池就是给诸位洗澡的, 随后也会送衣服过的。 水池不分男女, 诸位合理安排。 饿了三前, 吃了一顿味道古怪的饭。 皇天化日之下, 男女共浴。 有人已经开始不满, 教官为什么自己不出现? 他这是在故意折磨我们? 我不干了, 我要走。 平静了三天的广场, 今天终于不再平静了。 有人当真要走, 被人从广场一边一脚踹回来, 踹人的道, 想离开广场, 只能打败我们。 这里是两拨人, 林浩团的人见识过林玉的厉害, 他们都被林玉揍过, 点拨过, 扶得五体投地。 另一拨人隶属于热血战团, 他们都是注定要上域外战场的。 虽然多数都是普通人, 一神战役与傲骨, 注定他们不是软叉子。 一拨要走, 一拨阻拦。 很快在广场之上, 形成敬畏分明的两队。 没有一个人能走掉, 要走的人总是挂了彩, 也只是可以忽略的疲惹上。 灵团的人下手非常注意分寸。 两边各站出来几个人, 面对面的对峙。 热血战团推出来的代表霍林, 目光不悦地盯着零号团被推出来做代表的几个人。 我们是被送来接受训练的, 教练都不出现, 算什么训练, 我们要离开。 没过多久, 我没有战斗阵舞, 没时间浪费在此。 剑心与郭帆并肩而立。 自从你们来到这里, 不管教练在不在, 你们与我们的训练就已经开始了。 你们连我们都打不过, 如何上战场? 不服气可以干架, 我会对你们手下留情吧。 霍林身边的王志出声道, 一眉也口口声声, 说我们是你们的战友, 就这么对待战友? 八三八说道, 就是因为是战友, 我们出手都很克制。 教练跟我们说过一句话, 在训练场的每一滴血汗泪, 都是你们日后在战场上的生机, 两方人马对峙, 彼此之间都不服气。 王志说道, 道理是不错, 我们真的有任务在身, 我们要去做战前准备。 在这里训练, 何状不是你们的战前准备, 姐你们还是听教练的, 你们以为你们是怎么来这里的, 教练跟三四五三位沟通过的。 郭帆知道, 四号亲自聘行师尊林玉为教练的目的, 就是希望战士们能减少伤亡, 都有凯旋而归的机会。 霍林还要说什么? 叫, 郭帆一口打断他, 我们的教练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去过, A0914活着回来的人。 四号怕两方打得太狠, 叫他在时机合适的时候, 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对方。 果然, 刺烟一出, 广场之上顿时寂静, 热血战团里的绝大部分人, 不可置信地望着郭帆。 灵团里不是所有人都知道A0974了, 但是热血战团里谁不知道? 自己从A0974传来了生活和战斗的影像, 这可是数年来的第一次呀。 这是江灵? 教练他是林玉? 霍林紧盯着郭帆, 此时他满脸神情已经不复之前的暴躁, 反而是不可思议地镇定。 江灵林玉, 是热血战团里每个人在这几天都耳熟能详的人物。 没错, 这是江灵, 至于教练是不是叫林玉, 这我不知道, 我这边不太了解名字, 都是代号, 郭帆指自己的鼻尖, 1904, 全黄。 人群里有人出声道, 我知道, 2002煞星, 就是林玉, 是江灵人, 我们是同一个小组的, 煞星就是教练, 教练名叫林玉。 一个妖娆的女人在身边年轻人头上拍了一张。 哎呀, 颠三倒四的, 你就不怕这位战友听不懂啊。 听懂了, 教练是林玉没错, 霍林身体朝后一退, 抱歉四周一礼, 抱歉, 是我们无礼。 你也别高音的太早, 郭帆摸不鼻心, 你们道歉了, 也要挨揍, 你们可以还手, 教练的命令。 围在广场四周的灵程员, 纷纷露出了和善的笑, 我们会注意分寸的, 绝不会打死, 打餐。 教练还有个职业, 是医生。 看到四周的笑脸, 霍林, 王志等热血战团的成员, 都觉得后背凉嗖嗖的。 刚刚他们都听清楚, 林玉的代号是煞星, 现在居然告诉他们, 煞星的职业是医生。 哎, 你们看哪, 有人叫了一声, 所有的人寻生忘记, 广场周围的两个脏脏的水池, 突兀的消失不见, 起而代之的是八个兔神而出的警官兽头, 兽头下的小水池, 似乎永远不会满事的。 在兽头旁边, 放着八个奇大无比的竹筐, 竹筐里摆着的是他们不久之前, 吃过的唯一饭菜里的蔬菜, 此时看到蔬菜的圆貌, 有识货的人悄然倒吸一口冷气。 八大筐一惊洗碎的灵药, 这是何等大的手笔。 林玉缓不走进广场, 从现在开始, 你们渴了喝水, 饿了吃草, 看到旁边的读书馆没有, 里面的书人手一册, 不得损毁, 一字不落的大声通诺完毕, 才能出读书馆的门。 三天内没通过读书这一关的人, 在广场上的人, 人人见而奏之。 再也没人质疑, 林玉口中这个奏是什么意思。 有人当即要冲向图书馆, 有人当即在人群里叫了一声, 抓两颗草叙啊, 没有水喝, 带有吃的吧。 不管是热血战团还是零号团的人, 冲向竹框, 抓起一把草就走。 个别有除袋的人拿出水壶, 慢悠悠地在涂水袖头下灌满了水。 没人质疑, 看起来只有两三层的图书馆, 如何能容纳两万人。 广场上很快空荡荡, 图书馆里传出了读书声。 第一部分, 五道篇。 傻星, 你做的这些, 我怎么看不懂了? 五号跟在林玉后面走过来, 空荡荡的广场叫他眼珠一缩, 一两万人在林玉一句话之后, 就消失得干干净净。 你也来尝尝, 林玉拿起两株灵药递给五号, 这里的水也可以喝。 五号直接把灵草放进嘴里。 居骨清香的药味? 嗯, 不像是草, 我本来以为你是叫他们体会前辈当年过草地的艰辛。 虽然不是, 战场的补充兵员都太弱, 给我的时间不多, 林玉是以五号去喝水。 五号吃了两颗灵药, 身上也没有出现褐色的污垢, 他暗暗叹息一声, 有的人完全没有修炼的根本, 即使阴仙也束手无策。 我想他们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地变强, 或订他们那一批是因为完全没有时间了, 只能拔苗助长。 是啊, 时间不多。 五号怅然地望着空荡荡的广场。 如果能再给我五十年, 不, 二十年就好了。 林玉对此也是无奈, 五号已经吃过他提供的延售单, 也只能延长十年的寿命而已。 前辈们的战旗, 我们接过来了, 遇到你, 可能是我这一生, 最值得炫耀的骄傲了。 五号听完林玉的话, 感慨万分, 呼得话题一转, 林玉, 你知道我姓什么吗? 林玉不知道五号的姓名, 他也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 当即摇头。 我不知道, 我姓霍, 霍亭跟霍直都把你夸成了神仙。 五号和蔼无比地看着林玉, 谢谢。 为什么? 林玉如果再不知道五号跟霍亭和直的关系, 他就白火了。 你们这是为什么? 守护家国是我们的使命。 林玉在老头说这句话的时候, 有种奇异的错觉, 这老头的身上似乎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光芒。 或许苍天见故, 您老人家能再有二十年的时间也说不定呢。 五号朗声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我并非贪生怕死之徒,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俗成全民练武。 全民身体素质提高, 形成尚武之风, 将来欲外之敌入侵, 才能更可能地多保存人族兴活。 一个胸有大志, 大爱的老头子, 可惜林玉遇到他时间太晚了, 如果早认识几十年, 他还能给老头一番造化。 此时风珠残念的老头子, 如果强行拔苗助长, 只能叫老头去得更快。 来到这训练场的人哪, 哪里有怕死的? 不过连死都不怕的人, 似乎有点怕读书。 五号朝图书馆看去, 几山若大的玻璃窗里, 能将图书馆里的内部一角, 看得清清楚楚。 有人捧着书在朗朗阅读, 留的人把书顶在头顶, 一脸苦恼郁闷。 这些臭小子, 叫他们读点书, 怎么成这样了? 不放心的话, 你可以进去看看他们, 我寻你自由解出, 不用跟他们一架熬三天。 林玉说道, 有卡车停在度假山庄的门口, 从卡车上跳下来秦永峰跟小鱼走。 林玉, 您要的东西, 我们给您放哪里啊? 林爷? 把车开进来, 这里有口广场。 林玉扬声道, 好嘞, 马上就到。 听到林玉的声音, 秦永峰给小鱼做了一个手势, 转身跳上车。 几辆卡车开进来, 数个穿着双龙大厦保安符的壮汉, 把卡车上的东西卸下来。 橙捆的黄纸, 橙箱的毛笔, 石刻刀, 橙堆的朱砂, 橙堆的玉石碑。 这是? 五号看到卡车上卸下来的东西, 突然画风好像有点不太对。 这些东西哪里是训练需要的? 他们下一个训练项目, 我都准备好了。 秦永峰等人卸完东西就走了。 林玉上前, 抽出一张黄纸, 翻来覆去看了看。 看不懂, 我去看看那些小子们, 我对你叫他们读的书有些好奇。 五号走进了图书馆, 林玉的手机响了, 他拿起手机接通, 罗老怪的声音传来。 林玉小友, 这几天你不要离开江陵, 我现在就是把病人带来。 几天之内我不会离开。 林玉听到罗老怪提到那个病人时的郑重, 这是他第二次从罗老怪口中听到如此郑重的语气。 还是位同一个病人, 罗老怪的境界几乎相当于人族的地先。 能叫他如此郑重其事的人, 林玉也非常好奇。 那种几寒之海的秘银, 还有秘金多多余扇。 秘金还有商量余地, 几寒之海的秘银, 你想都别想, 那种地方老子是再也不去了。 罗老怪直接挂了电话, 林玉听完却露出了笑。 原来那个去过的人就是老海罗妖, 看来获得极寒之海秘银也不是不可能, 他总觉得那种地方产出的秘银用途不会是简单的炼气辅料而已。 凭借直觉, 他要多收集一点。 罗老怪挂了电话之后, 懊悔不已地直叹气, 我怎么那么嘴快, 干嘛要告诉小狐狸我去过呀? 随后他一咬牙, 如果小狐狸能治好脑胃, 我就是舍命陪小友也走一趟。 这小狐狸真不知道是我的福星还是我的孽缘的。 罢了罢了, 忘年交小友是我自己认的。 三天时间一到, 有人怒怒续续从图书馆出来, 一出来直扑水池去大口地喝水。 连年三天的书, 嗓子差点冒烟。 有人送图书馆出来, 嗓子都已经哑了。 广场上有人把一包包材料给发出来, 跟进你们读的书里的图, 把里面的符画出来, 画成功的, 并且成功使用的, 可以加摊。 成功读完书的人, 看着一大包的材料, 眼珠差点跳出来。 画佛? 那倒是画的那种, 鸡鸡如驴定, 就能用那种? 嗯, 这是教官的命令? 废话, 除了教官, 谁会在这里发好施令, 赶紧照做吧, 不然只能天天吃草了。 广场四周, 放着满满几大筐的草, 现在几乎所有的人看到这筐子里的东西, 眼里都要冒出绿光。 只有极个别的人知道, 书里的符是中高级的, 一样画葫芦还是可以的, 这里就没有几个人能成功使用灵符的。 林宇站在广场的中间, 画符的时候, 想想书里写的内容, 总有一段适合你, 记住我这六个字, 总有一段适合你, 他特意在书里留下了不同属性的功法。 六天了, 一点正统的训练都没有。 不是吃草, 喝水, 就是读书。 书读完了, 还要战士画符呢? 灵号团的人因为经常兑换灵符, 多少知道符的用途, 热血战团的人就是纯粹的战士。 此时, 他们再尊敬灵域, 能从战场活着回来, 也没了耐心。 一个个大吼道, 我们要走, 不灵了。 灵号团的人下意识, 就要上前围堵, 灵语白白手, 谁那么去, 画符成功者, 家团。 此时, 有一辆辆卡车, 开进度假山庄, 不少人从车上往下卸东西, 一个个穿着厨师服装的人, 纷纷进驻到小院子里, 很快, 在每个小院子的墙上, 挂上了牌子, 西餐区, 鹤岛餐区, 大排档区。 广场的周围很快摆满了餐车, 有人在一边烤香肠, 有人烤手抓饼, 食物的香气冲进了每个人的鼻腔。 灵号团的人不阻拦, 教练也不管, 热血战团的人纷纷冷哼一声, 流着口水抬脚就走。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走到广场的边缘, 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屏障阻碍到似的, 砰砰砰的声音传来, 不时有人撞上前, 就是没人能出去。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怎么出不去呢? 这跟图书馆一样, 打不到要求就出不去。 我会话。 灵号团里的小姑娘打开手里的包裹, 拿起毛笔沾上朱砂就开始画, 她画完之后朝空中一扔。 金甲符, 去。 她手里的符迅速化为灰锦, 一个金色盔甲出现在半空。 嗯, 不错, 下次记得拍到自己的身上, 能抵御物理防御。 林玉暂许地点评了, 这个小姑娘是个练气器, 能成功画出来和稀奇。 教练, 我去加餐咯。 小姑娘把包袱背在身上, 蹦蹦跳跳地出了广场。 我要十根考长, 我要考长花束, 我老早就想要了。 有人带头画成功了, 得到了林玉的赞喜, 当即有人打开包袱, 对着书上的金甲符开始画。 第一个吃了螃蟹的小姑娘, 拿着一大磅香肠在广场外, 蹲下就开始吃。 嗯, 太好吃了, 啊, 先饿了三天, 又吃了三天的草, 能吃到食物太好了, 听教练的话, 就是好。 霍林摸着着面前, 透明的屏障, 看着刚刚从他面前出去的小姑娘, 扭头对身边的人说道, 把书放开, 我们也画金甲符。 他听到林玉说的, 金甲符可以拍到身上, 增加物理防御, 他总觉得, 这画就是专门给他们热血战团说的。 陆陆续续无人画了符, 得到了林玉的点评, 不错, 你观察得很仔细, 书里的符有对敌的, 有用在自己身上的, 虽然是练武的, 但是跟踪脑子, 不错。 得到了夸奖的大汉, 喜滋滋地走出广场, 我要吃二十份烤牛排。 他的身上跟小姑娘一样, 把画幅材料都背在了身上, 又有人出去了, 没人问失败是怎么界定的, 失败的符画一半就自动烧毁了, 要么根本不可能急发, 怎样扔出去, 就怎样轻飘飘地飘到地上。 大队长, 我画成功了。 一个热血战团的战士, 把金甲服拍到自己身上, 他的身上金光灿灿, 像是穿着金色的盔甲, 我能感觉到, 这张服可以用半个小时。 霍林惊讶地看到一眼说话的人, 叫我拍一下, 他用五成力道朝说话的战士拍去, 砰, 战士纹丝未动, 他的手被震得生疼。 不错, 这服务是可以叠加不同的, 同一属性的服务只能笑过小腿, 才可以继续拍第二张, 如子可教。 霓林看着那个战士身上金光灿灿的铠甲, 要善于发展思维, 教练不是万能的, 不能把每一个人都密密俱到地交到位, 那本书里就是你们要写写的全部, 你们之中的桥主人物, 我才会额外指点, 这市场没有什么公平可言, 遇到危险的时候, 只有实力强, 能力高, 运气好的人才能活着。 换一句话说, 师父顶进门, 修行在个人。 热血战坛里有人还成功了, 并且得到了教练的赞许, 成功离开广场, 此时之前的不满, 不耐, 反对, 彻底消失一空, 广场上都是专心画符的人, 不时有人泄气地道, 哎呀, 我好笨哪, 还不如一个小姑娘又失败了, 也不时有人惊喜地冲到淋浴面前, 教练, 我成功了, 加三回来的小姑娘, 揉着圆姑姑的小肚子, 重新走回广场, 开始画第二张符, 她对着书上的图案, 一边对照, 一边画, 金甲符很简单的, 我试试闭火符, 有这个符可以不怕火了吧, 闭火符也成功了, 可惜外面好吃的很多, 我再也吃不下了, 旁边一群鸡肠鹿鹿的大汉, 听到小姑娘的自言自语, 简直羞愤欲死, 小妹妹, 你能不能支点支点伙伴, 我们太笨了, 我们不敢去问教练, 那小姑娘征询地看向林玉, 林玉微微汗手, 战友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上了战场, 你的拋背就是要依靠战友的, 同样, 战友的后背也是交到你们手里的, 直到所有人把玉符刻画完成, 林玉就要丝毫把人领走了, 看到气质焕然一新的一群人, 丝毫真惊无比, 几乎不敢置信, 你用两礼拜, 培养出了近两万猎气战士, 这何者是智得飞悦呀, 他们简直是脱胎换骨, 方法交给你了, 这地方够你使用, 阵法控制也交给你, 以后松车的战士, 必须至少是猎气战士, 能用储戴能画符, 林玉把图书馆跟广场的阵盘全部交给四号, 其中发现了佼佼者, 资质异常优秀的人, 可以交给我额外培训, 我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有限, 培育战士和人才不是一朝一夕能成的, 领导, 慢走不松, 我有事要做, 林玉毫不犹豫地直接下了逐客令, 我好胆是领导, 你连做都不客气地请我做, 我有一点思路, 要实施升级放火甲, 树不奉陪, 林玉朝四号伸出手, 上次说的放火甲的样品, 行, 我走, 等会儿我叫人送过来, 你尝去江陵分部, 看看那些小子, 我分配了新人, 四号只好走了, 没过多久, 有人送来了几件放火甲, 这次林玉用极寒之海的秘银, 替换了之前的海底秘银, 他计划在旗上加避风, 避火, 避水, 避毒等等, 上次的符文等级不高, 这次试试等级稍高的符文, 就刻画上古的防风符, 一念想到, 林玉的手里已经开始动作, 以防火甲为弃胚, 开始刻画, 只刻画了第一笔, 作为弃胚的防火甲便破碎了, 防火甲的质量太垃圾了, 根本连一个古符文的第一笔都承受不住, 林玉看着一地碎片, 微微皱眉, 如果还之前的合画法, 根本没有升级的效果, 先升级弃胚, 林玉在防火甲上加入了一丝蜜金, 有了这一丝蜜金的加入, 防火甲在林玉的火焰里慢慢浸出不少的杂质, 浸出杂质之后的防火甲因为多了一丝蜜金后, 整体泛出淡淡的淡金色, 原本有几斤重的防火甲, 现在只有一斤左右的重量, 这重量就是穿在衣服里, 也几乎是轻若无, 成功加入蜜金之后, 防火甲气胚已经被提升了不止一个等级, 林玉在这个气胚上重新开始刻画古符文, 一笔, 第一笔成功, 第二笔, 成功, 古防符符成, 古防符符泛着淡淡银光没入气胚之中, 看到这个古符文成功刻画, 林玉没有掉以轻心, 他开始刻画第二个古符文, 避水符, 第二个古符文泛着淡淡白光没入气胚之中, 第二个古符文也成功了, 第一次刻画失败, 还是气胚的承受能力太弱, 这些古符文还是最低级的入门级的古符, 不知道它们能不能刻画出来,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他这么强大的魂魄, 林玉手里动作不停, 把他计划的其他古符文一样画完, 林玉补刻上阵文, 升级之后防火甲通体添蓝色, 上次升级过是火红色的防火甲, 这次变成蓝色, 就叫你冰火二冲甲吧, 主要是防御极寒和变特高温的天气, 其他的都是辅助的功能, 最好找一个专门的炼气宗门, 来加工防火甲的气胚, 我在修道界, 居然还没有遇到一个, 纯粹以炼气为主的宗门, 难道地球上的炼气, 就已经落寞到这个地步了, 林玉记得他神游万戒的时候, 在别的界面见过专门的炼气宗, 炼丹宗, 甚至还有专门以阴律为主的宗门, 而在地球上, 这些都没有, 林玉拿了一个储物袋, 把冰火二冲甲收入其中, 他把蜜金跟齐寒之海蜜银, 各自切割了一小块, 放进储物袋, 不是我小气, 实在是东西太少了, 东有空带装的老妖怪, 叫他带我去齐寒之海, 蜜金和蜜银这种东西, 就是飞升之后也是非常有用的, 仙气跟神气之上, 也是需要这两样材料的, 只不过这用途很少有人想知, 偏偏林玉就知道, 他在神游万戒的时候, 意外获得了蜜金和蜜银的其他用法, 林玉离开度假山庄, 把储物袋交给了各种找借口, 守在度假山庄门口没走的四号, 里面有两块材料, 非常稀少, 用的时候只需添加几少量, 你的效率如此之快, 四号看到储物袋里的东西, 惊诧地说不出话来, 他只是想到林玉出来, 没想到林玉居然真的升级好了防火甲, 新升级的防火甲, 绝对零度和高温两千多度吧, 你自己拿回去做事业, 林玉说完, 扭头回家去了, 同在老城区, 他两周没回家, 他自己也过意不去, 回到老城区的住宅, 家里的东西空空如也, 苏子月不在家, 林天也都不在, 林, 你师母和你师弟和师妹呢, 林玉直接传译给林, 林也没有回复, 林玉的心一沉, 难道他们都出事了, 他拿出手机给冷宁打电话, 冷宁, 苏子爷他们呢, 冷宁恭敬地道, 主人, 主母和小姐少爷搬家回林家院了, 那个张志和自己不来骚扰, 又找了不少人来骚扰, 主母烦不胜扰, 林玉一阵无语, 是他想得不周到, 他一个人归凡, 没必要带着全家一起, 适应凡人的生活, 那你跟杨雪秋一起留下, 冷宁顿礼一下说道, 主人, 他们也找过来了, 您的老朋友们, 好像有什么事情, 老朋友, 林玉的眉头一沉, 能成为他老朋友的人着实不多, 来了几个人, 两个, 一男一女, 冷宁道, 他们现在就在林家院的门外, 只说是主人的老朋友, 具体又不细说, 没人放他们进来, 白家的小姑娘说, 这两个人带来的是麻烦, 嗯, 我马上回来, 林玉回到林家院的门口, 一眼看到一个应该绝不可能遇到的人, 一鸣雪, 在一鸣雪的身边, 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那人神情阴质, 怎么是你? 你回来了? 一鸣雪看着林玉, 玩耳一笑, 嘿, 我有事找你, 我就来了呀, 怎么, 不欢迎吗? 那个神情阴质的男人健壮, 用阴神的目光看向林玉, 嫉妒和嫌弃的神色毫不掩饰, 鸣雪妹妹, 你不给我介绍一下这是谁? 一鸣雪一脸温柔地望着一鸣鹰, 声音轻柔, 这是我的朋友, 以前他帮过我很大的忙, 以前? 这几年你都没离开一两天, 那都不知道是多久之前了, 他这么年轻, 能帮你神吗? 一鸣鹰不动声色地看了眼林玉, 目光里带着神势, 我以前在这里的城市生活的, 你知道的呀, 这次要找到灵茶, 我就要邀请林玉一起去, 他对这里肯定比我们熟悉, 一鸣雪说完, 对林玉说道, 我们在江陵酒店下榻, 来找你就是找你一起吃饭, 然后有事相求, 那就一起走, 一鸣鹰嫌弃地看了一眼 原鹰气的林玉, 请老朋友吃饭都是没问题, 一起寻宝的事情, 你倒是要好好考虑一下, 他的境界有点低, 一鸣雪温声道, 明鹰大哥, 这是我的朋友, 你不要这么说嘛, 你会伤到别人的, 是吗, 我觉得人要有贵在自知之明, 一鸣鹰露出皮笑肉不笑的神情, 对了, 你家住的小区有点奇怪, 要不你先带我们进去参观一下, 我们再去吃饭, 林玉神情淡淡的, 这是我的个人住宅, 我没有带陌生人参观的兴趣, 他对一鸣雪说道, 明雪, 好久没喝你泡的茶了, 我们找个茶楼如何, 好呀, 一鸣雪毫无芥蒂地地一口答应, 一鸣鹰的脸黑了几分, 他身上的冷意朝着林玉压下, 无形地释放出威压, 想要林玉猝不及防地跪下, 在一鸣雪面前出丑, 这种针对性的威压施压, 在一鸣鹰身边的一鸣雪毫无所觉, 我的茶道有进步哟, 一鸣鹰冷眼看着林玉, 等着看林玉狼狈出丑的一步, 除了他释放出针对性的威压, 林玉像是什么感觉都没有似的, 你离开地球之前还没学会点茶, 这种多年过去了, 你应该学会了吧, 林玉在修为下降之前是道玄七重, 他哪里会被道玄五重的一鸣鹰威压给吓住, 一鸣鹰的眼里阴冷更深, 他加大威压, 以他的境界, 一个圆鹰漆早就应该跪下了才对, 看林玉跟一鸣雪好端端地在聊天, 他忍不住问道, 这位道友, 我对地球修道界也有些了解, 不知道你是哪个宗门的弟子, 我是散修, 林玉从善如流地回答, 听到林玉说是散修, 一鸣鹰仿佛真的是后知后觉的头, 明玉, 你看你也不早告诉我, 你朋友是散修, 害我当面问这种问题, 伤人自尊, 一鸣雪愣了一下, 你也没问我呀, 林玉是医术很好的医生, 他是…… 很有本事的人, 这几个字还没说出来, 一鸣鹰已经笑道, 其实散修也没什么问题, 明玉也是散修, 我虽然是大宗门弟子, 不过我还是很羡慕你们的, 明玉, 你哥哥是哪个宗门的弟子, 林玉的, 道友, 你可以直接问我呀, 我是一行天灵剑宗弟子, 一鸣鹰说话的语气里带着傲然, 宗门弟子专有的优越感, 我看你古灵不大, 你想加入每个宗门, 我可以引荐你, 多谢一道友, 我喜欢自由自在, 林玉自己建立了一个, 在上宗里堪称顶级的宗门, 他又怎么会特意拜别的宗门, 找了一个茶馆, 三个人要了一件包厢, 一鸣血拿出了架子, 加了茶叶放在杯子里, 我没带茶粉, 给你尝尝我在一行天种植的江雪三椒, 泡好茶之后, 他把第一杯茶直接端给了林玉, 一鸣鹰的脸几乎黑出了天际, 这茶叶, 像是你都不舍得拿出来喝, 今天居然拿出来了, 对呀, 看到多年不见的老友, 肯定要给他尝尝珍藏的茶叶, 一鸣血又泡了一杯茶递给一鸣鹰, 鸣鹰大哥, 林玉很有本事的, 他肯定能帮上我, 这江雪三椒的名字有点奇怪, 林玉喝了一口灵茶, 一鸣血的茶道完全丢光了, 不过这泡茶的味道的确是一鸣血, 对呀, 一开始我培植这株茶树的时候, 它在哪里都不发芽, 直到我把它移栽到江边, 可它只有冬天才发芽, 产量少得可怜, 我也是实验到第三年, 才发现这一规律的, 一鸣血拿出一幅地图, 在林玉面前展开, 我得知了一种稀有灵茶的线索, 正好离这里不远, 我感应到了你的气息, 就找到了林家院, 跟守门人打听主人, 真的是你, 一鸣血慢慢品着茶, 她的神识在林玉的身上探查, 这个原鹰小子的身上, 难道有什么法宝能抵抗威家, 林道友, 我们刚到这里, 鸣血就能找到你, 也是缘分, 鸣血要搜寻这茶的事情, 就拜托你帮忙了, 哼, 自然是要帮她了, 林玉答应下来, 一鸣血满脸喜色, 鸣英大哥, 我就说我这老朋友非常好吧, 你还不信? 她提起茶壶给一鸣蓄水, 林玉洋装不知道一鸣英对她的探查, 从见面到刚刚, 一鸣英对她又是释放被压, 又是用神识探查, 这人一副情心不良的样子, 完全是防范着她, 分明是别有注意, 她要找机会提醒一下一鸣血散事, 找到这款灵茶, 你再炮制成功的话, 你的茶道或许可以突破了, 你不是已经卡在瓶颈很久了吗? 一鸣英看到一鸣血如此的高兴, 她脸上也浮现出淡淡的笑来, 当看到林玉在看她, 她的脸上笑又变成了淡淡, 辛苦林导用, 等帮助明血完成心愿, 我一定好好感激你。 林玉超强灵敏的神魂, 感知到一鸣英诚意道谢里的森染, 她暗暗地打起了十分警惕, 一鸣血的境界比一鸣英要高, 如今一副小鸣依人的样子, 似乎是完全忘记了之前, 她一心要求冰封在一行天理的家人时的, 永逸果敢。 你想怎么感激我? 一鸣英端着茶杯的手一颤, 眼里的冷意一闪而过, 她深吸一口气, 才平静下了胸口翻腾的气血。 不知道道友希望要什么样的感激, 只要我能拿得出来。 林玉, 鸣英大哥是灵剑宗那门弟子, 法宝供法丹药他都不缺的, 你猜元英齐, 他一定能帮上你。 一鸣血说道, 只要你带我找到灵茶。 一鸣英身手轻轻揽入一鸣血的肩膀, 我肯定帮他。 林玉听到暗暗皱眉, 易道友, 你要真想明雪高兴, 老城区有一处店铺, 出售一种灵药茶, 是江陵特产, 你可以买了送的。 我们在这里等你, 等你回来之后, 我们去找你们说的灵茶。 当真有这样一种灵茶? 易鸣英心里警铃大作, 警惕地盯着林玉。 林玉眼里清澈, 心神平静, 当然是, 不过有点贵。 我不知道易道友能不能买得起, 我喝过一次, 经说里面的茶叶, 都是一千多年以上的药材, 运巧可能会有四五千年呢。 易鸣英听了果然非常的异动, 林玉大哥, 在地球上, 有几千年份的药材吗? 骗人都不知道打个草稿。 易鸣英轻斥一声, 在异形天亮的地方, 上千年份的灵药都是稀罕物, 在地球上居然有四五千年的药材。 你爱信不信, 反正不要拿贫穷当借口, 明雪还说你有零食, 法宝功法能帮我呢? 看你这么小气, 连个好茶都不舍得。 林玉自己提过茶壶, 给杯子里蓄上水。 易鸣英丁了林玉看了片刻, 我现在就去看, 如果不是一两千年的药材, 到时候给你的报酬, 我要打折扣。 易鸣英眼里寒光闪烁, 在易鸣写看他的时候, 迅速变化为何须, 一两年前都是普通的茶叶, 你去了就知道了。 林玉等易鸣英进了老城区之后, 加栋手机布了一个隔音照, 明雪, 我不知道你跟易鸣英是怎么回事, 你要防着他。 人后说人可不像你, 这些年没见, 你的变化还真是叫人可喜可贺呀。 易鸣英的笑脸一下就冷了几分, 明显带了几分熟离。 林玉怎么可能感觉不到, 他说的, 我感觉易鸣英很奇怪。 林玉, 我看在我们是老朋友的份上, 这一次我不怪你, 希望你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 不然我们的交情就此作罢。 易鸣血皱眉盯着林玉, 言辞间多了冷意。 这一次, 就当是感谢你当年帮我。 你的家人在易鸣天还好吧? 林玉见易鸣血执迷补, 果断放弃劝易鸣血。 反正这次易鸣血跟易鸣英去其灵察, 他们是一起行动的。 到时候万一易鸣英别有目的, 他能救易鸣血, 便伸一把援手, 毕竟他现在只有圆英骑。 两个倒玄凶事之间的视角, 他也有点力不从心。 他们都很好, 就是我一心查到没有加入宗门。 易鸣血见林玉不再说易鸣英的坏话, 口气松缓了些。 林玉直接撤去了隔音帐, 易鸣英在他店铺里发了大价钱, 买了三千年左右年份的零药茶, 已经在返回的途中了。 我也没见过以长道为主的宗门,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散修比较好, 自散。 林玉说道, 你看, 我想结婚就结婚, 我想修炼就修炼。 怪不得你至今修为才是圆英, 原来是随心所欲的自由修炼导致的。 易鸣英笑着走进来, 拿出一支玉盒放在桌上, 推给易鸣血, 看你喜不喜欢。 易鸣血打开玉盒, 里面的零药茶散发着浓郁的药香, 零药纸上的零气几乎凝如实质。 呀, 这至少都是两千多年份的药材, 林道友真的没骗人。 那家店铺当真有五千年份的零药茶, 不过我去到泰湾, 只剩一份作为样品的, 茶叶有些碎, 我就退而求其次买了这个。 易鸣英坦然自若, 真诚地叫人跳不住错了, 只有林玉知道他说谎。 那间店铺属于腾龙亭, 更是属于他自己, 三千年份只是中档零药茶, 他那里有好几份五千年份的零药茶, 一直没有人买。 我也是占别人的光, 喝过一两次, 才知道有这东西了。 明谢很喜欢这茶叶, 等找到他要的零药之后, 我不许给你的报酬打折扣。 易鸣英温柔地看着易鸣雪, 话却是在问林玉。 明雪给你说这茶的资料了没有? 他要是没跟你说, 我给你讲一下, 听说那里的情况有一点复杂, 此去会有风险。 还没说呢, 就问问分别之后的事情, 只要跟明雪打听林建宗的事情, 倒要你就回来了, 林建宗是上宗还是夏宗, 还是林玉问道, 我纯属好奇, 当然是上宗, 李行天五大上宗, 林建宗就是其中之一, 夏宗分宗有不少。 我没有关注过, 易鸣英笑道, 您道有事散修居然也知道上宗夏宗, 还是那句话, 在我们回忆行天之前, 你要是要加入宗门, 我还是能帮你介绍的, 比如陆城的燕灵宗, 密岗的混天宗都是上宗。 这些宗门林玉都没听过, 无法辨认真假, 一名鹰不是真心给他介绍宗门, 而是炫耀, 您选易道有, 现在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易鸣英连点头。 嗯, 我可以了。 他看向易鸣, 急切地道。 鸣英大哥, 现在就出发好不好, 我实在是很想快点找到那稀有的灵茶。 好啊, 其实我随时都可以出发, 就等你跟林道有续完旧呢。 易鸣英扶着易鸣学摘起身,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要的东西, 放心好了。 不是还有林道有帮你吗? 易鸣学目光柔情似水地盯着易鸣英, 林玉这个灯泡像是不存在似的。 易鸣学完全没看到易鸣英眼底深深的不耐, 他满心满眼都是易鸣英, 易鸣英说什么他都觉得好, 大概这就是恋爱脑吧, 倒闲妻修饰还能这么弱智? 林玉心里暗叹一声, 我们怎么去,飞机、火车、轮船? 听得易鸣英直接笑出声了。 林道有, 我要拿你伞秀的目光看我们纵门弟子, 我们出行可不用那些玩意儿, 你都是颜鹰修饰了, 应该有飞剑吧, 肉身也是能飞的呀。 晴天白痴的, 不要精神还俗, 低调低调, 林玉一道。 明英大哥有一艘小的飞行舟, 可以隐形, 我们起飞跟落地的时候呢, 注意不要被凡人看到, 当成外星人就好了。 易鸣学言语里, 是鱼有熔烟的骄傲, 易鸣英掌心一斩, 收心里一个芝麻大的小舟。 想来林道有也没见过, 等会儿就等你坐一次, 瞬息千百里, 眨眼就到。 千里之巨, 瞬息即到。 易鸣英收了飞行舟, 牵着易鸣学的手, 来到一处山谷之前。 到了, 易鸣学欣喜得两眼发光。 太好了, 只要能找到, 我的突破就有希望了, 是在山谷里吗? 不要着急, 易鸣英轻声安抚, 交集不移的易鸣学, 他望着山谷, 眼里闪过隐忍的激动。 你感应一下具体的方位。 嗯, 我来感应。 易鸣学闭上眼睛, 一阵微不可查的波荡, 从他身体朝四周散开。 林玉秃得心声一丝丝的不安, 他暗暗提高警惕性, 面上仍是不动声色, 似乎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林道有不要心急, 明学妹妹修得是茶之道, 他对天地灵茶有超乎异常的感知。 易鸣转头对林玉说道, 我不着急。 随着易鸣散出的波纹, 林玉心里愈发的不安。 以他的境界, 就是遇到魔界通道, 他也从来没有如此的状况。 花旋, 你可能感知到这里有个异常。 花旋懒洋洋地打了一个哈家, 呃, 目前没什么异常, 这地方灵气稀薄得几乎可以忽略。 他此时注意到了易鸣血, 移了一声, 诶, 一行天的人? 你不是被封印了很多年, 如何知道他们是一行天的人? 林玉诧异反问。 那小姑娘是一行天之人, 难得不是, 你可知道一行天之外, 还有其余四行天, 分别对于五行。 这小姑娘, 花旋嘀咕咕一声, 她的木系能修炼到这个程度, 挺不错的。 感应到了, 在那里。 易鸣血指着一个方向, 易鸣比易鸣血还高兴, 直接飞了过去, 但她飞过去之后, 什么也没发现。 易鸣妹妹, 你是不是感应错了? 尽管易鸣演示得非常快, 林玉仍是感应到一丝杀意。 易道友, 那地方确实异常, 你不要动用真气, 小鸣血再感应一下。 鸣鸣大哥, 我没感应错, 就在这里。 易鸣血走到易鸣身边, 主动拉起她的手。 我再仔细感应一下, 一定可以找到的。 她的额头上满是细密的喊住, 用刚刚那个方式 感应灵茶的所在, 对她自己也是极大的消耗。 如果累了, 先不说消耗, 易鸣精拿出一块灵石 递给易鸣血, 不够, 我再给你。 那块灵石里有一丝 更金之力, 林玉记得 易鸣血是修炼的木系功法, 花弦也确定 易鸣血是木系灵气。 金刻木, 那一丝更金之力 对易鸣血有害无益。 谢谢免鸣大哥, 一块儿就够了。 易鸣血握着灵石 开始吸收起来。 易鸣血果然没发现 灵石里有猫腻。 林玉没有贸然阻止 易鸣血吸收那一丝更金之力。 更金之力对易鸣血有害, 只要易鸣血能流有一口气不死, 他自信能救她。 就是不知道 易鸣到底打什么鬼主意。 易鸣血又不信自己, 这一点就林玉格外的心浮气躁。 没过多久, 易鸣血吸收完灵石, 他忍入身体的微微不适感, 朝易鸣威威一笑。 可可以了, 我现在就感应。 他站到刚刚感应到的地点, 波荡以涟漪状从他身体散开, 液状突上。 地面突然产生一股莫名的巨大犀利, 将易鸣血、 易鸣鸣连同站着稍远的淋浴裹住, 一起拉扯了下去。 很快, 三人就落到石地之上, 四周一片黑暗, 伸手不见五指。 易鸣拿出一块照明石, 照亮了一片区域。 鸣血, 前面就到了, 就靠你了。 他的嘴角扶起一抹微笑, 已经到地方就不想装了, 淋浴道, 不如叫我去前面探路。 你不要骂人其咯, 这里是鸣血妹妹探查灵场的地方, 你要是坏了好事, 我对你不客气。 易鸣森然道, 易鸣血丝毫没听出 易鸣画里的异常, 他指着一个方向。 明英大哥, 我对那里有感应。 这次你肯定感应错了, 看前面。 易鸣指着前面不远处的石台, 那应该是入口之处, 你去打开。 一处普通的石台, 不知道经历多少年, 早已风化不堪, 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模样。 鸣不动声色地跟在两个人的后面, 他的手里已经暗暗握住了几块阵盘。 这就是个破台子, 什么也没有, 我感应的地方。 易鸣血站在石台上感应了片刻, 还是坚持地认为这不是要找的地方。 把你的鸣血跌在石台上。 易鸣双手掌蓄力, 同时拍出两掌, 一掌拍向林玉, 一掌拍向易鸣血的后心。 林玉也没想到易鸣会直接对自己出手, 尽管打了一百分的警惕, 还是被易鸣的掌风扫到, 后退了几十步才停下。 他忍住气血翻腾, 杨怒道, 易道友, 你这是干什么? 去去灵茶? 我可没有小抢。 易鸣血被拍了个正着, 当即喷出一大口鲜, 喷洒在石台上, 他惊怒交加地望着易鸣鹰。 啊, 明英大哥。 林玉小子, 你一个奇虚原应器, 我举手便能要你的命, 你不想死就老老实实地待着。 易鸣鹰的声音再无之前的一丝温和, 森然冰冷。 易鸣血, 你真当我对你情深一重? 来你来, 就是因为这里有一处你们一行天前辈留下的传承, 只有真正的一行天血脉可以打开。 我可是怕死得很, 一点也不想怪些事。 该提醒的林玉作为朋友, 早已提醒过, 看到易鸣血的悲惨模样, 他的心里无波无烂。 识相就好, 易鸣鹰也没想放过林玉, 打开密镜拿到东西才是第一位的, 等他得手, 这里一个活口也不会留下。 易鸣血气息颓白, 他含泪看着易鸣鹰。 鸣鹰大哥, 你当真对我没有一丝情意? 我一心只有修炼, 等我飞上去他界, 各种仙子神女, 不比这个凡间紫色强千百倍, 能委屈我这么久, 完全是你的一行天血脉。 易鸣鹰大笑起来, 尸材上沾了易鸣血的血, 被吸收得一干二净。 一道隐藏的门户渐渐现出, 见状, 易鸣鹰脸上一洗, 只要我拿到东西, 我会感激你的。 易鸣血瘫道在地, 他的境界比易鸣鹰高很多, 只是他从来不曾对易鸣鹰设防, 为心上人偷袭, 利用, 他的心上, 比身上的伤严重千百倍。 你, 你都是骗我的。 他的目光看到了神情淡漠的林玉, 突然想起在茶楼里的一幕, 当时他怎么呵斥林玉, 此时他就觉得自己如何愚蠢。 林玉初见易鸣鹰就察觉到不对, 而他跟易鸣鹰相处多年, 既然从来没发现过异常, 易鸣鹰想调动灵器回击易鸣鹰, 这一调动灵器, 他身体的不适感更强烈了。 你不用费心急了, 现在的你不是我的对手, 即便你跟那个原鹰小子连手, 都不是我的对手。 易鸣鹰脸上一阵凝笑, 门户开了, 秘境里的传承是他的了。 易鸣鹰等着门户彻底打开, 就在此时异壮突生。 两个身体冒浓郁磨气的魔人 从门户里跌出来, 不偏不倚扑到易鸣鹰身上, 死死咬住了他。 易鸣鹰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个惊喜, 他下意识地等, 林玉, 快来住啊! 易鸣鹰满眼失望地望着易鸣鹰, 郊区颤抖, 我, 我无法调动灵气, 你不知道? 他当然知道, 他修炼更金之力, 对你的木系灵力有克制。 你刚刚虚择了灵石, 就是他动过手脚的灵石, 云还一次更金之力, 林玉手里握着阵盘, 丢在石台周围, 易鸣鹰之前指点的地方, 才是秘境入口。 石台这应该曾经是个秘境的出口, 后来发生了何种变故, 被弃用了? 易鸣鹰自以为是, 偏偏用易鸣血的血, 打开了这个封印的出口, 魔人力大无穷, 倒选武虫的易鸣鹰被压制地无力反抗,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我要的是传承! 这也是传承, 是易鸣鹰前辈给强行抢夺, 易鸣鹰后人之物的鼠辈留下的惊喜。 林玉直接激活阵盘, 他的身体一闪, 将易鸣血带下石台。 小辈, 你敢丢下我, 但我脱关, 第一个杀了你。 易鸣鹰惊怒交加, 魔人力大无穷, 一口就撕扯下他的一块肉, 他连丹药都拿不出来。 易鸣鹰, 你这个贱人, 你不是要嫁给我吗? 还不快来救我? 易鸣鹰惨笑一声。 明言大哥, 你对我就没有一丝丝的真情实意吗? 如果你还想救他, 我给你机会。 林玉抬手点在易鸣鹰的眉心, 将其身体的羹筋之力袭出, 那一团羹筋之力在他手心似乎是一团水, 他直接将之收进蓝天界。 我一心一意, 出了修炼, 就只有你呀, 明雪妹妹。 易鸣鹰试图换回易鸣血的回心转意, 易鸣血扭头看向林玉。 他想要一行天的传宠, 我偏不给他, 我给你, 你跟我来。 我不用你给, 是易行天的传承, 自然是你的。 林玉看着易鸣血之前指的地方, 我祝你取得传承, 这是我帮你做的最后一件事。 此后, 你我再无瓜葛, 易鸣血的身体精湛, 它本来就残败的脸上更加灰白。 我, 我知道了。 自己中的荫, 只有自己承受结果。 林玉多次帮他, 还帮他救过家族之人, 本该是生死之交, 却被他亲手地毁了。 阵法里, 一名鹰不知道怎么 撑脱了两个魔人的钳制, 满身湿血地在阵法里冲撞。 区区一个圆英气的阵法, 也想困住我。 等我出去, 你们两个狗男女, 死定了。 在易鸣的耳畔, 响起林玉戏血的声音。 你不是想飞升到仙剑吗? 那你好好感受一下仙镇的威力。 我跟易鸣血不会死, 死的只会是你。 你, 你不是圆英气? 易鸣的眼里闪过一丝惊慌, 随即他疯狂地打叫。 前辈, 前辈, 放了我, 我, 我知道这秘境的机关。 你当我自己打不开秘境? 我要你看着我个易鸣血, 如何进入你求而不得的秘境。 林玉拉起易鸣血, 朝着易鸣血指点的地方走起, 两个人身体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里真的是肉口, 真的是肉口, 该死, 该死。 易鸣看到这一幕, 几乎气炸, 他一拍除的, 你们两个狗男女, 等我出来。 他的怒吼声早已被秘境阻隔在外。 秘境很小, 里面只有一个小小的庭院, 一间茅草屋, 质朴得不像是秘境。 这真的是一行天前辈留下的秘境? 易鸣血的情绪已经恢复过来, 他看着面前的一切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眼神。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秘境。 请他查一下四周的情况, 等下进了茅屋。 林玉围着庭院检查了一圈, 什么也没发现。 两个小辈, 你们进来。 茅屋发出茫茫的白光, 传出一道苍老的声音, 茅屋的门缓缓地打开。 茅屋跟一鸣血走进茅屋的门, 赫然发现茅屋里别有洞天, 灵气浓郁。 原来外面的秘境只是个幌子, 这才是真正的秘境。 苍老的声音带着笑, 呵呵呵, 不错, 老夫在这里, 一直等着一行天的后人来此, 终于叫老夫等到了。 白光一闪, 林玉跟一鸣血像是置身在一处热闹的古代酒楼里, 一个满脸笑容的老者坐在他们的对面。 前辈, 这里真的有一行天的传承? 一鸣血问道, 老者笑着点点头, 老夫一世, 你说我是不是一行天之人呢? 一世? 这名字好熟悉啊。 一鸣血绝对听说过这个名字, 他疑惑地望着面前的老者。 我听过这个名字, 只是一时想不起来。 那当然啦, 你才几岁, 老夫身孕了数千年, 这只是一道残存神石罢了。 只是为了等到后人来此, 将一行天的传承给他。 对啦, 女娃娃, 就是你啦。 一世打出一道白光, 将一鸣血笼罩在其中, 他看向林玉, 沉思片刻。 娃娃, 你是送我这后人来此的人吧? 老夫神隐数千年, 当年的宝物在岁月里流失了。 老夫已无常物, 奖赏于你。 你的身体也可以接受一行天的传承。 你过来。 林玉抱手一礼, 晚辈无意接受前辈的传承。 如果可以, 请前辈给我讲讲前辈身隐之前的故事吧。 晚辈想知道, 有没有关于地球的秘心。 地球? 你说的是, 现如今我身处的这个无明星球吗? 一世看到林玉真的不在意一行天的传承, 不由露出赞赏, 真是个好娃娃。 可惜老夫早已死去多年, 不然真想送你点什么。 他抬纸一点自己的眉心, 拧出一个白色小珠子。 这是老夫所有记忆, 你自己拿去读吧。 故事太多, 老夫已经没有时间了。 一世一边给一鸣血传承, 一边凝聚出一个白色珠子, 他的身形变得虚幻。 林玉接过那珠子, 诧异地等, 记忆凝聚成珠? 这是什么手段? 老夫将这凝聚记忆的法子也留下了。 除了老夫个人的一点私事都在里面了。 你见过此屋, 已是诧异得到。 林玉抬手拿出一个网球大小的白球。 晚辈在一个宗门仓库获得此误, 似乎是被人强行剥离出的记忆。 这是依序同工的手法, 有些粗质乱造。 一世的身影渐渐地淡化, 他的声音也在变得清淺。 多谢你送老夫这小杯过来。 老夫已无遗憾。 哈哈哈哈哈哈。 老者彻底消失, 喧闹的酒楼顿时不见。 林玉跟一鸣血重新出现在茅屋之内, 茅屋里浓郁的灵气朝一鸣血涌来。 林玉克制住想要把秘境灵气吸干净的想法推出了秘境。 没打扰一鸣血的洗手, 一鸣应用尽手段破除林玉留下的阵法, 只听砰砰的声音和一鸣应怒吼的声音传来。 臭小子, 狗男女, 你们等着。 你们害我, 等着林剑总给我报仇。 叙叙一个上宗而已, 我不知道灭过多少上宗, 林玉冷冷地倒。 他手握意识留下的白珠子, 当即开始读义识留下的记忆。 庞大的记忆涌进林玉脑中, 他的心神沉浸其中, 从义识出生, 修炼, 到他如何到地球, 跟原始人一起打猎, 生活, 建造城市。 地球有了炼启事, 炼体事, 再后来演化出了武道, 仙道, 出现了王朝, 王朝更迭。 林玉在心里整理出了一个完整的时间线, 那些缺失的东西渐渐完善, 在意识的记忆里, 他曾经看到一个巨人, 背着一棵树, 集着五元兽, 在他身后扶着树仰模模糊糊的东西, 单单使书就有三本。 那个人影, 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 林玉满眼疑惑, 如果有人看到此时的林玉, 就会看到他身后出现了一个虚影。 虚影的手里拿着一本书, 缓缓地反开了第一眼, 一道乌光从书里进入林玉的身体, 林玉的毛子猛地争大, 沉寂多年的世界书, 怎么这时候复苏了? 他不止感知到了世界书, 也感知到了脊柱里的生命书。 奇怪, 你们这是都约好了吗? 一起沉水, 一起复苏。 他用心神去感应世界书与生命之书, 这两个宝贝对此毫无回应。 我不就是修掉到云莹了吗? 复苏了也不理我。 林玉试着感应了几回, 每回结果都一样, 世界书和生命之书对他没有回应。 林玉, 一鸣血目光复杂地扫过原本事态所在的地方, 他站在林玉面前道了声。 对不起, 之前你提醒我, 我居然那么说。 你的传承已经完成了。 林玉大量一鸣血, 此时一鸣血的伤势痊愈, 整个人的气质比之前凝炼许多, 显然已经将刚刚的事情放下了。 放下了, 我以后不采灵茶了, 决意放弃茶道, 好好修炼祖先留下的传承, 再也不想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有眼无珠, 看不清谁是真朋友。 一鸣血从林玉的脸上, 感觉到了疏离和末世, 他知道, 林玉说的再无瓜葛都是真的。 我的传承里说, 五行天原本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 本是一体, 不知道被哪位大能打碎成了五戒, 祖辈们修炼到倒选九重之后, 就会离开各自所在的小世界, 去寻找突破机缘。 我这个祖辈在地球找到了突破的机缘, 但是, 飞升失败。 林玉从意识那里获得的记忆力, 他知道了很多人来地球, 寻求突破机缘, 有成功飞升的人, 有失败的人, 也知道了一时为何飞升失败。 林玉, 我要走了。 一鸣鞋看着林玉, 咬住了嘴唇, 他不想失去林玉这个朋友, 但是林玉显然已经不想给他和好的机会。 等一会儿, 我把一鸣鸣的飞行舟给你。 一鸣鸣已经化魔, 他的阵法里, 在他的阵法里, 跟那两个魔人灰飞烟灭, 只留下了他们各自身上的东西。 林玉看到了一鸣鸣的储物袋, 以前他给了我一个小的, 够我用了, 你要小心林剑宗, 他是林剑宗的内门弟子, 林剑宗在地球上也是有分宗的, 他们这个宗门有点护短。 一鸣鞋走了, 他即便是知道地球是突破飞升的机缘之地, 他也不会再来了。 林玉将石台上散落的东西捡起, 两个魔人身上的法宝早已被魔器污染, 遇到他的阵法就化为击凡, 以冥英的储戴完整, 林玉的神石一扫, 发现了成堆的灵石, 灵药, 丹药, 几个大小不同的飞行舟, 不禁满溢。 这次委屈没有白兽, 我正确飞行舟, 如果林剑宗不识效, 我会亲自上门感激他们的。 林玉重新回到义室的模糊秘境, 这里的灵气变得稀薄许多, 林玉也没再继续吸收, 随手取了一个灵药种子丢下, 如果以后还要易行天后人来死, 这里就当留给他们的机缘, 算是我还你的因果, 义室前卑, 走好。 义室最后一次神识早已消散, 林玉依旧是对着虚空毅力, 一行天意识的记忆, 却唤醒了世界书跟生命之术, 只怕这其中还有他不知道的因果, 不能彻底了断这因果, 林玉的心里又多了一丝疑问, 他总感觉他还有机会遇到意识, 他跟意识, 跟一行天的因果, 只怕没有那么容易了断。 林玉离开那处秘境的入口,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之前看到的山谷, 一群人慌乱地跑出, 山谷里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地动山腰的震动将那一群人跑得更快, 快点跑, 要是被埋在这里面就不好了, 没说了地震台的预报啊, FBO便惊险一日游啊, 倒霉。 这群狂奔的人身后, 铺天盖地似的灰土如龙如蛇似的, 紧追其后, 有几个跑得慢一点的人被灰土笼罩, 很快变得回头土脸。 林玉感应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忍不住朝山谷里走去, 有人看到林玉的动作, 赶紧大声提醒他, 不要进去, 发生了地震, 身体坍塌, 又滑坡, 很危险的。 我不进去, 林玉走到山谷口, 散出自己的气息, 从里面又冲出一道灰土土脸的人影, 不是别人, 正是狮黄。 狮黄也发现了林玉, 伤前抱拳一礼, 主人, 老师, 你这干什么巧? 林玉看到狮黄一身知识分子打扮, 此时回头土脸, 记着是你搞的? 刚刚跑出来的人, 正躲得远远地看着这边, 太吓人了, 差点没出来呢, 既然都是一副节后余生的情形, 主人, 我跟人家祖团考古去了。 狮黄的语气微微顿了顿, 找了一个自以为何时的词语, 林玉欧立着, 把刀幕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的, 跟谁学的? 狮黄慎慎地道, 结出了一点人之后, 我也与世纪进, 学会上网, 玩手机, 看书。 文言, 林玉神情古怪, 叙事寂静得不错, 诗黄也听不出林玉这是宽还是扁, 他警惕地看了一眼四周, 压低了声音, 主人, 我这次考古之行, 有很大的收获, 您问过我的问题, 可能有答案了。 关于历史的断层, 林玉从一世那里得到了记忆, 足以他理出头绪, 细宗, 剑宗还没有一点的美目。 不久之前, 我遇到一个一星天的老友, 姻缘忌讳得到一些线索, 只不过当时他顺口就给一鸣血说了, 再无瓜葛, 不知道两个人若是在五星天的哪一个小节相遇, 会是何等情形。 一星天, 没听我, 诗黄迷茫地摇摇头, 他要说的东西是他到死的毕生追求, 也跟林玉当时问他的问题有一点相关。 还猜错了, 林玉谋自威宁, 那你刚刚说发现了什么? 狮黄抬手, 假装眼唇干咳, 其实借着眼唇告诉林玉, 我那几个小伙伴考过不少古迹, 我跟他们认识之后, 发现了真正的仙木遗迹, 可能跟活神朱荣有关系, 我打算进去寻找机缘, 只不过要去那地方, 限制非常的多。 林玉欧了一声, 仙木之类的地方, 他也去过几处, 没有什么收获, 要什么限制? 需要带一个注容血脉的人, 开启入口, 好证万无一失, 还需要进入者的修为, 不得超过元英起。 狮黄推了推, 他用来装扮身份的眼镜。 就是这活神血脉, 上哪里去找? 喂, 你们不要站在山谷口聊天了, 万一等会儿身体继续滑坡, 你们站的地方不安全。 那几个人中的一个年长者喊道, 快过来, 那地方不完全。 现在的事情随后再说吧, 林玉长的几个人走起, 年长者道, 你们没有伙伴在里面吧? 没有, 我只是路过此地, 林玉家叫头, 我正跟刚刚出来的人打听, 是什么造成的滑坡? 废话, 是地震哪? 一个年轻人拿着纸巾用力地擦脸, 我们也是刚进去, 刚找到一个适合野餐的地方, 等着野餐突然就地震了, 我就抓了一包纸巾。 狮黄满头满脸的灰土, 比先跑出来的人更加狼狈。 我的行李都没来得及拿出来。 林玉暗暗鄙视了一家青年老师皇, 这老东西这几天跟谁学的, 变得油滑了许多, 他一个老僵尸, 哪里需要什么行李? 感受到林玉似笑非笑的目光, 师皇学认真的道, 我带里头看上山谷的仪器, 刚刚在山谷里放好, 就遇到了滑坡。 我叫安家慧, 是这支FB小团的团长, 我们在这里等返程的车, 这几位都是我的团员。 安家慧看到林玉的容颜, 不由芳心乱跳, 她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人, 介绍自己队员的时候, 她的心几乎从嗓子眼跳出来。 林玉这才知道其余几个人的名字, 那个只拿了一包纸巾的年轻人, 叫斯如龙, 年长的那个叫侯贵, 除了斯如龙, 侯贵和另外几个都友好的朝林玉点点头。 侯贵笑道, 看样子, 你们也没法回城了, 等会儿正好和我们一起返回应城。 斯如龙不满地嘀咕他, 还不知道车上有没有座位呢。 原来这里是应城的范围, 林玉之前跟一鸣鸣, 一鸣血乘坐飞行舟而来, 他就没特意打听目的地, 那我们给安团长提麻烦了。 不麻烦不麻烦, 我们只有十几个人, 我刚刚叫的是中把车, 再多几个人也能坐下的。 安家会道, 见安家会的目光, 紧盯着那个小白脸不放, 斯如龙的目光不由带了几分敌意, 我们的车也不能叫别人白坐。 这莫名其妙的敌意, 林玉不动声色, 他早就注意到斯如龙的情绪不对, 反常怎么收费, 我们不摆送车回舟。 我带钱了。 施黄在身上摸钱, 刚想从主空间拿出钱来, 突然一阵寒意向他袭来, 他悟悟地想起, 林玉不许他在普通人面前显露异常。 当即动作一将, 行李在山谷里, 手机也没了。 嗨, 反正是顺路车, 不用钱, 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呢, 以后有机会一起参加FBO啊。 释放心灵压力, 感受天地至宽。 安家会拿出自己的名片, 发给林玉跟施黄。 恐怕杨安团长失望了, 我们都不是本地人。 林玉淡然拒绝, 他连陪伴家人都没口, 怎么可能跟无关紧要的人 做无意的旅游呢? 听到林玉说不是本地人, 安家会的脸上显出难以掩饰的失望。 斯如龙却高兴起来, 不是本地人就太好了。 以后来映城的时候, 可以跟我们一起呼外游啊, 现在人的工作压力太大, 需要释放。 我是喜欢到处乱跑的, 如果有机会来映城, 肯定参加你们的小团。 我们刚刚经历, 同一场灾祸, 算是同生公死一回, 这也是缘分。 石黄笑呵呵地等, 下次一起约团啊。 还真想有下一次, 斯如龙脸上的笑容当即有些凝固。 那说定了啊。 安家会没等到林玉的回答, 脸上的失望更深。 所长, 他们都是外敌人, 经历这次惊吓, 下次可不一定有空来呢。 斯如龙想打消安家会的念头, 此言一出, 就连FB小团的成员们的情绪 都低落了许多。 中把车到了, 众人上车之后都有些沉默, 丢了的东西倒是其次, 死里逃生一回, 大家都轻松不起来。 安家会想认识林玉, 一直没找到机会, 他暗暗打掉林玉, 一车人都是回头土脸的, 林玉发丝不乱, 衣衫洁净, 足数一致的完全不像是凡间的人。 那可说不定。 斯如龙大声说道, 我们回去之后, 要好好修整一下, 还要重新补充装备, 明天直接换一个地方去玩吧。 其余几个团员看向安家会。 团长, 今天我们受惊了, 明天找个地方继续吧, 放假好几天呢。 对啊, 总不能那么倒霉, 到哪里都遇到地震跟山里滑坡吧。 团长, 明天我们直接去汤泉山玩吧。 侯贵跟斯如龙也说好, 斯如龙盯着林玉, 刚刚说不会参加他们活动的人, 不会出尔反尔吧。 到英城的人, 汤泉山几乎是逼去的, 他怕林玉要去, 到时候安家会的注意力全在林玉身上, 就没他什么事了。 安家会看团员们情绪没有降低, 当即答应。 嗯, 回去之后我就做攻略, 晚上通知你们。 这个你们里面, 没有你。 斯珠龙用目光威胁地看着林玉, 林玉根本不看他, 只当没看到。 这小子的脑袋肯定是进水了。 狮黄在一边低声道, 如果不是, 不能随便对普通人出手, 他这种早就被拍死几百次了。 狮黄的声音不低, 斯珠龙听到他的脸色一变。 你说什么呢? 拍死我, 谁敢? 诶, 斯珠龙, 你不要这么激进嘛, 人家就是开个玩笑, 一个人怎么可能死几百次呀。 安家会制止斯珠龙, 他笑着对林玉跟狮黄说道, 今天我们能遇到也是缘分, 明天一起玩吧, 汤泉山里有不错的景致。 林玉实在太好看了, 一个男人怎么能好看到毫无瑕疵, 身材长相细致都绝了, 这叫是自己的男朋友。 安家会的小脸越来越红, 毛嘴如水寒情地望着林玉, 之前他觉得斯珠龙还不错, 现在有林玉做对比, 什么叫天壤之别, 这就是壤。 一个是天上的云, 一个是地里的泥。 我对景致不感兴趣, 谢谢团长的邀请, 林玉直接拒绝, 他旁边的狮黄神经有点古怪, 算你小子事想。 斯珠龙听到林玉的拒绝心满意足, 对安家会说道, 人家不愿意去就不去呗, 再说我们是一个小团体, 多两个陌生人多别扭啊。 他反正是不会同意林玉留下的, 自从林玉出现, 严重威胁了他在安家会眼里的地位, 这是他绝不容许的。 主人, 施皇叫道, 林玉瞥他一眼, 老师, 怎么了? 施皇说道, 其实接下来, 属下给主人做的攻略, 也在汤泉山附近, 从汤泉山进去是捷径。 林玉顿了一下, 他刚刚拒绝得太快了, 如果明天双方在汤泉山遇到, 场面一定会尴尬到用脚趾抠住别墅出来。 嗨, 团长, 还有你们听到了没有? 他叫的是主人, 你们说他们是不是…… 斯如龙故意停论, 叫别人去深思他话里的意思。 果然, 在他话一落下, 其余的人脸上神情都开始古怪了起来。 看大家相信了自己的话, 斯如龙趁热打铁。 看起来人魔狗样, 谁知道…… 赏他实际耳光, 笑他知道本尊不可辱。 林玉一直平静无波的脸上, 出现了几分不远。 他可以忍受别人的曲解, 因为他是修道者, 是医先, 无需被凡人了解。 但是他绝不容许别人当面如此的污蔑。 赏我耳光? 你以为你是谁呀? 斯如龙是应成某公司的二世祖, 家里有权有势, 到哪里都是别人世间的焦点。 更没听过有人当面对他说这种话。 侯贵知道斯如龙的身份, 他小声提醒他, 你们两个外地人不知道他是谁, 不要得罪他, 赶紧给他道歉吧。 斯如龙哼了一声, 给我道歉啊, 我还不要呢。 其余的人都看向了林玉, 目光里有嘲笑, 奚落。 安家会此时, 也想起来斯如龙的身份了。 他说道, 你们俩不要惹斯如龙, 他们家势力很大的。 林玉目光淡漠, 视线看向前方, 狮黄身体动了, 上前一手, 捏住斯如龙的下巴, 另一手, 正反给了斯如龙十个大嘴巴。 我管你是谁, 满嘴胡说八道, 我早想打你了, 不敬我的主人, 我弄死你, 你都白死。 他一个几千年前的人黄, 本身就已经是传说里的存在。 他这样一个传说人物的主人, 居然就有人敢招折, 弄死都是青了。 他都不解, 为什么只是轻轻地拭个耳光。 时针响亮的耳光声, 叫车里一片四季, 猴会知道, 这两个外地人要倒霉了。 他摇摇头, 哎呀, 小伙子, 我提醒过你了, 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 安家会跟其他几个团员看得目瞪口呆。 这个人距离四季龙那么远, 是怎么一下出现在四季龙面前的? 刚刚他们好像只是感觉到一阵风, 这个人就捏住了四季龙的脸。 四季龙何时吃过如此大的亏, 他死死盯着林玉。 小白脸, 到了英城, 你有本事不要跑, 我叫人弄死你。 林玉的毛子沉了下去, 你现在叫人, 你叫的人都不死我, 就是你死。 哎呦,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 四季龙当即拿出手机, 对着林玉拍了一张照, 发了出去。 他打通一个电话, 对着电话里说道, 爸, 我们团走中马车就回来了, 有两个部长演的欺负我, 你带人过来把他们弄死。 安家会的小脸顿时发白, 要不, 我现在叫司机把你们放下去吧, 司家真的是惹不起的, 你现在道歉。 嘿嘿, 现在就是下跪也晚了。 四季龙决心叫安家会好好看看林玉这小白脸的下场。 家会, 你不用管他们, 谁劝也没用。 主人, 要不然我现在就打死他多了, 这小子跟乌鸦似的, 一路上呱呱呱。 狮黄听司如龙威胁林玉, 就已经坐不住了。 你刚才那时下太轻了, 我以为以你的地道, 他应该不剩一个牙齿才对, 知道错了吗? 林玉道, 属下立刻弥补错误。 狮黄起身上前, 这次他一步步走向司如龙, 司如龙的脸色变了。 你, 你, 你还想干嘛? 他想躲, 身后就是驾驶员的位置, 根本无处可躲, 车厢里位置同共就这么大。 侯贵还想再劝, 他张了张嘴, 最后别过了脸。 外地人不知道斯家的做事行径, 他也帮不了这两个人, 他们一进城, 只怕会比倒霉还要惨。 这一次, 狮黄没有用身法出现在司如龙的面前, 他放慢了脚步, 一步步地靠近。 他看着司如龙逐渐变色的脸, 吱笑一声。 我刚刚做错的事情, 我的主人要找我弥补, 这容是怎么弥补, 那只能是再来一次, 小子, 最近需要付出代价的。 他抬起手, 去捏司如龙的脸, 动作跟之前一样, 只不过不知道放慢了多少倍。 司如龙使劲转头, 也躲不开狮黄的手, 狮黄用两根手指就捏住了他的下额, 抬手一巴掌落在司如龙的左脸上。 司如龙一口血喷出, 几粒牙齿随之飞出, 他此时的脸都已经疼得麻木了。 你们, 你们两个, 死定了。 安家慧已经看呆了, 他从来没见过有人敢打司如龙, 打了一次不够, 还要打第二次。 现在就是他劝对方收手, 司家也绝不会放过这两个路人了。 裁掉了三颗牙齿, 是我的力道控制得不好, 对不起啊, 我再来一次。 司皇又抬起了手, 像是慢动作一样, 再次一巴掌晒在司如龙 已经高高肿起来的脸上。 司如龙吐血, 随里有几颗牙齿飞出。 这次是五颗牙齿, 你控制的力量不对, 时耳光可能不够, 你自己看吧, 直到他闭嘴就行, 林玉闭上眼睛, 在万腰路的地图上 找到汤泉山这一块。 汤泉山这里 有一个不大的红点, 值得一去, 车厢里只有达尔光声, 跟司如龙含糊不清地骂声, 再也没人敢劝林玉跟狮黄 不要得罪司如龙, 现在已经得罪得死死的了, 还怎么劝呢? 司如龙满嘴的牙背打光, 整个脑袋也被打得像是猪头一样。 狮黄回到林玉身边坐下, 司如龙狠狠地瞪着林玉, 你小子, 等到了影城, 你就是跪下求我, 也没用了, 你等着死吧。 现如今, 安家贵就是想叫司机提前停车, 叫林玉跟狮黄两个人下车, 他也没这个胆量。 坐在林玉身后的一个年轻人 提声说道, 一停车, 你们找个空子跑吧, 别被抓住了, 你会害得团长跟我们的, 团长好心, 叫你们拉顺风车。 跑, 林玉是不会跑的, 他倒要看看, 司家到底是如何在映城一手这天的。 他还是微微地点点头, 表示他听到了。 司康带着一群飙行大汉, 等在了停车里, 一会儿那两个人一下车, 你们就把人给我扣住, 往私里打, 感动我儿子, 不想活了。 中巴车一进停车点, 那几个大汉就围了过来, 把车团团包围住。 司助龙下车之后, 跑到司康面前, 只是跟在后面下车的林玉跟狮黄, 就是他们两个。 司康看到自己宝贝儿子的惨样, 怒不可遏。 给我伤, 把他们抓住, 还有其余几个, 他们是帮凶。 他手指的是林玉之外的其余几个人。 健壮, 安家会等几个人, 脸顿时一片灰白。 有人低声叫了一声, 完了。 FB团里另一个年轻姑娘, 吓得低声哭了起来。 安家会虽然没哭, 他满脸的惊恐, 也不比那姑娘好到哪里去。 侯贵才笑一声, 哎呀, 你们两个人, 把我们所有人都连累了, 这下完蛋了。 表情大汉文, 慢慢缩小包围圈, 司库龙恶狠狠地倒。 把两个人给我弄起来, 我要把他们的牙, 一颗颗地扒下来, 我要他们, 不能好死。 林玉的脸上始动淡然, 面前的司家父子俩, 还是四周的表情大汉, 在他眼里是若无误, 都是一群普通人, 根本不用他出手, 狮黄一指头就能戳死一片。 想那死我们, 你们还没这个本事。 你马上就知道, 我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司康抬手朝林玉指了指, 先抓住他。 安家会, 侯贵, 其余的团员全部看向了林玉, 他们都快被司家这阵仗吓死了, 落到司家的手里, 只有完蛋俩子。 林玉跟施广这两个人 怎么一负什么事情 也没发生的样子? 林玉他不怕吗? 那可是硬成地头蛇, 有势有权, 现在带着一群人呢? 难道是这两个外地人 没见过这个阵仗, 被吓傻了? 几个得到指令的大汉, 朝林玉抓了过来。 林玉窥然不动, 是狮黄动了, 也没见他怎么动, 那几个靠近林玉 要伸手抓他的大汉, 就被他一人一脚踢飞出去。 司家除了是商人, 留钱之外, 还有别的身份。 林玉问安家会跟侯贵, 你们知道吗? 几个大汉, 连林玉的一脚都没碰到就被踢飞。 安家会跟团爷们都看到了, 安家会咬着嘴唇说道, 你们就是能打架, 也没用, 你不知道司家的势力有多大。 林玉看向侯贵, 侯贵苦笑一声, 司家就是个商人, 但是他家养了很多人, 这种保镖他家多的是啊, 平时他们家人做点什么事, 都是这些人出去摆平的, 硬撑无人敢招惹他们。 只是有钱, 就不把普通人放在眼里了, 要知道你自己在发家之前, 你也是普通人的一员, 你儿子做错了事情, 被打是他要受的惩罚, 你想抓了我们之后如何处理? 林玉指了指自己跟狮黄, 以及他身后的FB团圆。 等你被抓住了, 你自然就知道了。 司主龙的脸肿得越来越厉害, 说话都费力。 爸爸, 还磨蹭什么? 那几个废物太没用了, 别人踢了一下就起不来了。 司康看着之前被踢飞的几个大汉, 抬手叫其一的大汉动手。 主人, 这人太嚣张了, 叫属下出手吧。 狮黄舔舔嘴唇, 满眼不耐。 这种人哪里是嚣张? 他是起死, 林玉抬手, 朝司家父子一指。 本次今天就为民除害一死。 为民除害? 安家会还没明白林玉话里面的意思, 就见司康跟司助龙父子两个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有大汉快速跑过去检查父子两个。 老板, 是少爷。 试探过呼吸之后, 大汉不可思议地倒。 他问, 死了? 安家会猛地看向了林玉。 刚刚他说为民除害, 是这个意思。 林玉已经走了, 狮黄跟在他的后面一步一驱。 两人的身份地位昭然若解, 主人, 属下, 这是身份的区别, 并不是司库龙胡扯的那种关系。 侯鬼正正地望着地上的两群尸体。 刚刚发生了什么? 刚刚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安家会也不知道, 他只听到林玉说了一句, 为民除害。 司康跟司助龙的死讯传到司家。 司家所有的人集中在客厅里。 一群人脸色猙獰难看, 必须把孩子司康跟如龙的人找出来。 有人拍着桌子。 谁杀了如龙, 就是我们私下的生死大招。 有人把一张照片放到桌上。 假如跟如龙死的时候, 就是为了抓他。 照片上的人正是林玉。 几个人凑上前看照片, 有人指着林玉身后的几个人。 这几个人是常常跟着如龙一起出去玩的人, 找到他们, 肯定能找到这个人。 如果他们不认识, 怎么可能一起玩? 找到他们。 司家大小姐, 司如莲拿过那张照片。 这件事交给我, 我弟弟不能白死。 我认识几个厉害的人, 比我们家的飞舞保镖厉害多了。 几个原本跟着司康去捉人的大汉一个个低着头。 大小姐, 实在是我们也不知道, 老爷跟少爷是怎么死的, 他们跟那些人站得非常远, 司海骂了什么, 废物。 爷爷, 这事情交给我, 我知道有些手段可以隔空杀人。 司如莲拿着照片, 在一家老酒吧, 找到一个在角落沙发上睡觉的年轻人。 阿震, 我知道你有本事, 你给我找到照片上的所有人, 抓到司家, 必有后报。 把照片放下就行了, 我睡好了自然会去的。 年轻人阿震转了一个身, 没看司如莲, 抓了几个人而已, 简直轻而易举。 这几万块钱是订金, 给你做活动经费。 司如莲放下钱跟照片, 朝年轻人推了过去。 你知道从哪里找我? 年轻人只是摆了摆手, 司如莲走了之后, 他拿起照片看了一眼, 随后连着钞票一起装进了口袋。 安家会带着团员们按计划去了汤玄山。 他们没发现后面多了一辆车跟在后面。 阿震, 就这几个人, 我们直接抓住不就行了吗? 还有两个人没见到, 估计他们是约好了在汤玄山见面, 要抓就一网打尽。 抓住这几个人, 司家给多少钱呢? 阿震拿起照片递给车上的人。 都看看, 前面车里的人除了司机之外, 其余都是司家叫的。 照片上的这两个人不在车上, 他们挺好认的。 到达汤玄山之后, 安家会带着团员们, 带着背包找了一个阴疗地方, 开始扎营。 没有那两个人, 白志把照片递给阿震。 我们过去直接问问。 阿震带着白志跟其他三个人, 走向安家会等人渣营地。 怎么只有你们几个人? 还有两个人呢? 安家会的脸色一僵。 我们的团员, 除了司如龙缺席之外, 都在这里了呀。 侯贵和其他团员脸色突变。 我们的人都在这里呢, 不知道你们说什么? 不要装傻。 阿震拿出照片, 指着林玉跟狮黄。 他们两个人, 昨天司康跟司如龙死的时候, 你们明明都是在一起的。 白志捏向手指骨, 我劝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法酒, 就是那两个人害死了司少, 对不对? 另外三个人迈不上钱, 消除害死司猪龙的人。 不用跟他们废话, 我们用他们做耳, 受诛带兔就好。 阿震在安家会身边坐下, 挑选着地上的食物。 唉, 安队长, 你们看到司少死, 还能出来爬山游玩, 一点都不怕司家人的报复, 我很佩服你们哪。 白志几个人也坐下来, 直接不客气地 拿着FB团的食物开始吃喝, 那个小白脸叫什么? 安家会哪里不怕司家人, 他是有一点私心的, 想要在这里再次遇到林玉, 林玉也是要来汤泉山的。 我们其实不认识他们, 昨天我们出来玩的时候 遇到了意外, 他们真的就是搭顺风车的人。 骗谁呢? 阿震直接拿出一把匕首插在地上。 这一幕叫FB团所有人心惊胆战, 一个团员拆声道, 我们真的不认识他们呢, 就是大顺风车呢, 死上说话得罪了人家的主人, 他们才有冲突呢。 其余的团员纷纷点头, 对对对, 真的不认识啊, 你们居然可以拍到照片, 就知道我们昨天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们呢, 就是欧狱啊。 阿震一脸淡漠冷笑, 你们就好好在这里当诱饵就好了, 他们不来, 你们就要倒霉了。 安家会此时, 心里无比地后悔, 要是他取消今天这次行动, 说不定他们就不会遇到这些人了。 他歉意地看着自己的团员, 对不起大家, 我不该顾着地坚持今天出游的。 团员们一个个垂头丧气, 也不怪你, 是我们自己先期假期太长了。 几个人倒是没有埋怨安家会, 安家会看向上山的路, 那两个人不会出现吧, 希望他们不要上山。 其余团员也看向上山的方向, 还说不认识, 骗谁呢? 阿震注意他们的小动作, 冷笑一声, 那两个人也要上山? 对吧, 我们慢慢等。 林玉跟狮黄两个人早就在汤泉山上, 他们又不是来旅游的, 走的不是一般的上山路。 在安家会等人不停地关注上山路的时候, 他们在附近的山峰上。 主人, 那座墓需要的条件很苛刻, 我们两个去了, 会打开吗? 狮黄说道。 有什么条件? 林玉单手背在身后, 汤泉山的附风比较陡俏, 他跟狮黄在这里如履平地。 要火神主人后代才能打开, 好像还要限制不能超过原影起, 属下挤到主人的境界。 狮黄知道林玉的实力非常可怕, 以肉身都能跟他这个千年狮黄相抗。 我现在就是原影起, 火神后代, 他身边也有一位, 随时都可以召唤到身边。 林玉一边爬山, 他的目光却是望向了一个方向, 那里有一群人在树下野餐。 昔日他也曾想过, 带着家人出来这么玩的, 可惜他失言了。 诶,是熟悉的气息。 狮黄的鼻子朝空中抽了抽。 昨天那些人, 他们也是真有闲心, 昨天看到人死了眼前, 今天还有心出来玩。 安家会他们, 那群凡人会有如此大的闲心。 林玉三开神时, 看清安家会等人的情形, 他的嘴角勾了起来。 私家死了两个人, 不死心道, 看来除恶无尽是有道理的, 我还是太过心软了。 狮黄的鼻子抽了抽没说话, 昨天那几个人身边多出了几个人, 一身血腥味都不是擅茬。 林玉已经转身, 朝那处看起来和谐的野餐地点走去。 我曾经还想过, 全民监舞, 全民修真。 五号他们也如此想过, 像是这样的人, 如果有了能力。 我要守护地球, 就是守护这样的人吗? 私家人的行径, 将林玉心底莫名地生起一股怒火。 石黄, 你说, 这样的人值得本尊守护吗? 本尊是不是, 直接该飞升离去? 主人, 一样的米还能养出百样的人。 属下曾见过一个不孝顺父母的人, 他对自己的父母动着打骂, 但是战争来临之际, 他毅然地参金上了战场, 这样的人如何评说? 石黄举了个例子, 这是他新年见闻, 那不孝子在战场上异常勇猛, 杀敌无数, 最后战死沙场。 这种还真不好评说, 我怀疑他是故意做出不孝之举, 如果他战死, 他的父母不会因为他的死而伤怀。 林玉摇头, 目光凛冽地望着坐在安家会旁边的阿振。 这几个人不同, 他们连上战场的资格都没有, 除非我刺死都放他们生物, 刺此为恶, 刺此放过, 林玉怎可能允许 这种事情发生。 他不知道责罢, 知道了却不管, 这也影响他修炼的心境, 他救人, 他也杀人, 只求一个问心无愧。 石黄对人知道, 那几个挟持安家会等人的人 必死无疑。 你们几个的手机叫出来, 你也得你们同逢报信, 阿振嚼着牛肉干, 随手拍了拍防潮殿, 随后几部手机被拿了出来, 阿振拿起安家会的手机, 一边翻看, 一边问他, 昨天的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安家会的口腔一片苦涩, 他昨天问林玉的名字, 林玉根本没告诉他, 真的不知道, 我昨天问他, 他没告诉我。 阿振哪里信, 抬手一巴掌扇过去, 骂他, 你们当老子傻吗? 你们说不认识那两个人, 一个两个的都往路口看, 想给他们通风报信啊。 安家会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一个手印, 我们昨天是第一次遇到那两个人, 他们自己说今天也要来唐泉山, 但是不跟我们一起来。 侯桂说道, 那个年轻人叫什么, 我们真的不知道啊, 那个中年人叫老实, 老实叫年轻人为主人, 打死招的人就是那个老实啊。 你看, 这不是知道吗? 白志用手背拍拍侯桂的脸, 进唐泉山总共几条路, 一个团员回答, 能开车来的, 仅此一条, 如果是专门爬山的人, 就会自己探路, 这就多了。 唉, 那两个人是自己爬山的游客啊。 阿振拿出照片, 看到林玉跟狮黄两个人都是白得发光的脸, 冷笑一声, 劝你们想清楚再说话。 白志身边的一个矮壮青年, 一脚踹翻说话的团员, 郑哥有叫你说话, 你他妈还会抢答? 其余的团员吓得净若寒蝉, 哪里还敢随便开口, 安家会更苦涩了, 他希望林玉出现, 告诉这些凶神恶煞的人, 他们之间没有关系。 司康跟司如龙的死, 也跟FB团没有关系, 但是又不希望林玉出现。 房潮吊上的食物, 被阿振五个人拆得乱七八糟, 团员们看在眼里, 敢怒不敢言。 一个个抱着腿, 尽量把自己身体尽量缩小点, 希望那五个人不要注意它们。 五个人发出一阵意味不明的大笑, 郑哥, 这几个软蛋肯定不是当街杀人的人, 他们就这个书胆敢杀人吗? 你们说, 司家会怎么收拾这几个人呢? 书胆软蛋才不敢杀人呢? 我听说司康跟司如龙死的七巧没有致命伤, 具体怎么死的还要找到那两个人才知道。 这种杀人无痕的手段, 要是老子获得了, 以后杀人不就是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阿振已经开始想象自己获得那种杀人手段之后, 杀人无痕, 无计可寻, 大笔业务接踵而来的场面了。 林玉眸自冰寒, 你们要找的人, 是我吗? 那个搭车人真的出现了, 所有团员都抬头看向林玉跟他身后的狮黄, 每个人的眼里眼神都是复杂的, 他们本来是萍水相逢, 互不相识的人, 林玉跟狮黄根本没必要出现。 安家会听到林玉的声音, 谈一眼看到那张英俊的叫他着迷的脸, 与他见面的欢喜被担忧替代。 你居然真的会来汤全山, 你不该来的。 笛贼! 阿振一巴掌扇在安家会的脸上, 他看到林玉跟狮黄脸上的笑意放大。 小子, 你把那个杀人无痕的手段交出来。 你说的是这个, 林玉缓缓抬指, 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向林玉的动作。 林玉缓慢地抬起手指, 朝阿振一点。 一指, 刚才嚣张的阿振, 突得毫无声息地倒了下去。 真, 真哥! 白志伸手一摸, 阿振已经停止呼吸, 显然已经死了。 他伸手抓紧之前扎着地面的匕首, 身形猛地抱起, 小白脸儿, 你对我大哥做了陈马! 阿振死了, 死得无声无息。 他不是要我杀人无痕的手段吗? 我刚刚给他了, 你要吗? 林玉似乎没注意到白志手里的匕首似的, 一脸认真询问的无辜模样。 你只要开口, 我也给你。 还是你去死吧! 白志握着匕首朝林玉的心窝扎去。 在安家会等人看来, 林玉如果再不躲开, 死定了。 几个人为林玉捏了一把汗。 林玉跟狮王只有两个人, 即便是阿振死了, 白志他们还有四个人呢。 林玉大然摇头, 用一种极为肯定的语气了。 你杀不了我, 只能使你死了。 他第三次胎致, 林七一点点晦积, 凝聚向林玉的指尖。 一起上, 把这些人带到私家, 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白志不是没看到林玉抬指的动作, 他根本不以为这一指能对他有什么威胁。 小白脸, 你是怎么杀了真哥的? 林玉的指尖已经对上白志的眉心, 白志的动作煞时凝固, 他手里的匕首当朗一下掉在地上。 就是这么傻的, 林玉缓缓收回手指, 手背在身后, 老师, 其他三个人, 你留在这里当肥料吧。 五个人转眼就成了尸体, 被尸黄埋在树下当肥料。 FB团所有的人, 目光呆滞地看着这影。 想劫持林玉的安家会, 此时已经不敢再与林玉对视了。 之前他以为林玉只是气质淡魔, 从昨天到现在, 他亲眼看到自己身边出现七具尸体, 他才恍然, 林玉那一身气质就是对周围食物的淡魔。 一个团言低声道, 团长, 他们会不会把我们留下当肥料的? 此言一出, 几个人的后背一两。 谁知道呢, 我们看到他们杀人, 就是他们不杀我们, 死家也不会放过我们吧? 侯柜声音干涩。 刚刚的五个人还嚣张狂妄, 还在大吃大喝, 现在已经成了树下一堆不显眼的土包。 你, 你也要杀了我们吗? 安家会鼓起勇气问林玉。 你杀了我们, 或许我们的家人也不会被我们连累, 从而被私家害了。 他把阿震掉下的照片捡起来, 交给林玉。 像是他们那样毫无痛苦地死, 或许也不错。 林玉扫了一眼手里的照片, 这应该是监控器的截图, 拍得还真清楚。 你们带着老实, 请私家锁在地即可, 其余的事情就不用你们管了。 我们看到你杀人, 你居然不杀人灭口, 被穿了一脚的团圆呆滞地望着林玉。 你不怕我们把你杀人的事情炫耀出去? 我有何觉? 你把照片握在长心, 一丝粉墨从那指尖调肥。 你们几个不要啰嗦了, 带我去私家就行。 狮黄买好了肥料, 粗声道, 不要惹烦了我的主人, 否则, 我又要帮你们找棵树了。 私家要抓他们, 他们反而要送上门。 安家会一时消化不了这个话题, 难道正常的操作不开始杀人灭口, 千里逃亡吗? 为什么反而要送上门去? 私家可不是好惹呢? 头给站起来, 一把拉起安家会。 我们知道私家在哪里, 现在就带你们过去, 你等我们把这里的垃圾收拾一下。 他用力地捏了一下安家会。 团长, 手势垃圾, 我们回城。 林毅他们不杀他们, 现在不走更待何时, 什么都没小命重要。 安家会知道侯贵的意思, 他想劝林毅不要去私家, 侯贵拼命给他打眼色, 他只能放弃了这个想法。 侯贵等人的小动作, 林毅直接忽略, 他转头走向傅峰, 老师, 办完事来找我。 是, 主人。 石皇转头, 催促那几个收拾垃圾的人。 快点, 这些东西就不要了, 有什么好收拾呢? 一个团言窃窃的道, 这好多东西是不可降解的, 会污染环境。 真是事多, 我看还是给你们找个数, 最省事。 石皇粗声粗气的道。 这一句话一出, FB团所有收拾垃圾的动作, 加快了许多, 思路连聚酒吧等着阿震回复消息, 在他等阿震的时候, 一辆中巴车在私家的附近停了片刻。 发现, 你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个别的人灭人家一族。 林毅心里繁育, 想到了万妖路里, 不知道活了多少年岁的老妖怪。 植物成精怪, 再修身成仙神, 是最艰难的。 我没有你这个烦恼, 该杀的人根本不必去想对不对。 你之前说弹球卫星无愧, 你杀人可有愧。 花轩反问, 她的声音向来听起来都是带着玩世不恭。 林毅有种问错人的感觉, 有愧, 她没有, 心软也不是。 她从这次化饭开始, 真正寻思的是她的道。 道经已经获得许久, 至今她只能看个前言文字, 这叫她觉得郁满, 她认为她的道士守护, 没有一丝天地感应, 金色道经也没有许她翻开下一眼。 无愧, 林毅吐出这两个字, 脚步向前迈出一大步, 从汤玄山一步出现在赴风。 那不就得了? 花轩的声音带着笑意, 既然无愧, 该杀就杀。 她疑了一声, 在你附近, 我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 附近似乎有个老家伙曾经来过, 你自己都是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老妖怪了, 能被你叫做老家伙的人应该不多吧? 林毅道。 确实不多, 花轩吃得笑出声, 我也只是背后偷偷地喊喊, 我躲在万妖鹿里, 那几个发现不了我。 林毅突然就有种, 花轩自愿被万妖鹿封印, 是为了躲避仇家。 万妖鹿原本的主人, 或是万妖鹿缔造者, 是那几位老家伙都要忌惮的人物。 万妖鹿如果乐静你说的那几个老家伙手里, 会是怎样的情景? 我知道你猜到了一点东西, 你透我的话没用, 不该你知道的事情, 我即便说出口, 也有天地盗则交之封印, 你根本听不到。 花轩听完林毅的话, 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脸上渐渐献出笑容。 这个小家伙倒是敢想, 万妖鹿真的落进那几个老家伙的手里, 试问他们敢碰一下吗? 天地盗则呀, 我还没有见过, 不如叫我见识一下。 林毅心道, 如果天地先出现盗则, 他趁机感悟, 说不定会发现属于自己的盗。 花轩截然色变, 你想死, 我还不想死呢? 五致小辈, 你可真敢想。 要不我把你的盗释放出来, 教我感受一下。 天地盗则不能随便感悟, 一个妖神物的盗, 它可以感应一下吧。 林毅将目标落到花轩的身上。 说你无知, 你还真的无知。 花轩嘀咕一声, 打算沉寂下去, 又怕林毅真的胡来, 忍住要被林毅气得吐血地冲冻, 耐着性子倒。 你一直追求的是一道, 我在你身上发现了符, 震, 电单, 炼器等种种。 这么一样都是一种道, 你接触许久, 都没有在其中感受到道义。 道运, 别人的道, 始终是别人的。 你自己悟的道, 才是你的。 道是能来接来敢悟的? 你给我借一个瞧瞧, 无知, 无知。 花轩一连说了数个无知, 才收声不在里林毅。 原来不能借啊, 我怎么感觉是你没有呢? 林毅难难道, 如果现在有人宣法步道, 教我感悟一下也不错呀。 回头找个寺庙去听一听, 似乎那些老光头最喜欢步道之类的事情。 坐在桃花树上的花悬, 手里拿着的花枝被他捏爆了, 他妖艺的脸上一副吃了屁的神情。 树道声音从不同方向传来, 老花, 你怎么了? 老桃花, 谁惹你生气了? 你拿出万年桃花酿, 我们来与你一叙。 叙什么叙? 那下子跟我借我的道去我, 你们再啰嗦, 我抽了你们的道, 给那小搜。 花悬一白手, 四周的声音顿时消失。 倒背玻璃可不是简单的修为下降, 那可是几千年, 上万年, 说不定数万年都弥补不回来的。 林玉来到富翁峰峰岭, 发现自己脚下山脊如一道白链, 他散开身时, 发现了另外四道白链, 五道白链交汇于一处。 羡慕在那儿, 居然是芝蓉留下的墓, 应该有猪龙的火之道可以舞。 金木水果土, 风雨雷电雪之道, 长存于自然, 我应该可以舞。 林玉下一步出现在五道白链交汇处, 在这里他感受到一丝火的炙热。 说着不搭理林玉的花悬, 没忍住出声, 五龙捧盛, 小贝尼既然精通道家悬术。 你别忘记了, 一也是盗门武术之一, 林玉在感受到炙热的地方, 直接盘腿坐下, 他要感悟火神的道。 那老家伙的道, 你倒是真的可以感悟一下, 你还不算是太蠢, 见你身体一用, 花悬喝倒, 林玉嗡了一声, 嗯, 你打算干嘛? 你不是要见老家伙的道一物? 花悬的声音落响, 林玉的手臂背一股力道托起, 他手臂上飞出无数粉色的花, 树的桃花轻轻飘落在五龙捧盛交汇处, 桃花之间没入, 林玉之间所站之处, 炎热之感瞬间加剧, 桃花落下之下, 道道火光隐隐显现, 主人, 邪魔要开了, 施皇从远处飞来, 高声提醒林玉, 一靠近, 那火光令他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 施皇的脸上露出大惑不解的神色, 他的身体早已不聚水火, 万斤不摧, 林玉脚向那隐隐约约的火光, 叫他感觉到了危险, 主人, 属下感觉这火不俗, 自然不俗, 这是朱镕老头的一道鲜活, 只有他的血缘后背可以进入, 不过有我在, 花旋是妖神木, 朱镕的鲜活对他也有克制之力, 引动他的火之道, 给你感悟一下也是没问题的, 施皇, 回来, 林玉直接拿出御书, 主人, 属下可以为主人抵挡一阵, 施皇道, 他试图上前, 把林玉遮挡在火光之外, 我要感悟火神之道, 你回来即可, 无需你为我抵挡, 林玉翻开御书, 施皇化了一道流光进入万腰路, 同时, 有另外一道流光进入万腰路中, 新的一夜自动翻开, 一幅图画逐渐清晰, 林玉心有感应, 知道是封魔地图上, 那个东西被万腰路收了, 他此时无暇去研究收入的是什么, 花旋的桃花引动了祝容的鲜活, 他当即分出一丝心神, 沉入火光之中, 仅仅是祝容一道鲜活的火光, 将林玉那丝心神迅速焚烧干净, 一丝不够, 那就两丝, 林玉继续分出心神, 探入火光之中, 比之前壮大一丝的心神, 被鲜活的火光焚烧得滋滋作响, 林玉也不好受, 鲜活焚烧他的心神, 跟焚烧他本身没有多大区别, 火神, 叫我看看你的火之道, 两丝心神连一息都没坚持着, 消散在火光之中, 感悟道也需要机缘, 你现在太弱, 强行感悟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花旋抖动直条, 悬浮在林玉周身的桃花纷纷落下, 桃花接触的火光迅速燃烧, 老家伙的鲜活只需要一死, 就能要你的命, 除非一将火神后代过来收了这火, 花旋给林玉出主意, 此处只怕也不是仙木, 火神的老东西又没死, 怎么会有木, 如有也是神木, 只怕这是火神给他后人留下的一道传承, 我会掌握分寸, 林玉继续分出心神, 他的神魂超乎寻常的强大, 分裂心神对他几乎没有什么损失, 两丝心神都感受不到, 火神蕴藏在鲜活里的道, 林玉心一横, 直接分出一道心神, 靠近火光, 居然连鲜活之帽都没有看到, 就损失了两道心神, 我到底要看看祝荣的火, 到底是什么火, 他的道是什么道, 火可以温暖世人, 光明世人, 火可以席卷天地, 焚烧万物, 夺去生命, 昔日赤地祝荣大神, 野火教化民众, 掌管火种, 传递光明, 花旋沉上鹤道, 碎人士钻木齐火之后, 交战认识了火, 祝荣大神用石积生活, 传遍万民, 桃花一朵朵焚烧殆计, 林玉又分出树死心神, 将所有桃花笼罩在其中, 你赶紧感悟, 老子的花可都是货真价实的本体, 花旋沉凌玉还在试他, 急得要暴跳, 你一个规范才元英的小子, 要强行感悟道就选了, 他拼着本体被焚, 给林玉感悟火之道的机会, 林玉却不知道在磨叽什么, 林玉并没有听到花旋的喝声, 鲜火灼烧心神的痛苦, 叫他的神魂激荡, 除了痛, 他几乎没有别的感受, 那疼痛几乎要林玉痛晕过去, 他的眼前只有火光越来越赤裂的颜色, 我去, 本神帮你, 你却要晕倒了, 花旋沉只能忍痛再飞出桃花, 你若毫无收获, 看本神日后如何折腾你, 林玉分出心神被焚烧, 消散, 他隐约感受到一丝金色, 还不提他发现是什么, 他神魂里的金属猛的一阵, 几乎又痛晕过去的林玉, 周身似乎被什么爽凉之物拂过, 他所有神志骤然灰龙, 我没有晕到, 我似乎抓到了什么, 你赶紧, 花旋喝倒, 林玉按照刚刚的所见, 去追寻那一道金光, 桃花一朵朵化为灰烬, 林玉分出的那道心神也在渐渐缩小, 看到了, 一道, 不, 是两道, 林玉终于再次捕捉到刚刚一闪而逝的金光, 当即调动心神, 寻逆追索, 每一朵焚烧的桃花之中, 都有两道金光闪过, 一道在逃, 另一道在追, 看到其中一道将另一道追上, 两道金光合二为一, 林玉看得震惊无比, 这是吞噬, 不等林玉领会金光是什么, 另一道金光一闪, 金属离体把刚刚吞噬壮大的那丝金光吞噬了, 这一样快的脸, 林玉都没有反应过来, 花旋叫了一句, 快离开, 她的提醒还没有变故来得快, 林玉脚下突然冒出大片火光, 将林玉吸扯了下去,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 花旋的反应不慢, 释放大量桃花, 企图护入林玉, 她的桃花欲火即焚, 你自求多福, 她的桃花都是她的本体, 鲜火对她本体有极大的克制, 穿越火光, 林玉置身火焰之中, 这是鲜火吗, 好像没什么为例, 你走一步试试, 花旋冷笑一声, 林玉当即一上前迈出一步, 她的脚步落下, 一道火焰从地底钻出, 她收回脚, 那道火焰消失不见, 仿若刚刚是她的幻觉似的, 火壳木, 木生火, 你的身体激发了此地的仙震, 祝荣大神留下的阵法, 应该是重离烈火仙震, 花旋冷笑一声, 妖艺的面容上却满是惊荣, 你也知道这是仙震, 破不开, 你等着化为炉灰吧, 凡是阵法, 必有声门, 林玉很镇定, 她刚刚迈出那一角的时候, 清楚地感觉到了有金色光芒在火光之中, 此时, 她身在祝荣留下的仙震里, 看得更清楚, 那金光蕴含天地之力, 那是道吗, 林玉伸手去抓金光, 在火光里飞速闪射的金光, 被她轻易地抓在手里, 啊, 仅仅是一道金光, 我感受到天与地, 似乎都与我产生了联系, 是天地大我, 还是我容天地, 她置身天地间, 细弱浮沉, 天地间有无数浮沉, 是万物, 是苍生, 无穷无尽, 向四面八方延伸, 宽广, 绵延, 玄傲, 深邃, 她为天地主宰, 天地包容, 她容天地, 日月星辰在她掌中, 随她心意, 山川星河, 可生可灭, 万物生灵由她创, 她卧掌, 斩掌, 她与呼吸合拍, 与月满盈亏, 朝起朝涌呼应, 一道模糊不可见的虚影, 渐渐在淋浴身后浮现, 悬浮在那虚影周身的其中一侧书卷的模样, 在逐渐清晰, 淋浴周围的鲜火, 涌入那金光之中, 金光变得凝实, 淋浴拖着金光, 都能感受到鲜火的灼热和暴虐, 暴虐, 淋浴感受了一下, 哑然失笑, 叫化民众的火, 带了光明跟温暖, 也能形成注农之灾, 有暴虐也不奇怪, 吸收了鲜火的金光, 摸入淋浴的手掌, 形成一道金色纹路, 道, 你没敢护道, 你当时捉到了老家伙的道文, 你还真是叫人刮目相看呢, 化玄一直在观察淋浴, 她本打算如果淋浴要是抵抗不了鲜火, 她就割舍一部分仙体, 带淋浴离开此地, 输掉淋浴误打误撞, 不但入入了祝容留下的传承阵法, 还抓走了祝容留下的道文, 本该是祝容传承给后人的东西, 倒是便宜了你, 不知道祝容那老家伙知道了会是什么表情, 道文, 吞食未尝不是包容, 万物皆可吞食, 皆可包容, 淋浴迈出一步, 从地底冒出的鲜火在屋之前的灼热, 她伸出手掌对准鲜火, 鲜火被吸入掌心道文之中, 我能遇到也是我的机缘, 我也可以带祝容传给她留在地球的后人, 说的倒是简单, 上哪里去找老家伙的后人, 花旋节的淋浴说什么, 都是轻飘飘的上下嘴唇一碰, 老家伙离开都已经数千年了, 她那只蟹脉本来就血缘单薄, 灵就是火神后人, 黎玉没给花旋戏说, 道文能吞食, 能合并, 自然能分离, 回头她试试分一丝给灵去感悟, 她留下的鲜火便宜我了, 给我的用途会更大, 我在凡界可以用鲜火炼制鲜丹, 可以给我飞升之后再点准备, 花旋躺在桃树的树身上, 懒洋洋地倒, 你当仙丹那么好练吗, 别人或许不行, 我可以, 黎玉迈出第二步, 又是一道鲜火从地底窜出, 柱容的火是从繁火中来, 带着光明温暖暴虐, 席卷焚毁万物的寂灭, 也有带着生机不断可复燃的火, 灰烬, 火既是灭绝也是生机, 天下无人知, 我与凡人之情早已成就仙之师, 炼制仙丹与我而言又何难? 黎玉又迈出一步, 金色稻纹里又收起了一道鲜火, 如果此时有人能看到黎玉的动作, 则会看到她每一步都刚刚好迈在阵眼上, 刚好吸收一道从地底攥出的鲜火, 仿若她就知道, 那里有鲜火等着她收起, 抓取而来的稻纹不是你感悟到的, 不属于你, 花旋反驳道, 你既然能抓, 别人应该也能, 这一点黎玉倒是相信, 之前她没动手之前, 就被刀经抢走一条稻纹, 这是她得到金书之后, 金书主动做的第一件事, 跟她抢东西, 回头她再好好研究一下, 平时只给她看前沿, 抢她的稻纹倒是自觉的狠, 楚容就只给后人穿成了这道火, 后台如果不电单, 这火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黎玉把仙镇里的所有鲜火收走, 以为稻纹是神吗? 火神留下的机缘可大了去了, 她留下了她的误道成果, 留下了本源之火, 不是你的东西, 你果然误不到其中深意呀, 花鞋摇摇头, 这机缘已经是黎玉的, 即便黎玉将这机缘分给那老家伙的后人, 黎玉仍是占了一部分, 当真是捡了大便宜, 想捡便宜的人没捡到, 没想捡便宜的人, 误道无状捡了便宜, 但凡你贪心不分给她的后人, 那老家伙也无话可说, 没了鲜火, 重离烈火镇变得暗淡, 遗物从地底缓缓浮起, 黎玉伸手将是拿在手里, 这东西她太熟悉了, 星图, 居然是我没有到手的其中一部分, 黎玉张开星图, 还没仔细看, 星图在她手里消失无踪, 该死啊, 怎么连地图都抢, 星图不见了, 黎玉能感觉到星图其实还在, 在星图刚刚消失的瞬间, 她清晰地感觉到玉书里多了些东西, 郁闷, 金书讲她要感悟的道文, 玉书讲她正想看的地图, 她身上这都是强盗吗? 黎玉在四周找了一圈, 这里就是一个崇离烈火仙阵, 再无其他, 她研究了一下阵法, 经过数千年的运转, 维持阵法的能量已经几乎消失殆尽, 如果不是她把鲜火收走, 只怕没几日, 这鲜火会从阵法里彻底消散, 仙境的传承, 这么大的阵仗, 居然守护的是一份残血星图, 既然是传承之地, 必定不那么简单, 你把你的老僵尸放出来, 鲜火对她是有克制, 这地方又是她发现的, 你是她的贵人, 此地必有她有用的东西, 花旋借助黎玉的身体, 再次飘出无数桃花, 粉色桃花落地便消失不见, 如果黎玉能仔细看, 则会看到桃花消失的时候, 又金色道闪耀, 幸亏用你提醒, 我险些把狮黄忘了, 黎玉心念一动, 封印在万腰路里的狮黄出现在他身边, 狮黄恭敬地道, 主人, 黎玉道, 这里的火已经被我收起了, 你来看看这里有没有对你有用的东西, 我只发现我们脚下的这座仙镇, 跟一张残破星图, 数学要找的不是地图, 还在这里, 狮黄抽抽鼻子, 他把身体扶在地下, 鼻子几乎贴到地面, 在阵法之下, 需要破坏这阵法, 破坏吧, 黎玉背着手站在一边, 他在这里没发现什么东西, 花旋跟狮黄都说这里有东西, 得到黎玉的允许, 狮黄双手狠狠插入地下, 猛地一掀, 大地被他双手之力, 撕开一道数米长的裂口, 地面上的阵法寸寸军裂, 露出了地面下埋藏的东西, 闪烁着碧绿荧光的破碎骨质, 你要的是这些东西, 黎玉看着那厚厚一层的骨质, 这东西对地级僵尸或许有点用吧, 以你的境界, 这些东西你根本用不到, 还在这下面, 狮黄双手齐动, 飞快地把碎骨质刨出, 这似乎都是老家伙的手笔, 难道这老僵尸是他的后人? 花旋择了一声, 老东西意料到他的后人会变成僵尸, 特意留给他传承之物, 祝容大师留下的不是那道鲜火和地图, 黎玉看着狮黄越挖越深, 终于没忍住, 走上前看着狮黄往下挖, 这谁知道呢, 我看这些骨头下面的东西, 才是老家伙给后人留下的, 花旋道, 似乎挖到了不一般的东西啊, 狮黄拿着一个不知道什么瘦的头骨走了出来, 在头骨里, 是一朵幽绿的鸣盐, 四周的荧光绿点, 自动朝头颅汇聚, 主人, 属下要寻找了, 似乎是这个, 属下能感觉到, 这东西可以成为属下的本命之火, 幽冥鬼火, 专门克制灵魂, 好东西啊, 花旋道, 你先说起来, 回头分我一丝, 我炼个气, 林玉道, 克制灵魂就太好了, 他就可以把小白专门留给林瑶, 对五万灵魂宗跟气宗, 他只要有一丝优明灵火便足矣, 这些给主人, 属下再去起一些伤来, 狮黄把头骨交给林玉, 转身又钻进他刚刚在骨头堆里挖出的深坑之中, 那里有一匙优明鬼火, 绿的耀眼, 世皇正在找一个可以成装优明鬼火的头骨, 此物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 你直接吸入腹中, 用石吐出来, 林玉把头骨收入蓝天节, 仙镇之上是祝荣大使留下的鲜火, 仙镇之下是一匙优明鬼火, 上为阳, 下为阴, 这其中隐隐似乎有一方面关联, 仿若是在维持什么平衡, 林玉之间里, 取走这匙优明鬼火才是应该的, 平衡不能破, 属下试试, 狮黄俯身对着火池张口一吸, 幽冥鬼火被他吸入口中, 想是大捕之物, 你的祖上跟火针有关, 林玉问道, 我们崇上火, 以火为圣物, 狮黄一口将火池里的幽冥鬼火吸入腹中, 应该是有关系的吧, 不少族群都崇上火, 那道平衡没有被打破, 林玉的目光被火池底部吸引, 到时, 池子挖出来看看, 我总觉得还有东西, 狮黄当即动手开挖, 这种鬼祭森森的玉对你没什么用, 老僵尸修炼的时候用得着, 你可真是咽过拔毛, 行地矮三尺, 花旋忍不住打圈林玉,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黄虫过境的感觉, 如果是在敌人仓库里, 黄虫过境算什么, 行地矮三丈都行, 只要挖架到有用到, 林玉手里多了几个阵盘, 以火池尾中心, 将阵盘抛在四周, 狮黄的手里托起一个空了的池子, 朝上一跃, 此时异变突生, 一股犀利将狮黄的身体朝下撤去, 林玉心念一动, 取出玉书朝狮黄跟池子一拍, 狮黄跟池子同时消失, 原本是池子的地方, 献出一个黑洞, 从那里产生巨大的吸力, 将四周的骨质朝黑洞里吸取, 连林玉丢下的阵盘受着吸力影响, 开始慢慢移动, 阵起, 林玉脚下延伸出几道变异灵器, 一个小小的变异眼天阵, 将这个黑洞笼罩在其中, 阵法之外的东西, 不再被吸力扯向黑洞, 阵法之内的一切东西, 全部被黑洞吸扯住, 林玉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向黑洞而去, 老桃花, 这里是什么东西? 要么索性进去看看, 要么就赶紧把那个池子放回去, 等你变强了再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花旋舍不得用自己的桃花探路, 直接给了林玉两个选择, 越朝黑洞靠近, 黑洞的吸扯力越大, 林玉的园英级身躯, 根本不能提挡这种吸扯, 兴趣就进去, 如果我进去, 老大花, 你能把我带出来吗? 大概率能, 花旋的声音都变了, 小辈, 你不本是疯了, 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 不是危险, 就是机缘, 拿不了空手而归, 反正不是, 即来日子安日, 林玉索性放弃抵抗, 直接跃入黑洞, 黑洞里毫无光鲜, 林玉双眼变成银色, 他在飞速的下坠过程里, 看到了四壁的情景, 都是壁画, 看在岩石之上的壁画, 能看得出来是一些人在摩拜火, 四壁上有无数的壁画, 有打猎的场景, 有围在一起, 享用食物的场景, 甚至有碎人士钻木取火的场景, 包括火的演变, 以及祝容如何出现敲击石头产生火星, 老东西不怕他的传人死在前两关, 花旋的桃花沿着石壁一直向下眼神, 他看得比林玉还要清楚, 真正的传城之地在地心深处, 这地方就是火神传人也到不了, 林玉小子, 你小心点, 火神的老东西实在不是良善之辈, 我可不信他会好好地给后人留什么传承, 你这次有可能说的是真的了, 林玉某子荧光闪烁, 一边下坠, 他的手不停地往四壁拍阵盘, 不管祝容在这里留下了什么, 这个通道都是出口, 他留下的也是仙阵, 东西虽然不如崇离烈火先着, 也差不到哪里去, 反正你小子不要轻易地死了, 我可还没活够呢, 林玉身体里突然生出几道桃枝, 深深扎入四壁, 将林玉下坠之势止住, 下面的烟火在上升, 我的桃花已经探到了, 赶紧离开, 这里封的不是船长, 是柱绒流下的灾变, 是烟火, 岩浆带着火神之地, 后退, 那我更不能, 放任这个通道不管了, 我有一道火之道文, 可以用一下, 林玉从墙壁上扯下桃枝, 叫自己的身体继续向下坠, 孝子, 你疯了, 化学向来淡定的声音有些变调, 你可只有猿鹰, 只要我想, 我也可以不是猿鹰, 林玉神情凝重, 实际上却有些跃跃欲试, 他收了一道鲜火, 下面有火神留下的火神之地, 他用启会放过, 没有火神之地的炎火, 岩浆自然不会形成蛀龙之载, 计划是非常美好的, 林玉还没有落到底, 就看到火红的岩浆伴随着岩火, 沿着通道朝上涌来, 差着几百米, 甚至上千米的距离, 火的灼热气息, 几乎将林玉露出衣服之外的皮肤, 烤得胶着, 风小子, 我都闻到烤粥味儿了, 花雪没把桃汁收回, 桃汁已经被炙烤得开始脱水, 干扁, 烤桃汁也挺香的, 林玉控制身体, 没有继续向下坠, 他脚下的通道, 黑暗被火光照亮的只有鲜亮头红, 像是在靠近的太阳, 像是一只巨粗无比的雪茄, 无法言说的高温和炙热, 如果降临地面, 必定焚毁万物, 臭小子, 花雪反手取出一只碧玉一般的小桃子, 我助你一臂之力, 碧玉小桃子出现在林玉的头体, 发出蒙蒙玉色光芒, 将林玉笼罩住, 林玉周身传来一阵清凉之感, 老桃子, 这桃子你还不如给我吃了, 他在逐渐靠近的火色里, 看到一道道金色稻纹在游走, 你可以控制桃子在四壁攀爬, 这是我的本体, 你不要浪费我的牺牲, 花雪说道, 你自己小心, 我很小心, 林玉取出几块淋浴拋到下方, 烟火跟岩浆像是浪花式地翻涌起来, 林玉瞄准一道细小的金色稻纹, 抬起手掌, 给我吞, 他手掌上的稻纹亮了一下, 那道文, 小道文被吸入其中, 肉眼看林玉掌心的道文没有变化, 他能感知到道文在壮大, 不错, 我们继续, 林玉另一只手抛出林玉, 他同时捕捉到端独由里的道文, 你快点, 我又好像闻他烤车味了, 花弦催促道, 他心里一把祝容骂的狗血淋头, 盖死的老东西, 飞升上进离开, 还留下这么一个祸害, 嗯, 我有数, 林玉心里并不慌, 收取书到道文之后, 手掌上的道文壮大, 通道里的高温对他威胁相对减小, 实际上, 他自己没有收起几道火神之道文, 有个小贼比他瘦得多, 烟火和岩浆变得躁动, 像是有人在晃动杯中的牛奶, 烟火朝天喷射, 岩浆喷涌飞溅, 林玉的衣服被烟火点燃, 飞溅的岩浆落在他肌肤上, 便是一片碳灰色, 连烤轴味都没有, 就是一股焦糊味, 被焚烧的剧痛, 令林玉的心里也多了几分焦灼, 火神离开地球, 他却留下了祝容之灾,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吗? 我是一仙, 我非要以人为门, 若不是人, 你火神祝容, 也就是个蛮荒时期的野人, 给我吸, 盖死火神, 我要收你的火神之力烧烤, 你留下煎火, 给我炼嫩, 可恶, 如何将我逮到你, 我冲你的本源之道, 灭你先提, 林玉台长将掌心到文对着脚下, 火神之力, 给我吸, 有你的道文, 都给我, 给我吸, 吸, 有不了的, 若的, 我借给别人感悟, 林玉脚底通道里的东西, 化为一道火色曲线, 随入他掌心的道文中, 温度似乎降低了, 你真把火神之力收走了, 花旋透过本体感知到外界的变化, 他那几只干枯的桃枝, 在慢慢变得丰润, 不用的是强盗逻辑, 没想到成功了, 被林玉收取了道文跟火神之力, 炎火和岩浆慢慢退回, 你说得对, 火神真不是东西, 所有的仙神都是火神这样的吗, 林玉控制身体跟着下坠, 他一边下坠, 一边在通道自闭, 继续派入阵盘, 大道无情, 你不是也听过这句话吧, 花旋知道林玉在做什么, 此时他也不再劝阻林玉, 草木无情, 你呢? 最后一丝火神之力, 摸入林玉掌心, 通道里恢复了瓶颈, 大道万千, 未必都是无情到, 林玉每几乎一到仙阵, 抬手在四周布下聚灵阵, 离开通道之前, 他将所有仙阵击火, 神会死吗? 神当然会死, 等你飞升神剑, 珠蓉的老东西可能早死了, 也有不会死的, 比如我, 万妖鹿不灭, 我不死, 花旋车笑道, 哼, 你小子不会想杀死珠蓉吧, 你别做梦了, 珠蓉之号带来转城, 留下这个珠蓉之灾的珠蓉, 早就不知道死哪里去了, 回到地面之后, 林玉击火所有仙阵, 我可从来不做后科无远的事情, 我就是想, 如果我不姓嗝屁, 你会不会受到我的牵连? 不会, 花旋说完惊笑一声, 你会不会失望呢? 我也不会死, 你想换主人的想法, 暖心内不可能失效, 林玉松储物代理, 拿出一套新衣服换上, 他的身体在瞬间恢复正常, 花旋拿出一只蒜蓉, 放在腿上糊乱地拨了, 小子, 我的文体受伤了, 你还浪费我一只万年必逃, 我可只有那一只, 你得陪我? 一个斤斤计较, 在跟他算账的老妖怪, 林玉面色古怪, 我都没有一万岁, 我拿什么陪你, 你是要什么? 你好意思跟我一个原因修士算账? 我的损失是因你而损失, 你不该陪我? 花旋撑着下巴, 你给老海洛腰的灵茶, 给我弯八千斤的就差不多了, 林玉脸上的神情疏得凝固, 我在你面前还真是一览不语啊, 先是一个临天河, 现在又是一个花旋, 花旋吃了一声, 四周有灵的花木看到, 等同我的感知, 我对你可不感兴趣, 境界那么低, 给我做肥料我都嫌弃, 万腰路里如你一样的存在有几个? 林玉陈生问道, 林天河即便是发下神魂誓约, 他对其仍是有所忌惮, 林天河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你那个水魔山儿子勉强散一个吧, 其余有几个在沉睡的老东西, 比我强那么一丢丢, 还有几个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装死呢, 还是逃了? 你不用忌惮太多, 他们即便是逃, 也是逃不掉的, 等你境界足够高了, 或者自然就知道了, 花旋含糊了一句, 没把关键的一句话说出来, 还有逃跑呢? 林玉正了正, 万腰路不是神器吗? 你要说的话, 一次说完, 这不是废话, 等你境界高了, 再来问我, 行时不要骚扰我, 花旋打断林玉, 灵茶给我, 林玉随手拿出十株, 两三千年份的灵药, 拿去, 不要随意亏待我了, 否则一旦我有实力, 第一个抹去的就是你这种不安定因素, 灵药被一阵带着桃香的风拳走, 花旋只给林玉留下一句, 我可不是那么没品, 那就只有你知道了, 林玉财长看了一眼手掌上的那道道文, 祝荣, 你若是有意在地球留下祝荣之灾, 上穷必落, 下黄泉, 必杀你, 既然神也会死, 是神杀神又有何惧? 林玉满心杀疑, 那祝荣之灾如果失控, 只怕这汤泉山附近千万里都要遭殃, 既离汤泉山最近的硬城, 是第一个造影, 这可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城, 平时常住人口都有数千万, 花旋随手将那数十株灵药种在地上, 把你那里年份高的灵药移栽到我这里, 我在九步之外开一个药园给你, 回到江陵之后再说吧, 林玉下山朝硬城走去, 我自己又要员, 种你那里跟我自己种有什么区别? 植物最难成精怪, 但也不是绝对, 灵气足够, 数百年就能成精怪, 你那里种千年, 上万年的药材还是药材, 放在别的地方, 只怕都能修出药仙来, 花旋道, 只要它们成精怪, 修成仙体, 药材就能源源不断产出啊, 这说明你的碧桃, 学不可能只有一个, 林玉迅速举一反三, 老头话, 你就是想从我这里骗东西, 哈哈哈哈, 不小心说漏嘴了, 花旋大笑, 他身边一个脆衣女子, 手里捧着一盘各色桃子, 其中碧桃也有树枚, 老妖怪骗到他这里来了, 林玉心生警惕, 他的境界太低, 万妖路里花旋这种存在, 他根本无可奈何, 等他回去就闭关一阵, 先修炼到道玄九重再说, 应成, 斯家主要人物被一夜杀了个精光, 成了应成街头巷尾, 茶余饭后的谈资, 林玉走在街道上, 听到的多是类似的话题, 斯家这一下, 总报应了吧, 我看他们就是欺负人太多了, 就是就是, 为父不仁就是他们, 压榨我们的赔偿款, 他们死了活该, 我都恨不得把他们挖出来变尸, 害我没钱, 给我妈妈治病, 如果有钱, 他也不会死, 林玉拿出手机, 打开帝都导航, 找到他要找的书店地址, 既然来了应成, 怎可能不去应成分部看一眼呢, 他毕竟做了好几天的教练, 斯如联系酒吧找了阿震几次, 阿震一直没有回来, 他给阿震打电话, 也一直没打通, 阿震跟他四个兄弟, 此时坐在汤泉山某棵树下, 已经做了肥料, 斯如联含着一枪悲怒, 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着车, 该死的阿震, 办这么一点事情, 也不牢靠, 直到一个人出现在他的事业里, 他降低车速直接掉头, 朝林玉开去, 是你, 我弟弟, 我父亲, 我家人, 是不是都是你杀的, 林玉太醒目了, 无论是谁看过一次他的照片, 就绝不会记错, 斯家的人, 看到冲自己开来的车, 林玉没躲, 这条路比较偏僻, 此时没有什么行人, 这个女人就是横冲直撞, 也不会伤到人, 哼, 还真是你, 斯如连握紧方向盘, 死死盯着林玉, 你既然出现, 就死吧, 说着他加快车速, 朝林玉冲过来, 那你去死吧, 斯如连急速向他撞来的车, 林玉根本没当成一回事, 他冷漠地抬起一只手, 轻轻朝下一压, 斯如连双目赤红, 看到林玉不躲, 他觉得林玉死定了, 去死, 去死, 天地万物, 像是突然凝固, 空气在瞬间被抽空, 在斯如连最后的感知时, 地平线怎么升高了, 天黑了, 一辆车整个没入地平线, 林玉淡定地从车顶走过, 这条安静了街道上, 无人知道这里有一个嚣张的斯小姐, 正在地底疯狂地打电话求救, 林玉没有阻止, 没有人能救得了他, 快来救我, 我在环城东南路, 谁他妈知道是几号, 快来救我, 救命, 我是斯如连, 我还是没有感悟到道, 林玉一边走一边沉思, 这道是自己感悟出来的, 蛮荒时候的人, 文化没有那么高, 他们就有如此高的领悟力, 花旋, 有没有别人弱一般, 捕捉别人的道, 回来感悟他, 卧槽, 叫你不要扫扰我, 你能不能听进去, 花旋抱了句粗口, 道也没真的发怒, 他只是不想被林玉追问不该问的问题而已, 你不是叫我快点变强吗, 事关修炼, 不算骚扰吗, 你愤怒, 我还愤怒呢, 先有林天河记住他的午时, 观察外界, 后有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老桃花妖怪, 连他的身体都能动用, 林玉之间忽略花旋的情绪, 倒是有捕捉别人道文的, 别人都是用来练气, 制敌, 像是你这样, 捡县城来赶赴的, 没见过, 花旋冷横, 他刚刚种下的几株灵药, 已经有化灵的迹象, 林玉是怎么种的灵药, 一万年的灵药在他手里还是灵药, 变态, 林玉这不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说他是变态, 我当你这是在夸我, 我夸你, 你看看这人身在我这里待了一会儿, 就能满地跑了, 你那里几千年, 上万年都还是灵药呢, 花旋捉起脚边一个偷偷摸摸想溜走的人身, 给林玉看, 你看, 林玉一阵无语, 不知道有多少几千年的灵药, 被他大方地做了灵药,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回头秘境我看看, 可能是我的秘境曾经历过大战, 有点不完整, 变态, 你的名字是叫变态吗, 前面有个地方, 我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 林玉神魂中的小龙魂借借得到, 我不叫变态, 我叫林玉, 林玉散开神石, 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市场, 那里有一个摊位上的东西, 散发着奇异的波动, 你也能听到我跟老桃花的对话? 你本来就是用神魂交流, 我在你神魂里面, 你又没有特意把我隔绝开, 我自然能听到。 小龙魂道, 花旋黑黑笑起来, 回头我教你神魂隔离, 对了, 那个小虫子也可以收进万一路, 在这里它恢复得比较快, 林玉已经没有心情搭理它们, 它的神魂, 重要无比的神魂, 助力一堆乱七八糟之物, 借助它的嘴, 双方还聊起来了, 我就没有一点秘密, 你身上的东西, 没有你的允许, 没人能探查, 是你没禁止我们的神石外探, 小龙心虚地道, 你帮我拿到那个东西, 以后我会乖乖地接受你的禁止, 我感觉那个东西很重要, 回到江林, 再慢慢收拾你们, 林玉朝那处小市长走去, 他感知到那摊位上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 摊主正在打着瞌睡, 就, 就在那里, 我能感知到, 那东西非常非常熟悉, 对我非常的重要, 小龙魂激动地道, 林玉哥哥, 你帮我拿到那个东西, 以后我恢复了肉身, 我都听你的, 你叫我向东, 我绝不向西, 我以我龙族的骄傲向你发誓, 你身上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偷看过, 我只是感应到了非常熟悉, 非常重要的气息。 小龙魂完全一副小孩子的客气, 不像是老成的林天, 也不像是老成的林瑶, 那两个破孩子, 都还没跟他这么撒过娇呢。 被小孩子撒娇, 林玉的心硬不起来, 他能感受到小龙魂非常的激动, 这种深藏与神魂, 发自于神魂的情绪, 是根本佯装不出来的。 真怪, 比老他画妖怪怪多了, 在老他画面前, 我就不怕他发现我有什么秘密。 小东西, 我对亏待你的秘密也没兴趣, 花旋重重地哼了声, 他抓过人神经, 在手里重重地撸了几下, 小东西, 哼, 摊位上多是一些不知来历的兽牙, 兽骨, 古董, 林玉对古董不是很懂, 也能看出来不少东西可能是上周的。 他拿起那几个兽牙, 骨头在手里把玩, 那其一的气息就是这几个骨头散出来的, 这气息别说小龙魂熟悉, 连他都很熟悉。 十块钱一个, 一百块打包, 我就开个账。 摊主懒洋洋地倒, 这里评价任选, 我店在那一边, 多的是。 林玉丢给摊主两百块钱, 他把所有骨质品拿在手里, 去你的店里看看, 我对骨质品非常感兴趣。 我要守摊位, 你自己去吧, 看上什么, 过来付钱就好了。 摊主指着店铺的位置, 叫林玉过去自选。 林玉看了一眼摊主手指的平价超时, 他从一旁的架子上撤了一个塑料袋, 把那些骨头装起来, 你也不去盯着, 不怕丢吗? 都是些破烂, 偷破烂的人, 格局能有多大? 摊主根本没有要起身的架势。 林玉提着塑料袋, 走进平价超时。 林玉哥哥, 他这里有很多我熟悉的气息, 那个人是不是掏了我龙族的墓了? 小龙魂激动地大叫, 林玉悟地看向摊主, 他之前散开神时, 根本没有发现这店铺里也有异常的气息。 只发现了摊位上的东西。 道友, 不如直接进来谈谈, 我想知道这些东西你从哪里得来的? 那摊主不知道何时, 已经笑眯眯地坐进了店里。 林玉都没看到他怎么动作的。 这个摊主比他强, 神魂也比他强大。 自然从来处来, 这来处你不是猜到了吗? 摊主手里多了一把扇子, 轻轻地摇了起来。 不过你们也不用问来处是何处, 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 你想要都拿去吧。 他用下巴置了一下地面, 平空出现一堆箱子, 箱子里面装的都是骨头。 林玉哥哥, 林玉哥哥, 我要这些东西, 我要。 小龙魂激动他, 连他附身的养魂玉盘都在震动。 傻瓜, 天下哪里有随便摆拿的东西? 林玉看着那一堆骨头, 没有贸然上前, 只是淡淡头。 道友也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不管落到谁的手里, 炼器、做药都是能用的。 不知道道友想要什么? 哈哈哈哈, 摊主哈哈大笑, 他说道, 我收集这些东西, 本来就是想给我自己凝聚真身的。 只可惜不适合我呀, 这些对于我来说, 无用之物。 这个比自己境界高的摊主, 不是真神。 黎玉心里暗暗吃惊, 他面上尽量不显山不露水, 凝聚真身, 这真神是人神, 瘦神, 妖魔精怪。 他是骄傲, 你把几千年的大药给他一桌, 他自然能凝聚身体。 发弦畜生道, 摊主笑道, 是人又如何, 妖魔精怪又如何。 你以神魂为事, 不作恶人间, 将来如果弟兄大胆, 你也会尽力出手。 黎玉没有理会小龙魂的激动, 他把塑料袋里的龙骨收尽除弹, 目光紧紧盯着面前的摊主。 我不管你是什么妖魔精怪, 只要发下上述誓约, 我便不会干涉你, 容流繁琐。 真是个大胆的鼠卑, 摊主的笑容变得深邃神秘, 我不发誓又如何。 你不发誓, 走不住这个小店, 不要以为你的境界比我高, 就能为所欲为。 淋浴反手拿出一朵桃花, 老桃花不是说这就是他的本体吗? 我召唤出此物的本尊来, 你可以再考虑要不要发誓。 你把此物给我, 我便发誓。 摊主紧紧地盯着淋浴手里的桃花, 那桃花枝上升起浓郁, 显然脱离本体不久, 花悬起笑了。 小子, 你叫我跟他说, 我看他发不发誓, 我的本体他也敢想。 哪里来的胆子? 臭小子, 你倒是贼精, 居然藏了我的本体。 你可知道, 我的本体落在别人手里, 都可以炼制神器出来, 复制一个小神都是没问题的。 就说了那么一朵, 你想炼这个什么东西? 灵雨当即许的花悬自由说话。 桃花悬浮在半空, 出现一个虚影, 花悬冷笑地看着摊主。 何方来的小妖物, 连我的本体都敢觊觎, 我腻歪了。 他散出气息, 摊主身子一软, 跪倒在地上。 药物神在上, 小人不敢, 不敢啊, 小人马上发誓。 他惊恐地浮道在地, 身体矩阵, 当即也不敢弄什么花样, 赶紧发下神魂誓约。 小人却没有危害人间, 不会, 真的不会。 这, 这些骨头的来处, 小人也马上告诉这位小友。 我的事情, 保密, 敢敢外传, 第一个怒死你, 其他事情, 告诉他。 花悬收回嘻嘻, 与其喊怒, 这些小妖, 这点实力就敢出来吓唬人。 保密保密, 小人绝不敢泄罗一个字, 其实小人是打算跟着小友交换的, 小人也是收集了一些宝贝, 真的。 探主拿了几个储戴, 有膝盖跪行几步, 需要交给林玉。 那是你们的事情, 你们自己团, 找到龙骨的地方, 你也告诉他。 花悬回到弯腰路, 你身上带着几个神呢, 居然被一个没实力的小妖吓到, 你丢不丢人, 我本来就想丢你砸他的, 你放心好了, 下次再有类似情况, 我第一个丢你出去, 林玉收起那朵桃花, 探主懊悔不已, 要是他早早拿出储戴, 之前不顾弄玄虚, 或许就不会招着那位。 小友, 这是一座龙墓里的骨头, 我取了一部分, 剩下就埋在那里, 地址是…… 只求小友, 别竞出那位了。 林玉记下探主说的地方, 他拿过探主的几个储戴, 扫了一眼。 你早早态度那么好, 不是什么事情都没了? 不然, 你以为我发现你实力如此高, 我还敢这么淡定吗? 我是有倚仗的。 摊主的储戴里, 都是要羞用的东西, 林玉也用不到, 他收了一些自己能用得到的炼丹和炼器材料, 把储戴还给了摊主。 小人有眼无珠, 小友, 大人有大量。 摊主身体发软, 不敢在林玉面前造刺, 这些骨头, 小友去拿去, 去拿去吧。 林玉收起那几箱龙骨, 拿出一株万年灵药, 这给你凝聚真身, 你自己小心, 不要被人捉去吃了。 摊主跟在地上, 惊诧地望着林玉拿出的万年灵药, 小友, 要把此物给我? 他的真身也没有万年, 如果以此物凝炼真身, 他有的是保命不死的办法。 林玉点点头, 摊主深吸一口气, 激动的声音都在发展, 如果我能有此物凝聚真身, 就是献祭灵药了。 小友可知, 万年没有化灵的灵药, 对于植物系的要素来说, 多么的珍贵吗? 此物对我来说, 就是烈南材料, 或是泡茶的, 拿去吧, 记得你发的试约, 林玉知道万年灵药珍贵, 只是没有想到, 这摊主看到他拿出的万年灵药, 比看到焦神本体还要激动, 这灵药他多得是。 小友虽然刚刚发了神魂起约, 同样有效, 但是强压之下, 非我自愿, 现在我郑重向你承诺, 若有战, 我王不留仙, 愿受招而战, 无怨无悔。 名叫王不留仙的摊主声音铿锵, 掷地有声, 这次他真真无比, 林玉这株万年灵药是天大的恩赐。 王不留仙再无敷衍, 再无不满。 王不留仙, 好名字, 林玉抬脚, 迈出平价超市, 气势斐然一变, 本尊记住你了。 王不留仙追上前, 一礼到地, 花弦不满意地嘟囔起来, 这小妖怪是什么意思, 你那一株万年灵药, 能是好宝贝不是? 那你这也感恩戴德, 就差掏心掏肺了。 曹桃花, 你这是嫉妒, 林玉感觉花弦此时肯定一脸吃鳖的深情, 为他跟小龙魂林天河窥死的郁闷, 消散一空。 我嫉妒你, 我可是堂堂妖神大人, 我修礼。 花弦的声音戛然而止, 因为他看到林玉手里的东西。 卧槽, 你小子怎么这么多万年灵药, 你这是干嘛, 想贿赂我? 这是给你分身做载体, 给我做保镖, 你不是想我做小吗? 你怕我死, 不得付出实际行动吗? 林玉笑得格外开怀, 平时我就把你放在储物袋里, 别人一不注意, 我就把你弄出来当杀企。 华弦盯着林玉手里之物, 之前觉得你的万年灵药 在你手里仍是灵药, 此时我发现了好处, 我若是分出分身, 以灵样成在, 在这片天地上成为精怪, 必将会被地球规则承认, 怪不得那老小子, 开心地跟得了宝贝似的, 你不愿意? 林玉声音微顿, 骤然冰冷, 此时林玉身上的气势, 冰冷的破人, 与华弦所知的林玉截然不同, 华弦心里纵然不服, 心里却有一种, 万不能违抗林玉的想法, 不就是给你当拿手, 你身边这么多人, 也不少我一个? 罢了罢了, 答应你还不成吗? 道玄九成以上即可, 林玉等, 他迫不及待地要去陆海港修道界走一走, 他在那边还有很多事情没做, 万芳芳就无消息, 阿渡也毫无音讯, 那两个人算是他留在陆海港的画室, 应该没那么短命。 这怎么可能刚刚好把握那么准确的? 花弦从自身取出一道光团, 融入那万年灵妖之中。 这至多只是一句教诲, 比道玄九重高那么一丢丢, 你有危险, 直接将之祭出即可, 林玉直接看也没看教诲的变化, 抬手一收, 足矣, 你还没说你这么做, 目的是为何? 我感觉我刚刚分出的力量, 有可能输不回来。 花弦不由好奇, 他感觉林玉用他的力量做杀器, 可能不是说说而已。 你现在只是原应戏, 不要太过胆大妄为。 有备无患吗? 不然你多做几个药区给我? 林玉做事要拿万年灵药出来。 花弦听得肉疼无比, 行了, 你这是在浪费万年灵药, 这些药区没有灵质, 仅有战斗本能, 他们的身躯能量耗尽, 极为损毁, 连回收的必要都没有。 如果关键是可能救我一命, 就知道。 林玉离开小市场, 朝书店走去, 他感知到自己的储物代理, 有一股旁博的气息在蓬勃发展。 你这个药魁达到地先了, 其实还在喷上。 反正是你的了, 他变强, 对你也有用。 你的敌人只要不是老家伙那种层次的, 他还能多用几次。 林玉不知可否, 他出现在书店里, 书店里的人顿时惊叫出场。 教练, 哦, 绍兴教练。 几天没见而已, 见得我不至于搞瘾成这样吧, 林玉扫过那几个满脸不可知心的家伙, 洛可可, 云飞, 将将, 你们几个这是什么表象? 几个人就是又惊又喜, 还有点欲言又止。 林玉这一看, 就知道事有事啊, 他索性不说话了, 看着英城分布的这几个人。 教练, 你懂不懂道门奇术? 明飞没忍住, 只要急地问道, 林玉怎么可能不懂, 她的医术就是道门武术之一, 她来自鬼谷门所学博杂, 最常用的是医术。 说说, 是怎么回事? 教练, 等一下大家到齐了再说吧。 明威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您请, 在书店里不方便说话, 我们去办公区。 英城分布的地址也在书店的下面, 不许与江陵分布无二。 洛可可把书店挂上了暂停营业的牌子, 三人陪着林玉一起来到地下。 教练, 您是专门来看我们的吗? 我本来是考你们的画幅水平来的, 谁知道一来, 你们就问我懂不懂齐门道术, 是分布遇到有关道门奇术的案件。 林玉拿过奖励兑换册, 一边反看一边问他。 既然开了头, 直接说怎么回事? 我不喜欢你们这种方式。 教练, 是这样的。 这样讲说的? 本来我们也是猜测, 所以要等大家过来一起商议。 他拿过笔记本, 打开一份全国各城市GDP排行名单。 教练, 您看, 我们应成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大省, 人均GDP就这么点。 我们查过三十年来的GDP变化, 发现应成的这些数值, 除了人口有明显的变化之外, 其余的很稳定, 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我们本来也是在聊天, 聊我们的收入是不是拖了家乡的后腿, 这一看, 发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诺可可不好意思地说道, 或许我们是多虑了, 但是吧…… 将将在电脑上操作一下, 换了一张图。 这是应成三十年间的公司、 家族、 个人财富排名。 我们几个人发现, 应成什么都发展不起来, 只有一个私家, 可圈可点。 私家? 林玉的毛子已密。 私家的主要人物都已经被他处杀, 居然又跟私家有了关系, 有证据吗? 有啊,教练, 您看啊, 从这一年开始, 私家就已经是应成第一家了, 他家做什么, 别人都是跟风, 但是从来没人超越他们家。 将将说道, 我们研究过他们家的经营策略, 单独拉出来看, 却没有什么特色。 诺可可拿出一本书, 我们根据教练的教材, 发现私家的各种条件, 都符合道门悬术的特点。 知道翻书了, 不错, 这书就是给你们入门的, 林玉赞许地望着他们, 道家的书籍你们都可以看看, 仅仅是看你们提供的材料, 可以将私家考地用了什么悬术? 我们想过了呀, 连巫鬼运材术我们都想过了。 您非苦恼地道, 他们都说我异想天开, 说我是把新班娘子传奇看多了。 无鬼运材术, 还有吗? 林玉拿出一张纸, 写下了无鬼运材术五个字。 诶, 教练, 你不觉得我是在胡思乱想? 明飞惊讶地看着林玉, 她脸上的神采越来越飞扬, 洛可可和匠匠在一边啊了一声。 啊, 其实我们也相信你了呀, 是默默跟珍珠保持怀疑态度的。 嗨, 我说你们呀, 可不要抹黑我们两个, 我们可是很认真的去查资料了, 还问了清零馆的一个老道士, 打听了风水学。 从门口走进来两个小姑娘, 两人看到林玉一脸惊奇地蹦跳起来。 教练! 好, 现在我来给你们启发。 林玉说道, 无鬼斑虐这个, 就需要养鬼, 一般的人做不了, 除了邪修鬼修, 还有一些名门正派的法术理由相关的。 掠夺别人的财富变成自己的, 除了术法还有阵法, 最简单的是俘虏, 拿出你们的画符工具, 林玉望着阴城分布的五个人, 符是你们最容易上手的道具, 其外部道具都是虚的, 损毁破坏之后, 到下次拥有,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唯有自己学的东西, 才是你自己的, 能够画符的东西很多, 没有任务的时候吃, 你们可以自己研究。 我记得道家出过一本符录集, 五个人当即从楚代里, 拿出画符工具, 明非说道, 教练, 我们从江陵回来以后, 没有懈怠画符。 林玉未未喊手, 现在把你们学会的符画出来, 教我看看你们的水平。 旧画行器符, 万物只要存在, 必有痕迹, 比如林家小狗丢了, 拜托你帮忙去找狗, 你怎么找? 用道符寻找走势的小狗, 这叫五个人一起笑得出来, 他们是灵团分布, 不可能做这么无聊的事情。 教练, 我们也不可能去帮人家找小狗啊, 你们就不会举一反三啊。 明非拿几笔, 并没有直接开始画。 比如我们可以找任务对象, 失踪物品等等。 嗯, 还有, 迷路之后, 找自己的踪迹也可以吧。 明非想到一个可能。 还有, 我们出任务的地方, 总有用不了指南针 导航的时候吧。 其余几人正正地看着明非。 啊, 自己找自己, 这也行。 随后, 他们看向了林玉。 文言, 林玉笑了。 哼, 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明非, 将将, 洛可可, 以及后面刚回来的两个小姑娘, 西西跟瓜子, 都已经是练习起, 画幅对于他们不难。 每个人只练习了几次, 就已经画得有模有样。 林玉看着映城分布的五个小姑娘, 不由问道, 分布只有你们几个人。 不是啊, 还有几个队员今天不在, 我们五个留守在这里, 幸好我们今天留守, 不然就错过教练了, 等他们回来, 得知教练驾到, 肯定羡慕。 将将一脸笑嘻嘻的, 他拿出自己刚刚画好的符。 哦耶, 画成功了, 教练, 我先试试找分部长黑鸭好了。 其余的人停下手里的动作, 看着将将激活符, 黄纸符在他手里燃烧画为灰烬。 我看到了指示方向耶。 不错, 你画成功了, 你们四个也画得差不多了, 林玉的目光扫过其他四个小姑娘画的符, 回头你们再实验, 我们去私家实地看看是怎么回事。 一个人口繁盛的城市, 人均GDP几十年没有改变, 只要把过去数年的统计数据表格摆出来, 就能看出猫腻。 无科年纪相仿的小姑娘, 一路跟着林玉走, 一路上叽叽喳喳的。 教练教练, 什么时候我们还能去将领集训呢? 那几天的集训, 我们感觉呀, 就跟脱胎换骨了一样。 是真的脱胎换骨了, 以前我们只能用兑换的符录, 现在我们用自己画的, 效果完全不一样。 之前的兑换的符, 为了叫普通团员也能使用, 做了相应的改变。 林玉拿出手机, 搜出英城的地图。 明飞, 你给我指一下私家位置。 明飞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 这是英城的富人区, 距离这里不远, 不过我们要是走过去就有点远了。 走过去, 我看看这附近的街道。 林玉扫过地图, 脑中已经浮现起不少的风水局, 有钱人都喜欢弄一些风水局, 有人更喜欢去南洋请小鬼回来。 走路才好呢, 还能多跟教练聊一会儿。 西西睁大亮晶晶的眼睛。 教练, 你跟我们差不多大吧? 我们几个还在上大学, 上学见系, 会来接团里的任务, 会是助手任务。 我的大女儿都十岁了, 林玉想起自己的孩子, 她的眼里不由自主地浮起了笑, 她的两个孩子都非常不凡。 啊, 不会吧, 看着教练跟我们差不多大呀, 我还以为可以跟教练蹭个师兄套套近乎呢。 我是你们的教练, 只怕你们蹭不上师兄了。 你们中的不少人, 都是我引入修道之门的, 相当于师父。 林玉感觉到几个小姑娘的失望, 心里觉得好笑。 她经过几次雷结之后, 容貌没什么变化, 这皮肤好得像是玉石一样, 简直有损她的卑鄙。 你们不叫我教练, 还我林办师也可以。 林办师? 明飞第一个改变了称呼, 她低声问道, 下次我们的集训, 办师会给我们赐法吗? 彻底引我们入修道界? 这个在我的考虑之中, 你们没有家族宗门的, 可以考虑加入个宗门, 这个以后再说, 先看私家的事情。 你们几个人的发现很重要, 按照京城发展至今的变化, 京城应该是发达城市, 而不应该像是佛朽老脉之地。 林玉强势打断几个姑娘, 不着编辑的追本, 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引到私家上面来。 花旋的声音悠悠响起, 小辈, 看到没有? 这世上最难断的就是因果, 就是佛家六根清净之人, 也断不了因果。 有的因果还是可以断的, 只要断了千半就可以, 林玉在神魂里跟花旋交谈, 比如你一个桃花老妖, 就真的有那么多因果千万? 无数星界, 数万界面, 所有桃树, 桃花, 桃的一切, 难道都跟你有关系? 譬如我是天地之间第一株桃树的话, 因果自然有, 万物相生, 相克, 不管是相生还是相克, 都是因果联系, 佛门老同理爱说果叶报, 扯淡, 在我看来, 是一个因果都有石油中霸了, 比如某人做了坏事, 产生了因, 这因引起的后果, 都是一件事的终结。 花旋话里话外, 把老秃驴骂了一个遍, 林玉也不知道花旋骂的老秃驴是谁, 反正最近他就是要去雷城的雷音寺, 近距离跟和尚打交道, 你是天地间低株桃树? 自然, 不是。 花旋的声音突然模糊, 林玉眼底露出饶有兴趣的神色, 上次在祝荣之灾的时候, 他其实偷偷摄取了不少桃花, 看样子花旋对他蓝天界一无所知, 你们五人现在已经对修道多少有些了解, 你们从地图上看出了什么? 瓜子像是小学生一样举起手, 我家里有人做道事, 我问过斯家这是什么风水, 他说是四龙暴水局, 一世忘家。 明面上看, 是四龙暴水, 实际上是什么? 需要我们进入斯家之后, 具体看实力情况。 林玉在地图上看的也是四龙暴水, 他的破旺之眼, 看出这是表象。 斯家到了。 一个小姑娘叫了一声, 几人边走边说话,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 斯家的别墅在这一片被称为妇人区的地方, 也非常的醒目, 四周的别墅把斯家像是众星捧月似的, 宫位在中间, 瓜子先叫了一声。 这, 这根本不是四龙啊, 这, 这这么乱, 这是什么风水局啊? 将将在网上, 已经开始搜索相应的风水图。 我感觉好像见过这种局。 荒谷时期的部落, 住中心的永远是重要人物, 跟风水局没有什么关系。 林玉在斯家大门口停下脚步。 别的小区都是整整齐齐, 斯家这么弄, 算是什么? 将将上前朝斯家大门口看了一眼, 偌大的斯家, 此时一个人都没有了。 那天斯家的人, 一天之间暴毙了几个之后, 斯家的人就住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们来过, 这里没人, 他们只拿走了财物, 摆件什么的都没动。 瓜子把将将搭到林玉的后面。 哎, 办事还在呢, 你那么猴急干什么? 还有斯家大小姐斯如莲呢, 我早上还看到她了。 西西说道, 她要是在家, 不会不许我们进去吧。 哦, 不管那个斯如莲, 她不会来碍事的。 斯如莲在地底下, 此时, 估计已经跟她家人团聚去了。 林玉神色古井无波, 一个不在意人命, 在街上横冲直闯的人, 她也不会有一丝怜悯。 有林玉说这话, 西西一拍拍胸口。 嗯嗯, 她不来捣乱就好, 我对那个嚣张大小姐, 还是很怕的。 我们学校有个姑娘, 她家也是住在妇人区的, 只是因为跟斯家大小姐撞衫, 就被斯家大小姐下令, 把她的衣服扯烂, 那还是在街上。 那个姑娘, 其实我也认识的, 现在她住在精神病院, 看到人多就害怕。 唉, 这种事, 斯家做多了。 谁叫人家有权有势又有钱, 他们家人暴毙, 我看就是报应。 明飞说道, 分部长黑鸭就是斯家的受害者, 其实我们应成人, 哪个没有跟斯家有一点点交集的? 紧紧看看, 你们注意观察, 景观, 摆价, 房屋走向, 根据你们了解的风水知识, 找到不对劲的地方。 林玉当先迈进斯家的大门。 没有了人气之后, 斯家大宅显得死气沉沉, 西西跟在林玉的后面, 她一进门, 就感觉到一股冷风吹着她哆嗦了一下。 明明是夏天, 又是大太阳的, 我怎么有一点冷啊? 其余的人也是抱着手臂, 明飞举起手臂, 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的妈呀,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汗毛都是竖起来的, 我怎么感觉有种进入鬼宅的感觉呀? 对对, 我也有这种感觉。 西西忍不住拉住了林玉的衣服。 办事, 我有点害怕。 她的鸡皮疙瘩也起来了, 只不过她不好意思叫大家看。 你胆小鬼啊。 想将嘴硬, 实际上她也躲在了林玉的后面。 这看着, 警官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警官倒是符合地图上的四龙暴水局, 内外都是四龙暴水, 这就有点奇怪了。 瓜子的脸上马上露出一丝难以言喻的疑惑。 怎么, 有点像是墓地的感觉, 四家是怎么住在这地方的? 有钢给四家布置了风水大局, 如果四家一直好好经营的话, 成为百年船市之家是没问题的。 林玉一步步迈上前, 四周的阴风根本不能带河的。 一个有着风水大局的家族, 在没有人气的短短几天之内变得诡气森森, 林玉嘴角尽着一抹冷笑。 不过四家真的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四家的院子里, 入门是一片矮松, 要进入其中必须绕过矮松, 而林玉却是直接走向那一片矮松。 明飞跟西西几人互相对视一眼, 那里根本没有路过去, 林办师走过去是干嘛呀? 矮松也没什么可观赏之处, 其余几个人确实一脸疑惑, 不过五人还是老老实实地跟在林玉身后。 西西抓住了林玉的衣服, 其余几个人也互相拉着衣服。 当林玉走到那片矮松之前的时候, 一条小路出现在六个人的面前。 这居然有路, 我们怎么从来没有看到? 本师, 这是不是被障眼法遮住了? 不算遮掩法, 只是简单的视觉误导, 你们没发现吧了。 林玉走上小路, 她的脸色疏得沉了。 大四龙暴水跟小四龙暴水, 用于普通商业家族为求财, 毫无问题。 小四龙暴水之内, 掩藏的却是一个借运针, 这个借运针可以借一人之运。 被借运的这个人, 自从被借运之后, 他的弃运就会被借走, 陪伴他的只有厄运。 可以借一地之运, 所有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切运气都会被借走。 甚至可以借一国之运, 被借运的国家, 最终是国民颠沛, 民不聊生, 国将布国。 怪不得映城一直发展不起来, 原来如此, 淋浴散开身时, 他的目光锁定私家别墅里的布局。 你们去, 把私家的自己都打破, 柜子搬一位置, 墙上的风水画, 全部吐口水, 撕了, 所有了。 是。 瓜子大声答应, 他弯腰从花谱边抠了一块花砖, 第一个走进私家别墅。 宁飞, 匠匠等也捡了一块花砖, 教练的命令必须执行, 没人有疑问。 别书里很快传来了瓷器碎裂, 家具被移动的声音。 黎医的身形一闪, 离开矮松去, 出现在一处甲山旁。 私家真该死, 他居然为一己之私, 却了硬成一成的运势。 他抬手凌空一拍, 甲山当即碎裂四散, 从其中露出一块模样古怪的木牌。 先不要毁掉, 留着, 万一以后有用。 你不屑做这种东西, 但是拿来一用, 也不是不可以。 阿雪在淋浴要出手毁了木牌之前, 赶紧出声阻止。 有些邪宗直接毁掉都不去, 这种东西给他们不是正好吗? 你能想到如此精进, 也不是什么好窍盖。 不过这点我喜欢, 既然是与人为恶的邪宗外道, 就要有被人惩罚的觉悟。 淋浴的身形在私家院子里移动, 每一次移动, 就有一块木牌被他收入的囊中。 你这是夸我, 你这个畜小子。 花弦的嘴唇动了头, 你插上了一成的事情, 并是沾染了一成的因果, 这种因果你怎么断? 等我到城, 当斩则斩, 不断, 我斩断他。 淋浴收走了所有的木牌, 借运阵的阵法因为阵影的消失, 在慢慢瓦解。 几个小姑娘的卖力, 令这个阵法瓦解得更快。 淋浴抬脚, 将其道灵气积射入地下, 将来有人如果再次利用私家的地方, 布下借运之阵, 他第一时间就能感知到, 天地逆我, 那我就斩天地。 办师, 快来。 瓜子在别墅里叫了一声, 在他身边, 几个小姑娘一起围着他。 林玉走进别墅, 发现了什么? 瓜子指着客厅偌大的中堂。 办师, 这幅画看着是指的, 但是我们都摸不到, 奇不奇怪? 林玉望向那幅中堂, 这一看, 他冷笑道, 这是真正的障眼法了, 你们所见未必是真, 你们去破坏其他的, 这个交给我。 这幅画在林玉的破旺之眼里, 只是一幅中堂大小的木刻, 他把木刻从墙上取下, 从木刻的背后取出了一块木牌, 跟之前在镇眼里取到的木牌一模一样, 不用说了, 这也是一个镇眼。 镇内镇? 大四龙暴水之内, 有小四龙暴水, 有贪心不足, 还用了借运镇, 有了借运镇还是不足, 居然还是镇内镇。 林玉眸子中绿色一闪, 死者真是死不足惜。 他探出一丝灵气, 丝如连还没死, 他找到了人救他, 此时有人在车顶给他打开一条生命通道, 有空气进入, 丝如连知道自己死不了了, 他此时浑身都是汗, 像是刚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他大口呼着气, 嘴里哼哼地发誓。 哼, 臭小子, 你等着, 我今天活下来了, 你的死期就快到了。 一道无人发现的灵气, 镇断了丝如连的心脉, 他瞪大眼睛, 一脸恶狠狠地争獰神情, 凝固在脸上, 而他现在已经死得不能再死。 林玉抬手画出几道符文, 凌空朝着四周排出, 从即日起, 三番战绕过斯嘉纪来之运势好处的人, 均将受到反噬, 作为惩戒。 金色道金产生振振的震荡, 细不可见的金色波纹 随着林玉话音落下, 朝着四周散开。 慵懒的花旋猛地坐直身体, 震惊地望着遥不可及的远处。 这小子, 整个运程似乎都在发生着微妙的改变, 一程的气象, 一程百姓的气象, 都在斯嘉借运镇的消失而改变。 有几个人的感觉不那么闻尿, 似乎有什么东西从他们的身体里抽离, 他们的脸上浮现出一丝隐晦的晦色。 咦, 这里居然有一棵果树哎, 还被防弹玻璃保护着。 明飞在一间房间里发现一个大型玻璃罩, 一株一人高的果树, 直凡叶茂的, 上面挂着几棵快要熟了的果子。 教练, 办师, 这东西怎么办? 明语还没看到那棵果树, 花旋吸了一颗凉气。 神界仙界都难得一见的东西, 在凡界居然有。 小子,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四脚不下如此繁琐地阵防,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淋浴面色如霜。 私家这局付了至少百年, 居然从来没有人发现。 气韵之果, 五十年开花, 十年结果, 再十年成熟。 一旦成熟, 只要有人吃下这果子, 映成的运道将被人抽取得一干二净。 明飞只感觉自己周身的气温在迅速下降。 空气都变得粘稠, 像是吸不到肺里。 她的小脸都胀红了。 啊, 奇怪, 我, 我怎么不能呼吸了? 淋浴, 花旋吻得出声喝道, 看你身边。 淋浴的身边几个小丫头脸色胀红, 呼吸困难地半跪在地上, 她当即把自身气息一收, 干咳一声。 实力正弱, 你们怎么接团你的任务? 她抬手一扶, 五个人被她的地道包裹, 直接移出房间之外。 五个人缓了很久, 才缓和过来, 明飞满眼的惊恐。 刚刚, 为什么会那样? 瓜子小心翼地看了一眼背着手, 面对那棵果树的淋雨。 办事看到果树之后很生气, 他生气了。 办事生气, 一般人真的承受不了。 仅仅只是生气, 连空气都能凝固, 五个人又静又畏地望着淋雨。 我感觉, 办事他肯定是神仙, 他是高山, 我连山脚下的小石子都算不上。 你们回去吧, 回头你们过来找挖鸡鸡, 脚这里挖一遍, 不许流行。 淋雨白白手, 叫几个人自行离去。 老头话, 我刚刚感觉到有一点不一样, 淋雨冷冽的目光望着运道果, 只是一闪而过, 我没有抓住, 我感觉是我的道, 有出行了。 你小子是妖孽, 抓了别人的道还没感悟, 误打误障产生了属于自己道的雏形, 你现在有了这一株果树, 可以大大增加你的运道。 花园透过淋雨的五十, 也看到了那一株果树。 此物放在三界之后, 万界之上, 都将是被人抢夺之物, 你却唾手可得。 这不是我的运道, 这是硬城之人的。 淋雨上前一步, 结实的防弹玻璃碎裂成渣, 她在上前一步, 树上的果实无风自动起来。 小子, 这可是机缘, 你确定要这么做? 花园看得心疼无比, 她已经是妖神, 对此物都没有抵抗之力。 救了她, 杜杰可以变得顺利, 救了她, 破账破镜, 你都比别人有优势, 寻找天才地宝石, 都比别人有成算。 属于我的机缘, 我断不会攻守上人, 而这不是我的机缘。 黎玉目光坚定, 她心中有底线, 知取舍有定数, 不会为任何事突破自己的底线。 几颗果实离开树枝, 叼在地上, 瞬间消失不见, 英城的气韵迅速改观。 有不少人诧异地看向天空, 有大能者, 在改变英城的气韵。 英城莫尽, 谢前辈, 有人一礼到底, 有人直接跪地。 淋浴散开身时, 她只看着那棵树, 果实消失于大地, 玩气韵于映城, 这棵树呢? 你先帮我把这棵树养上, 我看谁不睡眼, 就种于谁家? 肯定有可以种植它的城池, 你放开心神, 叫我进你身躯将之收走。 花旋盯着那棵树流口水, 有这棵树, 获取气韵果, 倒韵果都不是问题。 等淋浴飞升, 她就给淋浴找个适合养树的好地方。 淋浴放开心神, 花旋进淋浴的手, 直接将那棵树暴力拔下来, 收了去了。 能叫我种植此树的城池, 披使那种大凶大恶之地。 离开地球之后, 这种地方多得是, 你见过罪犯建立的城市吗? 海盗建立的城市, 我恰好知道。 花旋摸着气韵树, 将之种在地上, 这树是你的, 将来有了果子, 你记得分我一枚。 罪犯,海盗, 你能建立城市吗? 淋浴是游凡节, 还没见过这样的城市。 对,是城池, 这种地方, 你主张的正义就是狗屁, 他们都是一群没天理的畜生, 为祸一方, 花旋朝气云树打出一道道文, 他们霸占别人的城池, 霸占海岛, 霸占海域, 反是他们这种人所到之处, 都是只有杀戮和截律。 你说是不是种树, 摆你那个阵法的好地方? 淋浴身上的玉气一散, 是吗? 如果亲自去过, 是这种地方, 我输结果必有你一分。 我突然对飞升之后的深吼, 很感兴趣。 这个气阴之数冲在你那里, 不会影响我吧? 飞升在短期之内也是不可能的, 淋浴原计划是两百年后, 他飞升上线。 不是特别用阵法强行凝聚气云, 这数只会慢慢产生气云, 你作为主人能直接得到其好处。 花弦择了一声, 那几个小姑娘简直把你的话当作是圣旨啊。 这前言不达后语的话时, 淋浴已经听到了轰隆隆的响声, 几辆挖掘机开进私家大门口, 明飞一脸紧张地跑进来。 办事, 您果然还在这里, 我们先出去, 我怕有人阻拦, 必须要快点操作。 淋浴点点头, 跟着明飞走出私家大门, 四周的邻居闻声走出家门, 好奇地看着私家大宅, 私家这么快就要把房子卖了吗? 哎, 他家这房子不便宜吧? 私家是不是被仇家给? 有邻居拿手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淋浴几个人站在看热闹的人群里, 谁也不知道私家破灭如此, 是跟淋浴有关系, 几辆挖掘机推到院墙, 分别从不同的地方开始挖掘。 没一会儿, 四家豪华的超级大宅就被挖得面目全非。 办事, 我们走吧, 这些人是我们通过中介雇的, 他们挖完就会离开的。 明飞道, 晚上黑鸭他们也会回来, 我们订了饭店。 他紧张地望着淋浴, 办事, 您不会拒绝吧? 自然不会, 我既然来了, 顺便考考他们几个学的如何, 下次集训什么时候, 目前还没有确定。 淋浴的目光, 从已经渐渐成为废墟的私家大宅上收回, 明飞松了一口气。 啊, 那就好, 我还怕不能留下教练, 叫大家失望呢, 我们还想趁机多跟办事学点东西。 还是叫教练吧, 同意一下称谓, 明飞一会儿喊教练, 一会儿喊办事, 林语都要被她搞糊涂了, 那本书你们虽然通读了, 但是并没有学会, 学会那本书的练武和修道部分, 才是首要的, 贪多脚不烂, 你们都是在校学生, 这个道理不会不懂吧? 好的教练。 明飞发了一条信息给其他人, 告诉他们统一称呼。 教练, 我们一直很好奇, 您为什么看到那棵果树会那么生气? 当时, 我们都快被您给吓死了。 从城市部级来看, 私家已经身处大四龙暴水局中, 只要不贪心, 慢慢发家致富也是可以的。 私家比较贪心, 在家里布置了小四龙暴水局, 这也没有什么, 商骨之家都希望多赚钱。 黎玉的声音带上一丝寒意, 客气, 私家贪心不足, 用邪门的阵法, 窃取整个英城的气韵。 如果仅仅是如此, 倒也罢了, 那棵树可不是简单的果树, 那叫气韵之树。 私家用邪门手段, 利用气韵之树, 彻底窃取英城气韵。 知道气韵代表什么吗? 知道。 冥妃没有斗机里? 是指命运, 气术。 林玉暂许地点点头, 你们五个人没有辜负灵的宗旨, 很好。 她的神识扫过英城, 之前被抽取了气韵的英城, 连修道者都少得可怜。 那是自然啊, 我们在参加集训的时候, 一样也发过誓, 绝不会违背自己的誓约。 明飞云偷偷地打量着林玉, 对林玉的敬畏令她也非常好奇。 教练, 您这么厉害, 是怎么练成的? 我? 我不厉害, 在你们眼里, 什么样算是厉害? 林玉的手背在身后, 她此时只有圆英起, 化繁期如果不过去, 她的境界也可能随时掉到练气起。 就像是教练这样啊, 折服几万人, 只需要动动手指。 明飞一脸崇拜之色。 您说, 不可以离开广场, 没有一个人能离开广场。 您说, 没有读完书, 不可以出图书馆, 居然少读一夜, 少一行都走不出书店。 这都是销售团, 下次集训, 你们中可能有人会学习这些。 林玉说道, 你们想学什么, 我都可以教。 至于能不能跟我学习, 则是要看你们自己。 嗯, 我一定好好看那本书。 明飞紧握拳头, 一脸认真的自己给自己鼓励。 我也要变强, 不能每次危险任务 都是叫黑压他们去。 饭店包厢里, 降降看着满桌子的菜, 问道, 希希, 瓜子儿, 你说教练会不会说 我们太普章浪费了, 会不会不高兴啊? 瓜子则拿着手机 一直给黑压他们联系。 咱们人多, 不会浪费, 分部长他们都回来了, 他们这次任务顺利。 李玉跟明飞到酒店的时候, 一脸橘素直色的黑压, 白梦, 素雪, 山岩, 跟四个小丫头 都在酒店的门口, 等着迎接林玉。 教练好。 好了, 不用这么多繁文如箭, 林玉对几个人招招手, 去包厢, 我要考考你们。 作为分部长的黑压 咧嘴一笑, 书上所有的福, 我都带着他们学会了, 随便教练抽考, 我还练了体。 嗯, 不错, 短短几天进入屋者, 你回头带他们一起练武。 练武强身, 不分男女。 林玉说道, 黑压大声道, 是, 以后我进入他们。 进入包厢之后, 林玉是以最后进来的人关上房门, 顺口问道, 黑压, 你们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 报告教练, 任务非常顺利。 黑压大声说道, 任务顺利完成, 他小有得意之责, 但是林玉的神色叫他心里突得顿了一下。 教练, 其余几个人也忐忑了起来, 林玉扫了几个人一眼, 没什么事情, 你们这么紧张做什么? 任务顺利完成还不好?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我犯了什么错误呢? 黑压松了口气, 等林玉就坐以后, 他才跟其他人坐在林玉下手位置。 教练, 喝酒吗? 喝茶吧, 我带来的茶, 林玉取出一壶水, 挤出灵药。 熟悉吧, 九人用力点头, 之前他们连续吃了两个礼拜, 熟悉都有感情了。 结束训练之后呀, 我还经常感觉吃草的日子就在昨天呢。 明飞拿过林玉取出的水跟灵药, 泡了茶。 教练, 这种一惊洗髓的灵药, 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吗? 在度假山庄的时候, 只有前几天我们的身上出那种黑黑的污垢, 再之后就没有了。 对我是没什么用的, 对你们还是有用的。 一惊洗髓的效果会一直持续, 到你们的境界不在需要为止。 林玉想了想, 拿起手机给四号跟五号发了一条信息, 这种滴肌灵药在藤龙亭中, 漫山遍野跟野草差不多, 零号团跟血战团的人目前都需要。 下一次集训, 他会把两个团的散修收入宗门, 再给四号、五号的信息里, 他要求两个领导把两万人的资料完善一下。 教练, 我们要是跟着练体, 会不会练成女汉子那样? 就是外国人那种肌肉怪兽? 嘻嘻小声说道, 我可不想变成那样。 我们说的练体, 与那种追求肌肉的塑形带来的视觉感, 是不一样的。 练体的好处只有你自己曾经体会, 你们黑鸭分部长, 之前跟你们一样, 都没有练体, 这几天他从没练过体到舞者, 你们可以问问他做任务时的感受, 我相信黑鸭的感受会非常的直观。 林玉也不是修武者, 他的练体催炼的方式, 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得住的。 感觉体力变好了, 正是目前最直接的变化, 你们看我的体型跟过去没变化吧? 黑鸭站起来, 叫大家看他体型, 他把自己读书后, 练体的心得分享了出来。 在林玉看着几个人讨论修炼过程和所得的时候, 有几个人来到私家所在地, 为首的是一个面貌阴质的老者, 葛启亮, 其余的是几个青年, 葛启亮笑了。 今天就给你们看看为时的收获。 几个年轻人纷纷吹捧, 十顿的收获, 肯定是莫大的机缘, 我们只能忘记项背。 十顿吃肉, 我们是兄弟, 分点汤就好。 葛启亮的大手一挥, 这次不一样, 没事特意带你们过来, 就是你们人人都有份。 出现在葛启亮面前的, 不是私家气派奢华的豪华别墅, 而是一大堆砖石瓦砾。 私家没有了, 葛启亮笑着的脸, 当即黑成了锅底, 刚刚吹的牛, 现客之后就破灭的彻底。 谁把我的宝贝拿走了? 葛启亮的几个徒弟看到这一幕, 哪里还敢再继续吹跑? 他们面前这个情况, 别说是宝贝了, 连宝贝的灰都不会有了。 是不是住在这里的人捐走了师尊的跑物? 要不弟子把他们抓回来? 葛启亮的脸色阴致得要吃人, 此时, 葛启亮的一个弟子抓过一个路人, 住在这里的人呢? 那个路人被吓了一条, 私家的人早就死光了, 你们不看报纸了吗? 私家都被人拆了。 那弟子一松手, 路人赶紧走了。 人都死了好几天了, 应该在公墓吧, 请说尸体没人收拾, 是应该埋公墓的。 赶紧滚。 葛启亮最小的弟子, 沈天言小心地道, 师尊,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找回师尊丢失的宝物呀? 私家有我不得真, 一般人绝不可能拿走我的东西, 你们分开给我找找, 拿我东西的人, 身上必定有气韵气息, 而且还是这几天才沾上的, 非常容易分辨, 把这个人找到, 我要亲自审问, 我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 要是被人吃了, 我就把那人烈化了, 效果也是一样。 葛启亮把手一挥, 发现了人也不要惊动, 脚肥失去。 葛启亮已经被气得忘记 钻师父的架子, 连我字都出来了。 师尊, 放心吧, 我们几个人一定把人找到。 葛启亮的几个徒弟猜到师父被盗的宝贝是有关气韵的, 几个人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当即一个人一个方向, 开始搜索身上最近沾着气韵气息的人。 该死的私家, 连一棵树都给我护不住。 葛启亮在私家废墟里用神石一寸寸的搜索废墟。 气韵果被人取走了, 气韵树没了, 他留下的宗门宝物也不见了。 该死, 如果叫我知道谁拿走了我的东西, 我一定把它剥皮削骨, 所以是弯断。 不, 我叫炼化它, 把我丢失的气韵收回来。 在饭店的几个人吃完饭后回到了书店, 林玉看他们打坐兄弟, 把他们修炼里的错误之处指点了一下。 你们掌握的方法大致正确, 我们是在书里标注了运气路线, 每一次大小周天的行气正确运转, 是在滋养经脉俏学, 也是在运养你们的身体, 这跟炼体的养是不同的。 武徒炼体, 筋骨强健, 武者炼有真气, 以真气温养筋骨, 后天武者真气外放, 神有权益, 长有长风, 先天武者, 开慈福养丹田, 内力真气生生不息, 后面还有宗圣, 武圣, 武神, 武神之上, 可以入武道。 修道者, 修的是道, 朝于自身, 与天征寿, 逆天地, 所造化, 最终都是殊途同归。 格启亮的一个弟子正好走过书殿, 他散开身时探查四周, 身时掠过书殿, 根本没发现书殿日下另有乾坤。 林玉在指点几个人修炼的时候, 目光望向书殿之外, 只看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 他道玄七重镜的神识, 都探查不过的屏蔽, 一个原因其更无可能。 无破长空者, 以身飞行, 修道者也可肉身飞行, 不少人习惯欲气飞行, 打坐, 感悟自身, 感悟天地, 教会你们自己画符, 是希望你们自己掌握保命手段, 该给你们教授的基础知识, 已经全部记在书里了, 自己把握。 林玉随后离开书殿, 华选, 七韵之术很容易寻货? 小子, 你做什么梦呢? 这玩意一切都未必能有一棵, 不过有人特意繁殖此树, 那就不一定了。 华选的手指摸在七云之术的树干上, 这棵树就是一根枝条繁育而来, 它还尚未有灵质, 我无法知道更多信息, 我似乎已经发现跟这树有关系的人了, 林玉朝刚刚散发神识的年轻人所去的方向, 迈步追寻, 我倒要看看是谁借斯家之手, 且异成之器语。 快去快去, 最好一举找到这棵树的母树, 华选听到兴奋不已, 顺口说道, 如果万妖鹿此时复苏, 寻找起来可却如此麻烦。 林玉听了一愣, 老大话, 你说什么? 万妖鹿可以封印水魔神这个级别的魔族, 并将之强行枕住, 能随时随地地抢夺它收集的地图, 这还是未复苏状态, 林玉只觉得不可思议, 你先追上那人, 我慢慢跟你说, 林玉是万妖鹿的主人, 有些该告诉他的, 花旋也不会有色隐瞒, 当即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这不能怪别人, 只能怪你境界太低, 知道吗? 这也能怪我? 如果可以, 我也不想归犯, 我还想尽早到道玄九重。 林玉恶然, 随即苦笑, 除非你有办法, 叫我早早度过归虚之境, 人族修饰的问题我不懂, 我继续跟你说万妖鹿吧, 花旋于是告诉林玉一个冗长的故事, 万妖鹿前主人殒灭之前, 自知万妖鹿如果了在不法之人手里, 必定利用其中封印的妖魔为害四方, 他竭尽心里, 将九步封印之物, 封印在他最后殒深的这片大陆的各地, 神器万妖鹿随前主人隐身而封印, 即便是现在拥有了新的主人, 万妖鹿仍没有复苏过去的万分之一能力, 如果复苏, 之前被前主人封印在各地封魔碑下的家伙, 都会被打上烙印, 万妖鹿在手, 那些自己破开封魔碑逃跑的, 也可凭借烙印直接追击, 林玉现在只能根据封魔地图, 暗图所记当年封魔碑的位置, 现在你懂了吧, 境界太低, 你就只能使用万妖鹿的基础功能, 神器落在你这个小背手里, 简直是宝珠蒙尘了, 花旋连连摇头, 以林玉的实力, 这个主人他都不甘心承认, 万妖鹿里沉睡的那些老家伙, 肯定更不服气, 你当务之急就是尽力提升修为, 如果没有足够实力, 我建议你尽量少动用万妖鹿, 如果吵醒了其中某些人, 我可帮不了你, 林玉对某些人没什么反应, 他从花旋口中再次确定了万妖鹿是神器, 地球是个繁星, 这里不仅有神在隐秘, 还有神器, 这么说, 万妖鹿的前主人是个神, 神隐身在地球, 你知道他的墓在哪里吧, 我也想见识一下神的墓血, 臭小子, 这是你该关注的重点吗, 你不是去找跟气韵树有关的人, 找到了吗, 这么说, 你是知道了, 地球上真的有神木, 林玉的脚步不仅不慢地追在那个原鹰前妻的年轻人身后, 他的眼里满是不解之色, 他生活, 成长, 来以为是家园的地球,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他之前做过无数的猜测, 都被每次意外之间发现的事实一再推翻, 他本来以为, 他已经足够了解地球, 现在看来, 他了解的可能连皮毛都算不上, 咦, 前面那小子有同伙, 话学喝了一声, 小子, 追他, 此时转移话题不嫌晚, 林玉反而过起了唇角, 不追了, 他跑不了, 我们继续聊聊神木的事情, 你既然是弯腰路的常住民, 应该跟前主人打过交道了吧, 你连他隐身之前, 将酒不封印在地球各地, 你被留在古族之地的密地, 你要说没见过前主人, 我怎么不相信呢, 这小子怎么话又多又难缠呢, 话学拿出两团棉花, 堵住了自己的耳朵, 他想了想, 抬手在自己脸前掐了一个手绝, 你有药葵在身, 没那么容易死吧, 如果你死了, 我帮你通知你家人好了, 没得到花旋的回答, 林玉心知花旋是在装笼作哑, 他轻笑一声, 既然知道地球上有神木, 他在飞升之前, 必定会亲自探上一回, 花旋不说, 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诶, 是你啊, 林玉跟在沈天言身后, 一声女子惊喜的声音叫他不由皱皱眉, 沈天言已经走远了, 林玉望了他消失的方向, 转头看向说话的人, 安团长, 在活动之外, 不用叫我团长, 安家会几步走到林玉面前, 上下打量林玉几眼, 他有满心的疑问, 就想找到林玉问一问, 没想到他去超市买东西, 恰好遇到了他, 能在映城这个人口大城, 一而再地遇到, 也算是有缘分了, 我请你吃饭吧, 我刚刚吃过饭了, 林玉直接拒绝, 你不要着急拒绝呀, 我是有事情想问你, 安家会见林玉要走, 他急了, 伸手抓住林玉的衣角, 林玉低头皱眉看向自己被抓住的衣角, 安家会也意识到自己的动作很唐突, 他咬着嘴唇, 犹豫了一下, 仍是没有放开, 四如龙跟四康其实是你杀死的吧, 四家也是……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与你何干, 林玉精心一服, 扶开安家会的手, 如果你可助我, 就是为了问这个无聊的事情, 那你可以走啊, 安家会的手里一空,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心里也空了一块, 感觉自己像是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似的, 他看着林玉离旧的背影, 忍住了想要追上去的想法, 其实他也不是想问私家的事件, 他知道林玉不会再给他说出口的机会, 林玉继续跟上沈天言, 沈天言已经搜寻过几条街道, 跟几个年轻人会合在一起, 几位师兄, 我没有找到, 你们呢? 那几个年轻人也是纷纷摇头, 多了师尊宝物的人, 只怕是已经离开映城了吧, 再找一遍, 去给师尊复命, 不然也无法回去交差啊, 林玉只跟上了那个沈天言, 跟沈天言分别了几个人中的一个, 搜寻过一片街区, 在一辆公交车上发现了他此时的目标, 当即跟着几张公交车, 同时拿出手机, 把自己发言的事情告诉葛启亮, 师尊, 弟子一发现一人, 身上占有七云的信息, 只不过非常单薄, 弟子已经跟上他了, 收到徒弟发来的信息, 在私家打坐的葛启亮猛地站起身, 给维师叮嘱了人, 维师亲自过来, 安家会一脸沮丧地坐在公交车上, 他在懊惠自己, 刚刚为什么要问林玉那样的问题, 如果不问, 只是邀请他吃饭, 或许也不会得到林玉这么冷漠地反应了, 安家会下了公交车, 有人跟在他后面, 他浑然不觉, 葛启亮的身影很快出现, 阎天一, 你说的人在这里, 就是进了这个小区, 弟子没敢靠近太多, 怕打扫惊蛇啊, 被叫做阎天一的弟子恭敬得道, 你做得不错, 等维师拿回宝贝, 第一个就分给你, 葛启亮暂许地夸了一句, 他散开神时, 发现了独自一人在房间里的安家会, 阎天一顿时满脸细索, 弟子愿为师尊, 万思不辞, 用不着, 呵呵呵, 葛启亮拍拍阎天一的肩膀, 你去跟你的师兄弟们会合, 为师得手之后, 去找你们, 阎天一不甘违抗, 抱手躬身一礼, 迅速离开, 葛启亮朝安家会家走起,